第526章 如此盛景 我还想继续看 烈焰生腾 几乎都快看不见丹炉的模样 卫星山站在远处 看到这一幕 眉头微微颤动了一下 对于陈斐的炼丹风格 卫星山是知道的 当初在丹师联盟 陈斐可以说是众多后起之秀中 最为亮眼的一个 改良丹方的任务 陈斐还得了投名 当时的卫星山对于陈斐有些好奇 因而调用了陈斐几次考核的刘影时 看到了陈斐这堪称别具一格的炼丹方法 卫星山身为丹师联盟的盟主 一身的炼丹技术自然是极为精湛 更是陷多识广 但陈斐的这种炼制方法 还是第一次看见 如今时隔多年 真正现场看到陈斐如此炼丹 依旧让卫星山有些震撼 看到陈斐炼丹的人 心思各异 一些有炼丹技艺的人 起了模仿的心思 毕竟连和翘近的强者都这样炼丹 必定有他的道理 兴许这样能够炼制出更强的丹药呢 陈斐心神探入丹炉内 调节住各个灵药 相互直接的药性冲突 将药性更强的显露出来 三阶丹药的丹方 陈斐是没有学习的 从突破和翘近到如今 其实就过去几年的时间 陈斐将所有的精力 都耗在各种功法上 当初最开始学习炼丹 是因为这个来钱的速度快 并且很多药材 都可以在商铺当中买到 陈斐自己修炼 也需要服用大量的丹药 自然是自产自销最为划算 多余的部分可以变卖成银两 继续炼丹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但是到了炼翘近后 陈斐炼丹的频率就下降了很多 因为灵财获取受到了限制 元臣剑派就是个小门派 获取灵财的途径极为的有限 元臣剑派自己也有丹师 那些灵财让那名丹师炼制 都绰绰有余 当初要不是神炎派突然出现 斩杀了仙云剑派的一个河翘近 倒逼着仙云剑派做出改变 陈斐也无法在丹师联盟 获得那么多的炼制任务 玉棒相争 陈斐却是从中获得了利益 当然 这个利益也是依靠陈斐自身卓越的炼丹技巧获得 毕竟当时丹师联盟给的任务 一般人充其量就是获得贡献值 想要额外获得一颗丹药 难上加难 不然 如果其他丹师都可以通过揭取任务 来获得丹药的话 那仙云剑派等于是在割肉给其他人 仙云剑派自然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毕竟连门内的弟子都悬缺着个重担药呢 随着来到吴敬海 灵财的获得途径几乎就完全断开 陈斐也将这门技艺搁置了下来 如今随着修为突破到河翘近 也获得了一部分三阶秘境的使用权 灵财的途径倒是解决了一部分 但也仅仅是部分 三阶下等秘境 最多智能出产三阶下品的灵财 在高阶的如三阶中品 可以有一些但数量稀少 且灵财的生长是需要时间的 其他合窍尽兴许会慢慢等待灵财生长 然后自产自用 减轻中品原始的消耗 毕竟赚取原始不易 途径几乎就那磨及个 药磨是占据的各种灵财出产的区域 药磨就是舍命去外海斩杀妖兽 这两个算是最为稳定的产出了 前者细水长流 就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后者效率极高 但危险也大 妖兽又不是死物 且一只只全部体型巨大 一般同阶之人需要多人围剿 才比较安全 或者就是纯粹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洞府 获得当中遗留的资源 但这种就真的纯粹碰运气了 一般人不会去奢求这个 陈匪想要快速地提升实力 突破和翘境至今 五年时间都不到 达到和翘境二转的境界 这样的速度 一般的方式根本难以达到 陈匪自然只能将链丹的手艺暂时放下 寻求其他的方式 悠悠的丹香 开始从丹炉中飘荡而出 不过瞬间就弥漫在整个煮风上 所有人不由自主地深吸了一口气 只感觉身心酣长 但很快 这股药香就逐渐消散 一些不明就里的人 有些疑惑地看向陈匪 而那些会炼制丹药的人 此刻全部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丹炉 他们明白 药香消失 不是因为炼丹失败 或者出了什么问题 恰恰相反 药香出现一阵 接着全部消散 说明丹炉内的丹药 将药香全部锁住 这是唯有高妙的炼丹技术 才能做到的事情 陈匪此刻炼制的是二阶的丹药 从灵财的种类上就可以看出 在场不少人 其实都可以炼制二阶圆满的丹药 如魏星山 身为仙云剑派丹风的风主 这点自信和能力还是有的 但是 如果在这些灵财当中 加入一份灵运 那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概念了 灵运极为稳定 武者吸收的话 几乎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但也因为太过稳定 想要将其跟灵财合练变成丹药 就变得极为的麻烦 因为 你要在丹炉当中 将灵运的这种稳定强行打破 这就需要将灵炉内的压力提升到最高 在这种极限高压下 继续练丹 且在将灵运的稳定打散之后 灵运会一改之前稳定温顺的模样 变得极为的爆裂 如何调整灵运的爆裂 跟其他灵财的药性相容 就成了一个极大的难题 能够不炸炉 顺利地炼制出丹药 就算是记忆精湛 而要如陈匪这样 炼制出圆满的丹药 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起码以在场这些丹师的能力 是无论如何 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的 一个时辰的转瞬急过 在场的人没有发出一丝的声响 生怕打扰到陈匪的炼制 很多人是不敢 毕竟对面是个合窍境强者 镇压海风域 无人不服 而那些丹师 则是期望能够吸收一些 陈匪炼制丹药的记忆 碰 一声闷响 陈匪一掌青拍在炉盖上 丹炉发出一声闷响 一道丹气飘出 在丹炉上方形成一朵青云 青风吹拂 青云消散开来 一股浓郁的药香 再次弥漫整个主风 相比之前那股药香 此刻的药香更加的疑人 修为稍低之人 甚至有一股迷醉之感 仿佛痛饮了树缸烈酒一般 好了 陈匪微微一扶手 将丹炉内的丹药扫进药瓶内 接着用原力送到了瞿青生的面前 接着对周围的人微微汗手 消失在原地 恭送陈长老 元臣剑派弟子恭声喊道 其他门派的人也纷纷行礼 半个时辰后 瞿青生将一瓶丹药递给了周子巡 周子巡也没有避讳瞿青生 有些好奇地将药瓶打开 看到丹药的数量 神情不由得一正 按陈匪事前交代 此次分发丹药 唯有炼翘镜后期 方可得到一枚 灵韵一般的炼翘镜承受不住 即便将其与其他灵财 和炼成丹药 也起码需要炼翘镜后期的修备 才可以吸收 经过这几年 元臣剑派炼翘镜后期 已经达到五人 已经有了一些四级势力 该有的一点模样 而此刻周子巡瓶内的丹药数量 则是达到了两枚 周子巡有些疑惑地 看向瞿青生 这是陈匪特意交代 灵韵可延长受限 对于和翘镜都有奇效 炼制成丹药后 虽效果减弱 但对我们炼翘镜而言 增长个十来年 应该不成问题 瞿青生笑着道 这几年 元臣剑派的条件越来越好 各种灵财越来越多 元臣剑派原来炼翘镜修备纷纷增长 连炼翘镜后期都多了三人 但唯有一人 却是越发的老态 肉眼可见 都能够看出其虚弱的精气神 那就是周子巡 这个一辈子 为了元臣剑派兢兢业业的老人 因为当初贸然选择突破和翘镜 伤到本源 如今又临近受限之人 也就是这几年 元臣剑派相安无事 不用与人交手 周子巡休养生息 不然稍微来几次激烈的战斗 周子巡都可能提前离世 此物与我一枚 都已是浪费 两枚 简直是暴殿天物 周子巡皱眉 江耀平推向了瞿青生 这是陈斐之意 你要是不想拿 自己给陈斐 瞿青生笑着抬手 阻止了周子巡的动作 听到瞿青生的话 周子巡一正 陈斐修炼的刻苦程度 整个元臣剑派都知晓 几乎一有时间 都是在闭关状态中 外界之人知觉的陈斐 天赋一柄 精彩绝艳 但元臣剑派的人才知道 陈斐的努力 也超过了绝大多数的舞者 为了这摩一点事 周子巡并不想打扰陈斐的修行 你去了 也退不回 既然是陈斐的意思 你就收下吧 瞿青生拍了拍周子巡的肩膀 有些感慨的 这个跟自己一同见证了元臣剑派兴衰之人 瞿青生也不希望他就这样离开 但瞿青生并没有严寿之法 陈斐要给两枚丹药 瞿青生是打心眼里高兴 好 我收下 如此盛景 我还想继续看 周子巡沉默了片刻 接着大声地笑了起来 周子巡还想看着 元臣剑派越来越强 他也真的舍不得就这样走掉 听到周子巡的话 瞿青生同样大声笑了起来 笑声之中满是感慨与自豪 第527章 突破和翘境中期 随着那些官吏之人离开 海丰玉开始流传 陈斐丹药圣守的传闻 对于陈斐这众人 任何一件事都足以引起他人的讨论 只因为在陈斐的身上 拥有太多的话题性与传奇性 陈斐对此并不知晓 或者即便知道了 陈斐也不会在意 丹药炼制完 陈斐又重新进入了自己的修炼节奏当中 只要不平凡地给灵宝炼化缘时 陈斐手里的中品原石数量 绝对是充裕的 特别是陈斐分批将手中的 法宝与乾坤带出手后 原石的数量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每天都在高强度地服用中品灵丹 仗助体魄的坚韧 陈斐服药完全处于饱和状态 而这带来的就是修为的高速增长 距离陈斐和翘二转 其实并没有过去多长的时间 数月都不到 其他和翘境 这个时候估计还在巩固自己的境界 而陈斐已经在这个基础上 继续高歌猛进 拥有圆满进的三升断影剑 应对和翘境二转这个境界 完全绰绰有余 根本不会出现 无法掌控自己原力的情况发生 更为关键的是 经过这几年进出新鬼界 陈斐的新神力在数日前 后积勃发 直接踏入到了和翘境中期的范畴 以和翘境中期的新神力 配合功法 陈斐对于自身的原力 早已掌控入微 对于和翘境而言 修原力难 修心神自然也是不易 如果不是新鬼界和练心阵 陈斐想要这磨快地 将心神突破到和翘境中期 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几年时间而已 对于练翘境都不算太长的时间 对和翘境而言 自然更是如此 原力 新神力都在快速进步 陈斐的体魄 自然也没有落下 以十几天一次的频率 进入灵宝当中修炼 陈斐的玄阵龙像 大跨步地向前迈进住 不断地冲向和翘境后期体魄 嗯? 密室内 陈斐的眼睛骤然睁开 抬头望向了上方 一股被窥视的感觉 浮现在陈斐的心头 陈斐右手剑指抹过眉心 一道光柱透出 黑白线条组成的世界里 陈斐看到了一抹不太一样的细线 何翘境巅峰? 果然没有死心 只是一眼 陈斐却定了心计的来源 距离领宝出世 已然过去越鱼的时间 这些何翘境巅峰 终归还是没有放弃 就跟陈斐之前猜想的那样 可能没有数年的时间 这些何翘境巅峰 就不可能放弃 即便当初在皇城 在通道的位置 陈斐都被核查过 但如今还是有何翘境巅峰 悄悄地来到元臣剑派的上空 监视住陈斐 但拥有天眼这门铜术 且心神力还突破到何翘境中期 这些何翘境巅峰 想要偷偷地监控陈斐 根本就无法做到 刚一来 陈斐就已经赶知 如今更是直接确定了位置所在 陈斐眉心位置的光柱消散 双眼重新闭上 继续修炼了起来 既然知道 有何翘境巅峰在暗处 近期不将领宝拿出便可 整个千语蒙娜摩多何翘境 上面那个何翘境巅峰 不可能在这里待上太久 最多几天的时间 对方必然会离开 毕竟无论怎么看 陈斐在那些何翘境巅峰眼中 获得领宝的可能性都太低 如今会来监控陈斐 不过是一种有杀过无放过的心态 将每一个何翘境都看过去 确保没有遗漏的人 转眼过去三天 如陈斐所料 纳得和翘境巅峰离开了 陈斐情绪毫无波澜 不管对方有没有离开 除了没有将领宝拿出 其他依旧是原先的修炼节奏 没有被丝毫打乱 时间一点点过去 第五个月 三声段引剑 被陈斐修炼到了大远满进 庭院内 陈斐向前踏步一步 两道虚影分裂陈斐两旁 其中一道虚影 看着有些陈旧 带着不变之意 正是过去深 另外一道虚影 飘渺无踪 让人难以把握 正是未来身 下一刻 两道虚影没入到陈斐的身体当中 一股惊人的剑意冲天而起 锋芒盖压四方 陈斐握着前缘剑 感知着身体当中的细节变化 却没有出剑 慢慢的 这股剑意消散 能爆发 也能收敛 换作其他人 爆发出这种程度的剑意 即便不想出剑 也不得不为之 因为这股力量 如果不宣泄出去 可能最后伤到的就是自己 但对陈斐而言 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 三生断影剑的大圆满 代表陈斐对于这门功法 已经做到了收发自如 再降的力量 陈斐也可以将其游刃有余地使用 融入库荣经 陈斐对面板下了命令 库荣经的奥妙 融入到了三生断影剑中 融入后的功法 还是叫三生断影剑 因为库荣经的奥妙 有不少跟三生妙花重叠 而融合后 新的三生断影剑的熟练度支 下降了一小部分 从这也能看出 库荣经对于三生断影剑的帮助 已经很小 按照陈斐如今的修炼速度 将这点熟练度补满 估计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越往后 一般的合翘镜功法 对于陈斐的帮助会越来越小 不过对此 陈斐早有预料 等一般的功法对陈斐 进无可进的时候 陈斐就需要用 灵宝来补足合翘镜 巅峰的奥妙 或者是运气好 从其他地方得到顶尖的 合翘镜功法 时间悠悠然然 又是三个月过去 就如陈斐所料 新的三生断影剑 真的又进入到了大圆满的境界 同时 新的镜法声死逆 也被陈斐彻底掌握 至此 陈斐如今直接掌控了五门镜法 但常规的战斗中 陈斐如今 还是只能支撑两门镜法的开启 再多 陈斐的身体 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 这不是陈斐原理掌控 入微不入微的问题 纯粹就是身体抵挡不住 这种力量的爆发 即便是和翘镜中期的体魄 都不行 不过 随着这几个月的修炼 玄镇龙像 也已经逼近了圆满镜 体魄修炼的难度 多少有些超出陈斐的预料 本以为有领保的辅助 陈斐可以在半年内完成突破 结果还是多花了几个月 陈斐如此天时地利的优势修炼 都如此的艰难 其他和翘镜 想要专修体魄 难度可想而知 也正是这种难度 让其他和翘镜望却步 不敢将精力花费在这个上面 有着时间跟资源 将自身原力的修为提升上去 岂不是更好 一个月后 窝 密室内 天地元气剧烈震战着 陈斐的身体已经变成赤红一片 甚至不断有血珠从陈斐的毛孔当中渗出 强烈的气息在陈斐的身上此起彼伏 皮肤肌肉骨骼再有节奏的收缩 撕裂恢复 再撕裂再恢复 陈斐此刻的身体 处在一种极端的蜕变状态下 连带着陈斐体内的原力都开始沸腾 冲向身体各个位置 某一刻 陈斐的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 身躯凌空飘起 接着陈斐双脚伸直站在了地面上 碰 双脚触碰的区域泛起巨大涟漪 地面仿佛变成了水面 剧烈起伏 过了片刻 这种异状才缓缓消失 陈斐体表的血痂脱落 一股磅礴的气息在陈斐的体内引而不发 玄震龙向远满静 陈斐的体魄直接踏入到了合窍境后期的层次 且玄震龙向融入的那部玄断宝诀 是将人提往法宝的方向淬炼 陈斐选择的法宝特性只有一个 那就是坚固 相比那些真正的合窍境后期 陈斐体魄在防御上要更胜一筹 且因为原先震龙向的特性 陈斐高速的恢复力 依旧保留住 细细感知着身体上的变化 待重新熟悉后 陈斐没有停下 重新投入修炼 因为体魄的提升 陈斐每日服用丹药的数量进一步加强 修为增长的速度本就极快 如今再次提速 距离三转越来越近 在陈斐努力修炼的时候 千语盟却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从一级到六级势力 全部收到千语盟总盟的通知 需要加派人手前往千语盟外围防御 而在半年前 千语盟已精增援过一次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仅仅相隔这磨短的时间 竟然又需要增援 显然 千语盟的外围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不得不让盟内的各家势力增派人手 陈斐自然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传闻是外围的区域 海妖的数量变多了 以现有的人手继续抵挡 多少有些不足 中途 陈斐去了两次外海 确实发现 海妖的数量有所增加 增加的幅度还没有很大 但确实是在上涨的 依靠河俏晋后期的体魄 中品的前员舰 如今的陈斐 斩杀三阶初期的海妖 已经不需要使用空间阁内的剑员 一次斩杀一头 陈斐将其直接变卖 换成中品原石 继续供应自己的修炼 转眼又是八个月过去 在陈斐口袋中的中品原石 即将耗尽 身无分文的时候 陈斐的修位 终于来到了二转的临界点 在突破二转将近两年 耗费了数千中品原石后 陈斐中 鱼即将踏入道和翘境中期 密室内 陈斐体内的河翘剧烈颤动 想要突破束缚 但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狠狠压着 陈斐面无表情 直接施展进法猎翘弓 就如烈火烹游 整个河翘的力量瞬间炸开 河翘跃迁瞬间膨胀了一圈 如果有其他人看到陈斐这重修炼方式 估计要目瞪口呆 从未有人在突破的时候 竟然施展进法 但陈斐就这样做了 但河翘的跃迁 并没有让力量平息 反而越演越烈 在体内的河翘 仿佛要真的裂开的时候 陈斐用三声断引箭运转原力 将河翘锁住 石海当中的星神 冲进河翘当中 将当中狂躁的力量彻底抚平 河翘境三转 成 从突破河翘境 用了不到七年的时间 陈斐踏入河翘境中期 第528章 天赋 密室内 陈斐站起身子 感知着身体各处细微的变化 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河翘第三次膨胀 带来的变化 超过了前两次膨胀的合计 还要多出一些 因为河翘的变大 河翘境中期 每次能够动用的原力数量 就大大的超过河翘境初期 同样的招数 注入原力的多寡 效果自然相差极大 这个是河翘境中期 比河翘境初期强大的 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 双方每次能够动用的原力数量 本质上存在着差异 还有体魄上的变化 陈斐这里不明显 因为突破之前 陈斐就已经拥有 河翘境后期的体魄 而对其他河翘境而言 修为境界的上突破 也会自然而然的淬炼上去 还有心神的蜕变 河翘境中期在各方面 都超过了河翘境初期 不存在任何一面的短板 可以被河翘境初期有机可趁 河翘境初期想要逆罚 真的需要其他方面的各种加成 不然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事情 体内原力起伏 图灵树运转 陈斐身上荡漾开的气息一降 变成了河翘境初期 这种智能短暂压制 陈斐要是与人全力动手 气息会立马恢复到河翘境中期 千语蒙内天骄无数 多集中在那些顶尖势力当中 在那些顶尖势力内 那些天骄资源无数 只要尽情地展现出自身的天赋 根本无需担心原始丹药的问题 但就是这样 千语蒙正魔多年 也先少听过谁 能在七年之内 就将修魏从出入河翘境 突破到河翘境中期去 陈斐这样夸张的突破速度 如果被外界知晓 特别是在领宝丢失的敏感期 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怀疑 那些顶尖势力中的河翘境巅峰 会瞬间将目光 集中到陈斐的身上 即便一时之间 无法找出异样 这种注视也不会消散 这种情况下 陈斐自然不能将 自己真实的修为展现出来 倒是可以将原臣剑派 生成三级势力 但陈斐了解过 如今千语蒙内 已经没有更好的区域可以搬迁 强行搬迁自然也可以 但这种就是跟其他三级势力 争夺资源 最关键的是 也没有哪个三阶中等秘境 刚好空出 原臣剑派要是离开这里 几年前夺下的三阶下等秘境 就真的要白白让给他人了 以原臣剑派如今的体谅 在海风域反而是最好的 因为陈斐 原臣剑派 才被硬生生地拔升到如今的位置 不然之前连练撬进巅峰都没有 如今也还是没有 根本不像一个四级的势力 该有的抵御 掌门瞿青生机人 虽然努力修炼 但修为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不可能一蹴而就 即便平日里 有陈斐的分身在那指导 而如今 以原臣剑派在海风域的身份地位 再过几年 周围的资源 足够原臣剑派当中诞生炼翘境巅峰 如果时运到来 兴许还能诞生出新的河翘境 海风域被陈斐一人强行镇压 原臣剑派的门人在这里 遇到的全部都是好人 每个人都对你笑脸相迎 在那些三级势力扎堆的地方 哪里有这样的好待遇 没有联盟的情况下 那些三级势力只会针对你 而陈斐自身的修炼速度 决定了无论是在海风域 还是在其他海域 周边的那些资源 对于陈斐来说都太慢了 陈斐身为原臣剑派修为最高之人 想要依靠门派来反向供养 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陈斐愿意跟其他河翘境一样 慢慢地修炼 那倒是可以用周边的资源 一点一点地提升自己 五天后 陈斐出现在三街秘境内 最近外海的妖兽 开始逐渐变多 导致秘境所在的位置 变得不怎么安全 按照当初联盟的规矩 秘境的守护 由五家共同处理 平日这里都有练翘境作证 一般的舞者不会来闯这里 虽然秘境内灵才很多 甚至如果全部拿下 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但你有命闯进来 也要有命再闯出去 仗着修位高 也许可以杀穿练翘境的阻拦 但只要有人将秘境的出口关闭 等于直接来了个瓮中捉鳖 短时间内 即便是和翘境的强者 也无法强行撕开三街秘境的屏障 到时候要面对的就是五个河翘境的围剿 如果有能力抵挡五个河翘境初期的围杀 这种人就根本不会到去秘境内抢灵才 倒不是格局不格局的问题 只要利益够大 很多事情都不会是问题 而是有那重实力 随便到外海沙 一只三街初期的妖兽 价值都远远超过了秘境内所得 秘境内的灵才 讲究的是一个源源不断 真正的价值 是在这里可以使用一百年 以一百年的时间 创造出惊人的资源数量 因而 这处秘境落到姬家手里后 一直都是相安无事 直到最近 海妖的数量开始增多 平日里运送灵才出去 都开始变得不安全 小问题的时候 五家共同解决 出现无法解决的事情 则有当年的守护门派来处理 而今年 恰好是由源臣剑派负责 陈匪漂浮在半空中 看着源臣剑派所在的区域 眼神中有些讶异 相比其他四家 源臣剑派区域内的灵才 无论是数量还是成熟度 都要胜出许多 而当中最为显眼的 则是正中间的一株灵树 枝叶繁茂 枝条上结着果子 随风飘荡 远远的 陈匪都能闻到一丝果香味 而在秘境的另外四个区域 其实也有相同的灵树 当中只有一树 会比源臣剑派的这树稍大一些 但也仅仅是稍大一点而已 认真看 会发现那株灵树上结的果子数量 甚至还略少于源臣剑派的这一树 这灵树 正是仙云剑派当初 从仙云城遗栽来的 之后三间秘境夺下 仙云剑派送了其他四家树枝 结果六年多的时间过去 断魂门三家的灵树 都还未真正成形 仙云剑派手里的母树 也因为当初千里迢迢的遗栽 还没有真正的恢复元气 反而是源臣剑派手里的这树 成了五树当中长势最好 甚至是生命力最为旺盛的一树 陈匪不懂得栽种灵财 但是在天眼之中 灵树身上荡漾开的生命力 却是一眼可见 陈长劳 陈匪飞到元臣剑派区域 那些弟子看到陈匪 赶紧停下手中的事情 对着陈匪鞠躬行礼 眼神当中满是崇敬 在元臣剑派 陈匪就是真正的精神支柱 这个世界强者未尊 而陈匪不论是在元臣剑派 还是海风玉 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头人 此刻秘境内 不少元臣剑派的弟子 都是这几年新晋之人 他们败入元臣剑派 冲的就是陈匪 不然门派真正的底蕴 其他四派 其实都要远远地胜过元臣剑派 陈匪对着这些弟子微微点头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陈匪 你好久莫来了 有些沙哑的声音响起 灵树旁的地洞中 巴卡的头颅伸出 看现陈匪 眼中满是惊喜 鸡 一声鼠叫 一道黑影从洞内闪出 站在巴卡的肩膀上 正是陈匪当初收服的那只黑鼠 对于陈匪如今的实力而言 这只二阶的黑鼠已经帮不上什么忙 陈匪所幸就让齐呆在这处秘境中 跟巴卡未伴 如今过去数年 不知是经常吃这些三阶灵财 还是自身天赋不错 这只黑鼠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二阶中期的程度 但是跟巴卡比起来 黑鼠的实力增长 反而算慢的 巴卡当初因为鬼城伤到本源 来到这处秘境的时候 才刚刚恢复到二阶初期的实力 如今今年不限 竟然窜到了二阶后期的水平 今天有些是刚好来着 所以来看看你们 陈匪有些好奇地看着巴卡 发现巴卡的气息 跟周围所有的灵财勾连在了一起 自然也包括了那株灵术 这些灵财和灵术 受到巴卡力量的影响 长势良好 持续地吞吐着秘境内的元气 成熟的速度 远远比正常快出许多 而这些灵财的成长 又反过来促进了 巴卡体内妖力的增加 正因为如此 巴卡才能在短短几年内 实力就成长到这种程度 且按照这个趋势 恐怕不出几年 巴卡就将达到二阶巅峰 到时候巴卡的实力 有可能是元臣剑派当中 除了陈匪之外 最强的一员 吃个果子 这果子很好吃 巴卡咧嘴笑了起来 灵树上的灵果 飘到了陈匪的面前 陈匪伸手接住 脸上也不由地露出笑容 巴卡一如过去般 没有丝毫的变化 之前在联盟内 陈匪就偶尔听到秦海山鸡人 旁敲侧击地打听巴卡的信息 陈匪没有必要隐瞒巴卡的来历 当时陈匪之势以为 巴卡催熟灵财效果不错 所以让秦海山鸡人 起了培养一致的念头 如今陈匪来看 这催熟灵财的效果 何止是一个不错可以形容 简直是太好了 如今二阶后期都正魔墙 以后巴卡要是突破到三阶 那还得了 半个时辰后 陈匪离开秘境 准备扫荡周围出没的海妖 第529章 如影随形 秘境的位置 距离真正的外海 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因而出没在这里的海妖 实力有强有弱 绝大部分都支持二阶的程度 以秘境守护的力量而言 大体还是可以撑住 真正让他们求援的 是偶尔出现的三阶海妖气息 这种实力的海妖 飞和翘境无法解决 在秘境入口 相隔数十里外的一个海岛上 陈匪的身影缓缓显出 陈匪落在海岛上 右脚向前一点 原力游走 一道阵势眨眼间成形 一个药瓶出现在陈匪手中 陈匪将瓶塞打开 一股奇怪的腥味飘荡开来 陈匪将瓶内的液体 倒入到了阵势当中 本质是淡淡的腥味 一下变得浓郁 接着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陈匪盘膝在一旁 闭上眼睛 慢慢等待结果 这药瓶中的液体 是一种妖兽的血液 配合灵草炼制而成 对于其他妖兽 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不过绝大部分的舞者 在外猎杀海妖的时候 都不会选择这重要液 倒不是觉得 这药液效果不好 而是担心效果太好 引来太多的海妖 海域当中 真正得天独厚的 其实是那些海妖 你也很难说得清楚 在这深海当中 到底藏了多少的海妖在那里 如果使用药液 导致海妖蜂拥而来 恐怕最后 就不是舞者猎杀海妖 而是舞者被一群海妖分尸 不过 那是普通舞者的想法 对于如今的陈匪而言 想要解决秘境周围的海妖 使用这重要液 才是最为简单省力的 不说一劳永逸的 将秘境周围的麻烦彻底解决 只要外海还不断地涌入海妖来 这种麻烦就不会消停 但起码经过这样一次的肃清 短时间内 秘境周围就不用担心 有海妖的侵扰 不过一刻钟 一只二截海妖 慢慢地靠近了过来 是一只海龟模样的妖兽 背上的龟壳极大 边缘部分满是尖锐的锯齿 两只眼睛当中 带着凶月的光芒 这只二截海妖极为的谨慎 尽管心中 对于飘荡来的味道极为渴望 但并没有 一下就冲上海岛 四只粗壮的脚 在海水当中画动 龟腰缸 想着要不要试探一下 突然心神之中 感觉到一股惊忌 还未明白过来 一股强大到无法阻挡的力量 打在了她的身上 以往能够护得住 她周身上下的龟壳 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 直接破碎 连带着她的整个肉身支离破碎 海岛上 陈飞眼睛自始至终都是壁住 一只二阶妖兽而已 随意一到剑园 就可轻易斩杀 二阶妖兽跟河 翘近的差距太大 只要被盯上 就没有丝毫绞性的可能 星红的血液 将周围的海水染红 配合这要液当中的味道 柔和成了一种 更加吸引人的香味 朝着四面八方飘去 这重要液就是这样 杀得越多 反而吸引力越大 这也是很多舞者 不敢使用的一个原因 因为有时候把控不住 或者稍微操作失误 就可能引来巨大的麻烦 还不如一支支地找过去 虽然麻烦了一些 但胜在安全 在海域当中猎杀妖兽 本就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 如果再不谨慎小心 最后能不能回去 都是一个问题 兴许真的是香味的刺激变大 亦或者本身就有海妖在一旁 斩查时间不到 在沉匪的感知中 就有三只海妖游荡了过来 还是二阶妖兽 不过实力相比上一只龟妖 要强大不少 这三只海妖的境界 全部达到了二阶后期的程度 平日里应该就是结伴行动 要是舞者遇到这种数量 和实力的妖兽 如果没有练翘境巅峰的境界 那只能乖乖地离开 不然即便是四五个练翘境后期 都难以啃下这三只海妖 是 轻微破空声响起 三只海妖还莫明白 发生什么事情 身体就是一僵 随了刚才龟妖的后路 陈斐就这样盘膝在海岛上 无论是来一只海妖 还一群 陈斐的应对 一直都是一道剑员 这剑员的力量 对于这些二阶海妖而言 太过强 即便数量众多都无法抵挡分毫 甚至连让剑员稍微减弱的资格都没有 在真正强大的力量面前 数量已经变得 没有太多的意义 这就是卫石魔一个山海境 可以统领千语蒙这样大的底盘 而数量繁多的河翘境 却不敢有丝毫反抗的想法 因为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 山海境想要杀河翘境 就如陈斐此刻杀这些二阶海妖一般 轻而易举 转眼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 在这一个时辰的时间里 陈斐斩杀了近百只的二阶海妖 不过周围的海水倒是没有被染红 到了后面 陈斐直接将这些海妖擒拿过来 扔进了眼前的阵势当中 将阵内药液的效力提升到最大 二阶海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 应该周围有的都已经被引来 但那只三阶海妖也迟迟不来 就在陈斐以为那只三阶海妖 是不是游荡到其他地方的时候 一丝似有若无的气息在远方升起 但很快 这丝气息就消失不现 三阶妖兽已经拥有极为不凡的灵慧 比起一般的人类而言 可以说是丝毫不逊色 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 还要更强一些 显然这只三阶海妖 游荡了片刻后 感知到了一丝不对劲 所以此刻又转身离开 陈斐的眼睛一下睁开 一剑将眼前的阵势斩碎 档中的东西全部化成了粉末 同时一股灵粹从中被抽出 进入到了前缘舰内 虽然这是二阶海妖 但架不住数量足够的多 这魔放人在这里不管 多少有些浪费 还不如喂给前缘舰 虽然以前缘舰如今中品法宝的层次 单单这些灵粹 已惊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聊胜于无 陈斐身形晃动 一下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的时候 人已经在树里之外 这只海妖如果不现身 陈斐想要将其找出来 恐怕还要花费不小的功夫 但如今既然出现了 即便知事一晃即走 但也难逃陈斐的追踪 陈斐的身形划过长空 乐若无痕 突破到和翘境中期后 陈斐身法的速度再增一筹 不过相对应的 替身影给予的加成 也变得越来越低 陈斐如今的速度 跟一般的和翘境中期比 还是占据不小的优势 但是如果跟那些专精身法 或者那些顶尖势力的人比 优势就极不明显 修为越到后面 有时候功法的优势 就会越明显 好在陈斐如今主修的功法 早已达到了大远满进 那些顶尖势力中的和翘境中期 即便修炼的功法不凡 但也不可能如陈斐这般 参悟到如此精深的程度 这只海妖在水下的速度极快 但不过片刻的功夫 就被陈斐追上 陈斐俯看海面 已经能清晰地看见一团黑影 三阶初期 跟陈斐以往斩杀的海妖境界相当 有可能越过防线 闯进各个海域当中 大部分都是这种境界的海妖 再降的 都已经在防线上被斩杀 不然被三阶中期以上的海妖 在各个海域内横冲直撞 根本没有几个海域内的势力 可以支撑得住 陈斐右脚踏在虚空 脚底触碰空气 泛起淡淡涟漪 下一刻 海面被撞出一个空洞 陈斐出现在海妖面前 陈斐刚要出手 突然眉头微微一皱 身形挪移 于沙纳间 整个身躯化作流光 仿佛顺一般 出现在前方数米之处 咦 陈斐原先站立的地方 一道身形缓缓现出 向前探手 却没有抓住陈斐 不免有些意外 底下的海妖受到惊吓 一只巨大的触手拍向了人影 知识还未真正靠近 就被人影随意一手扫出 伴随着海妖凄厉的嘶喊声 触手断裂 这海妖惊慌之下 拼命地朝着海底深处游去 陈斐没有阻止 这突然出现的人影 也默看海妖一眼 我与阁下素未谋面 阁下此举 侍卫何意 陈斐看着来人 神情冷然道 和翘境中期 竟然直接用偷袭的方式 来擒拿陈斐 扣元恒将手收回 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着陈斐 对于刚才自己十拿九稳的秦拿 竟然会失手 扣元恒心中多少还有些意外 从得到的资料上看 陈斐才突破到和翘境莫基年 虽然天赋一柄 强行压制海风与其他几个门派 但在强 中规之势和翘境初期 刚才那下秦拿 其他和翘境中期稍微大一些 扣元恒都有把握将其重创 这魔多年 扣元恒也一直是这魔做的 结果莫想到 今天会在一个和翘境初期的舞者身上失笑 端木霄 是不是死了 扣元恒双眼盯着陈斐 嘴角露出一丝冷然的笑容 道 杀丧颖宗的人还敢冒充身份 你好大的胆子啊 阁下说的这些 在下听不懂 听到丧颖宗 陈斐的眉头微微皱起 身形闪动 来到了半空当中 看了一眼周围 而对面的扣元恒如影随形 距离陈斐数十米 扣元恒看到陈斐观望四周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盛 这里你找不到其他人 是啊 但总是要确认一下 陈斐转头看向了扣元恒 第五百三十章 开三门禁法 扣元恒看着陈斐平静的神情 眉头不由地微微一抬 这是故作冷静 还是心里真的有所依仗 而且陈斐刚才说出的话 似乎还有其他一层意思 给你一个机会 说说到底是如何将端木消杀了后 再伪装成他的 扣元恒盯着陈斐 观察着陈斐的细微表情变化 继续道 如果你能让我满意 今日就此别过 也未尝不可 阁下说的 在下听不懂 但阁下偷袭在先 如今竟还暗中布置阵势 倒是真看得起在下 陈斐又手并做剑指 一直点向了侧方 剑元呼啸中 撞在了前方数十米处 一道阵势无中生有 一下显现了出来 只是随着陈斐这一剑元下去 阵势节点被破坏 顷刻间就消散开来 一道玉牌在半空中微微一颤 破裂成树块朝着下方的海面掉去 寇元恒看似在问陈斐问题 不过是稍微拖延一点时间 将阵势部下 到时候对于陈斐试杀试留 全凭寇元恒自己的心情 寇元恒自小在丧隐宗内长大 生性谨慎 陈斐刚才能够躲过他的琴拿 多少让寇元恒 收起了一些轻视之心 本想着阵势部下 就可直接动手 没有料到 阵势才刚刚开始 就一下被发现 这种洞察力 非同反响 寇元恒脸上的笑容收敛 看着陈斐 目光闪动 下一刻 人突然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陈斐的面前 一次擒拿 一次震视 竟然接连被陈斐发掘 陈斐的表现 远比一般的何俏镜初期 降了很多 谨慎之下 最好的方法 自然就是现在离开 毕竟目标 已经跟资料上显示的不一样 但寇元恒 可是和俏镜中期的修为 面对一个和俏镜初期 对方就是再有异样 境界的差距摆在那里 寇元恒如果真的这样退去 这已经不是谨慎 而是胆怯 少有风吹草动 就吓得惶惶而逃 这种事情 只会在鼠类身上出现 寇元恒如果也这样 那这磨多年的修炼 寇元恒就真的白修了 境界也不可能 一路披荆斩棘地 来到和俏镜中期 更不会在丧隐宗内当杀手 一把短笔 被寇元恒抓在手中 力笑声中 匕首已经朝着陈匪的脖梗 插得过去 一寸长一寸强 一寸短一寸弦 很少有武者 会用匕首当作武器 而如果真的这样选择 那证明 此人对于自身近战的能力 充满了自信 富山诀 寇元恒早年兼无意间 得到的一门功法 与一般知修原力的功法 不太一样 这是一门专修体魄的传承 不知是不是跟这门功法 相性吻合 寇元恒修炼富山诀即位的顺利 特别是后来依靠丧影宗的消息渠道 找到了功法上记载的修炼旗 悟富山识 寇元恒对于富山诀的修炼 更是突飞猛进 如今的体魄之力 已经远比同阶之人强得多 甚至寇元恒一次偶然的机会 还遇到了天刀门的长老 二者交换了几招 寇元恒发现 自己的体魄司 毫不弱于天刀门的人 天刀门在整个千语盟内 是出了名的体魄强大 同阶之中 甚少有人可以在正面战斗中 跟天刀门的人 拼得不相上下 而寇元恒做到了 也正是依靠着富山诀即位的强大体魄 寇元恒刺杀和俏敬初期 就如探囊取物 即便是同阶的和俏敬中期 富山诀不仅能够给予山岳之力 更能拥有山岳之境 因而偷袭之下 先少有失守的时候 陈斐赶制着匕首上蕴含的力量 神情微动 看出了寇元恒在体魄上的成就 要真是其他同阶被寇元恒这样近身 即便是和俏敬四转 都有性命危险 也唯有和俏敬五转 接近和俏敬后期 才可应对自如歇 正 剑名声中 陈斐赤拿前缘剑 向前扫出 猎俏弓 燃血绝 破心绝 三门禁法 在陈斐体内轰然炸开 陈斐的气势犹如灼烧的烈焰 冲天而起 在玄阵龙向提升到圆满境 体魄达到和俏敬后期后 陈斐相比荡出和俏敬初期 如今已经可以无伤地使用三门禁法 气血犹如奔腾的僵流 在陈斐的身体当中急速地流转 发出澎湃的声响 隐隐间仿佛有龙像咆哮的声音 强大的力量自和俏的位置 刹那间到达陈斐身体的每一个角度 心神阵战 将这些力量尽数掌控 陈斐的皮肉微微震动 将所有的力量束缚 类似法宝般的坚固特性 让陈斐可以肆意地使用体内的 每一分每一毫的力量 匕首还有一尺 就僵刺到陈斐的脖梗 但随着陈斐的爆发 感知到陈斐和俏敬中期的气息 寇原恒的脸色一下大变 陈斐之前之势展露身法 没有全力运转攻法 图灵术还将陈斐的气息 压在和俏敬初期的位置 此刻随着力量的爆发 图灵术已经无法压制分毫 也彻底地让寇原恒明白了 陈斐真实的修为境界 和俏敬中期在千语盟内不算稀奇 寇原恒交手过的和俏敬中期 早已超过了双掌之数 甚至还杀过几个 但陈斐 按照资料上所示 才突破到和俏敬初期七年不到 如今竟然变成了和俏敬中期 几年前 以一人强行镇压海风域 表现出的天分已经足够地突出 相比那些顶尖势力内的天骄 都丝毫不逊色 但再天骄 也不应该这模块突破到和俏敬中期啊 如粪武阁里的卓天应 号称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 如今数年时间过去 才刚刚突破和俏敬二转而已 想要突破到和俏敬中期 起码还需要数年时间的打磨 甚至十年起步 都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毕竟到那个时候 卓天应的年龄也不过五十左右 以这样的岁数达到和俏敬中期 在千语盟内 依旧是最为天才的存在 而眼前这个 不过出身普通门派的人 是怎么回事 更让寇原恒感到离谱的 是他发现陈斐此刻不仅修位 变成了和俏敬中期 而且一出手 似乎直接开了三门禁法 这可是禁法呀 施展一门 都足以让一般的和俏敬中期 再事后大伤元气 需要修养数月 才有可能恢复 如果伤得重一些的 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也是常有的事 至于开两门禁法 这是真正在搏命 即便最后可以斩杀敌人 自己的本源也会受到损伤 恢复的时间更加漫长 三门禁法 真的就是你死我亡的结局 寇原恒拥有腹山绝 将自身的体魄修炼到 同节翘楚的位置 平日里最多也是开 一门禁法而已 且开启禁法的时间不能太久 不然赴山绝也无法束缚住 那股力量 必定会伤到自身 陈匪明明是和俏敬中期的修位 完全没有必要如此 但对方偏偏就这样做了 奔山 血海 寇原恒的身上 透出一股厚重之意 下一刻 犹如山月崩碎 一股强大的力量 自寇原恒的体内爆发出来 同时寇原恒体内的气血 陈匪一下沸腾接着蒸发 寇原恒整个人变得通红一片 面对陈匪这种一言不合 直接开三门禁法对敌的人 寇原恒别无选择 被迫选择开启两门禁法 不然寇原恒担心 自己会不会在一招之下 直接被重创 寇原恒的眼中露出一抹狠力 只要接下这一招 等会儿稍微避开一些 都不用他继续出手 陈匪自己就必死无疑 真当禁法 是那抹好开的吗 哄 下方的海面瞬间被压低数十米 无数的海水消失不限 一道球形的连衣 自冰刃碰撞的位置 沙纳肩扩散开来 将两人包裹在其中 球形连衣内 剑员与刀员密布其中 空气被肢解无数次 到最后 甚至连空气都被斩杀殆尽 成了真空一片 寇原恒盯着陈匪的眼神中 本满是狠力 但这狠力之势维持了沙纳 就一下消失不限 此刻寇原恒的眼神中 只有不可思一语惊恐 连开两门禁法 寇原恒此刻的力量 早已达到了平日的巅峰状态 寇原恒自信 即便自己此刻不敌陈匪的三门禁法 但凭借助傅山爵的体魄 即便受伤 也只是小伤而已 可如今 匕首上传来的这股力量 根本就不是三门禁法就可以形容 寇原恒献过施展三门禁法的人 沙纳芳华 力量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 可这些人最终无一例外 全部落得一个惨死的局面 寇原恒心里已经做好准备 直到体会到匕首上传来的惊天之力 蹦 球形的连衣一下炸开 无数的剑员和刀员飞射四周 同时一道身影倒射而出 直接砸在了下方的海面上 爆出巨大的水柱 倒飞的速度太快 平日里柔软的水面 此刻比钢铁还要坚硬 寇原恒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身躯的血肉在剧烈的震战 傅山爵拼命运转 想要将体内的这股剧力化解 却发现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往日里让寇原恒自傲的体魄 精妙的傅山爵 如今面对这股力量 仿佛一下失去了所有 苍白 无力 第531章 新神话卷 逃 身体撕心裂肺一般的疼痛 但寇原恒的脑海当中 清晰地浮现出一个念头 面对这种完全不讲理的力量 寇原恒之事一下 就被直接打破了心境 寇原恒知道 以自己如今的力量 再挨这样一剑 就不是如今重伤这样简单 恐怕要直接生死 傅山爵修炼出的体魄 还有那两门禁法 此刻无法给予寇原恒任何的依仗 不马上逃走 就真的走不了 要永远地留在这里了 咚 寇原恒的心脏剧烈 跳动了一次 大量的血液 在转瞬间流遍寇原恒的全身 接着从毛孔当中直接渗出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 寇原恒就变成了一个血人 并且身形开始变得虚幻 血影盾 绝境之下 用于逃跑的招法 特别是此刻两门禁法还在运转 这让血影盾的力量更为的强大 只要一个刹那 血影盾就可以代扣原恒盾逃十里之外 不需要多长时间 就能彻底地将陈斐甩开 陈斐展现出来的力量太强 扣原恒已经不再想 陈斐该如何撑过三门禁法的后遗症 此刻扣原恒只想远远地逃开 只要能活下来 就有各种方法来报仇 他扣原恒自己的力量打不过陈斐 但他扣原恒又不是孤家寡人一个 丧隐宗虽然不入十大顶尖势力之位 但和翘尽后期的强者还是可以请得到 以陈斐七年不到入河翘尽中期的速度 相比有很多人会对陈斐感兴趣 那件灵宝不会在他身上吗 扣原恒的心中 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念头 并且这个念头一下占据扣原恒的脑海 如今千语盟内最热门的两件事 一个是千语盟外海妖数量激增 让防线变得岌岌可危 另外一件事 就是那件出世的灵宝 虽然那灵宝破碎不堪 且距离出世也已经过去两年的时间 但如今依旧有人在猜测 这件灵宝最后到底落到谁的手中 虎口夺食 都不足以形容拿到灵宝之人的手段 在整整十六个河 翘近巅峰强者的眼皮底下 将灵宝拿走 并且顺利地瞒天过海 没有露出一丝的端倪语一样 这等手段 当真是让人浮想连翩 大部分人都将目光 投向了那些和翘近后期的强者 毕竟也只有他们 才有一丝可能 从和翘近巅峰的手里 抢到灵宝 陈匪和翘近中期 甚至两年前有可能 才和翘近初期的修位 应该是没有这个手段 但架不住陈匪这模块的修炼速度 比顶尖势力当中的天骄 修炼得还要快 可如果这是灵宝的功劳 那一切也就说通了 寇元恒也不管灵宝 是不是在陈匪手里 寇元恒只打算逃走之后 就用这件事 去吸引那些和翘近后期的强者注意 可能性很小 但那些和翘近后期强者 绝对不会放过这微小的可能 哇 寇元恒刚闪身离开原地数十米 整个身形就被打断了运转 一下在半空中显现出来 寇元恒捂住自己的头颅 石海当中 星神化作的刀刃将刺来的剑光 全部斩碎 刚才就是这些突然出现的剑光 将寇元恒的身法打断 所有功法的运转 都需要星神来调动 星神被干扰 功法的运转必然会出现迟滞 乃至无法施展的程度 寇元恒此刻倒没到无法施展的程度 但以两门禁法 催发血引盾 更需要星神的精细操控 不然稍有差池 可能体内的力量就要先一步暴走 寇元恒摇晃了一下头 刚要继续逃离 突然感觉到一道黑影出现在面前 一抬眼 发现陈斐已经站在了面前 气势如烈焰般生腾 寇元恒看着陈斐平静的面容 以及那被梳理的井井有条的原力 犹如见鬼了一般 施展三门禁法与人争斗 甚至还对拼过一招 对方此刻竟然毫无异样 这真的是三门禁法 陈斐此刻就是气势再高一点 寇元恒都可以接受 但他唯独接受不了 陈斐安然无恙的状态 因为那代表施展三门禁法 对于对方而言 就是一个常规的状态 这需要何等的体魄支撑 更需要什么样的攻法领悟度 才能驯服体内的原力 这真的是突破和翘近七年的人 可以做到的 所以 真的是有灵宝在支撑吗 默然回答扣元恒的问题 给予扣元恒的 只有前缘剑的剑锋横扫而来 哄 巨大的波动化作一道圆弧 朝着外围扫出 海面被横压数十米 天穷上的云海 更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前缘剑的剑锋 在撞到扣元恒的匕首后 微微停顿了一下 接着压着匕首 撞在了扣元恒的胸口上 衣服 皮肤 血肉 骨骼 剑锋压着匕首 沿途锁过 全部化作糜烂 扣元恒的眼睛凸起 身形砸穿海面 在海水当中 彻底地昏厥过去 最后时刻 陈匪收了一点力量 不然这一剑下 扣元恒会 直接化成血物消散一空 那富山 绝锤炼出的体魄 在这种力量下 不会有任何的意外 半空中 陈匪看着海水下的扣元恒 身上的气势开始回落 三门进法 被直接收了起来 扣元恒的修位 其实没有到很高的程度 和翘镜四转 比如今的陈匪 境界稍高一筹 体内的和翘 经过一次摊陷 原力纯化过 不过配合上扣元恒 体魄的力量 扣元恒确实要比 同位和翘四转的舞者强 甚至跟一般的 和翘镜五转 掰掰手腕 也不是什么问题 只是很可惜 扣元恒这次将目标 对准了陈匪 扣元恒自傲的体魄 在陈匪面前 足足差了一个层次 而且 陈匪仗着 玄镜龙向惊人的恢复力 以及坚韧度 不讲道理的 直接施展三门禁法 直接将扣元恒 给打自闭 一招之下 扣元恒能够想到的 报复手段 就是搬救兵 再让扣元恒面对陈匪 扣元恒 是一点胆子都没有 可惜即便如此 扣元恒也没有逃掉 被陈匪第二剑 斩成了兵死的状态 半个时辰后 陈匪抓着扣元恒的脖梗 将其扔到了一个 无人海岛的山洞内 看着地上的扣元恒 陈匪用原力 将扣元恒刺激醒 扣元恒发出一声闷哼 全身上下几乎麻木 扣元恒看到脚边的黑影 下意识地抬头 看到了陈匪的眼睛 扣元恒的双眼变得迷茫 但马上 扣元恒使海内的心神突然震战 扣元恒迷茫的双眼 一下恢复清明 陈匪神情微微移动 入梦觉竟然施展失败了 对方的心神自主地 抵挡其入梦觉的力量 入梦觉限制性很大 不过之前在和俏靖初期的时候 只要将人打到冰死的程度 就可以趁势而入 没想到如今 到了和俏靖中期 同样是冰死之人 入梦觉 已经无法如之前那样 随意地操控他人的梦境 只有完整状态 两成的入梦觉 如今终归是碰到了瓶颈 如果是完整的入梦觉 显然不会遇到这样尴尬的情况 被陈匪的入梦觉刺激 扣元恒一下就明白了 如今自己的情况 同时也感知到了 陈匪刚才想要 入侵他心神的举动 心神自幼 你竟然妄图掌控 和俏靖中期的心智 狂妄自大 扣元恒看向陈匪 自知命不久矣 直接冷嘲到 同时 扣元恒也终于确定 端木霄应该就是陈匪所杀 并且被陈匪用刚才的秘法 挖出了秘密 纠占雀巢 来找陈匪前 扣元恒其实无法确定 端木霄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 来找陈匪 只是因为 陈匪是端木霄 最后一个执行的任务 并且还失败了 扣元恒仗着自己的实力 本以为十拿九稳的试探 结果却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毕竟换谁也想不到 陈匪可以这魔快地突破到 和俏靖中期 和俏靖中期也就算了 实力竟然强到了 如此匪夷所思的程度 他扣元恒 一个和俏靖四转的人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陈匪听到扣元恒的话 神情不变 没心未知 十几道剑光 一下冲向了扣元恒 扣元恒感知到剑光 脸色一变 心神震荡 斩碎袭来的剑光 但只是片刻 扣元恒就发出凄厉的叫声 冰死之躯 心神自然也是违靡 根本抵挡不了几次剑光 以而之事一会 扣元恒的心神 就被斩得千疮百孔 陈匪感知着扣元恒的气息 在其几乎要烟气的沙纳 再次施展入梦觉 心神自幼 入梦觉却实难以突破 但如果心神被斩得七零八落 那情况是不是就能好一些呢 扣元恒眼神迷茫 其实海中的心神微微震荡了一下 就无力停下 入梦觉的力量长驱直入 彻底掌控扣元恒的心神 在陈匪眼中 此刻就如再翻看一部画卷 当中是一个从小生活在丧隐宗舞者的成长史 与端木枭不同 扣元恒完全就是在丧隐宗内成长 对丧隐宗最忠心 也是丧隐宗最为放心的那类人 许多画卷的部分 陈匪都是一闪而过 陈匪之挑那些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查看 傅山爵 陈匪看着画卷中的内容 神情微微移动 这应该就是扣元恒体魄比同皆强大的原因 对于功法 陈匪向来是来者不拒 因为这是陈匪强大的根本原因 竟然是在海沟中获得 不对 扣元恒为什么会下这个海沟 陈匪的眉头突然微微移皱 刚想将画卷朝前面拉动 突然整个画卷一下顿住 一颗巨大的眼睛突然自画卷中探出 盯向了陈匪 眼睛 无瞳孔 满是血丝 第532章 黑符文 刹那间 陈匪的双眼一片黑暗 看不见任何的东西 同时 各种嘈杂的声音 开始在陈匪的耳边响起 低难般的窃窃私语 还有儿童的嬉笑声 但嬉笑声不过片刻 就变成了成人间的咆哮怒骂 语言之间 没有丝毫的规律 但是声音的语气 开始变得越来越急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那些声音的背后 拼命追赶一般 不敢停下 似乎只要停下 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陈匪眼前的黑暗 似乎被什么东西拉扯了一下 本已经看不见的双眼 此刻一下又恢复了光明 陈匪下意识地眯了下眼睛 伸手挡住了天空中的阳光 过了片刻 陈匪神情有些茫然地将手放下 看着周围 这是一个山村 但此刻这个山村太安静了 什么声音都没有 寂静的 仿佛可以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 本该是随处可闻的虫鸣鸟叫 丝毫听不见 甚至连风 此刻都停滞了下来 午后本该是让人暖意融融的时间 此刻却让陈匪 有一种遍体生寒的经济感 更为关键的是 陈匪此刻忘记了自己所有的身份 脑袋稍微动弹了一下 都有刺骨的疼痛蔓延开来 只要完全不去想事情 才能让这种疼痛变得轻一些 一股心底的呼唤 从村子里荡漾出 似乎只有进入村子里 才能找寻到真正的答案 好 陈匪还未迈动脚步 一阵龙像咆哮的声音 自陈匪的脑海当中响起 眼前的画面剧烈地震战 陈匪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再睁眼 村子还是那个存在 但在村子的上空 此刻却多出了一颗眼珠子 陈匪此刻神志已经恢复清明 龙像震神 关键时刻 将陈匪的心神拉了回来 陈匪抬头看着村子上空的眼珠 眼睛微眯 陈匪是没有想到 在寇原恒的心神深处 竟然悬藏着这样一个东西 一只鬼 这眼珠子代表的是一只鬼异 而且是极强的鬼异 在寇原恒修位上前的时候 就被这只鬼埋了一颗种子 这颗眼珠子刚出现的时候 陈匪还以为是丧颖宗 在寇原恒心神中留下的防护 防止他人窥探本门弟子的秘密 但是直到刚才 陈匪差点走进眼前这个村子 陈匪才确定 这不是丧颖宗的手法 丧颖宗是个杀手组织 他对别人狠 也许对自己宗门的人也狠 但这重狠 起码要对整个丧颖宗有好处才行 但在舞者的心神深处 种下诡异 这可看不出任何的好处 不是在心神里种下诡异 就变成人鬼之类的 这不是另类的修行方式 纯粹就是寇原恒被污染了 寇原恒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异样 甚至在接下来数年 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里 寇原恒都不会感觉到什么不同 可一旦时机成熟 也就是这眼珠子后的诡异 觉得需要的时候 那寇原恒会在寇刻间被掌控 生死不由己 或者那个时候的寇原恒 已经没有所谓自己的概念 有的只是一个被诡异纠战雀巢的人而已 和翘境中期 竟然浑然不知自己被污染 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 就如寇原恒之前所言 和翘境中期舞者的心神自幼 一般的侵入 根本就无法做到 也就是陈匪这样 将寇原恒打到宾死的程度 再仗逐入梦觉的神意 才能侵入到寇原恒的心神当中 不过也正是这下侵入 彻底地让寇原恒心神内的诡异苏醒过来 并且想要将陈匪拉入污秽当中 但陈匪不是寇原恒 不是在当年修为上前的时候 碰见了这只诡异 而且陈匪尸海当中 有阵龙像阵神 防御的强度 远比一般的河窍境中七强的多 最关键的是 这颗眼珠子 并不是这只诡异被本体 其本体 应该是在那触海沟当中 也就是寇原恒发现复山绝的位置 村子上空的眼珠子 此刻直勾勾地看着陈匪 无数呢喃的声音 在陈匪耳边响起 似嬉笑似咒骂 但陈匪却无动于衷 当第一下的迷惑被破除之后 这只鬼眼对于陈匪的威胁 已经挤近于无 鬼眼当中的血丝越来越多 犹如活物一般 在眼白当中肆意地游走 不过片刻的功夫 鬼眼已经变得通红一片 鬼眼在剧烈地颤动 如丝如缕的黑雾开始弥漫 随着这些黑雾的出现 鬼眼开始萎缩 突然陈匪向前踏出了一步 半空中的鬼眼不由得一毒 陈匪一步三毒 以极慢的速度 朝着村口的位置走去 鬼眼看着陈匪的身形 虽然速度太慢 但起码在向前走动 鬼眼周围的黑雾被收回 鬼眼重新变得风营起来 显然这些黑雾 是鬼眼真正拼命的东西 如果陈匪真的一动不动 那鬼眼只能拼尽所有 陈匪身形磨磨蹭蹭 而在鬼眼不知道的情况下 陈匪已经利用千丝诀 愤出了一缕念头 再快速地翻越扣元恒的记忆 诡异不诡异的 在陈匪看来没有那么重要 反而是扣元恒的记忆 在陈匪看来价值更大 起码陈匪需要知道 丧颖宗到底是对扣元恒 下达了什么样的任务 自己又是在哪里露出了破绽 让丧颖宗觉得端木销出了事情 如果这件事不弄清楚 陈匪越是继续冒充端木销 可能产生的问题越多 且如果没有扣元恒的记忆 那陈匪就无法冒充扣元恒 一旦丧颖宗发现扣元恒死了 那将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陈匪如今面对一般的 和翘径中期 已经没有多少畏惧 但丧颖宗又不是只有一个 和翘径中期 他还有其他和翘径的强者 以陈匪如今的力量 想要强行对抗这样 一个杀手组织 还力有不歹 幻境内 陈匪一步一挪地向前走着 看起来不过十来米的路程 硬生生地被陈匪走出树里的效果来 其实每一步向前走去 陈匪耳边的尼南声就越大 那种托人入深渊的感觉 就越发明显 好在镇龙巷 镇神谨守心神 将这些污染 全部抵挡在外 因而此刻陈匪依旧保持着清明 而在鬼眼看来 底下的这个人类 即将要被拖入污染当中 到时候 不仅扣元恒这个案子不用死 他还能再在一个和翘径的心神中 埋下种子 陈匪右脚一毒 卡在村口的位置停了下来 只差一步 就要踏入村子中 但就是这一步 陈匪一直迟迟不走 陈匪耳边此刻的声音 已经变成了嘶吼 各种年灵性别的声音 在源源不断的纠缠 一些残缺的符纹 从村口飘出 附着在陈匪的身体上 这句身体 就是陈匪心神的显化 这些残缺的黑色符纹 一旦爬满陈匪的身体各处 到时候 陈匪即便不进村子 结果也是一样 鬼眼看着下方的人类 现其迟迟不动 丝丝黑雾 又从其眼珠中飘荡出来 纠缠向了陈匪 陈匪的头颅一下抬起 看向了鬼眼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接着静止消失在了幻境当中 寇元恒的重要记忆 陈匪已经全部阅读过去 自然也就不需要 再在这幻境当中 跟着鬼眼演戏了 看到陈匪消失 鬼眼微微一读 接着突然剧烈 震战了起来 空气当中的那男生 变成了漫天的嘶吼 山洞内 陈匪的眼睛一下睁开 而重伤兵死倒地的寇元恒 一下睁开了双眼 知识这眼睛 已经不是之前寇元恒的模样 而不是直接变成了鬼眼般 没有瞳孔 只有无数血丝的眼白 寇元恒身子晃动 一下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陈匪的面前 寇元恒全身上下 就在刚才眨眼的功夫 已经被黑雾完全笼罩 全身上下的皮肤干涸 没有丝毫的血肉 完全包在了骨头上 唯有脸颊上的眼睛 此刻特别的大 大到瞪出了眼眶 直勾勾地盯着陈匪 眼神当中满是癫狂 陈匪面无表情 前缘剑出现在手中 下一刻 剑身砸在了寇元恒的身上 哄 整个山洞被巨大的力量 直接掀起 地面剧烈地颤动 无数的裂痕 自陈匪的脚下蔓延开来 寇元恒来得快 被砸回去的速度更快 整个身形撞在地面上 一个巨大的深坑 瞬间成形 而寇元恒就镶嵌在最底下 寇元恒全胜时期 陈匪都不怕 被陈匪两剑打成冰死 此刻即便被诡异强行唤起 又能保持多少的实力 这诡异的本体是很强 但如今在寇元恒心神当中的 最多就是一个种子 这种子 可以随意操控寇元恒 让其燃烧全部 爆发出所有力量 但面对陈匪 寇元恒爆发再多的力量 最终的结果 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这鬼眼 最为可怕的 是在其从心神化卷中 透出的那一刻 因为突然 即便是陈匪 之前都没有防备到 其他的何窍境 要是心神被这样近距离的接触 恐怕心神早已被污染 至于污染多少 完全看各自在心神修行上的造诣如何 陈匪身形闪动 出现在坑底 寇元恒正扎地想要爬起 陈匪一剑削过气脖梗 第533章 降临 寇元恒的身子一将 无数的剑员 在寇元恒的身体当中爆发 寇元恒一颤 一下化作了飞灰 陈匪这一下没有留守 寇元恒一下死了个彻底 死 刺耳的声音突然在陈匪的耳边响起 一道黑雾自扣元恒消失的地方 一下扑向了陈匪 黑雾来势急快 已经来到了陈匪的跟前 几乎面对面间 陈匪看见了黑雾当中的那只鬼眼 此刻的鬼眼 已经萎缩得只剩一道影子 附身的扣元恒 被陈匪这样斩杀 让这诡异的力量大失 如今之剩下附身陈匪这 唯一的途径 陈匪双眼 绽放出夺目的光芒 赵阴斩玄剑微微一颤 数十道剑光 朝着鬼眼刺去 剑光破碎 但黑雾也一下 被打停在了原地 陈匪身形闪动 人来到了半空之中 但赵阴斩玄剑 却没有丝毫地停下 不断地刺向黑雾 破碎的剑光上 染着漆黑的色泽 显然用心神剂打着鬼眼 也会被鬼眼反向轻染 但陈匪的这些剑光 全部都是投影 跟心神本尊没有一点联系 也无所谓这些污染到底如何 不过片刻 黑雾消失殆尽 露出当中的鬼眼影子 陈匪看着鬼眼 一席中 陈匪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黑影身上 有着无数颗的眼珠子 此刻那些眼珠子似有所查 微微颤动间 全部盯向了陈匪的位置 碰 鬼眼影子 被剑光一箭搅碎 在那些眼珠子看向陈匪的时候 陈匪先一步 斩断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如果陈匪修为稍弱一些 此刻怕是已经被种下印记 要被那诡异的本体一直惦记 根据刚才依稀中看现的诡异模样 这诡异的力量相当地夸张 起码陈匪此刻要是面对那诡异本体 根本就打不过 甚至能不能逃跑 都需要看运气 毕竟这是那只诡异的一颗眼珠子 就能够悄无声息地潜伏在扣元衡的心神当中 即便这是扣元衡在当初修为 上浅的时候 被埋下的种子 但诡异本体实力不强的话 根本就做不到这种事情 千语盟中 竟然还有这魔力害的诡异 陈匪眉头微皱 前缘剑的剑尖指向地面 几块新鬼石 从乾坤带内拿出 炼心阵的阵图开始显现 斩杀扣元衡后 被图灵术剥离出的灵粹 自然不能这样简单地丢弃 毕竟这可是和翘境中期 拥有的灵粹 超过了和翘境初期太多 不过就这样让前缘剑吸收灵粹 陈匪担心当中会不会留下那诡异的气息 到时候 等于变相地背下了一个印记 顷刻间 炼心阵成形 一层套着一层 直接就是七重炼心阵 随着陈匪修未达到和翘境中期 对于炼心阵的掌控更加自如 原先只能勉强布下的七重炼心阵 如今已经可以轻松完成 扣元衡灵粹被引入炼心阵内 一丝淡淡的黑雾被强行炼出 陈匪神情微动 竟然真的有污染 没有被消除 哇 陈匪等了片刻 剑炼心阵内没有其他反应 刚要枪铃粹收起 突然整个空间微微震荡了一下 陈匪有些惊疑地 看向坑洞的位置 刚才鬼眼消散的区域 此刻正泛起涟漪 接着一股陈匪熟悉的气息弥漫开来 正是刚才陈匪惊鸿一瞥的那只诡异本体 对方这是要顺着子体的位置 直接降临在这 这是什么天赋能力 竟然可以跨越如此漫长的距离 还是说 诡异成长到一定程度 都有这样的能力 好像是通过新鬼剑 陈匪神情突然微动 随着那里涟漪越发的密集 陈匪感知到了一点新鬼界的气息 经常往返新鬼界斩杀新鬼 陈匪对于那里的气息太过熟悉 所以 新鬼界 还有这样的用途 陈匪的脑海 当中转过各种念头 也不知道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 毕竟这 还是陈匪第一次看到诡异 可以这样跨距离的降临 陈匪又手并做剑指 抹过自己的眉心 一道光柱透出 远处连移位置的细节 清晰地展现在陈匪的眼帘中 陈匪没有转身就跑 这诡异 要是真的降临过来 以陈匪那惊鸿一瞥所见 陈匪根本跑不远 必定就会被追上 那诡异本体的力量太降了 远不是如今的陈匪可以抵挡 既然无法抵挡 那自然就要想办法 不让其出现在这里 只要对方不立刻降临在此处 那陈匪就有其他办法 将自己移出 这诡异的视线当中 一道照影斩旋剑飞出 来到了连移位置 但还未靠近 就被一股力量腐蚀 接着消散开来 陈匪神情不变 又是一道剑光飞出 这一次多靠近了一尺之地 才被诡异的力量腐蚀掉 陈匪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下一刻 数十道剑光飞出 来到了连移处 这一次 剑光没有被腐蚀 反而有一团黑影被斩出 一道仿佛只在灵魂中 响起的刺耳丝鸣声响起 这团被斩出的黑影 被图灵术剥离后 陈匪直接将其扔进了一旁的炼心阵内 丝丝黑雾被炼出 化成一小份本源 在炼心阵内起伏 要阻止这诡异降临 那就将其打通 让其主动收回自己的力量 这种超距离跨越降临 在降临的初始阶段 必定是最为薄弱的时候 当然 一般的合窍境武者对齐 好的方法也并不多 毕竟在薄弱 那种污染依旧是存在的 唯有用心神对号 号到诡异主动退去 只是这样做的代价不低 且不一定能够达到 自己想要的结果 要么就是 有特殊对抗诡异的办法 就如幽冥门 当中必定有相对容易 收服诡异的秘诀 不然幽冥门的人 也不会满千语蒙的 找诡异斩杀 而陈匪如今这样 倒是跟幽冥门 有助一曲同工之妙 甚至因为天眼的关系 陈匪兴许比幽冥门的人 更为轻松一些 无形的剑光闪烁 不断有黑影被斩出 炼化成本源 短短不到一刻中的时间 炼心阵内的本源 已经凝聚成拳头大小的光团 在炼心阵内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刺耳的嘶吼声不绝于耳 陈匪甚至隐约间 能够看见连翼的另外一边 一直牵沿诡异的身影 在游走咆哮 似乎知道自己的攻击方式被摸透 连翼位置的黑影 不断变换着 想要将飞来的剑光腐蚀 但每一次 这些剑光 都会跟着黑影的变化而变化 轻易地将黑影斩出 天眼之下 诡异的本体 相隔如此漫长的距离 想要通过变通换取优势 显然太过艰难 陈匪右手一引 炼心阵内的本源飞出 没入到了前缘剑中 对于这种超出自身等级的诡异 陈匪一直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尽管诡异本源 已经被炼心阵炼化过 但直接服用 陈匪心里多少有些担心 既然担心 那自然就不使用 直接喂给前缘剑 就是最好的选择 陈匪不向其他和翘径 境界卡住 用这种本源强行提升自己 陈匪的修炼一直极为顺遂 只需要一些时间的积累 陈匪的境界就能扶摇直上 因而 陈匪完全没有必要冒险 去吸收这种过高等阶的诡异本源 将自己陷入可能的危险当中 一刻钟 两刻钟 三刻钟 坑底连一已经荡漾到极限 只待有足够的力量 在这边将其掀开 就足以让对面的诡异 降临在此处 但是偏偏 这诡异肾透过来的力量 被陈匪一分分地斩除 根本积蓄不到足够的力量 掀开连一 明明什么准备都弄好 就插着临门一脚 偏偏陈匪这边 不让其迈出这一脚 硬生生地卡住了对方 死 一声怪异难言的声音 在四周震荡 似乎明白是不可畏 坑洞底下的连一逐渐减少 最终慢慢地平复下来 天眼下 陈匪看着诡异的力量 全部收回 一旁的炼心阵挪到坑洞底下 开始全力运转炼心阵 一丝黑影在炼心阵下 被强行炼出 这是定位 陈匪之前就是没有想过 这诡异还可以这样降临 不然早就将炼心阵摆在这里 让其无法找到降临的地方 损失了一颗眼珠 竟然就要降临过来报复 不对 兴许不是报复 而是杀人灭口 陈匪收起地上的炼心阵 神情凝丝 这诡异所图应该不小 不然不至于这样谨慎 那对方可能就不会这样简单地放过陈匪 而是有可能会继续找来 陈匪右手挥动 那条被练出的黑影 被陈匪捏在了手中 下一刻 陈匪的身形冲天而起 消失在了岛屿上 陈匪没有回元臣剑派 而是一路向西南的方向飞行 三个时辰 跨越数千里的距离 陈匪来到了海凝狱 相比海风狱 海凝狱的天地元气 倒不会浓郁很多 但是能够感觉其更加灵动一些 就是这一丝的灵动 可以让海凝狱更容易诞生灵才 同时在海凝狱内 还有两个三阶秘境 一个三阶上等 一个三阶中等 而这两个秘境 全部归于一个势力 幽冥门 陈匪手中捏着黑影 闪身来到幽冥门外数十里处 放开了对黑影的束缚 黑影瞬间消失不现 陈匪看着一幕 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第534章 上探清明 下索黄泉 霍水东影 不 这是陈匪知道幽冥门喜欢斩杀诡异 不远千里 给幽冥门送诡异来了 真的是不远千里 以陈匪现在的速度 都还要飞行数个时辰 可想而知 当中的距离有多远 好人好事 不求一分回报 送上这样一个诡异大礼 陈匪担心幽冥门会热情地招待自己 因而陈匪决定不露面 毕竟送这个诡异过来 陈匪本就没打算求什么回报 陈匪没心未知 绽放出一道光柱 追寻着那道黑影的踪迹 辗转时机里 那道黑影钻入了一只海鱼的身体当中 随着海鱼的游走而活动 陈匪站在原地 右手并坐剑指 在海面上刻画阵图 陈匪会的阵势很少 最为精通的就是龙象阵 以及炼心阵 这两个阵势 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至于其他阵势 陈匪学习的很少 或者说没有 特意去学习什么阵势 阵势这种东西 如果可以学以致用 是完全可以在战斗中用出 如果可以提前布下大型的阵势 威力更是极为可观 已若胜强 不过等闲 但是相对的 想要将人引入提前布置好的阵势 难度也是极大 并且越是强大的阵势 散发出的气势也越强 那重力量极强 但又能收敛所有气势的阵势 少之又少 或者说 两者就是相反的两个方向 愈何熊掌不可兼得 因而 阵势更多的适用在山门当中 反正是固定的 自然怎么强 怎么布置 就如当初那座皇城 穷尽所有能够想到的方式 在依靠灵宝与地界 融合的独特优势 将皇城的阵势 跋升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那最高之 有何翘径初期横行的区域 那座皇城 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根本就没有被摧毁的可能 即便数个和翘径初期联手 也是一样的结果 阵势有其优越的地方 自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 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 特别还是如陈斐这般经常独行的人 阵势能够派上用处的机会很少 因而 陈斐至今 就只会寥寥几个阵势 不过因为这几个阵势 都修炼到巅峰 所以很多阵势的原理 都已经了然于凶 让陈斐编织出一个强大的阵势 可能海里有不歹 但根据现有阵势的原理 不止一个声势浩大 但威力摸多少的阵势 还是摸多少问题的 陈斐此刻布阵 就不是为了 对付那只千眼鬼 而是要弄出大动静 将幽冥门的人吸引过来 不过片刻 一道阵势出现在海面上 四周的海水被完全封禁 处在一种绝对平衡的状态中 陈斐目光转动 看向十几里外黑影所在的区域 细腻的涟漪又开始震战起来 一刻钟后 一道庞然的气势冲天而起 冲击方圆数十里之地 幽冥门内 所有合翘劲强者心头一动 全部转头看向了门派之外 不仅是合翘劲 即便是练翘劲的舞者 都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那道磅礴的气势 甚至是一些心神 稍微灵敏的练脏劲 都有所察觉 感知到异样的幽冥门的门人 神情之间有些意外 这里是幽冥门 千语门内最位顶尖的几个势力 方圆千里之内 都属于幽冥门的势力范围 几乎没有人胆敢在 幽冥门的势力范围内闹事 更别说这种相距数十里的情况 简直就是在幽冥门的眼皮底下声势 幽冥门内受到身影 冲天而起 朝着数十里外赶去 当中不仅有和翘劲初期 还有一个和翘劲后期的长老前往 数十里的路程 对于常人而言 特别是海域当中 可能要近一个时辰的时间 才能赶到 但是 对于和翘劲这种上入清明之人 数十里不说是转瞬即过 但也只需花费一点点时间 特别是对那位和翘劲后期而言 这点距离更是片刻即到 包上云背负着双手 犹如闲庭散步般 来到了之前感知到的气势爆发之处 发现这里风平浪静 根本没有战斗过的痕迹 别说痕迹 甚至连该有的残留气息 也是消失无踪 包上云眉头微微一皱 目光扫动四周 双眼当中放着一丝幽蓝的光芒 清明眼 幽冥门内的顶尖童树 号称上探清明 下锁黄泉 任何蛛丝马迹 都无法逃过清明眼的搜查 实际情况 自然没有这般夸张 但清明眼确实 特别是对诡异的气息尤为的敏感 包上云如今合窍进后期的修备 在偌大的千语盟中 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身的功法造诣 自然也是不同凡响 此刻施展清明眼下 感知到了阵势的一些痕迹 包上云刚要细咎 心头突然一震 抬眼看向了十几里之外 在那里 一道阴冷的气息正在膨胀 包上云的眉头微微皱起 竟然有诡异主动跑到幽冥门的盘上来了 是有人特意将其引来 所以 刚才的那道阵势痕迹 只是为了将幽冥门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包上云的脑海当中 瞬间转过几个念头 一下就将事情的前后 猜了个七七八八 包上云的眼睛微眯 幽冥门追杀千语盟内的各种诡异 哪里有诡异的传闻 大概哪里就有幽冥门弟子的身影 但这绝对不代表 幽冥门可以让人利用 变成挡箭牌 胆敢算计幽冥门 那就要做好事后 被幽冥门秋后算账的准备 等事后再查找利用幽冥门的人 包上云看了一眼 诡异出现的区域 直接转身离开 只要那个诡异还有一点灵晦 就会明白 此刻在什么区域 必定会乖乖的离去 待包上云查出 到底是什么人胆大包天 敢利用幽冥门 之后再处理这只诡异不迟 诡异要杀 但杀之前 先将之前布阵之人杀掉 以阵萧小 幽冥门其他何窍 竟见到包上云 刚想询问 就听到包上云的传音 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哇 十几里外 整个空间微微震战 一道阴冷的气势降临在此 包上云的脸色直接一变 三阶巅峰 这竟是一只三阶巅峰的诡异 对比武者 那就是和翘径巅峰强者 千语盟内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现 这等强度的诡异了 毕竟千语盟内 是由山海敬强者作证 到了这等程度的诡异 灵慧已经不低 自然不敢待在千语盟内 到时候 吞食血肉有多美味 山海敬强者的追杀 就有多残酷 甚至有时候 都不需要山海敬的强者出手 幽冥门内的两位 和翘径巅峰 都足以震杀这等强度的诡异 诡异的气息从高点回落 最后变得低不可查 稍微距离远一些 可能都感知不到诡异的气息 刚才诡异气息的爆发 纯粹就是降临的时候 引发的结果 想要降临 必定要如此 如果没有陈匪 那倒正式的吸引 这诡异降临的气息 还不足以引发幽冥门的注意 毕竟就是一闪而逝 这诡异已荆棘为的收敛 但是偏偏 因为正式将幽冥门的人 引到这里 包上云又使用清明眼的状态 一直观察诡异 导致诡异气息爆发 被包上云完全收入了眼中 三阶巅峰诡异 这诡异的强度 打乱了包上云原先所有的打算 千语盟规定 遇到这等强度的诡异 即便不上去打杀 也要将情况上报 毕竟这等诡异潜伏在千语盟内 危害太大 包上云震动怀间的玉佩 片刻后 幽冥门的阵势骤然开启 磅礴的气势直冲云霄 面对这种诡异 稍有大意 即便是幽冥门 都要损失惨重 包上云带着幽冥门的其他和翘境 连续向后撤退 一路撤到了幽冥门的山门前 才停了下来 面对这种层次的诡异 一般的和翘境可以参战 但意义并不大 千言鬼刚降临 就感知到树道气息 锁定在自己的身上 在看远处幽冥门的阵势 顿时震住 近千颗星红的眼珠转动 下一刻 诡异身形一转 化作黑雾 朝着来时的位置冲了过去 事不可畏 千言鬼也不打算追杀什么人 原先只是打算继续隐藏住自己的信息 所以才打算 杀了让自己暴露的那个人 后来始终无法降临 被硬生生地卡在节点的位置 并且还损失了一些本源 才让千言鬼心中恼火 让那个人类付出代价 因而一感觉到自己可以重新降临 千言鬼就迫不及待地挤了过来 结果就看到这样的局面 碰 千言鬼撞在连依的位置 没有如之前一般 轻而易举地钻入 反而像是撞在了铁板上一般 发出沉闷的声响 连依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静止 就如卡住的画面一般 完全停滞在了那里 965只鬼眼 厉害 当真是厉害 一道身影 不知何时出现在千言鬼的上方 虚然如己 正是幽名门的太上 长老江永舟 和翘近巅峰 千语蒙内山海境下 最位顶尖的强者 第535章 被刺 死 千言鬼看向江永舟 近千只眼睛眨动 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嘶鸣声 如果此刻是普通人在此 都无需看到千言鬼 单单是听到这个声音 身体就会立马发生一变 全身的每一个毛孔会一下撑破 便一成眼珠 这就是强大诡异的可怕之处 普通人在这种诡异面前 别说抵抗 想活下来都是一种奢望 不可听 更是不可看 听到声音会发生变异 看到的话 则会马上发着癫狂 主动地冲向千言鬼 将自己全身的血肉 全部献祭给千言鬼 这都不是普通人 如鸡仔般脆弱 鸡仔遇到危险尚且偷生 普通人遇到诡异 连偷生的念头都还没起来 就已经彻底地死去 江永舟的发丝向后飘荡 对于千言鬼的声音充耳不闻 一把刀刃出现在其手中 下一刻 幽暗的刀翼充斥四面八方 965只鬼眼 这鬼一只差一些 就可凑齐千言 真正地突破极限 进入三阶向四阶的蜕变期 这一蜕变 静则踏入四阶 蜕的话 则是直接消亡 千语盟内 已经有太多年 没有出现这种层次的鬼异了 对于绝大部分的人而言 对于鬼异 都是避之不及 但对幽民们 特别是如江永舟这样的 和窍境巅峰 情况则稍有不同 不谈千语盟内的规定 单单是对江永舟而言 如果可以将这只千言鬼捕捉链化 将来突破到山海径的可能性 兴许都会提升几分 虽然这是几分 但对于突破山海径而言 任何可能增加成功率的东西 都是极为稀有的 轻易放弃不得 千言鬼感知到江永舟的刀翼 其全身上下的眼珠快速地眨动 四方元气一下变得混乱颠倒 连带着充斥在周围的刀翼 也变得残缺 那些磅礴的刀元 在进入千言鬼十米之内后 逐步削弱 接着完全腐朽 反而化成了千言鬼的力量 这种污染 顺着江永舟刀元的位置 反向轻染 不过瞬息之间 本该是刀翼形成的一个领域 一下变成了墨色的污染禁区 江永舟眼睛微微一眯 这千言鬼的力量 有些超出他的预料 幽民们修炼的原力 天生带住阴寒 这种阴寒跟诡异的不同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压制诡异 但如今刚一交手 反而是江永舟落入了下风 虽然刚才那一招之 是一个试探 但对于何俏镜巅峰而言 任何一招 都拥有惊人至极的力量 千言鬼可以在转瞬之间 就将局面完全反转过来 证明了其实力 可能比一般的何俏镜巅峰 还要强上一些 百里之外 陈斐站在海面上 眉心位置绽放出光柱 遥遥地看着远处的场景 具体的场景 陈斐已经无法看清 距离太远 但当中的气息变化 陈斐却是可以看得清楚 而有时候从气息上的变化 就已经足够判断出很多东西 特别是在天眼之下 很多被忽略的细节 都会被放大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 拥有天眼这门童术 陈斐此刻就如在现场一般 降千言鬼放在这里 算是一个阳谋 用正式吸引幽明门的注意 幽明门的人知要不傻 一下就能看出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但是对于诡异 幽明门态度 其实跟普通舞者 对待灵才一般 有时候知道别人送的灵才 可能有点问题 但如果能力足够 终究是不会放过 特别是足够强大的诡异 更是如此 而情况 也确实如陈斐预料的那门 三阶巅峰的诡异 平日里难以得见 幽明门内的合窍境巅峰 根本不会将其放过 哇 天眼之下 陈斐感知到 又有一股合窍境巅峰的力量加入 正是幽明门的另外一个顶尖强者 星红独 一个门派两个合窍境巅峰 最近百年算是幽明门 最为昌盛的一个时期 也正因为如此昌盛 幽明门才希望能够更进一步 如果这一步无法迈出去 那最终必然圣极而衰 以幽明门如今的资源 同一个时期拥有两个合窍境巅峰 已经是最为极限的状态 绝大部分时候 能够让合窍境巅峰的传承不断当 都是颇为艰难的事情 不仅幽明门如此 其他几家顶尖势力 也是这般 随着星红独的加入 本是占据上风的千眼鬼 一下就落到了下风 不过也仅仅是下风 想要将千眼鬼斩杀恋化 还远远没有到时候 千眼鬼的抵抗 超乎寻常的坚韧 近千只眼珠的眨洞 几乎将周围的天地元气 尽数掌控 这种掌控 不是那种粗糙的包揽 而是对天地元气的细致操纵 每一只眼珠 都负责一个区域的天地元气 近千只鬼眼 能够负责的区域 自然变得极大 即便将永洲和星红独两人 都是和翘径巅峰 所学功法更是顶尖 但在元气的争夺中 还是落入了下风 也正因为如此 尽管两人在声势上 更加的浩大 也可以强压千眼鬼一头 但始终无法取得真正的盛势 将局面彻底定下 战局内 将永洲跟星红独对视了一眼 将永洲一道刀源冲天而起 不过片刻功夫 幽冥门的数十个和翘径强者 近乎清朝而出 在其他势力中 有时候一个和翘径 就是门内最位顶端的力量 如果这个和翘径出个什么意外 那这个门派 也几乎毁了大半 短时间内想要爬起来 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突破和翘径太难 不是想要突破 就可以突破成功 再看幽冥门这样的顶尖势力 和翘径族有数十人 一个门派顶 其他数十个的四级势力 甚至是三级势力 幽冥门内的和翘径 虽然也是以和翘径初期居多 但和翘径中期 以及和翘径后期 并不算少 且和翘径初期当中 有不少人的年龄 都在一百五之下 甚至是一百之下 他们还有足够多的时间成长起来 变成和翘径中期后期 甚至是未来的和翘径巅峰 这就是一个顶尖势力的底蕴 此刻面对这只千眼鬼 幽冥门和翘径出动 将千眼鬼最后的生路 给彻底地堵上 和翘径巅峰之间的交手 其他境界的和翘径 想要插手 唯有数人结成阵势 但一般情况下 结成阵势也不好使 因为结成阵势后 速度上会大受影响 根本追不上对手 除非有同阶强者牵扯 而如今这千眼鬼 就被将永洲两人牵扯 其他幽冥门的和翘径自然 就可以安然地结成阵势 将千眼鬼彻底地围杀在这里 陈匪站在百里外 看着千眼鬼的气息 被逐渐压制 数十个和翘径结成阵势 不说当中巨大的力量 单是对天地元气的争夺 就将千眼鬼的优势 给彻底地抹除 而没有了这方面的优势 力量本质上 又不会比将永洲两人墙上多手 此刻被压着 完全是一种必然 在别人大本营的外面 显露出真身 最终就会是这种被群殴的下场 时间一点点过去 千眼鬼的气息也越来越弱 能够转移的空间 也变得越来越小 按照这个趋势 千眼鬼被斩杀 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必然 陈匪目光闪动 这千眼鬼被斩杀 也算解了陈匪的一个麻烦 虽然陈匪确定 自己的气息 没有被千眼鬼记住 对方很难真正地锁定住他的具体位置 但被这样一个诡异盯着 终归是有些隔音 天眼下 眼看着千眼鬼即将消散 陈匪身形开始变得模糊 已经可以离开 继续这样带着 等会幽冥们要是空闲下来 就该开始调查 是谁将这只千眼鬼引到这里了 面对幽冥们这样的庞然大物 如今的陈匪 可还没有还手的力量 哇 天地元气突然震荡了一下 百里之外 将永洲的气息骤然衰弱 同时有数个和翘径的气息消散 本已转身的陈匪 骤然回头盯向了远处 眼神之中带着一丝不可思议 明明幽冥们已经定下盛事 怎么突然就发生了变故 天眼当中绽放出的光芒 直透树齿 依靠天眼中见回眼对 气息过往的翻查 陈匪一下 发现了原因 幽冥们那关键时刻 正是突然被数个和翘径逆转 直接打在了江永洲的身上 让江永洲一下受创 而千眼鬼对此早有预料 瞬间补上一招 让江永洲彻底重伤 至于那几个消散气息的和翘径 也是被那几个突然反水的和翘径 拼死斩杀 虽然这几个反水的和翘径 自己也受了重伤 却丝毫顾忌都没有 仿佛自己的性命 根本无关紧要一般 陈匪眼睛微眯 脑海当中闪过的 是寇原恒心神当中 被埋下种子的场景 那几个幽冥们的和翘径 竟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被埋下了种子 是诡异为资源 到处寻找诡异的幽冥门门人 竟然反被诡异给污染了心神 且自己还不自知 不过也可能正因为 这种满千语盟的寻找诡异 所以才被这千眼鬼找到机会 在这些人毫无所觉的情况下 被污染了心神 陈匪看着远方 本该是幽冥门轻松斩杀千眼鬼 如今局面反而变得扑朔迷离 其他幽冥门和翘径组成的阵势 此刻早已告破 不是不可以再结证 而是他们不知道 自己这些人当中 是不是还有人被埋下种子 此刻却还没有跳出来 结证就是毫无保留的连接原理 最降也最脆弱 如果还有被污染的人没出现 关键时刻 会不会再被刺一刀 第536章 人心 已经有多少年 幽冥门没有承受过如此惨重的损失 和翘径门人 直接损失了数位 太上长老江永州 更是重伤 即便是对幽冥门这样的顶尖势力而言 每一个和翘径都是极为珍贵的力量 轻易损失不得 结果如今 竟然接连死了几个 关键是还不知道 到底还有没有人被污染了心神 在千言鬼 没有真正启动种子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自己被污染了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反而周围的人满是可疑 也正因为如此 单单是从神情举止上 根本就判断不出 到底谁有可能被刺 他们一刀 以往最为紧密的同门情谊 今天突然一下变得猜疑了起来 而这件事竟然还是被他们 视作资源的诡异所谓 终日打宴 竟被宴给灼了眼 不得不说 是一件颇为讽刺的事情 江永洲脸色苍白 被星红毒护在身后 和翘径的损失 让幽冥门心疼不已 但起码还不会让幽冥门伤筋动骨 可要是江永洲死在这里 这就不是损失 几个和翘径的事情 整个幽冥门都将震荡 和翘径巅峰的价值 不是几个普通的和翘径可以比拟 因而此刻星红毒就守在江永洲的身旁 就怕突然有哪个门人又背叛 偷袭江永洲 退 江永洲低声喝道 此时此景将这只千眼鬼斩杀在此 已经不太现实 不将幽冥门内被污染的和翘径找出 根本就不可能同心协力地战斗 而单单依靠星红毒一人的力量 根本不足以成事 更何况 星红毒如今还要护着他 相比炼化一只三阶巅峰诡异 自然还是江永洲更加重要 幽冥门的人散开 有序地向后退去 没有丝毫的混乱 鬼异浑身上下的鬼眼不断眨动 巅狂混乱的光线弥漫四周 最终 这只千眼鬼没有动弹 放任幽冥门的人退走 幽冥门的人奈何不了他 反过来 千眼鬼也一样奈何不了幽冥门如此多的和翘径 当中被埋下种子的和翘径 毕竟是属于少数 星红毒又没有受伤 千眼鬼继续跟幽冥门的人耗下去 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最关键的是 千眼鬼一直以来 就没有想着这魔早跟幽冥门的人对上 今天纯粹就是被那个人类算计 降临到了幽冥门外 这些被他埋下种子的舞者 平常不自知 是因为千眼鬼一直采用静默的方式 被动得接收一些信息 平常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去惊扰这些祭主 正因为如此 对于这些祭主 平日里身在何处 千眼鬼自己也不清楚 毕竟想要实时监控到这些祭主 那必然要强行去心神感应 而和翘径的心神 特别是和翘径中期以上 本就极为敏感 稍有风吹草动 就会发觉 千眼鬼能够在和翘径的心神中埋下种子 纯粹就是在这些人 修味上清的时候 动得手脚 扣元横心神中的种子会发动 纯粹就是人将冰死 种子受到刺激 自动的反应 所以才有了这一系列的事情 千眼鬼化作黑雾 朝着远方顿行而去 幽冥门的人 就这样看着千眼鬼离开 不少幽冥门的人眼神复杂 如果是以往 一只鬼一想要这样施施然地 在他们面前离开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交手 就不会让诡异全虚全伪地离开 最不济 也会强行留下诡异的一部分东西 江青矿暴到千语盟总盟 我们幽冥门的人都中招 其他门派的人怕事也不少 这件事 唯有让盟主来定夺了 回到山门内 江永洲看着眼前所有人 沉生道 是 所有人低声应道 大家自封修位 随我去一趟幽冥风 星红毒扫了所有人一眼 沉吟了片刻道 单单依靠看 即便是星红毒 也看不出到底有哪个门人 如今的星神当中 被埋下了种子 而这件事的解决 又迫在眉睫 不然这隐患就太大了 幽冥门的长老们 互相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原力流转 和翘近的修位 被彻底封禁 星红毒看了所有人一眼 没有发现异样 星神当中的问题看不出 修位有没有被封禁 这点星红毒 还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看到所有人都很配合 星红毒和江永洲两人 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种星神污染想要清除 极为的麻烦 甚至因为跟星神完全融合 所谓的清除 其实就是强行的切割星神 星神是武者 修行三宝 比起肉身跟原力 星神要脆弱得多 稍微损伤一些 想要恢复 都需要花费比较漫长的时间 如今要是强行切割星神 等于是要伤到自身的本源 这种伤害 几乎是不可恢复的 武者轻则 一辈子修位难有增益 想要继续突破境界 已经是毫无可能的事情 重则 直接修位倒退 直接退转到和翘镜之下 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毕竟破损的心神 已经无法掌控磅礴的原力 和翘散开也是正常 这些和翘镜查完 幽民们还要继续查练翘镜镜的门人 甚至练体镜的 也要一并检查 确保门内没有人被诡异污染 悄无声息的污染武者 让武者不自知 这只三阶诡异太过厉害 其他诡异强 是强在力量上 而这只千眼鬼 不仅力量强大 这种寄宿武者心神的能力 也是让人后怕 如果真的让这只千眼鬼继续发展下去 恐怕整个千语盟都要受到重创 甚至被寄居的武者 最后还会反过来帮千眼鬼修炼 在千眼鬼突破四阶的关键时刻 燃烧自身 为千眼鬼的突破加薪助燃 幽民们开始全面检查门人 陈匪则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飞行 目的地是寇原恒记忆当中 获得富山绝的那个海沟 寇原恒就是在那个地方 被千眼鬼一步步诱惑 去到了海沟档中 寇原恒学到了富山绝 但同时也在心神档中被埋下了种子 千眼鬼没有被幽民门斩杀 多少有些超出陈匪的预料 去幽民门前 陈匪对幽民门的实力就有评估 以两个和翘境巅峰的顶级战力 配合上述十个和翘境 这千眼鬼就是再将 应该也是难逃一死 反而是其他顶级势力 虽然跟幽民门平日里也是平起平坐 但说到斩杀诡异的专业性上 肯定还是幽民门更强 陈匪的初心就是让这只诡异死 毕竟诡异跟人类 天生就处在一众对立面上 这种对立 几乎是无法调和的 结果 千眼鬼没死 双方直接各自避战 不过经此一战 千眼鬼原先潜伏的状态 直接被打破 不需要多久时间 整个千语盟的人都会知道 有这魔一只三阶诡异 恐怕千语盟的盟主 会亲自出手 将这只危害极大的诡异斩杀掉 免得千语盟生出什么乱子 基于这种情况 所以陈匪决定去 那处海沟看一下 那海沟并不是这只千眼鬼的老巢 只是其中一个 用来诱惑武者 埋下种子的地方 类似的地方 千眼鬼应该还设置了非常多 不然也不会有那魔多的武者中招 如今千眼鬼肯定正在朝着千语盟的外围逃去 赶在山海进强者到来前 先潜伏起来 因而 现在去那些平日里千眼鬼 用来诱惑人类的地方 有什么危险的可能性很低 兴许还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收获 陈匪连续飞了将近三个时辰的时间 才终于来到了扣元横记忆中的那个位置 半空中 陈匪右手剑指抹过眉心 天眼下 陈匪将下方场景全部收入了眼里 片刻后 陈匪眉头微微一动 找到了一个异样的位置 陈匪身形闪动 消失在半空当中 在出现的时候 人已经在海沟当中 到了这里 即便不用天眼 也已经能够感知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息 不是阴冷幽暗 反而是浩大 与鬼异一点都不沾边 不过陈匪没有感知到什么诱惑的力量 显然陈匪并不是目标群体 或者说 所有和翘境中期以上的舞者 都不是目标群体 想要在和翘境中期的心神当中 埋下种子 很难 不是说无法成功 而是成功后 和翘境中期会有察觉 而一旦察觉 这对千言鬼而言 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陈匪眉心未知的光柱越发璀璨 将眼前的区域反复扫描着 片刻后 陈匪没有发现其他更大的危险 陈匪迈腿走了过去 眼前本是空无一物的地方 突然出现了一道屏障 这屏障想要阻拦陈匪 却被陈匪用原力轻松地解开 刚才天眼观察的时候 陈匪就发现了当中的奥妙 因而这屏障连阻挡一下都莫做到 屏障泛起阵阵液 陈匪的身形消失不现 而在屏障后 陈匪的身形跨出 人已经在一个洞窟之中 浩然的气息充斥在洞窟内 虽然并不强大 但确实是正道舞者才能拥有的 陈匪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这千言鬼其他不说 单单是这种掩藏的功夫 确实做得很足 其他舞者踏入这里 感知到这种气息 天然会放下一些警惕 对于人心的把控 确实不一般 第537章 顶尖传承 陈匪向前走了几步 在地面上看到了一个蒲团 还有一个暗台 看着极像当初有人在此修行过 陈匪环顾了周围一眼 所有的陈设 跟扣元横记忆中的完全一致 陈匪抬头 看向洞窟的上方 一道原力打出 本该是空无一物的穷顶 因为原力的注入 突然显现出了字迹 洋洋洒洒数千字 正是富山爵的修炼秘诀 按照扣元横的性格 如果发现了功法 在学完之后 必定是要将其摧毁 连同这个洞窟也不例外 但实际的情况是 当时扣元横看到这门功法的时候 心神当中 就已经被鬼力悄无声息地侵染 学习富山爵 只不过是加重鬼力侵染的过程 待扣元横看完功法 侵染也已经完成 整个人迷迷糊糊地离开了洞窟 之后 有关洞窟内的所有记忆 都变得模糊 平日里更是下意识地忽略 这重情况随着扣元横的不断修行 影响变得越发地深刻 直至击中难返 种子跟心神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陈匪抬头看着穹顶上的功法 能够感知到一股极为隐蔽的力量 正试图通过他的双眼 进入到石海的心神当中 知识陈匪早有所料 直接将这种力量屏蔽 即便陈匪没有预防 何窍境中期的心神 也可以发现这种端倪 这也是一开始 这个洞窟 没有对陈匪发出魅惑的原因 片刻后 穹顶上的蚊子重新隐秘起来 但洞窟内的那重鬼力影响 反而提升到了最高的位置 陈匪右手挥动 将这种隐秘的鬼力 尽数收集了起来 陈匪来这里 不是为了看傅山诀 傅山诀在寇原恒的记忆中 陈匪早已经看过 陈匪来这里 更多的是为了这些鬼力 陈匪想要通过这些鬼力 找到更多其他类似的洞窟 目的自然就是那些功法 傅山诀在和翘近炼体的功法中 算是极为不错的 虽然比不上镇龙像 也比不上之前获得的玄断宝绝 但还是有自身的可取之处 一个洞窟内就有这样的功法 那其他千炎鬼设下的洞窟中 会不会有其他功法出现 千炎鬼 陈匪如今确实是打不过 但趁着对方逃出千语盟 藏匿起来的空隙 将这些功法收集起来 帮助自己更快地修行 陈匪相比其他舞者 最大的优势 在功法的领悟速度上 只要有足够多 足够好的功法在陈匪手中 陈匪进步的速度 就会非常的快 即便是那些顶尖势力中的天骄 在这方面都跟陈匪没有丝毫的可比性 片刻后 陈匪手中出现了一小团漆黑的鬼力 正是属于那只千炎鬼 不过这团鬼力如今极为的沉寂 想要依靠这团鬼力 去寻找千炎鬼的本体 难度极大 甚至这团鬼力 是不是出自千炎鬼 都是一个问题 但陈匪末打算去找千炎鬼 陈匪要找的 只是拥有类似鬼力的那些功法传承地 陈匪看了一眼四周 再次抬头看向穹顶 犹豫了一下 一道剑光闪过 一块拳头大的传承石出现在陈匪手中 陈匪将其扔到一个闲置的空间带内 闪身离开了洞窟 海面上 陈匪的视野中呈现黑白之色 无数的线条交织在其中 随着陈匪修为的不断提高 天眼之下 陈匪能够看到的线条变得越来越多 这代表陈匪能够承受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多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 天地其实就是各种信息串联在一起 风过流生 厌过流痕 这种其实都是信息 陈匪此刻看着手里的漆黑鬼粒 寻找跟这团鬼粒有关的信息 并且追寻着信息 找到跟这团鬼粒相似的地方 这种查找无疑极难 甚至对于绝大部分的合窍镜而言 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没有一些独特的秘法 即便是和窍镜巅峰 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陈匪的心神开始快速地消耗 用于天眼计算所需 短短一刻钟不到 陈匪心神耗用过半 陈匪不得不停下 用了一段时间将心神恢复 陈匪继续投入天眼的计算档中 如此反复三次 陈匪终于在繁杂无数的线条档中 找出需要的那一根 下一刻 陈匪身形闪动 消失在了半空档中 一刻钟不到 陈匪的身影出现在一座荒岛上 这里距离最近的城池 只有不到20里的距离 一二说是荒岛 但平日里 还是有舞者会经过这里 陈匪身影变得模糊 在出现已经在荒岛的海面下 跟之前海沟位置的气息稍有不同 不知是千眼鬼斩杀了哪个舞者 将其气息留在里面 屏障泛起波纹 想要阻挡陈匪踏入 却被陈匪轻盈地避开 直接进入到了洞窟当中 就跟海沟那边洞窟的陈社一模一样 扑团按台 让人下意识地觉得 当年这里有人修炼 而功法的位置 也还是放在洞窟的顶部 陈匪一到园里打出 穹顶位置开始出现文字 正是另外一门功法 片刻后 陈匪的面板上 出现了一门新的功法 分厌绝 一门练翘境的功法 可以一路修炼到练翘境巅峰位置 本质上 绝对是一门极为不凡的传承 知识对陈匪而言 如今已经没有什么用 陈匪最多就是将其带回元臣剑派当中 当作门派的底蕴收藏 等待将来有合适的弟子 将其修炼起来 没有找到和翘境的功法 陈匪倒是没有什么失望 千言鬼设置各种传承地 目的是为了埋下种子 这些种子 绝大部分都是针对练翘境 只有少数是对和翘境而言 正常而言 只有那些针对和翘境的陷阱 对陈匪才有意义 但这不代表 所有的练翘境功法 就对陈匪一点作用都没有 陈匪如今日常使用的招法当中 有不少就来自练翘境的传承 积少成多 集业成球 功法多看一些 对于陈匪而言 并不算什么坏事 照例将穹顶的传承石切了下来 陈匪离开了洞窟 有了第一次寻找的经验 接下来天眼 在找其有关的信息 变得轻松了不少 不过片刻 陈匪就寻找出了 另外一个传承地的位置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陈匪开始疯狂地挖掘 千言鬼留下的各种传承地 主要的时间 陈匪都花在了胆路上 定位以及学习功法 倒是没有花费陈匪多少的时间 这千言鬼的野心相当的大 在近乎半天的时间里 陈匪一共挖出了十几个的功法传承地 短的百里 长的数百里 就会有一个千言鬼设下的传承地 当中的功法 千言鬼确实是花了心思 不说精妙绝伦 但对于很多散修而言 如果获得其中的传承 修为境界完全可以更进一步 这重情况下 那些被魅惑进去的人 肯定会花费心思阅读这些功法 而在这个过程中 心神自然也就被侵染 十几门传承 大部分对陈匪都没实魔用 只能填充到元臣剑派的书库当中 但也有两门 对于陈匪如今所学 还是有取长补短的意义 虽然没到非常大的程度 但有所进步 就是一件好事 毕竟陈匪学习功法可以融合 不像其他童节舞者 学习全新的功法 耗时耗力 还要考虑是否真的契合 如果知识优秀一点 恐怕很少有人会选择更换主修的功法 最多就是借鉴一下 看能不能稍微改进一下自己的功法 一刻钟后 陈匪再次出现在一个传承地内 就如之前一般 在穹顶的位置打入一道园里 陈匪抬头看着 陈匪的表情极为平淡 但随着文字的不断涌现 陈匪的神情微微一变 此处想要钻入石海当中的鬼力更隐秘 同时侵染的力量也更强 很像千眼鬼实力增强后 新设不久的一处传承地 不过陈匪神情变化的原因并不是这个 而是上方显示出的功法 竟然是幽冥门的正派功法 幽冥诀 千语盟十大顶尖势力 每个势力当中正派功法的特点 很多人其实都知道 甚至功法的名字都可以如属家贞般的爆出 不过 最多也仅限于此 其他更多功法的细节 就无从得知 此刻随着穹顶位置功法文字不断出现 陈匪心里越发肯定 这真的是幽冥门的正派功法 但幽冥门的幽冥诀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片刻后 穹顶之上功法显现完毕 陈匪目光闪动 功法 幽冥诀 残 面板上显示出了新功法的状态 残缺 可在残缺 这也是幽冥门的绝学 外人想要稍微窥探一丝 都无处可得 如今陈匪竟然得到了残缺版的幽冥诀 那诡异是 如何得到这功法的 因为那些被埋入种子的幽冥门的门人 陈匪的脑海当中闪过几个念头 必然是种子的缘故 但是当中具体的原因 陈匪无从得知 而功法残缺倒是也正常 毕竟这些顶尖势力 必定是有心神限定 绝学不得外传 即便是搜魂 也只能得到支离破碎 不成体系的 这千眼鬼的种子 能够得到这种程度的幽冥诀 已经比搜魂还要厉害许多 这里有幽冥诀 那其他地方 有没有可能 有其他几家势力的传承功法 陈匪想到一种可能 眼睛不由的亮起 第538章 千在南逢 千语蒙十家顶尖势力的功法 全部都是可以修炼到和翘径巅峰 并且当中还记录了该如何突破到山海径的方法 当然 突破的概率不高 毕竟这魔多年 这几家势力当中就没有真正走出一个山海径强者出来 最接近的一次是当年天刀门的一位强者 已经一步跨入到山海径当中 但最终掌控不住身体当中的力量 身体直接消散 至于其他家势力中想要尝试突破的人 连这一步都没有跨境 直接在门槛的位置 身死倒消 但即便如此 十家势力当中的功法 依旧是千语蒙内最位顶尖的存在 只要天赋足够 并且资源到位 修炼到和翘径巅峰的概率极大 这十家势力 也正是依靠各自的正派功法 才能让门内的和翘径巅峰没有断档 不像其他一般的功法 虽然对和翘径巅峰也有描述 但真正可以踏入的概率极为的渺茫 就如陈匪当初在海跃洞府得到的 混元玄弓 中规中矩 没有特别擅长的地方 也没有特别弱象的位置 对于和翘径巅峰 也有阐述一些原理 但是真正想要依靠混元玄弓 进入和翘径巅峰 几乎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即便陈匪早已将混元玄弓 修炼到大元满境 让陈匪之依靠这一门功法 突破到和翘径巅后期 希望还是有 但是和翘径巅峰 几乎是不可达成的 因为会员玄弓柱造出的底蕴太薄 根本不足以让舞者 踏入这个境界当中 每一次修为境界的提升 都是对自身舞蹈底蕴的一次考验 唯有底蕴深厚者 才能一路披荆斩棘 陈匪如今 融合了多门功法的三升断影剑 已经比一般的功法强上许多 陈匪就是在融合其他的功法 对于三升断影剑的提升 也将及其有限 不过 因为有那件残破的灵宝 依靠时间 陈匪倒是有机会 将三升断影剑的基础不断夯实 在顶尖传承被锁住的情况下 这已经算是一条康庄大道 而如今 在这千言鬼设下的陷阱中 竟然会有幽冥爵这样的 传承出现 尽管是残缺的 但是在残缺 当中蕴含的一些舞蹈智力 却是不会少的 单单将这门残缺的幽冥爵 融入到陈匪的功法中 都足以让三升断影剑更进一步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 这里既然有幽冥爵 那其他地方再出现一些顶尖传承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千言鬼的布局 如今千语盟内被污染的舞者数量 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就连专门掌鬼的幽冥门都中招 其他顶尖势力的门人 想要完全避开 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陈匪右手画洞 将穹顶上的传承石拿下 身形闪动 消失在了洞窟之内 本来探索千言鬼陷阱 陈匪之是为了补充一下自己的武学积累 得到的那些功法能用自然是最好 即便不能用 箭矢一下 再放到元臣剑派的疏库中 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但随着幽冥爵的出现 陈匪的心态一下发生了变化 这哪里是增加自己的武学积累 这直接就是拔高自己的功法层次 夯实武学底蕴的大好机会 说是千在难逢 都不为过 毕竟除了在这里碰见这些顶尖势力的功法 陈匪也想不出 如何可以兵不血刃地拿到这些传承 那一个个势力不仅门内和翘境众多 更有和翘境巅峰作证 陈匪想要匹敌 唯有达到同样的和翘境巅峰才可以 但如果都到了和翘境巅峰 兴许那个时候的陈匪 已经找到了其他顶尖功法了 再去找这些势力中的功法 就没有多少意义 在如今 陈匪境界不过和翘境中期 且主修功法 还有提升空间的时候 这些传承的出现 怎么能不让陈匪喜出望外 陈匪寻找千眼鬼陷阱的速度明显加快 终于在第三个时辰的时候 陈匪得到了另外一个势力的正牌功法 天涯门 咫尺天涯绝 依旧是残缺的 不过陈匪早有心理准备 三个时辰里 陈匪找到了近二十个洞窟 当中的功法在之前 陈匪已经在其他洞窟内得到 甚至连幽明诀 陈匪都在当中又获得了一次 千眼鬼布局极深 不过显然能够吸引舞者的顶尖功法数量 也是有限的 不过这也正常 毕竟一个舞者 就只会进入一个陷阱当中 其他陷阱中的功法是什么 根本就无关紧要 甚至只用一门幽明绝荡而料 其实就完全足够 不过陈匪猜测 千眼鬼估计是有意让各种功法扩散 特别是十大势力的功法 如果扩散出去 特别是被十大势力之间相互取得 那在关键时刻引爆这个问题 恐怕会让千语盟内部彻底大乱 毕竟各个势力功法 一直是自家的不传之秘 心神当中都要设下禁止 如果功法被普通人得到 那废除功法 甚至直接斩杀 都可以将问题解决 可被同等势力的拿去 这该怎么解决 简单的打杀 已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毕竟你也不知道 功法是不是已经被对方门派完全收录 这将会是一个 简不断理还乱的情况 将极大的影响千语盟的安定 不过如今这些 都不影响陈匪继续找寻功法 在那些顶尖势力 以及千眼鬼反应过来前 趁着这个黄金的空窗期 陈匪要将所有功法找全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一个时辰后 陈匪找到了奉务阁的正派功法 接着不过一刻钟 天刀门的功法 也落到了陈匪的手中 陈匪没有停下 又花了将近七个时辰 跨过数个海域后 陈匪手中的顶尖功法 已经达到了九门之多 唯有骆天阁的正派功法 陈匪一直没有看见 骆天阁是十大势力当中 人员最少一家门派 平日里骆天阁的弟子 也极为低调 甚少离开自家所处的那个海域 传闻在千语蒙蒙主来到这里前 骆天阁才是这里真正的领头人 巅峰时期 骆天阁甚至同时 有三个和翘镜巅峰强者坐镇 不过即便如此 骆天阁也依旧没有出现一个山海境 到了最近百年 骆天阁内的和翘镜巅峰 支流一位 这让骆天阁的门人 越发地身躯减出 没有找到骆天阁的功法 陈匪倒是没有什么失望 毕竟已经得到九门顶尖传承 少一门骆天阁的功法 已经不会影响什么 千语鬼的陷阱当中 有九家顶尖势力的功法 显而易现 这九家的门人当中 必定有人中招 且还是和翘镜的高手 不然正派功法 也不会落到千语鬼的手里 从这点上看 千语鬼的渗透 简直触目惊心 不过这些如今 不是陈匪需要考虑的事情 陈匪如今最重要的 就是回到元臣剑派 将手中的九门功法 融合到三升断影剑中 接着就是闭关修炼 直到新的功法彻底大圆满 到时候 陈匪无论是战力 还是五道底蕴 都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而九门功法融合在一起 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陈匪也不用担心 被那九家势力的人 看出什么端倪 陈匪站在半空之中 已经不打算继续寻找 千语鬼不下的陷阱 当中重负的功法太多 对于陈匪而言 意义已经不大 陈匪赶至着乾坤带内 特意挖下的传承石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些传承石臣匪并不是打算带回元臣剑派 功法的内容 陈匪早已经记录 都被刻录在面板上 陈匪要真想 将功法留在元臣剑派内 自己刻录一些预检便可 陈匪如今带着这些传承石 是想着将其送到一个地方去 陈匪看着周围便认了一下方向 下一刻 陈匪的身形消失在了原地 两个时辰后 陈匪远远地看见了一座城池 陈匪降下身形 冲进了海水当中 更是将自己的气息完全掩盖 同时施展库隆经中的秘法 将自己变成了犹如石头一般的物品 陈匪千里迢迢 目的就是前面的那座城 海牙城 在这个海域当中 属于极为普通的城池 城内最强者 练翘境巅峰 这样的城池 在整个千语盟当中 可以说是千千万万 毫不起眼 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 偏安易于的城池 其真实的面目 却是丧影宗的宗门所在 当初陈匪在端木萧记忆中 看到的所谓的丧影宗总部 其实只是一个对外的联络点 端木萧虽然是何俏镜的刺客 但在丧影宗的心里 还不算最为嫡系的存在 只有像寇元恒这样 从小到大都在丧影宗成长的人 才是真正的嫡系 陈匪自然就是 从寇元恒的记忆化卷中 看到了这一切 丧影宗派出寇元恒 查探端木萧如今的情况 自然是因为丧影宗 开始怀疑端木萧 陈匪按照端木萧记忆里的情况 模仿端木萧的一切 本该是毫无破绽 但丧影宗本身 却有一套鉴别方式 在丧影宗的眼中 端木萧的最近今年的动向 是有问题的 所以才有了寇元恒的出现 顺藤摸瓜找到了陈匪 第539章 太玄天剑 寇元恒是探陈匪 倒没有完全确定 陈匪真的杀了端木萧 并且取而代之 毕竟陈匪模仿的端木萧 几乎是没有破绽的 要不是陈匪 无法模仿端木萧的气息 将陈匪说成是端木萧 都没有丝毫的问题 寇元恒之是怀疑 但寇元恒直接出手了 在寇元恒看来 陈匪左右不过是一个和翘境初期 当时所处的地方 有人记喊至 正是绝佳动手的机会 结果哪里能够想到 陈匪一个反展 将寇元恒给彻底留了下来 也幸亏寇元恒是嫡系 陈匪才能知道 丧影宗真正所在的位置 丧影宗既然怀疑端木萧 陈匪继续扮演 意义已经不大 至于扮演寇元恒 应该可以继续拖一段时间 但丧影宗终归是一个问题在那里 什么时候爆发 也不知道 让如今的陈匪直接对上丧影宗 陈匪的实力还不够 因为在丧影宗内 是有和翘境后期的强者作证 以陈匪如今的实力 直接冲上去 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陈匪如今缺的知识 修炼成长的时间 跟丧影宗这样硬碰硬 未免太过不治 打不过的时候 自然要找帮手 陈匪犹如一块石头 知识简单地控制身体的姿势 连缘力 甚至是气血的力量多么动用 陈匪就顺着海面下暗流的力量 一路来到了海牙城的一旁 丧影宗近乎最精锐力量 此刻都在海牙城中 海牙城内 也没有任何一个外人 全部都是丧影宗的家眷 在他人看来 海牙城内的最强者知识 练翘境巅峰 但实际上 丧影宗其他和翘境 全部都压制了自己的气息与修味 海牙城内 有一件丧影宗的一宝 在气一定范围内 只要修行特定的功法 就可以将自身的气息 寄托在这件一宝上 让一宝替自己收敛气息 因而 即便有外人来到海牙城 也丝毫看不出 这里竟然还有和翘境强者在 甚至是和翘境后期的强者 之前第一次遭遇千言鬼 陈匪如果不去幽冥门 而是来海牙城 将千言鬼引到这里 就有很大的机会将丧影宗抹出 不过当时 陈匪更希望的 还是想将千言鬼真的斩杀 而不是给千言鬼送口粮 丧影宗的事情 陈匪起码还能瞒个机年 过个机年 到时候是谁不放过谁 还是两说的事情 但如果千言鬼不处理掉 那千语盟 未来恐怕真的要大乱 这种等级的诡异 对人类的危害太大 千语盟内 真正有实力 对千言鬼造成威胁的 几乎就只有那十大顶尖势力 其他宗们面对千言鬼 恐怕连逃都逃不掉 也许之后山海竞强者会出现 将千言鬼斩杀 但之前死掉的人 就真的死掉了 如果千言鬼出现海风域 陈匪根本无力抵挡 到时候 整个元臣剑派都将彻底消失 那些陈匪熟悉的人 也将无疑幸存 因而 陈匪先将千言鬼引到了幽冥门 结果意外爆出了那摩 多被污染的合窍镜 虽然幽冥门没有将千言鬼斩杀 但起码千言鬼也已经暴露出来 如今怕是远敦外海 躲避山海竞强者的追杀 而陈匪因差阳错下 反而还得到了其他九家势力的功法 一饮一浊 陈匪本心上希望千言鬼先死 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海岸下 乾坤带内的传承石 出现在山石的缝隙中 在没有元力激活的情况下 这些传承石 就跟普通的石头一般无二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气息 因而这些传承石 并不会引起丧隐宗人的注意 而陈匪将这些传承石留在这里 是希望引起千言鬼的注意 自己辛辛苦苦不下的陷阱 被人一个个撬开 那些陷阱 本来可以源源不断地引来其他人类 污染他们 结果如今 传承石消失 这种效果 自然也就没了 如果千言鬼真的 可以躲开山海境的追杀 那之后回来 绝对不会放过毁他陷阱的人 找不到毁他陷阱的人 那传承石在哪里 哪里的人类就有罪 有罪 自然就是直接斩杀吞石 缝隙当中的传承石 都是一些不重要的功法 即便真的被丧隐宗的人发现 也不会便宜他们多少 陈匪身形摆出另外一个姿势 暗流带着陈匪离开了原地 一路飘飘荡荡的到了数十里外 自始至终 海牙城内的人 都莫发现 海面下有一个人来过这里 其实陈匪本可以不用这么 小心翼翼 正常情况下 和翘进后期 也不会将心神一直扩散 笼罩一整个海牙城 都算是不错 但小心无大错 将戏结束理好 有时候可以避免很大的麻烦 海面下 陈匪震荡原力 身形化作利剑 在水面下快速地穿梭 直到距离百里之外 陈匪的身形 才冲天而起 陈匪摇摇地看了一眼海牙城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接着身形化作虚影 消失不现 数个时辰后 陈匪回到了原臣剑派当中 跟瞿青生献了一面 告知了秘境外的海妖 大部分已经清除干净 唯有那只三接海妖 因为扣原恒的原因 让其逃之夭夭 过段时间 我会再去看一眼 有什么情况 可以跟我说 陈匪低声道 正常而言 那只海妖被扣原恒这个河翘进中期 一掌拍碎了部分血肉 恐怕早已吓得逃之夭夭 但也有一些报复心强的海妖 在这重情框下 反而会迂回 跟瞿青生交代完事情 陈匪回到了院落下的密室中 融合 面板上 九门功法发出微微的光芒 接着逐渐融进了三声断影剑中 九门功法都是残缺的 单独拿出来修行的意义不大 全部融入到主修功法中 依靠面板的力量取长不短 才能让陈匪的收益最大 面板光暗不定 同时陈匪的脑海当中 开始出现各种功法修行方式 很多东西被删减 接着重新编排 发现功法 是否花费一千种品源时 简化太玄天剑 面板上跳出一个提示 而看到面板给出的价格 陈匪的后槽牙突然一阵发酸 原先的大圆满三声断影剑 如今已经消失不现 新出现的太玄天剑 如今的熟练度 直到精通镜 且还未过半 这新出现的太玄天剑 相比之前的三声断影剑 在层次上 足足提高了两个层阶以上 陈匪没有见过完整的顶尖功法 但管中窥豹 九个残缺功法 熔练在一起的太玄天剑 无论是在威力上 还是在底蕴上 都超过了那九个势力的 正派功法 曲娼不短 真的不是说书而已 虽然是在九个残缺功法中取精华 但因为数量够多 相互之间弥补了许多 至于能不能比上千与盟 总盟当中的功法 唯有将来陈匪遇到总盟的人 才能下论断 唯一的 就是陈匪对这个减化费用 有点心疼 这个减化价格 突破了陈匪之前 所有功法的减化记录 即便是玄镇龙像 都没有这麽高的金额 不过玄镇龙像 主要的底子在镇龙像上 且最终的上限 也支持到和翘镜巅峰的体魄 就停了下来 而太玄天剑 真正的目标是直指山海境 从本质上 两者就有不少差异 减化价格差距明显 倒也可以理解 除非陈匪能够找出其他功法 再次补强玄镇龙像 让其上限再次拔高 才可能比得上太玄天剑 或者 就是陈匪将镇龙像 原先镇魂的部分 真正的推演出来 将镇龙像彻底的补充完整 而不是如今 这种残缺的状态 但是镇龙像镇魂 就连当年的创造者 都只有一个大概的思路 陈匪想要将其真正的补满 难上加难 灵宝 陈匪的脑海当中 突然显现出 那件残缺的灵宝 当年那个同样修炼镇龙像的 山海竞强者 他最后 有将镇龙像补权了吗 如果以后用灵宝来推演镇魂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出现 陈匪离开密室 身形冲天而起 朝着其他海域飞去 如今陈匪的乾坤袋内 根本没有一千块的中品原石 之前获得的那些中品原石 早已经在修炼的时候 几乎全部耗光 至于扣元恒的乾坤袋内 也没有存放这么多原石 扣元恒的身家 自然不止一千中品原石这魔手 身为何俏进中期的高手 身家还是极为不菲的 但是当中大部分都存放在海牙城 也就是丧隐宗的老巢中 陈匪根本取不出来 陈匪如今 只能先将扣元恒手里的中品原石 卖掉 才能凑齐这一千块中品原石 海丰玉自然不适合买卖 陈匪无法解释中品原石的由来 去其他地方 自然就没有这样的烦恼 只要小心一些 中品原石还是极为抢手的 在之前 陈匪是没有想到 熔炼后的新功法 竟然需要这魔朵的中品原石 不过趁着这个机会出去 在变卖扣元恒乾坤贷内资产的时候 顺便也可以打听一下 如今的千语盟 到底是什么情况 距离千语鬼出现到消失 已经过去一天多的时间 千语盟的盟主 有没有斩杀掉千语鬼 一些小道消息 应该要出现了 第540章 汴湖城 海湖域 汴湖城 在整个千语盟中 都算是极为偏僻的一个海域 汴湖城 更是海湖域中的一个角落当中 与千语盟外围的防线几乎接壤 这里的天地元气 相比其他地方 有些制度 跟当初源沉剑派 第一个落脚的沉水岛 有些相像 按理说 这样的地方 人烟必定稀少 因为元气不够灵动 导致周围产出的各种灵财偏少 出现秘境的可能都很低 即便有 多以一阶或者二阶秘境为主 对于那些炼翘镜门派有些作用 绝对吸引不到 和翘镜以上的势力入住这里 但实际情况却是 海湖域内的和翘镜并不少 时不时就能看见一些 炼翘镜舞者更是极多 进出变湖城的频率很高 因为变湖城是千语盟内 最为著名一个方式 与其他方式不同的是 这里只看商品 不问来路 只要你的货物足够的好 他们并不在乎你从哪里 得到这样东西 他们自有渠道 将其出售出去 如果东西的特征 真的太过明显 变湖城内 甚至还有自己的铸造师 可以将其改头换面一番 保证不会影响到自己与顾客 因为这个原因 每日来往变湖城的人 其实极多 当中没有普通人 最低都是炼翘镜以上的舞者 也只有这种层次的舞者 手里才有需要出售 但又担心引起一定麻烦的东西 烈日之下 都有阴影 千语盟当中 自然也有自己阴暗的一面 这种几乎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所以 千语盟对于变湖城的态度 一直都是模棱两可 这魔多年一直如此 因为打掉一个变湖城 还会有另外一个 新的类似的地方出现 反而变湖城在这里 看得羡慕得住 有时候反而更加便于管理 陈匪从天而降 落在变湖城的城门前 刚一落地 陈匪就感觉到自己的气息 开始变得模糊 很多气息的特征消失 魂灵狱 变湖城内一个镇城之宝 配以专门的镇室 可以让一定范围内的舞者气息 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 只要入了城 其他人想要通过你的气息 将你认出 已经变得极为艰难 正因为有这件魂灵狱 变湖城的生意 才会做得如此的大 不过这件魂灵狱 必须跟地势完全融合 同时配合阵势 才能发挥出这种效果 不然这样的一宝 怕是早就有一群人来抢 变湖城的城门 被一团黑雾笼罩 陈匪踏入其中 身形主动变换 同时拿出一件黑衣 将自己罩住 这一下 即便之前有跟踪的人 也无法分辨出具体是谁了 在保护客户的信息上 变湖城可以说是做足了功夫 陈匪踏出黑雾 真正进入到了变湖城内 两边有人摆摊 背后则是各式的商铺 各种灵气与法宝的气息 交杂在一起 好不热闹 陈匪扫了一眼 两边摊位上的东西 莫发现什么 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在摊位上简陋 陈匪一般没有这样的想法 能出来卖东西的 几乎都是人精 即便有什么东西摊主不懂 他们也会 以一个极高的价格出售 宁愿卖不出去 也绝对不能便宜了其他人 特别是那种在古迹 或者洞府中的东西 价格更是高的离谱 陈匪的天眼 极为适合简陋 如果真的有什么 价值惊人的质宝 即便摊主真的挂了 自认为的高价 陈匪也会买下 但是能在陈匪眼中 都认为是宝物的东西 一般也不会在这些 炼桥禁武者身上出现 陈匪走了一圈 踏入了汴湖城 最大的一家商铺当中 客观 有什么需要 掌柜看到陈匪走路 隐晦地打亮了一眼 接着热情道 法宝收不收 陈匪看了一眼周围 灵气有不少 甚至还有极品灵气 不过并没有法宝的踪迹 应该是没有摆出来 毕竟每一件法宝 即便是再差的下品法宝 都是百块以上中品原石的价格 收 客观请随我来 掌柜眼睛微微一亮 法宝的价值极大 转手一卖 随便抽一点 都比买卖灵气强得多 不过相对的 法宝买卖的次数 也是极少 以辩护城在千语盟中方式的地位 数天时间不见法宝买卖 也是常有的事情 掌柜将陈匪引到了一个雅间 茶香缭绕中 又一个人随着掌柜来到了这里 客观要卖法宝 林冠兰看了陈匪一眼 面带微笑道 何翘镜 但具体什么境界 因为有辩护城的阵势遮掩 林冠兰有些无法确定 一件中品法宝 陈匪说住 将扣圆衡的那把短笔拿了出来 短笔一出现 周围的天地元气 就微微震动了一下 灵力的气息 充斥在整个房间当中 掌柜感觉到身体一寒 全身的汗毛 不由自主地倒数而起 知识练俏镜修为 面对这种层次的法宝 犹如见到了天敌一般 扣圆衡作为丧隐宗的嫡系 所用之物自然不凡 毕竟一定程度上而言 丧隐宗的钱还是挺多的 既然有钱 自然能够给门人多少好东西 都会尽量给予 如果不是何翘镜后期 以及何翘镜巅峰 不是依靠简单的资源 就可以强行提升上去 恐怕丧隐宗的实力 还要再膨胀一圈 这把短笔在中品法宝当中 不说是顶尖 但也绝对在中上的层次 陈匪在拿到短笔的时候 还特意看了一下用材 以及锻造的手法 用材上绝对是上上之血 甚至锻造记忆高深 有可能锻造出上品法宝 不过在锻造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点意外 就是这点意外 让这把短笔 最终只能在中品法宝的层次 不过将来如果有机会 这把短笔 未必不能登临到 上品法宝的层次 以陈匪的眼光 都可以看出短笔的特点 林冠岚身为商铺的长眼 自然也一下 看出了短笔的不凡 林冠岚观摩了一下手中的短笔 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灿烂 林冠岚抬头看向陈匪 接下来就是谈价格的时候了 以这件短笔的品质 2000多中品源石价格 是跑不掉了 片刻后 陈匪离开了商铺 林冠岚和掌柜将陈匪送到门口 看着陈匪的背影 消失在了人群中 掌柜转头看向林冠岚 眼神之中露出一丝问询 辩护城是千语盟内最大的方式 买卖的东西几乎来者不惧 法际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而黑吃黑 在辩护城也算是极为常见的事情 这件中品法宝 最终价格定在2150中品源石上 这是一笔相当惊人的财富 以和翘尽初期的修位 几乎是不可能攒到 林冠岚看懂了掌柜的意思 斟酌了片刻 最终摇了摇头 虽然这等数量的源石很诱人 但是对方赶来卖中品法宝 身上必然有所依仗 贸然下手 如果力量不足 都不知道最后会是谁抢谁 黑吃黑 也是需要足够力量的 而且在辩护城内 想要跟踪一个河翘境 极不容易 即便以他们 在辩护城多年经营的成果 也不敢说万无一失 陈斐走在街道中 没有察觉到跟踪的目光 陈斐想了一下 转身走进了一旁的茶院中 茶院内布局雅致 一人的茶香弥漫四周 陈斐说明了来意 被引到了一间茶室当中 这里是买卖消息的地方 此处售卖的消息颇为昂贵 但可靠性上也让人放心 客观需要什么 茶院掌柜看着陈斐道 最近萌内可有什么大事发生 陈斐低声道 原臣剑派来到千语盟时间尚短 自身的消息渠道其实很窄 这既有底蕴的关系 也有实力的因素 就连断魂门鸡家 其实获得的消息也有之后性 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就了解到 千语盟最近发生了什么 要说大事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几件 门外防线 幽名门 天刀门 以及盟主动向 不知道客观想听哪个 说到千语盟盟主的时候 掌柜双手向着右侧须拱了一下 以示尽异 全部都要 什么价格 听到掌柜的话 陈斐心神微动 这茶院不愧是买卖消息的场所 昨天发生的事情 竟都被其收入 这种收集消息的能力 非一般势力可以比拟 四块中品原石 一件一块 掌柜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 陈斐点了点头 从乾坤袋内掏出了四块中品原石 这消息的价格无疑很贵 四块中品原石 相当于四百块下品原石 这原石数量 都可以买一件上等的中品灵器了 客观稍后 掌柜右手抹过桌面 原石消失在其手中 不过片刻 有人递来了一块预检 掌柜将其拿下 检查了一番 确认无误 交给了陈斐 陈斐打量了一下预检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结果后 愤出一抹心神探入到预检当中 展查时间不到 陈斐的心神 从预检当中退出 神情若有所思 多谢 陈斐对掌柜拱了下手 站起了身子 客观客气了 见陈斐满意 掌柜也露出了笑容 陈斐离开茶院 也不着急离开汴湖城 又走进机家店铺买了一些东西 接着住进了城内的一家客栈当中 第541章 玄天顿 客栈二楼的位置 陈斐手中翻转着一块羽灵石 双眼看着街道上人来人往 羽灵石是陈斐钢才特意购买 除了羽灵石 陈斐还买了其他一些灵财 价格不算非常昂贵 但是购买的渠道并不算多 就如陈斐手中的羽灵石 其实是炼制灵器的时候 可以选择加入的一种辅材 能够加强灵器的坚韧度 至于其他的用处 其实很少 而且炼器的时候 也并不是一定要加入的辅材 属于可有可无 但就这个灵财 凤五格却特意控制了一些产区 并且常年收购 不仅仅是羽灵石 凤五格还有特意采购其他一些灵财 不少人猜测 这些被凤五格特意购买的灵财中 应该有一种 或者是几种 是跟凤五格的功法有关 但凤五格购买的种类太多 旁人根本就猜测不出 凤五格真正的目标灵财 到底是哪一种 甚至这些购买的灵财 也许都没有特殊作用 只是凤五格做出的一种假象 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或者势力 胆敢针对凤五格 极大顶尖势力 真的有做过这种事情 将隐藏的敌人给挖了出来 其他人都是猜测 却猜测无法得到确认 唯有臣匪确定 凤五格购买羽灵石 才是真正目的 其他的灵财 绝大部分都是用来障眼 羽灵石可以提高 凤五格正派功法修炼的速度 虽然并不算多 但纪念累月下 还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陈匪熔炼九格残缺功法 得到的太玄天剑 也可以借助羽灵石来帮助修炼 除了羽灵石 陈匪特意买的其他几种灵财 也都是几门功法 当中记录的 可以辅助修炼之用 陈匪买这些灵财 纯粹就是想要看看 在有面板的情况下 这些灵财 还能不能让太玄天剑的参悟速度 再增一筹 陈匪将手中的羽灵石放下 夹起盘中的一块大肉 直接射进了嘴巴当中 外酥里嫩 一口咬下去 肉质的甜美 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这是一块腰肉 算是这家客栈的主打菜肴 所有的肉 都是每天新鲜宰杀 辩狐城靠近千语门防线 能够打杀到的海妖数量不少 有不少舞者 惠特意停留在辩狐城中 斩杀海妖方便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几口就将嘴巴当中的腰肉吞下 陈匪又重新夹起了一块 送入了嘴中 同时脑海当中不断回想 刚才在茶院中得到的消息 幽冥门的消息不必多说 就是诡异现身在幽冥门的山门外 幽冥门没有将诡异斩杀 反而海损师数名和翘境 最终不得不退守山门 消息的内容 跟陈匪昨天看到的完全一致 这茶院背后有能人 能够得到如此准确的消息 至于天刀门 则是如今的掌门严玄机 那个三刀斩破皇城的 和翘境后期强者 在昨日正式闭关 这个修位还要闭关 显然是准备冲击和翘境巅峰 天刀门本身就有两个 和翘境巅峰强者 如果严玄机可以突破成功 那天刀门降一下 拥有三个和翘境巅峰 这样的力量 将一跃成为十大势力之首 到时候 也将在一定程度 改变千语盟的格局 当然 格局再怎么变 千语盟还是属于山海境强者 只要没有人突破 这件事就依旧不会改变 至于千语盟盟主的动向 说是动向 其实茶院也只得到千语盟盟主 离开了一段时间 这磨一个消息 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一概不知 面对山海境的强者 能够得到的消息 也只有这个 再多 已经不可能 陈飞想要知晓的 有关千语盟的信息 预检当中并没有出现 至于最后一条 千语盟外围防线 最近有些岌岌可危 冲击来的海妖越来越多 按照茶院的估计 千语盟内新一轮的增援 即将开始 而且 这一次的增援 恐怕会是巨大的 除了那些炼翘禁武者 各个四级以上的势力 恐怕还要派和翘径 强者前往 如果这个猜测成真 那代表陈飞 就要亲自上前线了 不仅是陈飞 海风域内的所有和翘径 估计都得去 防线上的海妖 跟平常海域内的海妖不一样 陈飞平常可以随意 去外海打杀海妖 是因为陈飞知道 那些海妖最强 也就到三阶初七 这样实力的海妖 即便一次来击之 以陈飞如今的实力 都可以直接斩杀 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但如果是在防线上 直面成群的海妖 那当中就什么实力的都有 要是来一只三阶后期的海妖 陈飞都得直接退走 而有时候 在成群混乱的战斗中 不是陈飞想走就可以走的 在防线上 必然就要遵守军纪 随意撤离 事后必定要接受处罚 到时候躲得过海妖 都躲不过千语盟的责罚 严重一些的 来得斩杀 以警校游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军中战斗 本就五小事 全部以纪律为重 陈飞明白这一点 因而 如果真的要上前线 陈飞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起码空间阁内 就要存放两室 如今最降的杀招 片刻后 陈飞起身来到客房内 将客房当中的阵势升起 陈飞眉心位置天眼打开 扫过四周 没有发现问题 陈飞轻拍乾坤带 整整一千钟品源石出现在地面上 盎然的元气从中荡漾开来 整个房间内的元气 都变得充盈起来 过去这么多年 海风域内的不少人都还觉得 陈飞平日里修炼 是躺在原石堆中 这个真不算是凭空想象 因为如果真的 将中品源石摊开 周围的天地元气 却实会自动聚拢过来 某种程度上而言 元石是可以当成一种 简单聚拢元气的阵势来使用 地面上的中品源石 开始一块块消失 不过眨眼的功夫 整整一千钟品源石 消失殆尽 简化 太旋天剑简化中 简化成功 太旋天剑 三升断影剑 陈飞盘西在床板上 开始运转三升断影剑 有关太旋天剑的感悟 圆圆不断地出现在石海当中 陈飞的脸上 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这一千钟品源石的简化费用 虽然昂贵 让还末五热的源石 瞬间少了一半 但起码效果上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陈飞睁开眼睛 将购买的几种灵材 全部拿了出来 用原力将其全部连结 接着重新闭上了眼睛 一个时辰后 陈飞身体周围的那些灵材 一一破碎 全部化成了粉末 陈飞也睁开了眼睛 陈飞看着周围的积个粉末 眉头微皱 有效果 这些灵材对于太玄天剑的帮助是有的 但效果远比陈飞想象中的 要小很多 陈飞用这些灵材辅助修行 其实还不如直接服用丹药 效果应该还会更强 如粪五格用雨灵石修炼 雨灵石可以帮助修炼者 在一定程度上参悟功法 并且推动原力的运转 但参悟功法上 陈飞有面板 效率根本不是雨灵石这些灵材可以媲美 至于推动原力 陈飞如今的体魄 直接就是合翘镜后期 在恢复力以及坚韧度上 更是超过合翘镜后期 只要灵丹足够 陈飞可以大批量不间断地服用灵丹 雨灵石这些灵材 给予的一点加成 性价比并不高 虽然这些灵材并没有到很昂贵的程度 可筹其全部 花费也并不小 当然 陈飞的原石 如果足够得多 一边用灵丹修炼 一边再用这些灵材辅助 肯定效果会更强 陈飞起身离开房间 片刻后踏出了便湖城 便湖城数十里外 陈飞右手抹过眉心 一道光柱透出 扫过四周 确定了没有其他人跟踪 陈飞刚要全速返回海风域 神情突然微微一毒 黑线色的视野中 一条西不可查的线条 落入了陈飞的眼中 在半天之前 陈飞一直依靠这根线条 搜寻千言鬼的陷阱 陈飞没有想到 便湖城这个地方 竟然也有千言鬼的陷阱在 而且在气息上 这个陷阱应该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陈飞沉吟了片刻 身形闪动 朝着黑线指引的方向飞去 便湖城周围强者众多 陈飞倒是有些好奇 千言鬼在这里 是用什么功法 来诱惑这些武者 陈飞一路飞行 再即将靠近千言鬼陷阱的时候 陈飞却逐渐停了下来 黑白的视野中 远处十几里外 在千言鬼的陷阱外 陈飞感知到了一道武者的气息 很显然 有人先陈飞一步 进入了千言鬼的陷阱中 陈飞眉心的位置微微跳动 陈飞看了一眼远方 接着直接转身离去 飞行了将近百里 陈飞一言不发 在飞树石里 陈飞却一下停住了身形 转头看向了右后方的虚空位置 阁下何苦这样跟着在下 陈飞沉声道 陈飞话音落下 前方虚空却没有一丝的动静 半空之中狂风呼啸 仿佛一切之事陈飞在自言自语 阁下不愿现身 在下不勉强 但还请不要再跟着在下 陈飞说完 转身继续朝前飞去 吃 陈飞飞了不过一里 一把雪白的剑刃 突然插在了陈飞的头颅上 陈飞身形微微一晃 消散开来 这只是一道虚影 陈飞的真身出现在十几米外 太玄天剑 玄天盾 第542章 公餐造化 太玄天剑 及各家所长 当中自然也有身法 如今太玄天剑的熟练度 还只是在精通镜 但陈飞此刻用出 速度相对于以往 又快出了一截 随着将来 太玄天剑的熟练度越来越高 陈飞身法的速度 也必定会越来越快 到时在千语盟中 冠绝同阶 绝非妄言 陈飞回头看了一眼 右后方的虚空 那把剑刃此刻 已经消失不现 也不见任何人的踪影 陈飞又抬头看了一眼远方 身形闪烁 消失在了半空当中 对方不止一个人 在更远处 还有一个和翘近后期的强者 从千言鬼的陷阱中出现 此刻已经在二十里外 片刻后 陈道恒自虚空中走出 看着陈飞消失的地方 眼神之中带着一抹兴趣 正想着要不要继续追下去 感知到后方气息的出现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 不是让你在周围警戒吗 陈道恒的身旁显出一人 带着一丝责背道 黄师叔 看到来人 陈道恒拱手行了一礼 道 刚有人经过那边 我出手试探了一下 那人看到我进出洞府了 黄玉恒的眉头一下皱起 没有 那人在洞府十几里外就停了下来 应该是感知到我 所以直接转身离去 陈道恒摇了摇头 继续道 我本以为这是巧合 最后发现对方 竟然真的可以感知到我的位置 和翘近初期 应该身怀特殊的法宝 黄玉恒神情微动 这个失职在整个洛天阁的同龄中 都属于翘楚般的存在 或者说 放眼整个千语盟 能够与之相比的 都寥寥无几 特别是陈道恒 对洛天阁阵派功法洛天爵的掌握 就连太上长老都称赞不已 认为陈道恒 未来有极大的希望 能够突破到和翘近巅峰 这重情况下 竟然还有人能够发现 陈道恒的踪迹 这一般的和翘近初期 根本难以做到 哪家门派的 黄玉恒问道 十家势力当中 各自擅长的有所不同 其中以凤五阁 还有幽名门的同树最为知名 如果配合上特殊的法宝 一般的藏形 确实难以掩盖 不是那鸡家的路数 不然我也不会跟这一路 陈道恒摇了摇头 如果是那鸡家的人 陈道恒反倒没有兴趣 也不会出手试探 黄玉恒听到不是那鸡家的人 点了点头 刚想着要不要追上去 直接斩除 突然腰间的玉牌震动了起来 黄玉恒脸色微微一变 那千眼鬼快躲不住了 他必须尽快地 将几个洞府内的阵势完成 配合其他人 才可能助其眼形 走 黄玉恒抓住陈道恒的肩膀 身形闪动 消失在原地 陈道恒也看见了玉牌的颜色 脸上的笑意收敛 数十里外 陈斐感知到 后方没有其他人追上 神情微松 让如今的陈斐面对 合翘境后期 陈斐也说不好 自己最后能不能安然逃掉 毕竟境界比自己高一个层次 陈斐的一些优势 在合翘境后期面前 根本不算什么 虚空遁形 有点像骆天阁的路数 陈斐想着刚才所见 眉头微皱 骆天阁的人 怎么会进入 牵眼鬼的陷阱当中 外面还有人警戒着 陈斐又突然想到 自己获得了 九家顶尖势力的功法 却为毒去了骆天阁的 之前陈斐只是觉得 骆天阁的人 在外行走得少 门人又没有非常多 所以幸免于难 没有被牵眼鬼埋下种子 如今再看 似乎情况有些复杂起来了 其他人即便看到 骆天阁的人 进出牵眼鬼的陷阱 恐怕也不会觉得什么 毕竟发现一个洞府 主动进去探险 对于武者而言 是极为平常的事情 其他人又不知道 那是牵眼鬼设下的洞府 甚至别人知道了 也不算什么 陈斐还主动地探索 每一个牵眼鬼设下的洞府 但将两个消息结合起来看 事情就显得有些古怪了 在千语蒙蒙主来之前 骆天阁才是这里最降的势力 陈斐的脑海当中 突然浮现出一条信息 几个时辰后 陈斐回到了元臣剑派当中 直接投入到修炼当中 太玄天剑如今的熟练度 还太低了一些 可以将其刷到圆满境 对于自身的实力 就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注意 陈斐不知道 其他顶尖势力中的天骄 在和翘境中期的时候 将自家的正派功法 修炼到什么程度 不过就陈斐今天遇到的 那个骆天阁的人 从天眼上得到的消息上看 那人的年纪并不算大 应当是在百岁之内 而那人初见的沙纳 陈斐感知到的力量而言 其修炼的功法参悟程度 恐怕跟如今的陈斐相差无几 也唯有这种程度的 对方才能在如此年龄 就将修未顺利 提升到和翘境中期 不然 即便是那些顶尖势力当中 绝大部分人突破到 和翘境中期的时候 其实已经近两百岁 而这个已经算是天赋好的 天赋稍弱一些 即便是在顶尖势力当中 一辈子也可能支持 和翘境初期的修为 只有那些真正的天骄 才能在三十多岁炼翘境巅峰 接着成功突破到和翘境 之后两百年内到和翘境后期 在沉淀数年尝试突破和翘境巅峰 唯有这样的修炼速度 将来才可能展望一下山海境 在陈斐投入到修炼中的时候 有关门外防线的情况 开始陆陆续续地 在千语门内传播起来 至于千言鬼的消息 则完全被封锁了起来 除了那十家顶尖势力 还有那些拥有和翘境后期的宗门德之外 其他人被蒙在鼓里 十天后 秦海山鸡人来到元臣剑派 前线力量不足 我们怕是要被征召 院落中秦海山沉声道 在千语门这么多年 秦海山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以往虽然每隔数十年 就可能有一次大的海妖冲击 但都被轻松地抵挡下来 最多就是多征召了一些炼翘境的舞者前往 组成阵势斩杀海妖 到时候 希望我们可以在一个防线内 也好有个照应 赵天轩低声道 这种征召 拒绝是肯定不可能的 也没有人胆敢拒绝 这等于是跟整个千语门对着干 恐怕都没上前线 就要被拿下 大概在什么时候 陈匪皱着眉头道 虽然陈匪早就从茶院得到了小道消息 但陈匪没有想到 会这磨快 这才过去十天而已 如果有选择 那陈匪肯定希望 继续待在元臣剑派当中 埋头修炼 泰玄天剑的玄妙程度 确实远远超过三生断影剑 陈匪每一次修炼都收获良多 并且自身的实力也在快速增长中 乾坤带内的一千多钟平原石 如果刨除掉灵宝这个吞金大户 其实是可以供应陈匪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修炼 即便陈匪极限吞服丹药 起码也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 才可能将这些原石全部耗光 而且耗光了也漠视 最近外海上的海妖真的有点多 陈匪出去斩杀几只 就可以继续供应自己修炼 相比当初在仙云城 因为天地元气匮乏 导致妖兽难以陷倒 这种以战养战的方式 根本不好执行起来 但是在千语盟 就怕你胆子不够大 不然原石获得的机会 反而还更加的多 陈匪短时间内 根本就没有原石匮乏的烦恼 可如果上前线 这种危险程度就急剧飙升 那都已经不是胆子的问题 而是运气到底怎么样的问题 运气差一些 任你实力高强 最后恐怕也要落个 生死盗消的结局 应该就在最近击天了 秦海山道 如今千语盟内人 进阶之防线的问题 显然是总盟那边 有意放出消息 让所有人做好心理准备 童仲秋在一旁没有说话 斩杀了简禁生后 童仲秋本以为仙云剑派的危机 解除了大半 就耐心等待门内 有人突破到和撬进 那童仲秋即便受限到来 也将没有什么遗憾 结果哪能想到 如今竟然要被征召到前线 童仲秋倒不是自己怕死 而是担心自己死后 仙云剑派一下崩塌 好 到时候到了前线 看一下能不能让人通融一下 将我们安排在一起 陈匪点了点头道 毕竟是同盟关系 真的在前线遇到事情 也可以守望相助 总比其他陌生人好得多 一刻钟后 秦海山鸡人离开 陈匪则是盘息在院落当中 直接修炼起太玄天剑 知识刷功法的熟练度 不管在哪里 陈匪都可以 这跟服用丹药修炼原理 是两回事 当然 其他舞者要是参悟功法 必定选择最为僻静之地 毕竟参悟功法极好心神 也最为忌惮他人打扰 可能一个灵感出现 还未深入 就被声响打断 那才是最为冤枉之事 而陈匪就没有这样的顾虑 只要简单运转三声断影剑 太玄天剑的感悟 自然而然的 就会出现在石海当中 任由陈匪吸收 转化成自己的东西 有时候陈匪也在想 这个面板到底是什么 世人皆传轮回转世之说 但真正见到的人 却并没有 但在舞者当中 如果真的攻参造化 一些大能确实 是可以转世重修的 这面板 有可能是大能者的一份道果转化 第543章 开五门禁法 夜晚 群星闪耀 陈匪站在密室中 全身的气息 开始缓慢生腾 既然确定要去前线 其他该有的准备不说 空间阁内的杀招 肯定要换成最将的才行 前段时间 在突破到和翘近中期的时候 陈匪已经在空间阁内 存了一道新的剑员 那道剑员 应该算是 当时最将的状态 但随着太玄天剑的诞生 陈匪修位 虽然因为时间太短 没有什么变化 但功法层次的提升 依旧让陈匪的战力 更进一步 不断运转功法 提升太玄天剑的熟练度 不过终归是时间太少了一些 太玄天剑 如今依旧处在精通镜的状态 距离远满镜 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要走 但起码这十天不断的修炼感悟 多少还是让太玄天剑的熟练度 向前迈了一小步 对于其他舞者 即便是那些顶尖势力中的天骄 想要完成陈匪这十天 所获得的功法感悟度 没有个数年时间 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燃血绝 陈匪体内的气血开始沸腾 一层血焰在体表位置燃烧而起 这算是陈匪最早拥有的一门进法 并且是用特意储存的气血燃烧 因而不会对本身的气血 造成任何影响 因而说是进法 但其实跟普通的秘法相差无几 优点就是威力大 还一点后遗症都没有 猎翘功 破心诀 又是两门进法升腾 陈匪身上的气息 开始剧烈的上升 之前对付扣元衡 陈匪就是三门进法起开 相比当时 如今陈匪在同时施展三门进法 对于狂暴元衡的掌控 变得更加游刃有余一些 太玄天剑这门攻法的出现 不仅是将陈匪的上限拔高 平日里对于元衡的把控 也变得更加细腻 一门顶尖的攻法 不会存在明显的缺陷 并且每一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斗转朔 生死你 又是两门进法施展 陈匪的气息 如烈火烹油般爆开 如果不是密室内阵式的阻拦 恐怕此刻整个元臣剑派的目光都要看过来 陈匪本是剑朔的身躯 开始变得消瘦 这是生死你的效果 比燃血绝还要霸道得多 燃血绝之士燃烧精血 虽然也很伤身 但起码还有一个度在那里 但是枯荣经内记载的生死你 则是灼烧体内的生气 将其变成死气 接着在互相对撞 引爆出更大的力量出来 这门进法 稍微掌控得不好 敌人还没怎么样 自己恐怕就已经先搭了进去 极为的凶险 但是相对应的 对于力量的增幅 也是机门进法当中最降的仪式 五门进法同时施展 即便以陈匪此刻的体魄 还有那堪称变态的恢复力 如今都有些承受不住 一颗颗血珠自陈匪的毛孔当中渗出 体表的皮肤裂出一条条缝隙 但马上又修复好 如此不断反复住 陈匪的额头以及脸颊上 开始出现粗厚的青筋 血液流动的声音 如江河一般 澎湃激昂 四周的天地元气不断地颤动 一丝丝连一 自陈匪的身上荡漾开来 撞在密室的阵势上 泛起波澜 陈匪看着前方 一声低鹤 右脚向前迈出一步 手中不知何时 已经握着领宝 向前刺出一剑 领宝是把断齿 但并不影响陈匪将其当剑来使用 如今这领宝所剩的威能已经不多 估计跟上品法宝相差无几 甚至在一些方面 可能还有所不如 只有一些辅助功能 才稍微有些当年领宝的模样 不过即便如此 断齿的力量 依旧比如今的前缘剑强大得多 由领宝来承接陈匪的力量 才算是如今 陈匪最将的招式 随着陈匪这一剑刺出 断齿的前方 爆出夺目的亮光 强大的力量凝聚 明明攻击没有碰到密室的阵势上 但此刻阵势却 剧烈地晃荡起来 仿佛在下一刻 就要直接破碎 呼 密室内凭空卷风 正是在晃动了一阵后 逐渐平息下来 陈匪保持着前次的动作 身体各个位置 包括五脏六腑 此刻都有一种被碾压过的感觉 五门进法早已停下 再不停 陈匪恐怕真的要被进法给掏空 过了片刻 陈匪缓过进来 微微呼出了一口气 看着空间阁内新出现的一道光点 陈匪的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笑意 如今也就在这重无敌人的情况下 陈匪才能这样施展进法 五门进法齐开 让陈匪的身体处在几乎崩溃的边缘上 阵龙像那种几乎可以断肢重生的恢复力 都扛不住这种力量的爆发 如果是在战斗中 陈匪施展五门进法 将攻击打到敌人身上 一些反阵力的弹回 就会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身体彻底崩溃 而且 战斗的过程瞬息变化 很难说得清楚 在那重情况下 有没有时间跟精力调整体内狂暴的力量 陈匪盘息在地面上 拿出丹药符下 开始闭目调息 刚才身体没有崩溃 但也处在灵界的状态下 陈匪想要恢复到平常的水准 恐怕需要数天的时间 也幸亏玄阵龙像达到圆满境 体魄提升到和翘镜后期后 陈匪的恢复力又提升了一截 不然就此刻身体当中的暗伤 以往没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根本别想恢复 当然 以前那种一个月就能恢复 要是被其他舞者知道 恐怕都要惊掉下巴 而如今这种激天 就能恢复这样的伤势 妖兽这种号称恢复力强的种族 都不好找出多少 在陈匪修复身体暗伤的时候 千语盟中 有关征召各个势力舞者的小道消息 也变得越来越多 终于在第六天的时候 千语盟有关征召舞者 去往前线的细则公布 就如之前不少人预料的那般 四级势力 练翘镜镜镜镜名额继续增加 且和翘镜初期必须前往一人 三级以上势力 最为顶端的那个力量 二级势力就是和翘镜后期 如奉武阁这样的顶尖势力 就是连和翘镜巅峰也必须去一人 千语盟正是将盟内所有尖端的力量 全部送到了前线去 敏盟主如今已经亲自坐镇前线 庭院中秦海山低声道 陈匪点了点头 经过六天的疗伤 陈匪之前的伤势已经彻底痊愈 敏庭陆身为山海境强者 都已经在前线上征召其他人前往 已经无可厚非 如今千语盟的总盟中 由另外一名山海境镇守 盟内要求十天内达到前线报道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赵田宣问道 秦海山基人看向陈匪 以和翘镜的速度 到达前线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 但这次要带着门内的练翘镜一起 肯定会耽误不少功夫 五天后出发吧 陈匪想了一下 决定还是利用这几天的时间 多做一些准备 好 五天后出发 即便带着门下的练翘镜 最多在第八天的时候 就可以到达前线 当中即便有事情耽搁 也绝对不会影响报道 半个时辰后 秦海山基人离开 陈匪看着基人的身影消失 眉头紧锁 这次不仅陈匪要去 元臣剑派位数不多的练翘镜 也要抽掉一半以上 相比其他宗门 元臣剑派这几年 虽然练翘镜已经多了不少 但多是练翘镜初期 真正练翘镜中期 特别是练翘镜后期 寥寥无几 这场前线的战争 稍微激烈一些 恐怕就要 将元臣剑派的家底给打穿掉 陈匪摇了摇头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到时候 最多让分身跟着元臣剑派的人 只要不遭遇三阶以上的海妖 分身都足以护住元臣剑派的人 可在前线上 三阶以上的海妖太多了 想要不遇到 太难 陈匪盘西在庭院中 继续修炼太玄天剑 实力这种东西 依靠的知能是平常的日积月累 即便有面板也是一样 因为前线紧张的情况 海丰域内各种修炼资源 特别是那些疗伤盛药 价格更是到了一个极为夸张的程度 好在之前元臣剑派在陈匪的叮嘱下 已经特意储备了许多 倒是不用担心担药不足的情况 时间流转 五天时间一晃而过 五艘巨大的船舶 使离海风域 朝着前线开去 陈匪盘西在船舱中 闭目修炼 同时感知住身体当中的一些细微变化 前几天还没发现 最近一两天陈匪才发觉 阵龙巷的恢复力 好像变得更强了一些 中期到前几天两次极限的压榨身躯 不但没有让体魄垮掉 反而还进一步地刺激到了恢复力量 不得不说作为底子的阵龙巷 拥有的能力却实强大 如果可以将第三部分的阵魂补足 阵龙巷的力量恐怕会更加恐怖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船舶来到最前线 海域城 海域城是千语盟最前端的一颗钉子 如果海妖不把这颗钉子拔掉 就长驱直入 很容易被前后夹击 无路可逃 船舶进入海域城 炼翘竟在登记后被人带走 陈匪击人则要前往城主府 在那里接受安排 突然 陈匪的心神微微一动 看到了一个熟人 落天隔城道衡 陈匪不动声色 跟着执事人员继续向前走去 第544章 无足轻重 陈匪看到了陈道衡 陈道衡自然也瞧现了陈匪 待陈匪走远 陈道衡才用正眼瞧了陈匪的背影一眼 眼神当中露出一抹兴趣 对于前段时间陈匪能够感知到他 陈道衡依旧有些好奇 以陈道衡师展出的藏形之法 许多和翘境中期都无法看破 即便是那些同位十大势力的人 同样如此 去查一下 刚才那几个人都什么来路 陈道衡转头 吩咐一旁落天阁的弟子 是 落天阁弟子点头称是 接着一下消失在原地 陈道衡随意地在海域城内走动 身为落天阁的人 即便是被征召到前线 陈道衡依旧比其他普通的和翘境 多出不少特权 这是被后势力给予的 毕竟海域城内 权力最高的虽然是蒙主敏严路 但下面大大小小戏之末节的事情 却是由各个和翘境巅峰 共同商讨而成 落天阁有和翘境巅峰在海域城 自然可以偏袒一些到自家门人身上 有力量就有特权 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海域城内的所有舞者 也都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很多事情不是太过分 大家都可以接受 不过片刻 刚才消失的落天阁弟子 出现在陈道衡的身旁 如何 一家酒楼中 陈道衡亲引着手中的酒水 转头看向落天阁的弟子道 此刻的海域城处于战争状态 但城内的一些基础服务 却是没有消失 来了这摩多武者防御前线 自然也要有足够的人来服务他们 因而诸如一些酒楼 茶院 商铺 这些都还在正常经营住 在海域城内 更有一处巨大的方式 当中热闹异常 来前线 就是为了抵御海妖 而要抵御 斩杀是最为直接了当的 这些海妖被斩杀后 就会被拖回海域城中 无论是炼丹 还是炼器 这些海妖的身体 都可以用上 甚至直接吞食那些腰肉 都可以让修胃增长起来 海域城周围 如今是个绞肉厂 但是 如果真的有本事 以及运到熬过去 一身的修胃 也必定可以快速增长起来 相较于其他地方的海妖 海域城内如今售卖的价格 可是极为低廉的 其他地方 可没有这样优厚的修炼条件可言 启禀陈长老 那寄人的情况已查清 这名弟子说着 递上了一枚玉检 陈道衡接过玉检 将心神探入 片刻之后 陈道衡将头抬起 玉检当中详细地记录了 陈匪寄人的消息 这个却实并不难查 因为那五所的到来 只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就知道船舶来自哪里 从突破和翘境 到现在不过数年时间 竟然已筋横压一个海域 当真是了不起 陈道衡翻转着手中的玉检 脸上的神情若有所思 秦海山寄人的消息 都可以忽略不计 唯有陈匪的经历 让人看了 都不得不说一句天才 如此天资 如此战力 如果早年是败入十大势力当中 如今怕是修魏 早已清云直上 但显然 对方没有这个运道 只败入一个小小的门派当中 没有机会修行到顶尖功法 上线几乎已经被锁死 而没有强大的背景 如今深处前线和翘近初期的 修魏虽说是不错 也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但只要稍微运气差一点 估计就要生死到消 那些海妖也是会打伏击的 更不会避讳什么 以大欺小 甚至海妖最爱做的 就是以大欺小 直接吞噬武者的血肉 武者可以利用海妖身上 每一处的位置 海妖做不到这一点 但直接将武者吞掉 同样可以让他们的修魏增长 啪 陈道衡手中的玉检 发出脆响 被陈道衡直接捏成了粉末 心中对陈匪已经没有兴趣 虽是不错 但也就那样 不成威胁 无足轻重 有何事机会 杀掉便可 海域城城主府 陈匪武人的信息被登记 算是报道成功 如今海域城外的防线上 每日出没的海妖众多 为了鼓励大家斩杀海妖 城主府旁有人物店 当中列举了各种斩杀任务 指示人员带着陈匪武人 走出城主府 走向了人物店的方向 任务完成 有相应原石奖励 如若不要原石 也可兑换神兵戾气 破镜灵药 甚至是绝学功法 都在明路之中 指示人员低声道 陈匪神情微动 这是搞积分兑换的制度 完成任务 要魔选相应的原石 要魔就攒着 攒到一定分数 就可以在明路中 选择相应的宝物 如果是之前 陈匪肯定奔着绝学功法去了 但是如今的话 如果真的完成任务 陈匪估计直接选择原石 或者促进修为的丹药 至于神兵利器 跟破镜灵药 不是不好 知识对于陈匪的用处 相对莫纳膜高 不过为了 防止有人消极代工 盟主规定 三月之内 必须斩杀同等修为的海妖一只 不然后果自负 指示人员转头 看了陈匪击人一眼 陈匪跟秦海山击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这个属于强制性的任务 相比被编入军阵中的炼翘镜 和翘镜的行动 无疑要更自由一些 但这种自由 也并不是真的毫无原则 还是有硬性指标在那里 斩杀同修为海妖一只 肯定有危险 毕竟海妖的身躯更位庞大 真的硬碰硬 一般的合翘镜 还真的比不上海妖 不过 如果几个人合作 小心一些 虽然还是危险 但起码已经可以完成 并且 时间拉长到了三个月 也已经考虑了受伤的可能 听说新来了机位 我这里 有一件任务 需要两个人 还未走到人物店中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寄人的面前 满脸落腮胡子 一双眼睛透着亮光 强悍的气息扑面而来 徐武成 和翘镜后期 知识一眼 陈斐基人就感知到了徐武成的境界 秦海山基人的脚步不由地一读 看了执事人员一眼 执事人员向前几步 刚要询问 徐武成直接从袖中扔出了一块玉牌 执事人员慌忙接住 感知到玉牌当中携带的消息 又转身走向了陈斐基人 这位前辈接了一个紧急任务 盟主规定 这个任务可以临时调取其他人前去帮忙 不得拒绝 知识人员低声道 秦海山基人不由地一证 本以为和翘镜比较自由 他们五人就可以直接一起行动 没想到这还没到任务殿 就有人来抽掉人手了 就你们两个了 跟上 徐武成带知识人员说完 直接点了陈斐跟秦海山两人的身影 接着消失在了原地 在徐武成眼里 五个人当中 同仲秋老太龙中 显然受限将近 这种状态 其实战力是处于不断衰弱的状态中 而且一旦受伤 想要恢复过来 都比其他人难得多 到时候 兴许就会变成拖后腿的人 赵田轩虽然比同仲秋好一些 但也好的有限 同样处于战力下滑的状态中 至于于守成 倒是中规中矩 属于可以接受的程度 但是一根秦海山相比 明显气息要弱得多 因而 秦海山是必选的一个 至于陈斐 无论是气息还是面容 绝对是最年轻 不是十大势力里的人 又这魔年轻 天资无庸置疑 且刚才五人当中 徐武成能够看出其他四人 隐隐以陈斐为首 显然陈斐必定有其他过人之处 其他四人才会如此 就知事急眼 徐武成就将所有情况收入眼底 接着做出了选择 同仲秋三人 苦笑地看着秦海山和陈斐 五人当中 两个罪将的直接被调走 一下打乱了原先所有的计划 但显然 看刚才直视人员的意思 这种争调是无法拒绝的 你们自己注意安全 与守城低声道 听到是紧急任务 就明白当中必然有危险性 那可是一个和翘镜后期带队 显然面对的海妖当中 也有这个层次的 陈斐点了点头 看了秦海山一眼 秦海山点了点头 两人身形消失在原地 追在了徐武成的后方 不过片刻 徐武成落到了一个院落当中 而在院落内 此刻已经有其他的和翘镜在 一共两人 一个和翘镜中期 少妇模样 长相宛柔 但在眉眼间带着一丝阴气 还有一个则是和翘镜初期 中年模样 看住年龄跟秦海山相差无几 手中持拿着一箭震盘 嘴巴念念有词 待徐武成落到院落中 这人才察觉到 将头抬了起来 陈斐和秦海山落到院子内 徐武成三人全部看了过来 来新的队友了 妾身佟凌云 佟凌云看着陈斐两人 脸上露出一丝妩媚的笑容 接着一把将后背上的巨大刀刃拿了出来 插在一旁的地面上 随着刀刃的出现 佟凌云的妩媚之意尽消 只有凶煞的气息 充斥在整个院落当中 陈斐看了一眼这把近乎人高的巨人 即便是男舞者中 使用这种刀刃的都很少 更别说是女舞者了 郭华生 是个阵师 郭华生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整个院落突然微微一震 沙那间花丛颈簇 鸟与花香 无数的大树拔地而起 将整个院落挤满 第545章 以德服人 抬手间 悄无声息地布下阵势幻境 陈斐看着周围 眼神当中有些惊讶 这郭华生在阵势上的造诣 已经有些超过其修位 以阵卫战 以郭华生刚才斩露的一手 一般的合窍镜出七 即便是在正面战斗中 恐怕都逃不了好 如果再让郭华生留有一些空间 合窍镜出七更将是一点优势都没有 你们呢 徐武成看向陈斐两人 要共同任务 自我介绍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就可以按照各自的特长 安排相应的任务 秦海山 搜魂 探鬼 秦海山没有隐瞒 右手挥动 机智二阶 诡异出现在场中 不算强 在一些特殊场合 可以派上用场 特点算是有 但并不突出 不过这很正常 绝大部分四季势力的攻法 都没有什么大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 反而是修炼难度稍低一些 至于对战力上的追求 还在其次 因为让门内和窍镜传承不断 才是更关键的事情 徐武成三人看到秦海山的攻法气息 没什么意外 这确实就是大部分和窍镜出七舞者的情况 徐武成就是在城主府门口抓的壮丁 这种完全凭运气的事情 很难就遇到一个特别强的人 不太现实 徐武成三人转头看向了陈斐 在气息上 陈斐无疑是五个人当中 最为年轻的 而此刻 陈斐对外表现出的修为 接近和翘近二转 这个境界 是陈斐与人动手的情况下 还能克制住的一个境界 不然再稍微多用几分力量 真实的境界 就会直接显露出来 图灵术无法掩盖 陈斐 擅长治疗以及炼丹 陈斐脸上带着一丝笑容 伸出自己的手臂 手指划过 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出现 陈斐震荡原力 手臂上的伤口 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住 这不是阵龙相自带的恢复力 此刻陈斐还刻意压制住了 阵龙相的运转 这确实是陈斐功法中 自带的一种力量 太旋天剑 熔练九门顶尖传承 当中有三家的传承当中 对于治疗方面就有倾向 当中最为明显的 当属凤五格的功法 治疗效果最强 因而 陈斐此刻 说自己擅长治疗 确实不是空话 哦 徐武成看到陈斐的功法效果 脸上露出一丝兴趣之色 同样一把划过自己的手臂 伤口比陈斐刚才手臂上的还大 同时 徐武成五脏六腑震动 硬生生地挫伤了自己的内腹 徐武成想要看看 陈斐这治疗的能力 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 如果知识简单地治疗一些皮肉伤 意义其实并不大 佟林云和郭华生 也看向陈斐 如果陈斐展现出来的治疗能力 真的够强的话 那这次抓壮丁 反倒是抓到一个宝了 于海妖的战斗中 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不受伤 即便是徐武成也是如此 而一旦受伤 实力必定会受到影响 甚至导致整个战斗的失败 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 服用丹药起刀的效果太慢 但旁边如果有人会治疗的能力 会极大改善战局 而且是后疗伤 原力配合着丹药 效果肯定会更降 兴许就不会有 动辄休息数月的情况发生 徐武成三人 是眼带期待地看着陈斐 一旁的秦海山则是有些猛圈 陈斐擅长的是治疗 那当初陈斐是靠什么 来镇压整个海风域的 以得服人吗 秦海山还默想明白 就看到陈斐打出一道原力 到徐武成的身上 徐武成的眉头微微一动 手臂上血肉模糊的伤口 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住 不仅如此 徐武成感觉到自己五脏六腑 被错伤的位置 此刻也散发出一丝暖意 疼痛感快速地消退 直至最后消失不现 好 徐武成的脸上 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 看着陈斐的目光当中 满是惊喜 就这种治疗的效果 遇到任何任务 完成的可能性 都要提高几分 这重强度的治疗效果 以往徐武成之 在几个顶尖势力当中听说 陈斐无疑不是那 几个势力中的人 显然自身也有一段奇遇 看到徐武成的情况 佟林云和郭华生的脸上 也不由露出笑容 在前线做任务 任何人都希望 自己的性命有保障 而陈斐这种 能够治疗他人的能力 无疑是极受欢迎的 秦海珊咧了咧嘴 心中对于陈斐的佩服 越来越深 这么多年 秦海珊已经在陈斐身上 感知到太多的神奇 特别是那些层出不穷的秘法 一直让秦海珊记忆犹新 当秦海珊觉得 这应该是陈斐全部所学的时候 陈斐还是 可以拿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如此天赋财情 竟然没有败入到 那些顶尖势力当中 不知道该说是陈斐的不幸 还是那些顶尖势力的损失 半个时辰后出发 你们准备一下 徐武成脸上的笑意收敛 扔出两块玉剪到陈斐两人面前 陈斐两个下意识的结果 这里面是任务内容 你们看看 等会继续 在这里集合 徐武成叮嘱了一句 接着消失在原地 佟林云对着陈斐 露出一抹善意的微笑 也离开了院落 郭华生倒是没走 对着陈斐两人点了点头 接着继续低头 看着手中的阵盘 嘴巴无意识地念叨起来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那我们 秦海山看向陈斐问道 我们分开 在海域城内走一走 陈斐微微一笑 身形闪动 消失在院落中 陈斐走在街道上 看着海域城内四周的布局 此刻城内没有普通人 但有数量繁多的炼体进武者 这些炼体进武者 不是来斩杀海妖的 纯粹就是来做各种后勤 陈斐一边走 一边奋出心神 探入到御检当中 片刻后 陈斐浏览完御检当中的内容 将御检收入到了乾坤袋内 深入海妖后方 查看一处区域 那个区域最近出现异样 需要弄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对海域城不利的 想方设法将其摧毁 如果无力摧毁 那也要将完整的消息带回来 这个人物给的奖励很丰富 当然 两个目标给予的奖励差一级大 不过 即便是低等的 那个人物奖励 在陈斐看来也是极为丰厚的 五个人分 即便御检拿了大头 剩下的人依旧能够得到很多 当然 这个任务危险也极大 本来前线就够危险了 竟然还要深入海妖后方 一旦被海妖发掘 估计能不能安然逃回来 都是一个问题 且还有一个问题 同时揭取这个任务的 并不是只有御检一个 这个人物同时安排给了两个队伍前去查看 确保能够得到准确的消息 两个队伍算是合作 但也有竞争 如果另外一个队伍先行得到准确消息 并且赶回来禀报 那另外一支队伍 不能说完全没有奖励 但奖励会直接砍半 陈斐神情思索 深入海妖后方 最难办的 应该是如何收敛自身的气息 不过这点 海玉成早有考虑 揭取任务的小队 会被分配一件中品法宝 此宝可以收敛身上的所有气息 这件法宝 跟陈斐的图灵术有些相像 因为如果有人出手 此宝也无法继续掩盖动手之人的气息 这法宝其实跟阵盘极为相像 不过阵盘不振后 所有人移动的速度会变得极慢 而这件中品法宝却没有这个的弊端 只要不是极限的施展身法 很多痕迹都会被这件法宝锁掩盖掉 陈斐一边思考 一边在海玉成内走动 商铺酒楼这些 陈斐都没有进入 倒是在方式中稍微走了一圈 汴湖城那边的方式 已经是极为繁华 毕竟很多无法出手的东西 都会在那边买卖 造就了汴湖城特殊的繁荣 而海玉成这边的方式 竟还要更加的热闹 只要是能够提高实力的 在这方式当中应有尽有 用海妖制作而成的各种东西 价格都相对比较低廉 毕竟每日拖到海玉成内的海妖数量不少 造成价值下降 几乎是必然的 海妖的东西便宜 但是其他东西价格却是疯狂上涨 无论是法宝 还是一些特殊用途的阵盘 只要是能够加强杀敌的 全部都非常昂贵 陈匪看到一瓶毒药 直接卖到了十几块上品原石的价格 这已经接近一件中品法宝的价值 无色无味 对于三阶初期海妖有奇效 即便是三阶中期的海妖 如果中了此毒 实力也将大受影响 陈匪只是看了一眼就离开 一是莫纳摩多元石 而且陈匪也不知道 这个毒药的效果 是不是真的有纳摩墙 半个时辰不到 陈匪回到了之前的院落当中 郭华生依旧在院落里 盯着手中的阵盘 一边念叨 一边手指在半空中虚化 感知到陈匪的到来 郭华生抬头看了一眼陈匪 点了点头 接着继续研究阵势 片刻后 徐武成几人陆续出现 此次任务极为危险 望诸位不要掉以轻心 见人到齐 徐武成沉声道 片刻后 五人身形闪动 出现在海玉城东门的位置 接着消失不现 第546章 荆棘遍布 天穷之上 漫天云海 陈匪有些好奇地看着周围 倒不是对云海有什么稀奇 而是此刻五人 正被一朵白云龙罩在其中 融入到了整个云海内 聚云石 郭华生所有 可以凭空聚集白云 到身体周围遮掩身形 如果是普通人见到这一幕 怕是会将五人 当成折仙下凡 毕竟藤云驾舞 一直都是凡夫俗子想象中 仙神的模样 有聚云石遮掩 再有脸兮还龙罩 五人气息不露分毫 这般程度 即便有三阶海妖在下方侦查 都看不出一点端倪 想要深入海妖后方 从海底走肯定是不现实的 那里是海妖真正的主场 不说那些三阶海妖 一阶二阶的海妖 就不知反几 虽然这种一二阶的海妖 对五人没有丝毫的威胁 但很容易将他们的行踪暴露出去 越是深入后方 这种暴露后的危险就越大 这次任务目标在两百多里外 以陈匪等人此刻的速度 并不需要多长时间 但从海域城外三十里开始 海妖的数量就开始激增 虽然是在天穹上 有聚云石的掩护 但陈匪基人 还是将速度慢了下来 出城之前 徐武成特意吩咐过 这次任务主要就是将情况探明 至于任务中要求的摧毁 徐武成虽然莫有名说 但其他基人都明白 根本就不会去执行 这可是在海妖的后方 虽然莫到真正大后方的程度 但以海妖的数量 一头吐一口口水 都足以将五人给淹死掉 悄悄地进去 再悄悄地出来 就是最完美的完成任务的方法 如果不是这个紧急任务 是被指派下来 徐武成根本就不会想 接取这样的任务 这个任务奖励是丰厚 但这也代表着任务的残酷 而且 还是两个队伍去完成这个任务 显然就是觉得一个队伍 很容易折损在里面 徐武成有想过 要不要从更高的区域飞过去 但没有云海的遮掩 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大 并不可取 徐武成神情肃穆 双眼时不时地看向四周 防止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 甚至徐武成都不用心神力 就是担心心神力被海妖察觉出异常 不过不用心神力 单单以目力而言 当中还是有着不小的局限性 即便徐武成的修卫事 和翘近后期 也是如此 没有人说话 佟林云握着人高的巨人 随时做好出手的准备 郭华生也不再自言自语 右手扣着阵盘 一旦情况不对 阵势就会立刻展开 秦海山神情凝重 五人当中 秦海山知道自己的战力 估计是最弱的 徐武成和佟林云两人不说 一个和翘近后期 一个和翘近中期 没有什么可比性 郭华生挥手可成镇 且从之前在院落中 展现出的冰山一角看 真的正面对上 秦海山自认绝对逃不了什么好 至于陈匪 秦海山都从心底里觉得 陈匪是联盟的头领 就知道秦海山对于陈匪 早已经是心服口服 五人当中最弱 那一旦遇到情况 在其他人自顾不暇的时候 秦海山知道自己 会是最危险的那个 因而 此刻秦海山的心神 其实是最紧绷的 努力感知着周围可能的异动 出城八十里 相安无事 不过五人的速度 也已经变得非常慢 不敢让自己所在的这朵云彩 看起来跟云海格格不入 半个时辰后 出城九十里 徐武成突然停下 同时右手举起 郭华生连忙 控制着聚云时停住 前面有海妖 绕路 徐武成的声音 在同龄云四人的耳边响起 徐武成指了另外一个方位 接着缓慢地向前飞去 同龄云四人小心地跟在后面 但才过片刻 徐武成又一下顿住 理由还是一样 前面又有海妖蹲守 徐武成神情不动 看了一眼周围 选择了另外一个方位 继续前行 兜兜转转 依靠徐武成的目力 五人有些艰难地 继续前行了二十多里 整个路程刚好过半 但是到了这个区域 蹲守的海妖密度 又开始增加了起来 这些全部都是三阶以上的海妖 它们相互之间 其实都有一段距离 但海妖可以使用心神观察 稍有异动 很容易就被发现 海妖因为跟人类身驱构造不同 心神无法像舞者这样惊喜 但是再粗糙 那也是心神的力量 所以徐武成带领所有人的速度 变得越发的缓慢 同时前进的方向开始改变 不再是直线前进 绕圈 徐武成就是想着 能不能找个防御 稍微宽松一点的地方 趁机进入 整个天空这么大 徐武成不相信 所有地方都警戒严密 绕了几刻钟 徐武成感觉到 前方蹲守的海妖数量 变得稀少了一些 徐武成倒是没有贸然带队踏入 离目标区域越近 海妖的数量就越多 显然海妖确实在准备一些东西 所以才会如此谨慎 既然这魔谨慎 这突然出现的警戒漏洞 多少就显得有些可疑 巨云时所化的白云 随风而动 徐武成看着前方 有些举气不定 无法使用心神 对于舞者的局限太大 至于徐武成如今施展的铜数 只能说一般 可以用 但并没有到非常精湛的程度 就是绝大部分河翘镜 可以接触到的那种铜数 跟顶尖势力当中的那种传承 没有可比性 徐武成境界达到河翘镜后期 平日理想的更多的是 如何踏入到河翘镜巅峰 对于这种普通的秘法 虽有花精力参悟 但不可能花所有精力在这个地方 前面有不少海妖蹲守住 陈匪的声音 在徐武成寄人的耳边响起 徐武成有些意外地看向陈匪 佟林云和郭华生同样如此 唯有秦海山 没石磨意外 当初在海岳洞府中 陈匪早就展示过 自己敏锐的洞察力 在方圆树十里内 都没有让对面的人发现 秦海山事后 有问过当时 在外面目睹了一切的余守成 余守成更是赞不绝口 你看得见那些海妖 徐武成低声道 徐武成倒是没有因为 陈匪修位之势和翘境初期 就直接否定陈匪的说法 徐武成知道自己的长相 自然也知道自己的弱相 实力虽然是在长武人中最降的 但在防御上 其实跟佟林云不相上下 至于布阵 不说一窍不通 但跟郭华生肯定没有丝毫可比性 至于治疗的力量 徐武成只能治疗自己 或者简单地救治他人 绝对无法做到 如陈匪这般 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 能看见一些 陈匪点了点头 指向前方 继续道 前方二十里内 海妖只有一只 但是过了二十里后 海妖数量会激增 这是一个陷阱 陈匪此刻没有使用天眼 只是简单地使用望星术 但望星术在陈匪诸多童术中 本就是望远能力最强的一个 其他几门童术 更多的是追缘速流 陈匪刚开始没有一下就跳出来 说让自己来指路 是因为陈匪不知道 徐武成的童术到底如何 永远不要小瞧其他的合窍镜 特别是修卫 比你高的合窍镜 徐武成是合窍镜后期强者 陈匪自然需要先看一下 而从刚才停留在这里 徐武成一直仇促不定 陈匪明白 徐武成能够看到的东西 要比自己少 看到陈匪说的如此详细 徐武成的神情不由的移动 十里外 刚才有几只海妖 徐武成并没有马上选择相信陈匪 而是指着来时的方向问道 三只 一只在驯卫十里的位置 一只在骊卫十五里 还有一只在昆卫二十一里 模样应该是长这般 陈匪说着 右手抓住几朵云彩 幻化成了自己看见的那只海妖的模样 是一只八爪鱼 但身上的触手远不止八只这个数量 佟林云和郭华生两人看了陈匪一眼 再看向徐武成 看陈匪说的阵阵有词 而且 竟然还将最里面的那只海妖模样 描绘了出来 这怎么看 都不像是随便乱说的样子 更关键的是 如今在海妖后方 真随便乱说 这完全是将自己 还有其他人往火坑带的节奏 徐武成精益地看着陈匪 前面两只海妖 陈匪说的方位 跟徐武成自己感知到的方位 一分不差 最让徐武成吃惊的 是陈匪说的最后一只海妖 徐武成有模糊地看着 那里有一只海妖蹲守 但也仅仅是模糊感应 甚至无法完全确定 只是依靠自己的经验判断 那里有异样 而陈匪不但指出了位置 甚至连海妖的模样 都刻画了出来 也就是说 再不动用心神 知识简单地使用铜术 陈匪就看清了二十里外的场景 甚至可能还要更远 如果是在空旷的地方 做到这点 自然不算什么 如今五人 是在云海当中 视野受到严重遮挡 要做到这点 绝非易事 佟林云和郭华生 看到了徐武成的表情 虽然徐武成还没有说话 但这个表情 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陈匪答对了 而且从徐武成的眼神中 恐怕陈匪刚才 展现出的铜术 还要超过徐武成的预料之外 佟林云的脸上 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这又会治疗 又会如此厉害的铜术 这徐武成随手抓的壮钉 竟然还抓到一个宝了 第五百四十七章 瞒天过海 秦海山在一旁 脸上也是带着笑容 但心中毫无波澜 因为秦海山早已知道 陈匪的铜术即为了德 通过徐武成的考验 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就秦海山知道的 陈匪最厉害的铜术 可还没施展出来 当初寻找那只人鬼 连幽名门的合窍镜后期 都奈何不得 最终不得不先放弃 但陈匪硬生生地 将人鬼挖了出来 好 徐武成的脸上 一下展开笑容 大家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任务 有人可以让人物 更加安全地完成 徐武成心里怎么可能不高兴 接下来就依靠你了 徐武成看着陈匪 郑重道 尽力 陈匪没有推辞 如果无法避开这些海妖的蹲守 那别说完成任务 恐怕连任务目标都还没靠近 就要被海妖群殴了 如今还没真正地深入后方 被发现的话 估计还来得及跑走 等会到了后面再被发现 在场能够跑走鸡个 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陈匪又手柄做剑指 抹过眉心 眉心裂开一条缝隙 一道光柱从中投出 天眼 不过跟陈匪以往施展出的天眼不同 以往天眼更注重对细节的挖掘 以此来追缘速流 但如今并不需要那么多细节 陈匪更多的是要看到更远的地方 以此规划出一条路线 所以 此刻陈匪直接以望星术为基底 其他鸡门铜树共同加持 让望星术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 这就是将几门铜树 全部修炼到大圆满 并且将其融合在一起后 这就是先触碰到功法的边界 接着再想法突破边界 徐武成既然有些好奇地 看着陈匪眉心的位置 知识一眼 他们就发现这门铜树的不凡 这样的铜树 竟然掌握在一个普通势力的合窍镜手中 徐武成既然猜测 陈匪的运道应该不俗 兴许获得过其他特殊的传承 千语盟发展这么多年 奇功绝学很多 不过有很多都失传 或者是残缺了 一些人偶尔发现洞府 就能得到前人的馈赠 陈匪的视野中 将前方数实力的情况尽收眼底 接着陈匪选择了一个方向 轻飘飘地向前飞去 徐武成四人跟在后面 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 世上很难有完美的事物 这些海妖组成的警戒圈 自然也是如此 那些海妖并非是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 他们会四处游异 寻找可能潜入的舞者 当然 这些海妖游异的范围 有被圈定 不能随意乱跑 但有范围 天然就会出现一些警戒的盲区 陈匪寻找的 就是这些盲区 一路没有停顿 陈匪带着徐武成四人 以一种极为缓慢 但又极为坚定的速度 向前飞住 不过片刻的功夫 直接前进了三十里 相比刚才徐武成的徘徊不定 不时地寻找空隙 陈匪这一路带着 简直行云流水 就好像那些海妖 特意避开了陈匪一般 这种事情自然是不可能发生 但给徐武成激人的感觉 就是如此 又前进了二十里 距离目标值 剩下五十里左右的时候 陈匪突然停了下来 同林云激人心头一跳 不解地看向陈匪 这前面一路都没停 此刻突然停下 是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了 徐武成没有说话 看着四周 神情满是凝重 在陈匪带路的时候 徐武成并不是直接休息 而是依旧用铜数观察四周 没有松懈 但是在深入三十里后 徐武成就发现 自己已经很难再寻找出路线 感觉四面八方都有海妖 稍微一不注意 就可能被这些海妖给察觉 而如今到了这里 徐武成更有一种 被四面围城的感觉 似乎往哪里走 都会被发现 直接被扣死在了原地 接着个人物前 徐武成知道 人物极难 不然也不会设定成 紧急任务的形态 但徐武成莫想到 这个人物竟然会这磨难 如果不是多了一个陈匪 徐武成在二十里外 就会停止前进 接着偷偷返回 想其他办法 但大概率上 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这重让海妖蹲守警戒 虽然方法很普通 但效果却是极好 要么就是真的可以瞒天过海 要么就是有绝世之力 直接打穿所有蹲守的海妖 直入目标位置 但两者 徐武成都不具备 和翘境后期很强 但面对这磨多海妖 徐武成也力有不歹啊 怎么了 童林云的声音在陈匪耳边响起 休息一下 童树号用了太多星神 陈匪眉心未知的光柱消散 转头低声道 相比以往使用天眼 陈匪这次是真的拼尽了全力 几乎用星神极限运转 就是担心出现什么意外 天眼本身就极好星神 又被陈匪这样运转 陈匪的星神自然有些吃不消 倒不是说此刻陈匪的星神已经见底 但陈匪肯定要留下一部分 以备不时之虚 虽然有天眼的帮助 刚才一路都非常顺利 但陈匪也无法保证 真的什么意外都不发生 服用这个 听到陈匪的话 徐武成心里一下松了一口气 不是无路可走 那就好 徐武成的手里出现一瓶丹药 直接递给了陈匪 陈匪看向徐武成 没有拒绝 接过药瓶 将其打开 无色无味 并没有什么宜人的药香 但陈匪却一眼认出了丹药的来头 萧神丹 三接上品丹药 而且是极为难得的 新神丹药 新神丹药虽说 没到可遇不可求的程度 但价值上却 十笔原力丹药要昂贵许多 更别说是三接上品的新神丹药 陈匪的乾坤袋内也有 被一些新神丹药 但是跟萧神丹相比 无疑要弱许多 陈匪养头将萧神丹服下 运转体内的原力 快速地炼化萧神丹的药力 不过片刻 一股清凉感出现在石海当中 开始滋养陈匪的新神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当中陈匪连续服用萧神丹 新神才有所恢复 这半个时辰里 巨云石所化的云朵随风飘荡 并没有停在云海当中一动不动 如果真的那样 恐怕一下就会被远处的海妖发现一样 陈匪的眼睛睁开 眉心的位置重新占放出一道光柱 陈匪扫了一眼周围 那些海妖所在的位置 相比刚才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陈匪身形微动 小心翼翼地向前飞去 五十里 四十里 三十里 距离任务目标的区域越来越近 陈匪飞行的速度也越来越慢 附近海妖的数量倒是没有变得更多 但是实力上却提升了很多 刚在外围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三阶初期的海妖 而到了这里 当中已经夹杂着不少三阶中期 甚至陈匪还在二十多里外 看现了数只三阶后期的海妖 如果能够看清里面的情况 我们就不继续前进 徐武成低声道 在这里 徐武成感受到的危险已经很大 但如果拼命之下 还是有机会逃出去的 可如果继续前进 一旦被周围的海妖察觉 徐武成就没有丝毫把握逃出去了 这种感觉太过刺激 自从修卫达到何俏镜后期 徐武成已经有太多年 没有这样的体验 徐武成都如此 同龄云机人自然更不必说 到了这里 如果被发现 徐武成可以逃走 他们是绝对逃不掉的 料想过人误会很艰难 但绝对没有想到 会艰难到如此地步 那个人物目标 在海妖心目的地位 未免太高了 竟然派了这魔多海妖 在外围警戒 这里海妖的密度 甚至超过了前几次小型的兽巢 陈飞点了点头 他也不想再深入了 虽然警戒的区域还有空隙 陈飞也可以把握住 这些稍纵即逝的机会 但是 可以给的容错率太低了 稍有不慎 就真的满盘皆输 面对前面那些三阶后期的海妖 随便来一只 恐怕徐武成一对异都难以完全镇压 那魔多之一起来 所有人都要变成海妖的食物 陈飞驶海当中的心神不断震展 眉心位置发出的光芒 变得越发的凝聚 三十里外的场景 被陈飞不断拉近 陈飞不敢随意 去看那些游异的三阶后期海妖 这种层次的海妖 对于外界窥探的目光极为的敏感 即便陈飞天眼的搜查很隐蔽 但还是不要冒险为好 那地方有光幕挡着 终于 陈飞看见了任务区域的情况 但最为核心的位置 却有一层黑色的光幕 将下方完全遮掩 能越过光幕 看到下方的情况吗 徐武成问道 虽然感觉这样问 有些强人所难 但都到了这里 就这样回去 等于没有完成任务 我试试 陈飞想了一下 双手开始结印 体内的原力 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运转起来 这是太玄天剑当中记录的一种秘法 主要来自幽冥门的幽冥眼 幽冥眼号称上探青明 下锁黄泉 其观察的方式 与普通的铜数 有着一些差别 陈飞眉心位置 放出一丝幽光 三十里外 那光幕突然微微波动了一下 一只三阶后七海妖的头颅一下扭转 看向了光幕的位置 接着双眼扫向四周 第五百四十八章 无相戒阵 随着三阶后七海妖的注目 狂暴的气势横扫四周 但看了片刻 这只海妖的眼神中露出一抹疑惑 不管是以心神 还是妖力 周围都没有发现异样 好 这只海妖的口中 发出一声咆哮 周围的海妖听到后 迅速地行动起来 妖力与心神交织在四面八方 三十里外 徐武城机人看到那些海妖反应 听着此起彼伏的吼叫声 神情不由地凝重起来 幸亏这里距离那边 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如果此刻他们 突进到十里之内 即便脸西环再不凡 也必定要被发现 陈飞神情不动 任由那些海妖嘶吼 眉心未止的天眼 始终保持着稳定 而除了第一下 那道黑色屏障波动了一下外 其他时间那屏障病 没有再出现异样 叶尔找了片刻 始终没有发现 异常的海妖们 逐渐消停了下来 徐武城四人看着陈飞 不知道陈飞的进展如何 是否突破了那层屏障的阻隔 如果连陈飞都没办法 那他们其他人 也将束手无策 到时候 只能原路返回到海域城中 将这里的情况 上报上去 虽然没有真正探明 黑色屏障后 到底是什么 但以海妖如此谨慎的态度上看 里面的东西 怕是非同小可 到时候 这个任务的等级会上升 跟他们 也就关系不大 毕竟想要在这摩多海妖 而且当中 还有三接后期海妖的环绕下 直接潜伏过去 一般的合翘镜 根本就做不到 再擅长潜伏 结果都是一样 也许唯有合翘镜巅峰 才有希望做到这一点 可谁也无法保证 如今他们看到的阵容 就是这些海妖 布置在这里的全部实力 当中如果也有 擅长潜伏的三接巅峰海妖 该如何 有三接巅峰海妖吗 还真有 许武成姬人知 看见了不少三接后期的海妖 而在陈匪的天眼下 一只三接巅峰海妖 其实就潜伏在黑色屏障之后 这层黑色屏障 有两层组成 那只三接巅峰海妖 就躲在第一层屏障后方 陈匪的目光 继续朝着第二层屏障探入 因为有了刚才的经验 此刻在探入第二层屏障 没有引起丝毫的波动 哼 一道爆裂声突然自远方传来 所有海妖的注意力 都被引到了那个方位 许武成的眉头微微一皱 远处荡漾开的气息中 有舞者的原力波动 面对海妖这种阵容 还会潜入进来的 大概率是另外一只接了任务的队伍 许武成倒不是担心 那只队伍人员的安危 而是担心那些人被发现 会不会拖累到自己等人 很冷酷的想法 但也极为的现实 遇到危险的时候 人的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会是保全自身 除非遇到危险的 是你的至亲之人 陈匪自然也听到了声音 但无暇他顾 石海中的心神剧烈的阵战 不断以密法绕开屏障的阻拦 这种双层屏障 想要窥探 难度太大 也就是陈匪的天眼熔练各种铜术密法 具备了各种特性 才有了这一探的可能 换作其他单一的铜术 无论是凤武阁的凤铜 还是幽冥们的幽冥眼 结果都是一样 终于 在陈匪心神消耗七成后 天眼之下 陈匪终于看见了屏障后的场景 外方内缘 屏障之后 是一个极为奇特的阵势 以陈匪对阵势的见识 一时之间 也便认不出此阵的作用 除了这个阵势 在最为中心的位置 还有一颗圆珠 在上下起伏住 每一次圆珠的浮动 都会引起四周天地元气的剧烈颤动 同时其自身大小 也会削减一圈 削减的幅度很小 但在陈匪的视野中 极为的明显 消失的部分 全部融入到阵势当中 陈匪右手画动 捏过一团云雾 将自己所见 展现在徐武成击人的面前 看到陈匪的动作 徐武成击人神情微动 这是看到屏障后的东西了 这魔块 在他们看来 有这魔多海妖环绕 这黑色屏障的能力 必定极强 想要将其突破 难度可想而知 随着陈匪右手捏动 一个外方内缘 带着圆珠镇式的云雾 出现在击人面前 徐武成眉头微皱 陈匪认不出 这是什么阵势 徐武成在阵法造诣上 可能比陈匪还不如 自然也瞧不出 这阵势是用来做什么的 既人转头看向郭华生 在这里面 也只有郭华生的阵势 造诣最强 郭华生盯着眼前的云雾 眼睛慢慢眯了起来 各种阵势在脑海当中画过 但又被郭华生一一否定 能不能看清阵纹 还有圆珠上的细痕 郭华生低声问道 想要最终确定阵势的效果 只能从这些细节上去判断了 我试试 陈匪识海当中 龙像咆哮的声音响起 这是陈匪强行压迫自己的心神 龙像阵神自动运转 护持住心神 不让心神崩溃 而随着龙像咆哮的声音响起 天眼视野下的细节 越发的清晰 阵势上的阵纹 本就细不可查 更有天地元气在上面震荡 想要破开这些阻隔 太过艰难 但都到了这里 只看到各阵势 任务像当于没有完成 因为你都判断不出 阵势是做什么的 这样回去禀报 等于什么结果都没有提供 陈匪又手并做剑指 在面前的云雾上 将看到的阵纹 不断捐刻上去 行神兼备 陈匪几乎将自己所剑 完全复刻在云雾上 随着陈匪阵纹不断捐刻 郭华生眼中的闪过树道光滑 眼神当中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但郭华生还无法完全确定 是不是自己猜想的那套阵势 可以了 看那颗圆珠 郭华生急声道 好 陈匪点了点头 目光尚移 看向了圆珠 相比阵势上的阵纹 圆珠上影响观察的因素少了很多 陈匪很轻易地看见了圆珠的细痕 陈匪继续右手捐刻 圆珠上的细痕一一展现在圆珠上 不过片刻 云雾所化的圆珠上 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条纹 相比外方内原阵势的阵纹 这圆珠上的细痕数量倒是一点都不少 甚至还有更多 无相戒阵 这是无相戒阵 待看到圆珠上的细痕 郭华生惊声道 无相戒阵 那门传送法阵 佟麟云听到郭华生的话 总感觉在哪听过 接着一下反应过来 这不是失传已久的传送阵吗 传闻可以将人获物 定向传送到千里之外 如果有好的戒时镇压法阵 万里之外也知识等闲的距离 甚至更远都有可能 但这门法阵早已经失传 如今竟然在海妖这边 发现了这种阵势 海妖相比人类 心神上的操控极为的粗糙 这是种族特性决定 就如海妖的体魄 天生就比较强大 因而阵势这种东西 一般的海妖根本无法布阵 更别说是无相戒阵这重级别的阵法 当初这门阵法 在千里蒙没有失传的时候 能够掌控的人都寥寥无几 最后也正是因为太难掌握 又恰逢一些其他原因 无相戒阵才在千里蒙中消失不现 只留下一点点击描述 以及残缺的阵纹 这海妖是打算去海玉城的后方 秦海山皱着眉头道 估计还有其他目的 我们将看到的上报便渴 徐武城低声道 看向了陈斐 陈斐点了点头 扶下一颗消神丹 控制着聚匀时 缓慢地向后方飘去 刚才远方传来的战斗波动 此刻已经完全消失 不知道是人跑走了 还是被海妖消灭 不过黑色屏障附近的三街后七海妖 大部分都没有动身前往那边 显然担心是声东击西的策略 在他们心目中 人类舞者都极为的狡猾 相比击杀几个人类 守住这里的东西显然更加重要 陈斐带着徐武城击人 撤离得极有耐心 中途还停下恢复了一下心神力 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急不得 随着周围不再出现三街后七的海妖 徐武城击人的神情明显放松了不少 到了这个位置 即便被发现 分批逃走的希望也非常的大 不像之前的位置 只要被发现 几乎没有逃生的可能 两个时辰后 陈斐五人离开无相街镇百里之外 这里的海妖已经稀少 即便他们显露出身形 可能都不用担心海妖的追杀 毕竟徐武城和翘境后期的气息 一般的三街海妖 在数量不足的时候 根本就不敢上前 徐武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同林云击人也是如此 这人物 过程虽然惊险 但总算没有出现什么纰漏 相比另外一个接人物的队伍 他们更算是极为幸运 且将见到的情况回去上报 任务奖励起码 能够拿下大半 毕竟就这个任务难度而言 几乎没有和翘境巅峰的参与 就不太可能完成 海玉城外八十里处 这里几乎已经看不现海妖的踪影 算是海玉城和海妖之间的缓冲带 陈斐机人已经撤掉聚云时 准备全速赶回海玉城 突然 陈斐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徐武城也警惕地停住了身形 同林云三人有些疑惑 但还是提起了警惕 眼睛不断看着四周 第五百四十九章 狂 哪位朋友在这跟徐某开玩笑 如今在战时 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徐武城看着前方 低声喝道 陈斐眼睛眯起 就是因为感知到了 有人潜伏在了暗处 徐武城身为何撬近后期强者 对于危险的感知 自然也是极强 一下就发觉出了不对劲 一直传闻阁下的 踏海绝集为了得 如今相见 果然文明不如见面 轻笑声响起 一道身影自虚空中浮现而出 看向了徐武城 对于徐武城身后的其他人 没有看上眼 佟林云一下握紧了手中的巨刃 郭华生也是扣住阵盘 来人同样是何撬近后期修备 以他们的力量难以匹敌 但这并没有让佟林云寄人退缩 阁下何人 蓝徐某坐肾 徐武城看着来人 目光当中满是冷色 有些是想要向徐兄求证一下 不知徐兄可否赏脸 跟我们走一趟 来人脸上满是笑容 但眼神当中却没有丝毫的笑意 跑 徐武城突然一声低含 一道光滑自其乾坤袋中飞出 但还莫来得及在半空中炸开 一道剑光突然出现 将这道光滑打碎 郑陵符算是一种预警的浮路 百里之内都能看见 这里距离海域城不足百里 郑陵符的波动海域城是可以直接看见 但郑陵符还莫真正起作用 就被对面那人打散 陈匪抓住一旁的秦海山 身形晃动 一下消失在了原地 对面根本就不止来了一个和撬近后期 而是整整三个 还有两个躲在暗处 更加隐蔽 更加的难以察觉 但是 陈匪连和撬近巅峰的窥探 都可以发现 这和撬近后期的埋伏 自然一下就被陈匪发掘 徐武城没有陈匪这模夸张的感应能力 但多年的厮杀 徐武城的经验更加的老道 都不需要看线 徐武城都知道 暗处必定还藏了人 而在得到陈匪的提醒 并且确认了对方另外两个和撬近后期的位置后 徐武城直接遣散了整个队伍 面对三个和撬近后期 五人合力并不会改变任何结果 反而所有人四散而逃 希望还更大一些 佟林云和郭华生也没有任何犹豫 身形一下冲进了海水当中 相比天空中的一览无余 显然海底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面对其他和撬近的追杀 活下来的希望也会更大 陈匪抓着秦海山 在潜入到海水中后 以极快的速度 画出一条弧线 朝着海域城的方向赶去 千语蒙出内鬼了 他们才刚从海腰的后方回来 这边就蹲守了三个和撬近后期 显然是不希望 他们将看到的情况 回禀给海域城 也许这三个和撬近后期 也不知道徐武城机人 有没有真的看见无相戒症 但宁杀错 不放过 如果不是脸熄环 是海域城内发放 当中无法放置后门 当徐武城机人在海腰后方的时候 就直接引爆脸熄环 让脸熄环失笑 还好 这些内鬼 如今还做不到这种程度 但徐武城揭取任务的具体消息 还是被人出卖了 才有了如今这样的一幕 陈匪施展玄天盾 即便在海水当中 速度都是极快 秦海山的气息有些起伏 毕竟面对的是和撬近后期 以秦海山的修为境界 真面对着重强者 连像样的反抗都做不出多少 被斩杀 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突然 陈匪的身形微盾 本是向着海域城的方向一下转折 朝着更边远的位置冲去 但不过片刻 陈匪又停了下来 接着朝着另外一个位置冲去 中间转转停停 陈匪的脸色逐渐变得凝沉下来 一刻钟后 陈匪的身形冲出海面 停在了半空之中 这里距离刚才遇到和撬近后期的地方 已经偏离了数十里 距离海域城不但没有更近 反而还更远了一些 倒是继续跑啊 怎么不跑了 细血的声音响彻四周 两道身影出现在半空中 赵承忠和宁言顶居高临下的 看着陈匪两人 秦海山看着出现的两个人 脸色一下变得苍白 和撬近中期 而且还是两个 一个和撬近中期 就足以击杀两个和撬近初期的舞者 更别说两个 秦海山终于明白 陈匪刚才为何一直兜兜转转 原来他们身后一直追着这两个人 这没有死在一群三街海妖的手中 反而要葬身在自己人类手中 不得不说 这是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情 陈匪 你自己走 不带我 你的身法可以甩掉他们 秦海山对着陈匪传阴道 即便是死 秦海山也想死得有价值一些 这些人越不想让无相接阵的消息传回去 秦海山就越要传到海玉城 到时候 海玉城彻查下 兴许还能将这些内鬼的消息 一个个挖出 到时候 秦海山即便是死了 骑马之后 还有这些人作伴 你先走 我抵挡一阵 不用担心我 和撬近后期还在数十例外 陈匪没有多说什么 将秦海山一把扔出 转头看向了赵承忠和宁年顶 刚才要不是 为了远离那些和撬近后期 陈匪也不会中间兜兜转转 秦海山在远处看着陈匪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与感动 没有耽搁 秦海山身形化作残影 消失在了原地 抵挡一阵 你倒是真的看得起自己啊 赵承忠大声嘲弄道 身形闪烁 一下冲向了陈匪 赵承忠要让陈匪瞧一瞧 和撬近中期 跟和撬近初期 两者之间 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 如果陈匪一心要走 赵承忠短时间内 还真的抓不住陈匪 最多就是逼迫陈匪 不得不远离海玉城 结果如今对方 竟然要孤身抵挡 简直鱼不可及 宁年顶看到赵承忠冲向陈匪 宁年顶则是追向了秦海山 这次上面传下来的要求 就是一个都不许放过 不然也不会特意派了他们两个人 一人杀一个 确保万无一失 秀 宁年顶的身形 突然微微一毒 一道灵力的剑原 从其眼前一闪而过 宁年顶有些压抑地 看向陈匪的方向 这个刚突破和 撬近墨基年的人 竟然真的想要将他们两个 暂时地留在这里 何等狂妄 何等的无知 赵承忠也看到了 陈匪向宁年顶打出的剑原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好久没有遇到 这么嚣张的人了 这是真的 对自己充满自信 还是虚张声势 赵承忠出现在陈匪面前 一剑刺了出去 磅礴的气势 随着赵承忠的出手 一下充斥在四面八方 但很快 这些气势倒卷而回 知识眨眼就全部收敛到 赵承忠的剑刃中 让赵承忠这一剑的剑势 越发的惊人 欠气绝 气通气 但无疑更加玄妙一些 以气欲试 以试斩人 和翘境中期 相比和翘境初期 除了对功法的领悟上 更加高声外 体内合翘的膨胀 让其每一次的出手 原力都比和翘境初期 磅礴得多 功法不如人 力量不如人 和翘境初期 和和翘境中期 存在着天然的差距 这种差距 很难依靠外物来弥补 除非你手持一件上品法宝 倒是有希望完成这种对抗 但也可能因为 你手持上品法宝 会让和翘境中期 更加执意地杀你 原因也很简单 上品法宝对于 和翘境中期而言 充满了诱惑力 无论是自用 还是拿去买卖 上品法宝产生的价值 都太大 三道波动 自陈匪的身上荡漾开来 三门禁法直接开启 陈匪的气息 自和翘境初期 一下冲破到 和翘境中期的位置 一旦全力出手 气息就无法掩盖 陈匪气息冲破 和翘境中期的界限后 并没有停止 在三门禁法的作用下 气息直冲云霄 卷动四方元气 陈匪向前踏出一步 鞋底之下 是突然凹陷 远看之下 犹如巨人脚掌 探入了海水之中 陈匪体内血流 急速流转 细听之下 犹如龙象咆哮 和翘境后期的体魄 被完全激发 距离自脚底 一路延伸到全身各处 正 前缘剑发出 铿锵的剑鸣声 陈匪一剑向前刺出 赵诚中的眼珠子 一下更大 陈匪气息的变化 太过出乎意料 还有这一下 激发三门禁法 更是让赵诚中 始料未及 如果陈匪 还是和翘境初期 激发三门禁法 那不过是垂死挣扎 但同为何 翘境中期 却激发了三门禁法 这简直是在屠杀 赵诚中体内的剑气 一下爆发 剑境的力量 在肆意流转 不知不觉 赵诚中也一下 进入了拼命的状态 哄 爆裂的声响直冲云霄 海面下沉数十米 无数海水 被狂暴的力量 打成水雾 将陈匪两人的身影 掩盖在其中 宁眼鼎站在不远处 看着所有一切的发生 根本来不及 支援赵诚中 一切发生得太快 也转变得太快 一道身影 突然自水雾中倒飞而出 正是赵诚中 此刻的赵诚中 以精变体鳞伤 气息奄奄 宁眼鼎身形化作虚影 刚要接应赵诚中 突然看到水雾中探出一只手 静止抓住了赵诚中的脚踝 下一刻 陈匪自水雾中走出 一剑削过了赵诚中的脖梗 赵诚中眼珠瞪圆 眼神当中满是 惊惧与不甘 气息彻底消散 宁眼鼎的身形 一下僵在了原地 第五百五十章 镇杀 和翘境中期的赵诚中 竟然被一剑撩手 宁眼鼎的修卫 也只是比赵诚中 稍胜一筹而已 明明得到的消息 这个叫陈匪的修卫之 是何翘境初期 如今变成何翘境中期不说 战力还如此的夸张 看此刻陈匪的气息 赤裂如火 却丝毫没有外强中前的模样 显然激发三门禁法 对于对方而言 根本就不是什么拼命的状态 这是什么攻法和体魄 竟然可以是三门禁法如无物 即便是那些顶尖势力中的天骄 也绝对做不到这种程度 这需要将自己的身躯 锤炼到什么程度 才能如此 宁眼鼎上次陷到这种施展禁法 用于日常战斗的 对方也只是使用一种禁法而已 当时宁眼鼎已经觉得足够夸张 如今才发现更夸张的竟然在这里 赵成忠都被这样斩杀 那他宁眼鼎该拿什么来抵挡 宁眼鼎没有丝毫的犹豫 身形闪烁 一下冲进了海水当中 刚才他还是猎人 追在陈匪两人身后 犹如猫抓老鼠 戏谑陈匪可以逃到什么程度 如今宁眼鼎恨不得多伸两条腿 让自己跑得更快一些 林翠自赵成忠的体内飞出 进入到了前缘舰内 陈匪右手挥过 赵成忠的身体化成了飞灰 同时此地属于陈匪 以及赵成忠的气息被彻底斩除 陈匪将赵成忠的乾坤带收入袖中 转头看了一眼宁眼鼎消失的位置 身形闪动 消失在了原地 宁眼鼎拼命地逃跑 其他地方都不够安全 唯有逃到合翘境后期强者身边 宁眼鼎才能有一点安全感 但刚才陈匪逃离的位置 就是尽量远离和翘境后期 对面足足三个合翘境后期 徐武成如果没来得及逃跑 那战斗结束的时间将会非常快 这里距离海域城将近百里 其实以山海境的感知 是可以发现这里战斗波动 别说是山海境 就是和翘境都会有一点察觉 但如今是在战时 这片海域上发生战斗 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不可能这里发生了战斗 山海境就跑过来看一下 山海境非常强 但并没有到无所不能的程度 无从得知这里的具体情况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些内鬼才会有恃无恐的选择 在这里出手 而以他们准备的力量 大体上确实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沙徐武成的是三个和翘境后期 沙尘匪这明面上的和翘境初期 出动了和翘境中期 沙同陵云则是出动三个和翘境中期 对方出手的人当中 就没有和翘境中期以下的 以这样数倍于这边实力的力量 几乎不可能有失守的可能 除非突然冒出一个和翘境巅峰 但这概率太低 宁言鼎刚才也是这魔想 赵承忠自然也是如此 全然没有将这次的任务当回事 毕竟境界的优势太大 结果如今 赵承忠被一招打跪 宁言鼎如丧家之犬般逃窜 宁言鼎倒是不在乎 狼狈不狼狈 他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 回去将秦框炳报给和翘境后期 到时候 自然有人可以收拾陈匪 陈匪如今 展现出和翘境中期的实力 已经足够夸张 总不能再变成和翘境后期吧 宁言鼎算着距离 没有感应到后方追来的气息 刚要松一口气 突然一阵波动在前方出现 接着陈匪自虚空中走出 怎么会这么快 之前追击陈匪两人的时候 陈匪展现出的身法 虽然很厉害 让他们一时之间都无法追上 但绝对没到如今这个程度 不过待宁言鼎看 清陈匪身上此刻荡漾开的气息后 突然醒悟 这小子之前展现的 知识和翘境初期的修为 显然对方当时根本没有用出权力 斩杀赵承忠的时候 才真正展现出来 饶我一命 你想要知道什么 我全部告诉你 宁言鼎大声道 不用 我想知道的 我自己看 陈匪摇了摇头 身形闪动 人已经到了宁言鼎的面前 听到陈匪的话 宁言鼎的眼睛不由得睁大 表情一下变得猙獰 他只是想要活命而已 这样卑微的请求 魏师魔不给他机会 想让我死 你也别想好过 宁言鼎大声吼叫起来 体内的原力骤然暴动 三门禁法 相比赵承忠 宁言鼎除了修为更胜一筹 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 也特意修行击门禁法 原因就是 当初看到了那名天骄 可以随意施展一门禁法 让宁言鼎也想要尝试一番 最终宁言鼎发现 自己跟那些天骄确实有着差别 即便只施展一门禁法 宁言鼎也会元气大伤 甚至施展的时间稍久一些 还会留下极其严重的后遗症 甚至是身死 不过即便知道自己跟天骄有差距 宁言鼎还是收集了不少禁法 想要在当中找出一种副作用低 但提升实力多的 至今 宁言鼎没有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禁法 但也因此 宁言鼎学了不少禁法在身 因而 此刻一施展 也是三门禁法起初 直到陈斐莫打算放过自己 宁言鼎也是豁出了一切 仿佛是这种破釜沉舟一般的心境 此刻宁言鼎突然发现 自己竟然掌控住了三门禁法 一股无与伦比 远比以往强大太多的力量 在宁言鼎体内荡漾开来 宁言鼎的眼睛一下亮起 这种力量 不说将陈斐斩杀 但起码逃生的可能性大增 且以如今掌控禁法的程度而言 事后即便元气大伤 甚至宁言鼎勇无法存禁 但跟性命比起来 这些反倒是无关紧要 而且 如果此刻施展四门禁法 是不是可以将陈斐重创 甚至是斩杀 哇 虚空突然犯起褶皱 十几道剑光刺入了宁言鼎的石海当中 宁言鼎此刻因为施展禁法 石海当中的心神早已沸腾 这是施展禁法后 对于心神的一种防护 一般的心神技 根本无法撼动对方的心神 甚至贸然用心神技 还会反伤到自己 即便是和翘近后期 在这重情况下 都不会使用心神技 得不偿失 直接用更将的力量 强行震杀便可 宁言鼎感觉到 陈斐使用心神技攻击自己 也是震了一下 那十几道剑光根本连撼动到 他石海都做不到 更别说伤到他的心神 知识还未带宁言鼎脸上露出冷嘲 又是十几道剑光打来 十几道剑光之后 还有十几道连绵不绝 一刻不停 心神的攻击 在如此短的距离下 几乎是转瞬极致 宁言鼎沸腾的心神 抗住了二三十道剑光后 石海不可抑制地颤动了起来 几乎没给宁言鼎反应的时间 几乎是眨眼之间 宁言鼎的心神就震荡 接着受创 宁言鼎本来勉强 掌控住三门禁法的力量 随着心神的创伤 体内那微弱的平衡 被骤然打破 无法掌控的力量 那就是炸药筒 特别还是这种 禁法催发出来的力量 更加的狂暴 也更加的难以驯服 几言鼎之前算是机缘巧合 完成了三门禁法的催动 但如今 随着心神失控 体内的力量 还没有真正打出 就开始反噬自身 陈匪自始至终 神情都没有变化 随着几言鼎体内原力暴走 陈匪一剑刺了过去 吃 细密的剑刃 穿过血肉的声响 几言鼎的身体一僵 双眼直直地看着陈匪 嘴巴微微颤动 眼神当中满是不甘 不甘是这样的 不甘是这样的 宁言鼎南南自语 身体向后倒去 心中满是悔恨与不解 明明施展三门禁法成功 看到了可以逃脱升天的希望 结果陈匪的心神技砸来 直接将他体内的力量 砸到尸横 陈匪杀他 竟是比杀赵城中 还要轻松许多 陈匪的心神 为时魔可以经受得住 这样的反正 这没有道理啊 体魄以精强地让人看不明白 对原理的操控 也是精细入微 随意施展禁法 不怕反噬 如今连心神技都还是这样 完全没有一丝道理可言 宁言鼎心里的不解与不甘 成了执念一般 刻在了神魂当中 偏偏没人解答他的疑惑 陈匪看着宁言鼎倒下 开始施展入梦觉 相比当初的扣元衡 这次陈匪对宁言鼎施展入梦觉 要轻松了许多 宁言鼎拼命之下施展三门禁法 如今被反噬 不仅是身躯被摧毁的不成模样 就连石海也被失控的元神 打得千疮百孔 因而陈匪很是顺利地 降入梦觉 打到了宁言鼎的心神中 宁言鼎的心神之 是向止性地拨动了一下 就被完全蒙蔽 只用了极短的时间 陈匪看完了想要了解的东西 接着一剑将宁言鼎彻底斩杀 并将其化作飞灰 图灵树下 宁言鼎身体中的灵粹 继续进入到前缘剑中 前缘剑发出低昂的剑名声 四周有关陈匪跟宁言鼎的气息 一并被斩除 陈匪收起宁言鼎的法宝 以及乾坤袋 眉心为止天眼打开 陈匪扫了一眼四周 想要找出安全返回海域城的路线 突然看到其中一条黑线 在黑线周围观察了片刻 与返回的路线并不冲突 陈匪想了一下 身形化作虚影 消失在了原地 第551章 偷袭 百里之外 徐武诚身形化作虚影 在半空之中不断闪烁 有时候更会钻入海底当中 但无论徐武诚如何闪躲 如何躲避 身边始终有两道身影 不断朝着他攻击 还有一道则在外围四击攻击 徐武诚苦苦防守 有时候奋力将其中一人打飞 但马上外围那人就会瞅准机会 在徐武诚身上留下一道巨大的伤口 徐武诚的实力算是极为不凡 距离和翘境巅峰 算是只有半步之有 不过境界当中 并没有半步和翘境巅峰的说法 不少修为身后的和翘境后期 其实都距离和翘境巅峰之 有一些距离 但就是这一点距离 将它们硬生生地卡在那里 修为上无法继续增长 徐武诚也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数年之前 徐武诚有过一段奇遇 在一个海底深处 发现了一株灵植 这灵植的具体等级 徐武诚当时也判断不清楚 但将其服用之后 徐武诚体内的原力 在和翘境后期的基础上 再度精纯了几分 凡是和翘境后期 体内的和翘 都要经过三次的塌陷 这和翘塌陷一次 其实就是将体内的原力精纯一回 第三次塌陷 将和翘的大小 恢复到刚突破和翘境初期时候 就算正式踏入到和翘境后期 而像十大势力当中的顶尖功法 传闻和翘第三次塌陷的时候 可以将和翘精纯到 比最初和翘还要小的程度 这是不传之秘 也是十大势力的功法 可以踏入到和翘境巅峰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其他和翘境 不是说无法踏入到和翘境巅峰 但无疑会更加的艰难 徐武诚这么多年 不断地探寻和翘境巅峰之路 就是因为自己的和翘 满足了这个基础条件 因而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此刻的徐武诚 在一些方面 跟那些顶尖势力中的和翘境后期战里 有些相像 也正是如此 徐武诚才能在三个和翘境后期的围攻下 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 但双拳难敌四手 徐武诚在实力上 并没有完全超脱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如今坚持着魔九 也终于了支撑不住的程度 徐武诚神情凝沉如水 他没想到 在众多海妖的环绕下 他都可以安全地进出 并且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结果打算返回海域城的路上 却被同位人类的武者扶杀 不得不说 这是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情 不过徐武诚没有呵斥 也没有暴怒 这方世界 利益未重 普通人类如此 武者更是这样 对面的这些合窍境后妻 宁愿做内鬼 也要跟海妖同流合污 显然是海妖那边 给出了更加庞大的利益 才会让他们如此 他们也许没打算 让千语蒙彻底失败 但趁着两方厮杀 从中获得自身的利益 只要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 哪里会管其他人的死活 只要自己能够活得更好 修为境界上 可以不断进步便可 哄 一声巨响 海水被力道阵地冲天而起 将天空的红日遮掩 徐武成的身形如断线的风筝 一头砸在了海面上 一口血雾在半空中飘荡 徐武成的气息一落千丈 一到前后贯穿的伤口 出现在心脏附近 只要攻击再偏移一些 此刻徐武成的心脏早已破碎 对于和翘尽后期而言 心脏破碎虽然不会立刻死掉 但也实现不多 即便一些疗伤剩药 可以肉白骨 但敌人根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你该知道 我刚才手下留情了 寇文是飘在半空中 居高临下地看着下方被他们拘禁的徐武成 怎么 想要老夫那头败谢 徐武成大声笑了起来 你这一身修为 这样死了 太过可惜 给你一个选择 假如我们 你的命便可以留下 寇文是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徐武成的笑声不由地一读 看着寇文是三人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能活着 默认愿意去死 徐武成身为何翘近后期强者 自然更是如此 徐武成如今距离受限 还有足足数十年的时间 这数十年里 即便徐武成什么都不做 每天都可以过得逍遥自在 无论去到哪里 都是做上宾 即便是在顶尖势力当中 徐武成去拜访 也是贵客的待遇 且徐武成对于何翘近巅峰还有念想 他想要踏上更高的武学境界 他想看看 在上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景 你要如何 徐武成沉生道 哈哈 听到徐武成的话 寇文是大声地笑了起来 其身旁的两人也露出了笑意 就如寇文是所言 何翘近后期的修为 就这样简单地死去 未免太过可惜 如果能够用得好 何翘近后期 胜过不知多少的普通何翘近 百里之外一座海岛上 郭华生双手化作残影 无数的振文 投入前方的阵势当中 加固阵势的力量 哄 阵势当中突然爆出巨大的声响 郭华生脸色骤然一白 一口血雾不由自主地喷出 但即便如此 郭华生也没有停下手印 继续加固阵势 周围天地缘气 随着阵势的起伏 散发出巨大的声势 光滑流转 阵势内的那个人 身上气息逐渐被压缩 仿佛真的要被镇压一般 砰砰砰 阵势中 又是一连串的碰撞声 每一次的撞击 郭华生的脸色 就要苍白一分 身上的气息 也要衰减一筹 但即便如此 郭华生的神情 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还差一些 只剩下一些 他就可以将阵室内的那个 和翘境中期镇压 虽然这重阵压之 能持续一段时间 但郭华生完全可以 趁着这点时间 返回到海域城中 以一个和翘境初期的修备 当面对抗和翘境中期 虽然没有做到斩杀 但单单是这种围困 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正常而言 和翘境初期 对上和翘境中期 被斩杀之 是时间问题 是 一把匕首的笔尖 突然在郭华生的前胸透出 郭华生的动作 不由得一读 有些不可思议地 看向自己的胸口 难怪上面 说要留你一命 这种阵势能力 童街难寻 一道声音 在郭华生的耳边响起 郭华生还未来得及反应 突然感觉到 实海剧痛 陷入了昏厥中 没有了郭华生的掌控 前方阵势的运转出现破绽 爆裂声中 一道身影冲出 正是刚才被围困的 那个和翘境中期 为了生擒郭华生 这边直接派出了两个 和翘境中期前来 郭华生没有感知到 另外一人 被直接制服在这 另外一处无人的海岛上 佟林云手持巨刃 化作一片刀幕 将周围袭来的攻击 全部阻挡在外 刀幕气势磅礴 每一下都是大力尘 仿佛要将阻挡在前方的东西 一刀两断 在短时间的防御上 就连许武成都觉得 佟林云与自己不相上下 可想而知 佟林云的防御力 到了什么程度 佟林云相当于和翘境后期的防御 也只是短时间的 面对三个和翘境中期持续的围攻 佟林云已经坚持了一段时间 换其他和翘境中期 面对三个同阶围攻 恐怕早已崩溃 佟林云没有崩溃 但也已精知撑不了多久 佟林云的身法比较一般 不然依靠这样的防御 完全可以边打边退 有很大的希望 退回到海域城 但持有所短 佟林云修行的攻法 注定了骑在身法上 难有什么剑术 除非能够寻到一门更强的攻法 将目前所修的覆盖掉 才有可能改变身法的劣势 但顶尖的攻法 又岂是说找到 就能找到的 死 冰刃化过空气 发出刺耳的嘶鸣声 佟林云的刀势 突然微微一毒 防御出现破绽 一道血花在右肩上战开 身可陷骨 血肉在寝刻间就消失了大半 就如被什么东西啃势了一般 佟林云的脸色不由得一白 无缺的手势被彻底打破 破绽开始逐渐变多 身上的血痕逐渐变多 每一道都深可见骨 佟林云的败亡 几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逃无可逃 也无路可逃 围攻的三个河翘境中期 也丝毫没有要劝降的意思 只想将佟林云斩杀在此 急 佟林云低贺一声 体内禁法展开 手中刀势陡然剑又生腾而起 将对面三人破开 佟林云趁机转身逃走 但很快 佟林云又被截住 廖明雷 康宏道三人 攻势放缓 没有硬碰硬 片刻后 禁法时间一过 佟林云的气势一落千丈 生死 只在寝客之间 佟林云的眼神中露出一抹凄凉 没有跪地 没有求饶 虽是不舍 但佟林云即便是走 也想走得干脆一些 可惜 廖明雷看着佟林云的模样 微微摇头 突然 廖明雷的心神微动 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身形突兀间向前踏出一步 身形闪烁到数米之外 一道剑刃 翘无声息地 刺在了廖明雷原先所在的位置 陈斐的身影显露了出来 廖明雷转身看向陈斐 脸上露出一抹凝笑 康宏道和周仲义 也计较地看向陈斐 佟林云看向陈斐 脸上露出意外 他没想到 陈斐会来救他 可此举虽好 但未免太过满涌了一些 对面可是三个和翘境中期啊 偷袭 廖明雷即笑道 就这种水平 就和翘境初期的修位 竟然也敢偷袭 见笑了 陈斐点了点头 偷袭却实不适合他 起码泰玄天剑大员满前 都不适合刺杀 陈斐向前踏出一步 来到了廖明雷面前 阴隐秘 而停转的三门进法 再次开启 磅礴的气势 瞬间冲天而起 龙向咆哮的声音 冲斥四方 廖明雷本是机翘的面容 一下卡在了那里 第552章 一剑杀一人 出手就祭出三门进法 还有这和翘境中期的修位 是怎么回事 廖明雷认出 陈斐是这次目标之一 不过负责追杀陈斐的 是另外两人 陈斐出现在这 廖明雷刚开始以为 是陈斐运气后 逃脱了追杀 如今 在看着修位这气息 追杀陈斐的人 此刻怕是凶多吉少了呀 负责收集目标资料的人 是个饭桶吗 竟然将陈斐这个人的信息 错落得这模严重 廖明雷心中破口大骂 手中的刀刃 已经举了起来 架在了面前 全身的气息也骤然沸腾 如风四吏 玉手于弓 廖明雷对陈斐的感官 已经从刚开始的嘲讽 到了如今严阵以待 因为对于陈斐的轻视 康宏道和周仲义距离稍远 此刻已经来不及持缘 廖明雷只想驻先挡下 陈斐这一招再说 童林云此刻已经重伤 不足畏惧 等会儿三人围攻陈斐 只要等待陈斐施展进法的时间过去 一样可以斩杀 哄 一道波动自两个交手的位置扩散开来 感受着陈斐坚韧上传来的力量 廖明雷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瞪大 尽管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 也预想过陈斐这一件汇集位强大 但廖明雷没有想到 这力量可以夸张到这种程度 即便是施展三门进法 也不该如此啊 碰 廖明雷手中的刀刃 直接反弹 砸在自己的胸口上 血物弥漫 胸口血肉模糊 防御的刀势一下被打破 廖明雷控制不住身形 向后倒飞而出 以惊冲向陈斐的康宏道两人 陷到这一幕 心头不由的一阵 一剑将廖明雷打成重伤 这实力是不是太过夸张了一些 这是从哪冒出的怪物 哇 康宏道和周仲义两人 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立马激发了功法当中的进法 身体的气息骤然提升一减 事情还没有到最糟糕的程度 他们两人如今还完好无损 和两人之力 应该可以勉强抵挡住陈斐的攻击 且廖明雷此刻虽是重伤 但一战之力还是有的 磨命之下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 尤未可知 此刻要是反身就跑 反而才是最为危险的情况 很容易被逐个击破 秀 佟林云突然出现在陈斐的身旁 持人看着康宏道两人 我挡住他们 你将那个人先杀了 佟林云低声道 陈斐突然爆发出的实力 不但惊到了廖明雷他们 同样也将佟林云给吓了一跳 之前一起做任务 陈斐可是一直跟他们待在一起 那魔镜的距离下 佟林云都莫发现陈斐的境界 竟然已经是和翘境中期了 别说佟林云 甚至是和翘境后期的徐武成 都莫发现异样 只将陈斐当成一个和翘境初期对待 当然 任务过程中 陈斐表现出了极其惊艳的童树 但童树是童树 修为境界是修为境界 这是两码事 就像郭华生 他的阵法造诣就非常高 但修为就是和翘境初期 陈斐一剑斩飞撂明雷 让佟林云求生的欲望 一下被激发了出来 能活着 谁也不愿意这样简单地死去 童林云自然也不例外 好 陈斐点了点头 身形闪烁 一下追上了廖明雷 相比之前陈斐第一个斩杀的造成中 廖明雷的实力无疑要强上不守 大致跟宁言顶向差无几 不过对于陈斐而言 区别并不大 一件不行 无非就是第二件的事情 滚开 看到童林云挡在前面 康宏道两人大声喝道 这要是让陈斐将廖明雷斩杀 他们这边的实力将近一步减弱 最后能不能挡住陈斐 可就说不清楚了 看到康宏道两人着急的模样 童林云大声地笑了起来 刚才童林云独自一人面对康宏道三人 三人就如猫戏老鼠般 不急不缓 如今情况发生变化 康宏道两人的心境也被打破 童林云此刻已经重伤 但防守的能力还有不少 童林云的攻法 本就以防守著称 少了廖明雷一人 康宏道两个虽然施展了进法 但压力并没有高出太多 哼 童林云巨刃卷动 将想要强行绕开的周仲义 和康宏道两人卷了进来 爆裂声中 童林云一口血雾喷出 面如白纸 童林云向后踏出树部 将虚空踩出连衣 伤上加伤 但童林云也将康宏道两人的身形 给彻底的拦了起来 另外一边 陈斐来到廖明雷面前 廖明雷想要逃 完整状态都无法接陈斐一剑 如今重伤之下 再接一剑 恐怕要立马毙命 这重情况下 廖明雷肯定选择逃跑 但廖明雷绝望地发现 陈斐身法的速度比他还快 且可能是 因为对方施展了三门进法 这种短距离的爆发力 强得过分 廖明雷才刚挪一一点距离 就被陈斐堵住了去路 廖明雷看着陈斐身上荡漾开的磅礴气势 眼神当中满是绝望 体内的合窍剧烈的颤动 手中的法宝 也绽放出刺眼的光芒 自爆 明知必死无疑 廖明雷选择了自爆 无论是合窍还是法宝 即便伤不到对方 也不留下任何的东西 数十道的剑光 沃入到廖明雷的石海当中 让廖明雷自爆的速度一下减缓 陈斐一步之间来到廖明雷的面前 龙像咆哮声中 一箭刺出 哄 廖明雷下意识地将刀刃挡在面前 但马上就感觉到 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 顺着刀刃砸在了身躯上 本就血肉模糊的胸口 这一下被直接砸了得糜烂 廖明雷体内的原力 都被这一下砸得停顿 是 前缘剑划过空气 发出低沉的破空声 下一刻 剑锋扫过廖明雷的脖梗 廖明雷身躯僵硬 眼神之中不甘 接着一下化作了灰烬 磅礴的灵粹 冲进前缘剑内 今天一连吸收三个和翘进中气的灵粹 让前缘剑不断地震颤 陈斐将廖明雷的乾坤袋收入袖中 转头看向佟林云的方向 发现佟林云此刻吐血不止 面如弹精 可即便如此 佟林云依旧死守不退 似乎是感知到陈斐的目光 康宏到转头看来 正好瞧现了廖明雷身躯化作灰烬的场景 眼神当中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丝惊触 廖明雷是同阶修为的舞者 结果就在片刻之间 就被陈斐斩杀在此 刚才虽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但真正发生 还是让人无法接受 如今 他们还有两人 但挡得住对方吗 杀 周仲义也看到了这边的场景 直接一声爆喝 驱散了康宏到的犹豫 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狭路相逢 此刻不是你死 就是我 周仲义知道 陈斐根本就不会放过他们 如果周仲义有陈斐这样的实力 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这一战 必无可避 康宏到和周仲义两人的气势升腾而起 下定了决心 让两人的力量也提升到了最高 退 陈斐的声音出现在佟林云的耳边 佟林云犹豫了一下 接着刚才对撞的力量 避开了康宏到两人的锋芒 佟林云本就是在勉力支撑 如果陈斐再不出手 佟林云的肖王之在旦夕之间 好在陈斐及时地斩杀了廖明磊 康宏到两人 对于佟林云的退去没有阻拦 佟林云就是强弩之末 此战关键 最终是在陈斐身上 陈斐不死 他们杀了佟林云也无济于事 此刻面对陈斐 康宏到两人不愿意浪费一点 力气在其他人身上 只要斩杀了陈斐 佟林云不过是戒选之急 陈斐向前踏出 身形化作残影 出现在康宏到的面前 一箭刺去 犹如山崩地裂般的气势 瞬间笼罩在了康宏到的身上 康宏到的瞳孔不由地微微缩小 这一刻 康宏到终于知道 之前廖明磊面对的是什么 之前旁观 只能感觉到陈斐实力强大 但没有真正直面 永远不知道 这是一样什么样的压力 破 生死压力下 康宏到一声爆喝 手中的剑刃反销而回 康宏到没有选择抵挡 而是直接对攻 周仲义手持刀刃 全身的皮肤仿佛被煮熟一般 炙热的气息卷向四周 一刀砍向了陈斐的剑刃 和两个合翘近中期之力 周仲义不相信 他们还会在正面对抗中 输给陈斐 陈斐看了周仲义一眼 空间隔打开 一道光点出现在周仲义的身旁 这道光点之事一出现 恐怖的气息 就几乎让周仲义全身血液冷却 这是一道远比此刻沉匪手中剑刃 还要恐怖许多的力量 但这攻击是怎么出现的 为石魔毫无预兆 周仲义的脑海 当中闪过无数念头 手中的刀刃下意识地挡在了身侧 他已经无暇关注康宏到了 旁边这道剑刃 让他如临深渊 哄 剑刃硬生生地砸开了周仲义的刀刃 长驱直入 洞穿了周仲义的身躯 在其身上留下了一道恐怖的 前后洞穿的伤口 无数剑员在周仲义体内肆虐 摧枯拉朽般地打碎周仲义体内的原力 只是眨眼 周仲义的生机消散一空 一剑杀一人 一个和翘境中期就这样生死盗销 第553章 这谁 扛得住啊 康宏道感知到周仲义气息消散 脑袋一片空白 又出现了一个高手 偷袭了周仲义 偷袭之人的实力 比眼前这个陈匪还要恐怖 一剑之下 连片刻的抵挡都无法做到 还未待康宏道想得更多 陈匪手中的前援剑 已经跟康宏道的剑人撞在了一起 康宏道敢于跟陈匪对攻 就是因为康宏道知道 周仲义会在一旁支援 和两人之力 未必会输给陈匪 但如今周仲义直接生死 单单依靠康宏道一个人的力量 又哪里是陈匪的对手 即便康宏道在和翘境中期当中 都不算是弱手 但结局已定 哄 据想中 康宏道一口血雾喷出 整个人的身躯 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飞 康宏道拼命想要将体内的距离倾泄掉 但这股力量是如此的恐怖 根本不是康宏道短时间内可以泄掉 是 剑人破空的声音响起 康宏道一下抬头 看到了陈匪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此刻又是一件刺来 根本不给缓解的时间 康宏道的脸上露出一抹恳求之色 他想要求饶 他想要活命 他不想这样死掉 知识康宏道嘴巴微动 话语还未来得及说出口 陈匪的剑人 就已经如山岳般硬生生地砸了下来 哄 陈匪脚下的海面凹陷数十米 无数涟漪扩散开来 康宏道身体一将 眼睛盯着陈匪 气息消散一空 陈匪微微一震手中的前缘剑 剑员爆发 康宏道的身体化作了飞灰 又是一股灵粹 没入前缘剑中 前缘剑剑身上的光芒 在伸缩不定 佟林云在不远处 震惊地看着陈匪 先后斩杀周仲义和康宏道 就在刚才 佟林云还被廖明雷三人围杀 佟林云自身伤痕累累 廖明雷三人却是毫发无损 每次攻击他 廖明雷三人都犹如闲庭性部般轻松 如果不是廖明雷三人不愿意自己受伤 佟林云根本就无法坚持那么久 而就是这样的三个河翘境中期 如今却先后死在了陈匪手中 这个佟林云之前是做天资不错 但还需要时间成长的年轻人身上 走 陈匪将周仲义两人的东西收好 闪身来到佟林云的身旁 一箭扫过 将所有气息斩除 接着一把抓住其肩膀 消失在了原地 陈匪会出现在这座荒岛上 纯粹就是在天眼下 这里是逃回海域城最安全的两条路线 佟林云本身就是朝海域城的方向跑 只是最终无奈被逼停在了这座荒岛上 陈匪在天眼下 确认了佟林云周围没有其他强者 所以下场将周仲义三人斩杀 顺便降佟林云就走 刚才吐起古落 战斗其实是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就已经结束 没有耽误陈匪时间 倒反而还获得了几个乾坤带 回海域城 陈匪在短时间内已经不打算再出城 自己安然回到海域城 麻烦不会少 待在城内无疑是最安全的 而有了这个任务作为打底 短时间内 海域城也不会再安排其他任务给陈匪 可以说一个任务 就将陈匪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任务份 而给提前完成 陈匪抓着佟林云的手臂 用原力修复佟林云的伤势 佟林云迷迷糊糊间 不由靠到了陈匪的身上 整个人也一下昏迷了过去 佟林云的伤势 其实已经伤到了本源 能够坚持着这一口气 不得不说佟林云的意志极为坚定 陈匪在天眼的辅助下 接下来的路程顺畅无阻 没有再出现什么意外 终于回到了海域城内 回到城中 佟林云醒来 发现自己趴在陈匪的后背上 脸蛋不由的一红 特别是因为刚才战斗 佟林云身上的衣服早已破碎不堪 虽然被陈匪披了一件披风在身上 但终归还是有些羞涩 陈匪带着佟林云来到了人物殿前 刚要进入 发现秦海山的身影出现在后方 秦海山竟比陈匪还晚一步回到海域城 应该是担心海域城外还有拦截 秦海山没有陈匪这样卓绝的铜树 自然要绕更远的地方回来 才更加的安全 秦海山看到陈匪大喜过望 他没想到陈匪在阻拦了赵城中两人后 还比自己更快地回到城内 秦海山没有细问陈匪是怎么逃回来的 但秦海山记住了一件事 那就是自己这条命是陈匪救回来的 如果没有陈匪 面对两个和翘境中期 秦海山知道自己不会有任何侥幸的可能 陈匪三人进入任务殿 选择提交任务 接着三人被带到了一间密室当中 目标位置 那里是个无相戒阵 回来路上 我们被人拦截 密室内 陈匪将任务当中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详细讲出 当听到陈匪说到无相戒阵的时候 孙丽玲的脸色不由的一变 孙丽玲没有想到 这个紧急任务 竟然牵扯出了无相戒阵出来 孙丽玲能够在人物殿担任直视 自然明白什么是无相戒阵 接着孙丽玲便听到陈匪等人被拦截 如今徐武成和郭华生两人 还下落不明 孙丽玲不敢耽搁 马上将这里的情况上报 很快 一对五人的和翘境 后期消失在海域城内 过去这磨长时间 以陈匪所言 三个和翘境后期对付一个徐武成 徐武成怕是凶多吉少 但是不管如何 还是需要让人出去查找一番 不然未免太让人寒心 我想献一下盟主 带孙丽玲回来 陈匪斟酌了一番道 在宁严顶的记忆中 陈匪看见了几个内鬼的模样 这些人的信息 陈匪说出来 一般人估计不会相信 即便是孙丽玲是任务殿直视 也没有这种权利 因而 陈匪只能见敏严玲 千语盟内也只有敏严路这样的山海境 才能一言而决 而且对于内鬼的容忍度 恐怕敏严路也将是最低的 孙丽玲看着陈匪 想了一下 盟主献不献你 我无法决定 但我可以告知盟主你的请求 多谢 陈匪拱手道 近期你们就不要出城 在城内 没人敢对你们做什么 孙丽玲叮嘱道 好 陈匪三人点了点头 孙丽玲看着陈匪三人的背影 消失在人物殿 孙丽玲赶紧将这个紧急任务的结果上报 同时也将陈匪想要求献的盟主的要求提出 孙丽玲能够做的 也只有这些 最终上面会如何决定 孙丽玲也无法完全预料 这个紧急任务的奖励还没有下放 总不能陈匪他们说什么 结果就是什么 这当中有个验证的过程 需要一些时间 无相戒阵 海域城不可能放任不管 你有住的地方吗 街道上 佟林云转头看向陈匪 眼中泛着微光 刚来海域城就接到这个任务 陈匪笑着摇了摇头 继续道 不过 我打算去租一间修炼室 在海域城的时候 就待在修炼室中便可 海域城有一座巨大的镇室笼罩 这修炼室就是在镇室的节点附近 因而 当中蕴含的元气远比 其他地方浓郁 且因为是在节点附近 这修炼室的防御镇室 跟海域城的镇室勾连在一起 可以说海域城不破 这个修炼室其他人也无法打破 无论是安全还是私密欣赏 这修炼室都是绝佳的选择 是吗 我刚好也在修炼室那边 倒是巧了 佟林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陈匪转头看向秦海山 秦海山摇了摇头 道 我随便找一间客栈便可 修炼室的好处很多 但价格也是昂贵 相比丹药的立竿见影 修炼室的那些元气之 能算是锦上添花 海域城西南区域 陈匪两人的身影出现在着 陈匪发现 佟林云对于这里修炼室的种类 也没有非常的熟悉 仿佛是第一次来租用修炼室一般 似乎是感知到陈匪的目光 佟林云的俏脸不由得一红 但马上佟林云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夜幕降临 陈匪盘西在修炼室内 这里的陈设极为的简单 就是专门为修炼而准备 如果想要住得舒服一些 城内那些客栈才是首选 陈匪看着眼前的物品 五个乾坤袋 五件中品法宝 其他不说 单单是这五件中品法宝 价值就接近八九千的中品原石 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数字 反倒是乾坤袋内的东西 价值高的东西很少 多是一些修炼丹药 以及疗伤盛药 自然还有一点中品原石 全部东西加在一起 包括那五件中品法宝 价值已经超过了一万的中品原石 哇 陈匪所在修炼室的阵势微微颤动 这是有人在外面求见 陈匪将乾坤袋收入秀中 上前将修炼室的门打开 发现佟玲云正站在外面 体内的伤势太重 不知能否帮忙疗伤 佟玲云眼中带着一丝迷离 直勾勾地看着陈匪 女舞者 实力越是强大 对于自身容颜的要求就越高 此刻的佟玲云看起来 就如二八少女般 肌肤吹弹可破 宽大的衣服下 难掩其妖娆的身姿 因为受伤而略显苍白的脸色 更是让人联系 陈匪神情威正 让开身子 将佟玲云迎入修炼室 片刻后 修炼室内的天地元气 有规律地震颤起来 实如惊涛骇浪 卷连天地 实如清泉流水 连绵不绝 佟玲云擅守 但是在今天 佟玲云突然发现 自己竟扛不住陈匪的进攻 这一波接着一波的 换水来 也扛不住啊 第五百五十四章 分身蜕变 一夜风雨 落花流水 清晨 佟玲云面色红润地 离开了陈匪的修炼室 昨晚的结局 佟玲云引以畏傲的防御 终归是被陈匪彻底破防 虽然嘴巴上不认输 但结果证明了一切 肯定是倒下昏厥的那个书了 佟玲云会特意来找陈匪 原因有很多 感恩 木墙 那种绝境之下 看着陈匪力挽狂澜时候的强烈印象 而如今 这个强烈的印象 又多了一个 陈匪那非人一般的体魄 陈匪看着佟玲云离开 将五个乾坤袋 又重新拿了出来 开始整理 昨天之事粗略的分门别类了一下 陈匪打算 今天将五个乾坤袋内的东西 一一鉴别 对自己无用的 可以卖掉 或者放到元臣箭派当中 这一整理 就是一个多时辰的时间 当终绝大部分时间 陈匪都是在查看乾坤袋内的各种预见 康宏到五个人都没有将自己主修的功法 放在乾坤袋内 绝大部分的舞者都是如此 特别是牵扯到宗门传承的 更是这样 对于五人的主修功法 陈匪没有得到 虽有些可惜 但并没有失望的情绪 如今的泰玄天剑 不敢说是整个千语盟内最强的功法 但也必然是最顶尖的那一批 一般的合窍镜功法 已经无法补足泰玄天剑 不过对于功法的收集 陈匪并不会停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也许一般的功法 无法补强泰玄天剑 但多看一些 终归是一种鸡肋 兴许哪一天 就可以跟其他功法结合起来 形成一种新的记忆 就如当初陈匪在仙云城学习的赵颖诀 这个知是一门普通的心神功法 但跟其他心神技结合后 却产生了质变 还有陈匪如今的天眼 就是树门铜树结合在一起 蜕变而成 这些铜树单独一门 不能说平平无奇 但在和窍镜中 确实不算什么 但融合在一起后 却让陈匪的观察敏锐度 远超一般的和窍镜 甚至连和窍镜巅峰的观察力 都难以胜过陈匪 在陈匪面前的玉剪枝剩下两枚 其他的玉剪对于如今的陈匪几乎没有帮助 不过陈匪可以将其带回元臣剑派中 当作门派抵运 而面前这两枚玉剪 算是这次的一大收获 在陈匪看来 其价值完全不低于一件中品法宝 甚至还要更高 当然 在其他人看来 也许这只是两门难以修行的功法而已 分身针影诀 一门修炼分身的功法 跟陈匪当初在炼翘境学的钝天形分身不同 这门分身针影诀 在利益上 就要高出很多 最终的目标是修炼出一个 真正可以自我修炼 与本尊无意的分身 也就是说 分身是有自己肉身的 与普通修行者 没有丝毫的差异 如果本尊不幸生死 分身完全可以变成本尊 相当于多出了一条命 这个利益 听着就极为诱人 毕竟这个世界凶险万分 很难说得清楚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会遭遇什么意外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分身存在 后顾之忧都少了很多 不过这分身针影诀 利益高 可陈匪真的通篇读下来 却发现 即便将这功法修炼到最高境界 也无法实现这功法最终的目标 人体极为奥妙 不是一个简单再造肉身 就可以真的跟人完全一样 不过分身针影诀 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给出的方式就是夺赦 夺赦一个将死之人 以自己的神魂 居入其死海当中 但这样做也有一个问题 因为肉身跟神魂并不匹配 即便神魂质地极高 但最终能够达成的武学成就 难以说得清楚 也许练翘境可以踏入 但涉及到何翘境 估计就难上加难 甚至就完全无法实现 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 因为是 真的有两个肉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分身当中的神魂 因为独立存在 会直接产生另外一种意识 也许分身还是你 但本质到底还是不是你 就完全说不清楚了 即便本尊时不时地 对分身内的神魂 进行勾连同步 也很难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可以说 这门分身真影诀极为玄妙 但弊端也非常的大 值不值得 完全看个人的理解 陈匪看到这门功法 完全没想着夺舍之类的 纯粹就是想将这门功法 跟原先顿天形影分身的部分 融合起来 影分身实力弱 直在恋翘境 无法成长 如今都是被陈匪当作门派的 教学长老来使用 且无法距离本尊过远 不然会直接消散 但如果这影分身 跟分身真影诀融合在一起 兴许就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这是一枚玉剪的功法 至于另外一枚玉剪内的功法 想法上似乎不比分身真影绝弱 涅血缘弓 算是一种炼体功法 但跟一般的炼体功法 又有极大的差别 妖兽的体魄 比同皆舞者要强大很多 这是妖兽的天赋 就如舞者的心神 要更加精细一般 既然妖兽的体魄强大 那不如将妖兽的血肉 直接炼化到身体当中 以行不行 让舞者也拥有妖兽般的体魄 正门功法在思路上 应该是可以行得通的 不过陈匪通读完涅血缘弓 就发现正门功法 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妖兽血肉 对于舞者的负面影响 平常舞者最多就是吞服妖兽血肉 炼化其中的元气来增进修位 至于这种直接将妖兽血肉 填补到肉身上的做法 有舞者想到过 但最终都是将自己炼得四不像 甚至癫狂而死 陈匪倒是没想过 要用这种方法来增强体魄 因为陈匪也解决不了妖兽血肉 心神的影响 陈匪如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图灵术吸收来的灵粹 陈匪都可以直接吸收了 那些灵粹陈匪都不愿意吸收 更别说这种妖兽血肉 增强体魄的方式了 不过陈匪将这枚玉剪 特意摆出来的原因 则是陈匪看到了正门功法 另外一种使用方式 能不能在身上找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支炼化一些妖兽血肉 催动涅血缘弓的时候 让妖兽的气息 跟自己的气息混杂在一起 形成一种新的气息 不催动涅血缘弓 气息就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陈匪等于 直接多出一个身份出来 如果真的可以如此 那这门涅血缘弓 对于陈匪的价值就很大了 其他舞者即便有相同的想法 也难以办到 因为这最开始 就要先将涅血缘弓 参悟到最巅峰 才能有这样精细的操控 而想要将功法参悟到巅峰 从一开始 就必须融入妖兽血肉 这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 你的身躯就已经 可能被妖兽的兽性给污染了 那到了后面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精细操控 从一开始修炼涅血缘弓 就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可陈匪不一样 他有面板啊 面板可以直接跳过 融入妖兽血肉这个步骤 用其他的方式 来修炼功法的熟练度 融合 发现功法 分身遁影绝 发现功法 是否花费35块中品原石 简化分身遁影绝 分身遁影绝简化中 简化成功 分身遁影绝 遁天行 陈匪首先融合分身遁影绝 接着简化 费用倒是不高 35块中品原石 对于如今的陈匪而言 并不算什么高昂的价格 陈匪闭目站在原地 感知住分身遁影绝的变化 片刻后 一道虚影 自陈匪身后走出 还是炼翘镜的修为 但是跟以往有一个极大的变化 那就是 这个分身的上限被拔高了 融合后的分身遁影绝的熟练度 掉到了精通镜 在圆满镜的时候 陈匪可以注入原力 将分身提升到 练翘镜巅峰的力量 而一旦陈匪将分身遁影绝 修炼到大圆满镜 甚至可以注入原力 将分身提升到 和翘镜初期的力量 相比原版 如今的分身遁影绝 本尊如果死了 这道分身也会直接消散 并不能拥有第二条性命 同时 陈匪将分身遁影绝 修炼到大圆满 并不是每次召唤出分身 分身的实力 都在和翘镜初期 陈匪想要拥有一道 和翘镜初期的分身 就必须不断淬炼分身 跟淬炼一件法宝 有些类似 平常分身可以收入 本尊体内 但如果分身在外航洞的时候 被人打爆 那这道分身也就损失 陈匪必须重新淬炼 一道分身出来 从炼翘镜开始淬炼 不算尽善尽美 但陈匪已经相当满意 分身被打爆 要重新淬炼 陈匪其实并不怎么在意 拥有图灵术 斩杀海妖后 得到的磅礴灵粹 可以直接打入到分身当中 以这些灵粹的力量 淬炼分身 远比淬炼法宝要轻松许多 且这道分身 也被解开了距离上的限制 即便跟本尊距离的再远 都不会让其消散 且没有血肉的滋养 分身当中 也不可能诞生出 其他的灵魂出来 发现功法 是否花费30块中品原石 简化涅穴功 涅穴功简化中 简化成功 涅穴功换血 30块中品原石 比刚才简化分身顿饮绝 还要便宜一些 陈斐看着简化的内容 想了一下 右手画过自己的手臂 一道巨大的口子露了出来 血液被陈斐牵引到半空中 陈斐运转阵龙像 让骨髓开始造血 以陈斐如今的体魄 让身体制造血液 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 而随着陈斐完成这一步骤 石海荡中 开始出现涅穴功的感悟 相比其他舞者 修炼涅穴功 需要直接炼化妖兽血肉 陈斐这个方法 已经算是极为简单 不过陈斐看着半空中的血液 这要是持续修炼下去 这得浪费多少血 陈斐控制体内骨髓不再造血 将半空中的血液 重新牵引回身体当中 但是石海荡中 并没有功法感悟的出现 显然陈斐这样让血液 简单的流进流出 并不符合简化后换血的要求 陈斐想了片刻 重新将血液牵引出来 同时将血液当中 有关自己的印记 全部收回 阵龙向修炼出的血肉 当中都含有陈斐个人的绝对烙印 唯有这样 陈斐在受伤之后 血肉才能快速恢复 甚至如果可能 在将来完成低血众生这样的成就 半空中的血液 变成了治愈能量的无主鲜血 陈斐将其牵引 流入到了身体当中 同时让其他血液将烙印填补上去 随着血液入体 陈斐使海当中 开始出现涅血员工的感悟 陈斐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左右两只手臂上 都出现了一道血口 血液从左臂流出 在密室当中绕了半圈 烙印消失 接着流入到右臂当中 血液散发着红光 映照在陈斐的脸颊上 这种修炼场景 多少显得有些诡异 不过好在 如今在修炼室内 又正式掩盖 没有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同时 陈斐在体内奋出两股原力 运转顿天形 以及三升段影剑 有关分身顿影绝 和泰玄天剑的感悟 一并出现在石海当中 一时间 三门功法感悟 源源不绝地 在石海当中碰撞 也就是陈斐如今 心神强大 可以一心多用 才能勉强做到 虽然多少有些不是 但这种快速参悟功法的感觉 让人不由自主地沉迷 五十刚过 修炼室微微波动 陈斐睁开眼睛 环绕在四周的血液 全部进入到陈斐的身体当中 陈斐起身将密室打开 发现外面站的是 人物殿的孙丽灵 你们的任务和艳果 可以去领取奖励 孙丽灵看了陈斐一眼道 陈斐心中微动 竟然这魔快就已经合焰 是哪个和翘进巅峰潜伏过去 还是山海竟亲自出手了 徐武成和郭华生找到了吗 陈斐赶紧问道 未曾 孙丽灵摇了摇头道 陈斐眉头微皱 尽管心中已经不抱希望 但听到这个消息 还是不由得微微一叹 你献盟主的请求 盟主同意了 现在随我走吧 孙丽灵继续道 同意了 陈斐心中微震 这个应该才是孙丽灵特意来找他的原因 闽严路 山海竞 千语盟中的最强者 第555章 于顿 整个千语盟当中 流传着很多有关闽严路的传说 是的 在千语盟当中 闽严路已经是传说级别的存在 因为绝大多数人 一辈子都没陷过闽严路 知文其名 不见其人 别说是那些普通的舞者 即便是和翘进的高手 很多也是这种待遇 就如海风域内的秦海山鸡人 他们就没有见过闽严路 陈斐自然也没有见过 最近一次 距离闽严路最近的 估计就是踏入乌道塔了 乌道塔这件灵宝 就属于闽严路 这件灵宝分身极多 在千语盟的各个大城池当中 都有设立 不过 虽然很多人没有献过闽严路 但并不影响有关闽严路的各种世纪传播 传闻在千语盟还未成立前 其实闽严路就出生在这片区域当中 能够成为山海进强者 闽严路的天资悟性 那自然不必多说 精彩绝艳 冠绝同龄 但闽严路真正成名 其实是在弱冠之后 闽家是一个大世家 如今自然是千语盟中最将的世家 当初在千语盟成立前 也是一个足以镇压一城的大族 闽严路在弱冠之前 毫无天资可言 甚至显得有些愚钝 无论是习武还是学文 都慢人一等 那些天资聪慧的 往往教一遍 就可以完全学会 甚至是举一反三 唯有如此 在武道静静上 才能快人一步 而闽严路则 必须叫五六遍 才能真正地记住 且如果一段时间不修行 还会将之前交过得漏掉一些 这种天资 如果是在普通人家 早就断了习武学文的念头 但闽家是大族 闽严路虽然愚钝 但因为是嫡系 该有的待遇全部都有 且也因为愚钝 其他兄弟姐妹 对于闽严路的警惕最低 闽严路自小就没受到过什么欺压 陈匪当初看到闽严路这生平介绍的 不仅是惊讶 闽严路若冠之前的愚钝 更惊讶这种事情 竟然是可以在千语盟内传播的 显然 对于闽严路的生平 整个千语盟中 应该是有人特意整理记录 并且将其传播开来 这让陈匪不由地联想到 闽严路的那尊物道塔 还有海悦真人的海悦洞府 这些山海进墙者 似乎都有一让自己的名声传得更远一些 闽严路在若冠之前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几乎是碌碌无味 闻不成五不就 如果不是出身在闽家这样的大族 就不仅仅是闽然于众人这样简单 在千语盟成立前 这片区域内的舞者 相互之间功法是极为频繁的 有时候是为了资源 有时候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舞者的世界 有时候做一件事 可以有很多理由 但有时候 又完全不需要理由 纯粹凭借心情形式的 大有人在 伪力归于自身 自然很多舞者想要活得更自私一些 这重情况下 普通人很容易受到持余之殃 不明不白地死去 闽严路愚钝 学任何东西都很慢 必然只能做最下等的活 而这样的人 也是最容易被抛弃的那类人 不过凡事没有如果 闽严路出身在大族 在行弱贯之礼后 闽严路就好似突然开窍了一般 不是一般人那样 学某样东西快了一些 闽严路就好像脱胎换骨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如果不是性情没有变化 心神也没有异样 恐怕闽家都要认为闽严路 是不是被什么人给夺赦了 但仔细想想 真有能力去夺赦的人 估计也不会选择闽严路这样 一看就知道 天资根骨就不好的人 闽严路开始展现出妖孽般的天赋 所谓的举一反三 已经不足以形容闽严路的天资 闽严路学习一门功法后 在修行道顶后 甚至可以推陈出新 弱贯之灵 其实习武已经有些晚了 就如当初陈匪的前身 习武的年龄太大 营养又跟不上 没有营养这方面的问题 也不会积劳成疾 闽严路之需要展现出天分 自然就有各种资源送上 就这样 闽严路的修为境界 以惊人的速度提升住 闽严路深知大家族内的相互碾压 因而一开始选择了折服 当其他人发觉出不对的时候 闽严路修为早已经达到炼赃境 这个修为境界 闽严路的兄弟姐妹 即便有心做一些事情 此刻也已经无力实行 破炼翘境 闽严路就如吃饭喝水般简单 没有丝毫的障碍可言 到了这个时候 闽严路的名气 已经开始流传周边 十年后 闽严路突破到了河翘境 将闽家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河翘境中期 河翘境后期 闽严路的成长伴随着争斗 但也伴随着各种机缘 就在当时的人以为 闽严路会继续按部就班的修炼 达到河翘境巅峰的时候 闽严路却突然出走 离开了如今千语蒙的这片区域 只身前往满是海妖的外域 三十年没有阴性 在其他人觉得闽严路 是不是死在外域的时候 闽严路回来了 而且直接以山海境的境界归来 归拢如今千语蒙内的所有势力 虽然有些阻碍 但以山海境的力量 最终还是没有势力可以抵挡 千语蒙正式成立 闽严路的一生 堪称跌宕起伏 陈匪当时看的时候 几乎是当成故事文本来看的 不仅陈匪如此 估计千语蒙内绝大多数人 跟陈匪一样的想法 此刻要去见闽严路 陈匪的脑海当中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这些 孙丽林将陈匪带到海域城最位中心的位置 这里是海域城的禁区 任何人不得靠近 因为这里是闽严路平日里修行的地方 在一个院落前 孙丽林停下了脚步 恭敬地上前敲了敲门飞 片刻后 院落的门打开 一个囚然大汉走了出来 看了孙丽林一眼 微微汗手 接着转头看向陈匪 上下打量了陈匪一眼 囚然大汉沉声道 师尊刚外出 你先随我来 带师尊归来 我再请示师尊 多谢 陈匪对囚然大汉拱了拱手道 这囚然大汉名叫古丹英 名字听着有些婉约 但却无人敢在名字上打去他 闽严路的关门弟子 和翘境巅峰境界 是千语盟中 最有希望突破山海境的几个人之一 即便是那些十大势力的和翘境巅峰 在潜力上都弱于古丹英几分 传闻闽严路对于古丹英 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希望在千语盟中能够走出第三个山海境的强者出来 古丹英微微点了点头 将陈匪带到院落中 接着人就消失不现 陈匪站在庭院中耐心等待 同时体内运转顿天行 十海当中出现分身顿影绝的感悟 没有运转三声断影剑 是因为运行三声断影剑动静略微有些大 在这个场合下 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而顿天行之 是一门简单的练翘进攻法 特别是随着体内练翘进 合并成一颗合翘后 运转着重链翘进的攻法 动静更是小到忽略不计 十海当中源源不断地出现感悟 此刻略显枯燥的等待 没有让陈匪有任何的不适 虽然跟修炼士同时出现三重感悟相比 稍微少了一些 但只要是在进步 时间上就不算浪费 这一等 就是数个时辰的时间 直到古丹英站在陈匪的面前 陈匪才睁开了眼睛 抓紧所有时间修炼 很好 古丹英看着陈匪 微微点了点头 看陈匪倒是顺眼了一些 古丹英看过陈匪的资料 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突破到了河翘进 相比那些顶尖势力中的天骄 都不遑多让 如今看 天资卓绝字不必说 但这种刻苦 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古丹英自己本身 就是极为刻苦修炼的人 即便如今修为境界 达到河翘进巅峰 再没有突破到山海境前 可以说修为已精进无可进 但古丹英每天主要的时间 还是花在修炼上 甚至比以往花的时间还要多 尽管如此拼命修炼 修行境界毫无动弹 但古丹英依旧坚持住 依而看到 陈匪刻苦修炼 古丹英才有一些认同感 前辈过誉 陈匪拱手道 师尊决定见你了 跟我来 古丹英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转身朝前走去 陈匪跟着古丹英 来到另外一个庭院前 庭院的门此刻已经敞开 古丹英的脚步停在庭院前 转头向陈匪示意进去 陈匪点了点头 越过古丹英 踏入了庭院当中 石海当中 镇龙向镇神微微波动了一下 但马上陷入了沉寂当中 陈匪有些疑惑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此刻已经在一个厢房当中 前面茶桌旁正坐着一人 此刻平静地看着陈匪 参见盟主 陈匪低头拱手道 厢房当中 陈匪此刻感知到自己的力量被完全封禁 但跟一般的封禁又有着极大的不同 就好像力量消失了 这一刻 陈匪仿佛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一般 力量不会无故消失不限 那只能是陈匪的心神被蒙蔽 让陈匪自己误以为自己的原力和心神力消失 但真一假实假一真 感知不到力量 那其实跟失去力量也没有丝毫的差别 第556章 神魂修行 你要陷我 所谓何事 闽言路看着陈匪 平淡的 陈匪发现了无相戒阵 但闽言路并没有因为这一点 对陈匪有什么格外的看重或者热情 愿意见陈匪这一面 已经算是对发现无相戒阵的奖励 晚辈发现了一些投靠海妖的人的信息 陈匪开门见山道 对于闽言路这种山海境强者而言 一些客气话 对方没有兴趣听 陈匪必须用最快的方式 将需要阐述的事情说出来 哦 你情惑了对方一人 闽言路脸上露出一丝兴趣之色 稍微感知了一下陈匪的气息 和翘境初期 不对 气息上有些古怪 闽言路神情微动 不过闽言路并没有强行探查陈匪 没有多少意义 对于闽言路而言 陈匪无论是什么境界 其实都一样 即便陈匪此刻是和翘境后期 对于这次的战局影响都不会有多大 当然 要是和翘境巅峰 那还是有效果的 但如果真是和翘境巅峰 那种独特的气息 根本瞒不过闽言路的感知 未曾情祸 但晚辈用入梦觉探查过一人 因而得到了一些消息 陈匪低声道 入梦觉 你经会梦影真人的功法 倒是有趣 闽言路眼神中的兴趣 更浓郁了几分 梦影真人 听到闽言路的话 陈匪有些疑惑到 当初得到的那块石梦墨的晶体 上面并没有言及 入梦觉是何人所创 或许完整的入梦觉里 会有说明 但陈匪那只有一小部分的晶体上 记载的内容太少了 一个爵士强者 数十万里外 还有气流下的洞府 你要是有兴趣 倒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谈及梦影真人 闽言路多了一些弹性 数十万里 听到闽言路说的这个距离 陈匪眼睛眨了一下 不知该如何接话 这个距离 以陈匪如今的速度而言 其实跨越过去 倒也并非遥不可及 但这里 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数十万里 早已经彻底 远离了千语蒙 那里是一片真正海妖作主的世界 不是说 没有人类舞者 但以陈匪和翘近的修为 在当中行走 也只能勉强自保而已 甚至运气差一些 身死也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就陈匪打听到的一些消息 千语蒙在整个无尽海当中 其实是偏距异于 越远离千语蒙 外面强大的海妖就越多 而这次会有这魔多海妖 前来千语蒙 传闻是 无尽海中出了变故 这些海妖逃难来此 千语蒙的地理位置 符合了这些海妖逃难的选择 才有了这样一次争端 不过 这只是流传的比较广的一种说法 是真是假 陈匪也无从求证 你将入梦觉施展一下 闽延路也没有打算 等到陈匪什么回答 直接吩咐道 而随着闽延路话音落下 陈匪感知到自己 被屏蔽的力量全部回来 陈匪也没有耽搁 直接开始运转入梦觉 陈匪一指向前点出 一道细微的涟漪扩散开来 周围的元气 跟随着涟漪微微颤动 相互硬合住 感知着陈匪这一指的力量 闽延路微微点头 相当精纯的梦境力量 证明陈匪所言非虚 入梦只在虚余之间 就闽延路所了解的 很多人中了梦境力量后 事后都毫无所觉 也正因为如此 在无尽海当中 梦影真人的名头才会那么大 同时梦影真人的洞府 才有那么多人 趋之若鹜的前往测试 为的 不就是得到这样一门奇功一法 当年闽延路也去尝试过 但最终失败 不是闽延路添姿不行 而是跟梦境功法的相性不合 即便勉强修行 也无法达到最高峰 将你看到的记忆 展现出来吧 闽延路看着陈匪 脸上已经付出一丝笑意 如果是吴靖海的那些人知道 有人可以如此娴熟地施展梦境功法 怕是会有不少人争抢辞子 不过 这里不是那边 这里是千语蒙 这种比较特殊的资质 对于闽延路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帮助 但不可否认 闽延路眼中 陈匪的重要性 还是发生了一点变化 已经从刚才普通的合窍境 变成了有栽培价值的合窍境 这看似只是一点简单的转变 但在闽延路眼中已经完全不同 是 陈匪拱手将从宁延顶记忆当中看到的 有关一些内鬼的消息 用原力组成图像 一五一十地展现了出来 不过宁延顶知道的那些内鬼的消息 其实并不算多 那些人其实颇为的谨慎 很多时候都是单线联系 宁延顶和窍境中期的修位 知道的大部分的都是和窍境初期的 以及一个和窍境后期 甚至昨天的行动 明明是出动了三个和窍境后期 宁延顶也只见到了其中一人而已 那人也正是平常联络他的那个 对于另外两人 宁延顶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 只知道 有这某两个人参与了行动 宁延顶知道多少 自然也代表陈匪知道了多少 但有这某一个和窍境后期的信息 其实已经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陈匪如今的实力 对这和窍境后期无可奈何 随意出海玉城 陈匪都担心 自己会不会被那些内鬼盯上 这就是陈匪想要陷到闽延顶的原因 只要这位山海竞强者肯出手 顺藤摸瓜 都能拉扯出不少内鬼的消息 在这些内鬼被打击 自顾不暇的时候 对于陈匪的关注自然就降到了低处 可以为陈匪提供不少的修行时间 片刻后 陈匪将信息展示结束 闽延顶的眼中若有所思 你做得很好 还有内无相接震的消息 闽延顶看向陈匪 肯定地点了点头 继续道 有过责罚 有功当赏 你想要什么 听到闽延顶的话 陈匪的眼睛微微亮了起来 如果是之前 没有太玄天剑的时候 陈匪肯定会求一门原力功法 但如今 有了太玄天剑 再求原力功法 多少有些得不偿失 也许闽延顶给的原力功法 可以让太玄天剑继续增强 但也有可能 是毫无注意 那等于白白浪费了这次机会 法宝的话 如今的前缘剑 已经够用 且陈匪如今对外展现的是 何俏镜初期修位 这种修位持哪一件中品法宝 其实就已经够扎眼 如果陈匪再拿一件上品法宝 这属于明晃晃的 让人去打劫陈匪的节奏 本来那些人没有这种想法 但看到上品法宝后 硬生生地给催发了出来 对于上品法宝 即便是何俏镜后期强者 恐怕都会心动 多一件上品法宝 陈匪也打不过何俏镜后期 而对何俏镜中期 有没有上品法宝 都不影响陈匪斩杀对方 当然 如果有上品法宝 应该可以斩杀得更加轻松 原石的话 陈匪刚斩杀了五个河俏镜中期 收获的东西 已经价值上万的中品原石 短时间内 陈匪其实并不缺中品原石 陈匪最缺的 如今反而是安静修炼的时间 但就现在海玉城的情况 无法给予陈匪的 恰恰也是时间 盟主 可有涉及到神魂类的功法 陈匪想了一下 笛声问道 镇龙像镇魂 陈匪一直心心念念的镇龙像后续功法 可惜到现在 陈匪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有 带你的功劳换不了这个 闽延路微微摇了摇头 道 且神魂涉及到山海境的修行 如今的你 也修行不了 山海境 陈匪很想说 这要有功法 自己应该都可以修行 无非就是快慢的问题而已 当然 这种话 陈匪不可能真的说出来 说出来 闽延路也不会信 且如果神魂类的功法 真的涉及到山海境 陈匪这功劳还 真的无法换 所以 镇龙像镇魂 是因为步子夸得太大 所以当初那人才 没有创造出来 那空间阁内 残缺领宝的前主人 会不会以金孩 圆出了镇龙像镇魂 一个念头 在陈匪的脑海当中赏过 所以 镇龙像镇魂 最后还是要将希望寄托在那件领宝上 可有加快修行之法 但又不影响根基 陈匪换了一个要求 并且 这个要求内容变得模糊 身为山海境 千语蒙蒙主 闽延路不可能亏待有功之人 既然如此 那不如将要求模糊化 让闽延路自己来决定 到底给予什么东西 闽延路听到陈匪的要求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接着手中出现一雾 轻轻飘向了陈匪 和俏进修行 无非就是对和俏的打磨淬炼 此雾名为天青花 长于无尽海光崖山 将其服下 可让和俏更加坚韧 即便将来和俏受损 都可自我慢慢修复 陈匪听着闽延路的话 伸手接过了天青花 陈匪的和俏 其实以经比一般的和俏进 坚韧不少 如果服用下这天青花 那和俏的坚韧度 必然要更上一层欧 那到时候 陈匪服用丹药的量 以及频率 都可以继续提高 也就是说 资源足够的话 这天青花确实 可以加快修炼 而且也确实不伤根基 多谢盟主 陈匪拱手 将天青花收入到了乾坤袋内 闽延路摆了一下手 陈匪在睁眼的时候 人已经在庭院之外 自始至终 陈匪都莫发现 自己是怎么出来的 和俏进的力量 在山海境面前 太弱 就如普通人 面对舞者一般无力 第557章 未雨绸缪 古丹英出现 将陈匪送到庭院门口 你不错 如果在海域城内遇到麻烦 可以来找我 古丹英看着陈匪 脸上露出一丝笑一道 陈匪有些意外地 看了古丹英一眼 接着拱手称谢 陈匪不知道 这是闽延路的意思 还是单纯古丹英 看自己比较顺眼 但有一个和俏进巅峰 愿意给这样一个人情 起码不是一件坏事 陈匪离开庭院 并没有马上返回修炼室 而是来到了海域城的方式当中 方式热闹依旧 往来的舞者极多 陈匪走了一圈 进了一间商铺当中 片刻后 陈匪离开 乾坤带内的中品原石少了一截 同时多了不少三阶上品的灵丹 以陈匪如今的修为境界 其实服用三阶中品丹药便可 这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 但如今 陈匪想要更加快速地 就不是什么性价比 而是更加高效的修炼方式 只要钱够多 并且身体也能扛得住 那服用更高一阶的丹药 效果肯定会更好 很多人不会这样选择 只是因为三阶上品丹药贵了不少 赚取原石不易 海域城内的舞者 如今口袋里还较为富足 那是因为斩杀海妖比以往多 但斩杀的多 不代表斩杀的难度降低了 很多时候斩杀海妖 还是危险重重 只有活着的人 获取到了一些利益 其他因为遭遇海妖 而最终丧生的舞者 则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赚取原石 依旧是一件艰难的事 在海域城 很多时候有钱赚 但有没有机会将它花出去 都是一个问题 从宁言顶己人那得来的东西 陈斐还没变卖 这方式如今虽说也有些生冷不济 跟辩护城有些相像 但多少还是不同 如今学了孽穴原功 陈斐到时候 完全可以修改气息后 再来变卖那些法宝 到时候 即便真有其他人盯上了陈斐 盯的也只是一个假的身份而已 孽穴原功 分身顿影诀 太玄天剑这三门功法 只要提升上去 都可以对陈斐的实力 产生立竿剑影般的提升 好在因为面板的关系 陈斐可以同时修炼三门功法 而不用取舍 到底该先修炼哪一门 陈斐返回修炼室 先是盘西平复了一番气息 接着降天青花 从乾坤袋中拿了出来 今天献了一次闽延路 陈斐的收获不小 除了这天青花外 还间接地解决了一部分内鬼的问题 让那些内鬼短时间内无暇他顾 同时 陈斐也从敏延路的口中 知晓了山海境修炼的一点要素 神魂 山海之上修的竟然是神魂 那何俏镜 想要突破到山海境 是不是神魂足够强大 突破的可能性就会高出一些 陈斐突然就想到 炼脏镜 想要突破到炼俏镜 当中心神力打磨 算是重中之重 如果心神足够强大 炼脏镜不敢说 一定可以突破到炼俏镜 但起码成功率会增加不少 太玄天剑 熔炼姬家顶尖功法 但其实当中涉及神魂的部分 极为的稀少 所以 这就是那姬家 势力当中 一直都没人可以突破到山海境的缘故 按钢裁敏延路的意思 非山海境 根本无法修炼神魂 而不修炼神魂 突破山海境的难度 就无法减弱 两者之间 成为一种相互悖论的关系 不像在炼脏镜 虽然心神难以锤炼 但起码还有一些心神功法 可以提前学习 知识学习的难度极大 而不是不能学 和修镜 无法领悟神魂功法 或许是当中 缺少了一些关键的因素 比如 心神不够精纯强大 很多功法的修行 是有门槛的 只要达到门槛 才能踏入其中 最常见的一种门槛 就是根骨 根骨不达标 一些功法 就是无论如何 也无法入门 到了炼俏镜和和俏镜 根骨的作用慧弱化不少 变成根功法的相性 以及自身的天资悟性 我想要降低 未来突破山海境的难度 要么是 找到一门神魂类功法 直接修行增强 要么现在就要 有意收集一些特殊的心神功法 将心神不断精准 其他和俏镜 即便有神魂功法 也无法修行 但陈匪有面板 这点限制 可以直接绕开 如果无法得到这种神魂功法 那只能用途办法 锤炼心神 陈匪如今在心鬼界 吸收心鬼本源 更多的是 提升自己心神的量 至于智 只是跟随境界的变化而提升 跟其他和俏镜相比 优势并不算大 要是其他和俏镜 知道陈匪都 已经开始谋划山海境 不说笑掉大牙 但也绝对觉得 陈匪好高骛远 不切实际 毕竟陈匪连和俏镜巅峰都莫达到 竟然就敢想山海境的事情 这不是痴人说梦 又是什么 陈匪脑海当中 转过各种念头 低头看向了手中的天青花 此花通体呈青色 一丝流光不断流转 一丝淡淡的清香自其中飘荡开来 让人文之心旷神移 陈匪右手抹过眉心 一道光柱 将手中的天青花笼罩 虽然觉得 闽年路害自己的可能性极低 毕竟山海境真想对一个和俏镜做什么 有的是其他方法 且和俏镜没有丝毫的反抗力 但陈匪谨慎之下 还是选择查看一番 黑白的世界中 天青花上延伸出数条的细线 自从陈匪将太玄天剑中 有关铜数的方面继续融入到天眼后 天眼的力量变得越发的强大且全面起来 这种观察一样事物 可以从事物上看出此件物品的各种信息 其他的铜数根本就难以做到 当然 山海境中有没有类似的铜数 陈匪不知道 反正在和俏镜内 陈匪容炼各种铜数的天眼 在千语盟内算是独一份 陈匪查看了天青花上几条分支系线 一些需要耗费大量心神的 陈匪都是浅长辙止 即便如此 陈匪最终也将心神消耗了八成 才将眉心的天眼关闭 天青花没有被下手脚 就天眼上查看到的信息是如此 同时 陈匪玄从天眼中 获知了不少天青花的特性 根据这些特性 陈匪在脑海当中 一下设计出了一份 服用天青花的方式 这种方式 可以更好地炼化天青花的药力 避免天青花的药力 流逝到其他地方 不然 如果知识简单地吞服 起码有三成以上的药力 无法渗透到河窍当中 最终知识变成原力 那未免太过可惜了一些 沿路不知道是不在意 还是也不知道特殊的服用方式 之前并没有多交代 陈匪的身后 走出一道虚影 虚影迅速的凝食 正是陈匪施展 分身顿影绝产生的一道分身 陈匪分身接过本尊递过来的乾坤带 接着离开了修炼室 片刻后 分身回来 将乾坤带递给陈匪 陈匪将当中的一些灵财取了出来 不是炼制丹药 以陈匪知晓的那些丹方 贸然拿天青花作为主裁炼制 很可能会弄巧成桌 陈匪让分身买来的这些灵财 知识简单地配置一些药液 以这些药液为瘾 就可以让陈匪在炼化天青花的时候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半个时辰后 买来的灵财已经消失 变成了一碗琥珀色的药液 将药液跟天青花收入到乾坤带内 陈匪闭上眼睛 开始恢复自己消耗的心神力 不过陈匪体内的原力没有停下 而是开始运转顿天形 以及三生断影剑 同时 两边手臂裂开血口子 血液开始绕着整个修炼室 再没入到另外一只手臂当中 一边恢复心神力 一边吸收功法感悟 整个修炼室陷入了安静当中 过了将近五个时辰的时间 陈匪的心神力终于恢复到圆满状态 陈匪停止修炼功法 将天青花以及配置的药液拿出 接着直接一起吞服了下去 天青花入口即化 变成了一股青色的能量 散入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当中 那些配置出的药液同样如此 天青花对荷窍有奇效 但炼化的时候一定要快 因为天青花也可以注意原力的增长 陈匪双手结印 运转太玄天剑 将四肢百骸中天青花的能量倒逼了出来 将其堆积到荷窍附近 这个时候 陈匪之前配置的药液开始奇效 这些药液的能量跟天青花的能量混杂在一起 陈匪可以很轻松地将其提取出来 几乎九成九的天青花能量 都被陈匪拉到了荷窍附近 接着缓慢地融入到荷窍当中 一种颇为古怪的感觉 在荷窍中蔓延开来 荷窍当中似乎有细微的东西被打破 接着又快速地重组起来 感觉上 跟陈匪平常诗斩猎鞘窍宫 有着一些相像 但猎窍宫之负责破坏 而天青花则是在重组 陈匪完全掌控住荷窍周围的原力 不让其炼化天青花的能量 只允许天青花的能量触碰荷窍 这需要对原力绝对地掌控 不过绝大部分的荷窍进武者都能做到 难的是刚开始在天青花散入肉身的时候 怎么将其尽快地提取出来 稍慢一些 天青花就会真的融入到肉身中 让肉身变得坚韧一些 很多事情不难 难的是提前知晓 提前准备 第558章 斩 荷窍吸收天青花的速度并不快 陈匪也不着急 开始继续修炼那三门功法 中途陈匪所在的修炼室 微微颤动了片刻 这是有人在门外等待 看这频率 应该是同龄云 不过陈匪没有回应 而是继续闭目修炼 如此过了三天 天青花的能量终于全部渗透进河窍当中 哇 猎窍弓运转 一道连衣自陈匪身体中荡漾开来 陈匪感知着河窍的变化 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 相比原先 陈匪施展猎窍弓是能够感受到 河窍在被压迫 陈匪之是依靠大圆满进的猎窍弓施展技巧 让河窍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而如今 在施展猎窍弓 陈匪即便放松一些控制 和翘进的压力都不足之前的一半 如果全力控制弓法 河窍几乎感受不到压力的存在 也就是说 因为服用了天青花 强化河窍后 施展猎窍弓 真的变成了一种普通的秘法 连进法的范畴都算不上了 进法的威力 秘法的负担 也就是 陈匪如今体魄承受不住 不然猎窍弓没有了副作用 陈匪完全可以再上一门进法 达到开六门进法的程度 但身体的强度终归是摆在那里 陈匪真施展六门进法 和翘末世 陈匪的身体自己先爆开了 天青花的效果比预计中的 还要好上很多 陈匪脸上的笑容更省 陈匪离开修炼室 先去找了佟玲云 接着被佟玲云拉到了他的修炼室中 一个时辰后 两人探讨完修炼上的事情 接着全部离开了修炼室 找到了客栈中的秦海山 我们的任务已经确定完成 如今可以去领取奖励 徐前辈和郭兄两人如今不在 我们将奖励分成五份 他们的那一份给他们所在的事例 如何 陈匪看着两人道 秦海山和佟玲云两人对视了一下 没有任何意见 这个紧急任务 因为发现了无相戒阵 奖励颇为丰厚 陈匪在任务中的表现有目共睹 如今徐武成和郭华生两人下落不明 陈匪的话自然就是最有效力的 陈匪见两人没有意见 接着一同来到人物店 找到了孙丽玲 说明了来意 半个时辰后 三人离开了人物店 陈匪是将自己的那份人物奖励 全部换成了修行所需的丹药 以及一些疗伤用的商药 在人物店 用任务奖励换取这些物资 比外面在商铺购买 还要优惠不少 至于那些疗伤盛药 陈匪倒不是为自己准备 而是打算拿给元臣剑派众人 片刻后 陈匪三人拿着两刀玉牌 分别去了徐武成和郭华生两人所在的市里 将玉牌送上 凭借这块玉牌 他们就可以直接去人物店换取自己所需 士气都极为的低迷 郭华生所在的门派就是一个四级势力 整个门派就郭华生一个河俏镜 郭华生下落不明 整个门派的焦虑心境可想而知 特别是他们知道这种下落不明 有时候代表的就是一种明确的含义 整个门派的实力大将失去了顶梁柱 这几乎是所有四级势力都有的情况 一旦门内的那个河俏镜强者丧生 整个门派就一落千丈 不知何时才能重新崛起 相比郭华生 徐武成所在的门派倒不止一个河俏镜 当中还有两个河俏镜中期 但徐武成也一样是这个门派最降的那个人 失去了徐武成 对这个门派而言也是伤筋动骨般的动荡 送完玉牌 陈匪回到修炼室内继续修炼 而分身则是前往元臣剑派如今所在的地方 分身顿影绝经过最近几天的修炼 虽然还没有突破到圆满境 但分身确实已经可以长久独立的存在 为此 陈匪还特意购买了一把极品零件 让分身来使用 下品法宝分身也可以使用 但分身如今就练俏镜后期的境界 陈匪本尊对外也知识和俏镜初期 让一个分身使用下品法宝 多少显得有些高调 毕竟很多穷一点的和俏镜初期 甚至连正经的下品法宝都没有 就如当初陈匪在海悦洞府外 斩杀的第一个和俏镜关红轩 都已经不要脸皮到 去直接抢夺练俏镜武者的机缘 可想而知穷到什么程度 让分身持拿下品法宝 等会儿可能莫保护到元臣剑派 还给元臣剑派招惹到不必要的麻烦 陈匪分身来到元臣剑派在海悦城中的驻地 让元臣剑派上下士气高涨 陈匪如今就是整个元臣剑派的定心丸 瞿青生等人来到海悦城后 听到不少有关和俏镜被海妖吞噬的消息 陈匪要是出点事情 元臣剑派也将被打回原形 至于瞿青生对于他们自己的安危 千语盟基本是让他们镇守海悦城周边 且对付的都是三阶以下的海妖 真出现三阶海妖 也会有合窍进强者上去阻拦 因而瞿青生他们反而还没那么危险 当然 如果真的遇到强大的海妖 他们也可能全军覆没 一个都别想逃走 陈匪将乾坤带内的商药拿出 分发了下去 来海悦城前 元臣剑派已经采购了不少商药 不过经过几天战斗 也用去了不少 且任务电队换来的商药 在药效上也会略胜一筹 我如今是分身状态 接下来一段时间 将会跟你们一起 陈匪将商药分完 看向众人道 瞿青生鸡人 神情有些恍然 难怪他们刚才觉得 陈匪此刻的状态看起来有些古怪 但又说不出来 如今想来 不就是分身跟真人的差异 陈水峰的人还感受不明显 但有修炼顿天行的门人 其实都有一些感应 而且之前陈匪让分身教导他们攻法 他们对于分身气息的感知更熟悉 但这次出现的分身 相较以往 似乎又有了很大的区别 但以他们的境界 又说不出区别在哪里 一连几天 陈匪的分身 一直待在元臣剑派当中 当中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诸位都在呢 没有打扰到诸位吧 这日 陈匪正教导 元臣剑派一些攻法上的疑惑 一道声音在门外响起 接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白衣圣雪 剑眉下狭长的眼眸 温润如玉 鼻弱玄胆 如青山般挺直 唯一美中不足的 则是嘴唇有些薄 看到来人 元臣剑派不少人 眉头都微微皱起 似乎对来人有些不喜 但又因为某些原因 克制着没有表现出来 来人看到了陈匪 但感知修位 知识练翘境 遂不在意 瑞卿 这是我从家父那求来的圣雪丹 不但助言 而且对修位也有一定的注意 来人走到继瑞卿面前 脸上带着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这人名叫柳世珍 其父是何俏镜强者柳万姑 瞿青生传言给陈匪 陈匪神情不动 脑海当中回忆了一下 想起了这个柳万姑的信息 何俏镜中期修位 突破到何俏镜已经百年 这辈子如果无其他机缘 应该是无法突破到何俏镜后期 而陈匪能够记住这个柳万姑 则是因为柳万姑所在的门派 有些特殊 长春派 就是这个势力的名字 而这个门派 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 基本都保持着两个 何俏镜初期同时存在的局面 多的时候 甚至有四个何俏镜初期 按理说何俏镜初期不少 应该会有诞生 何俏镜中期的可能 但这柳多年 长春派最降的 也知识何俏镜初期 何俏镜中期 始终无法突破 而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 长春派的传承功法有缺陷 长春派能够有这柳多人 突破到何俏镜 原因来自这门功法 无法突破到何俏镜中期 原因也出在这门功法上 长春逍遥诀 明面上是一门双修功法 但实则是一门采因补扬之术 好处不是军摊 而是直接被其中一人夺走 甚至有时候这种夺取 会直接夺掉另外一人的修为 甚至是性命 而柳万姑这个人 是长春派数百年来 第一个破开功法局限 突破到何俏镜中期之人 从这可以看出 柳万姑天资的高妙 多谢公子 心有领了 但要就不必了 姬瑞卿看着柳世珍 婉拒道 柳世珍样貌自不必说 胜过许多人 修为如今也是练俏镜巅峰 将来有望和俏镜 家世更是有一个和俏镜中期的父亲 如何看 选择道理上 都是上上之选 但只要了解到长春派的详细情况 根本就不敢答应 这简直是将自己往火坑中推 不过是一颗圣血丹 你我之间这般客气 显得生分了 柳世珍一脸真诚 想要将手中的丹药 塞到纪瑞卿的手中 难得遇到一个姿色和修为都不错的女修 且以柳世珍的经验 纪瑞卿恐怕还是处子之身 柳世珍前几天见到的时候 就决定将其收入手中 只是最近纪瑞卿一直躲着她 柳世珍索性直接来到了元臣剑派所在的驻地 纪瑞卿眉头微皱 向后退去 长春派势大 足有三个和俏镜强者 当中一人更是和俏镜中期 纪瑞卿不愿为门派招惹麻烦 看到纪瑞卿后退 柳世珍的眼中露出一丝藏的极深的戏血笑意 静止抓向了纪瑞卿的手臂 练翘近颠锋近剑 柳世珍想要抓住纪瑞卿 以纪瑞卿练翘尽后期的修备根本无从躲避 助手 瞿青生低声喝道 元臣剑派的其他人也将其是压向了柳世珍 陈匪眉头微皱 一道剑光自石海当中飞出 斩入了柳世珍的心神中 啊 柳世珍突然痛苦嘶吼起来 捂住自己的头颅 倒飞而出 第559章 兵不血刃 柳世珍倒在地面上 此刻心里满是惊恐与愤怒 柳世珍没有想到元臣剑派的人 竟然敢对自己出手 更关键的是 自己竟然毫无抵抗力 来之前 柳世珍特意查过 元臣剑派最降的 就是和翘近初期 且如今并不在这片驻地当中 而元臣剑派其他人 连练翘近巅峰都没有 跟和翘近正面冲突 柳世珍是不敢 即便他有一个和翘近中期的父亲 也是如此 但柳世珍就没想着正面冲突 就趁着对方不在这边 结果如今 竟然被人一下打穿了心神 柳世珍都没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柳世珍在地面上滚了几圈 正扎地站了起来 柳世珍没打算放狠话 他如今就想快速地离开 命是自己的 遇到危险 肯定先跑 至于之后 待他将事情禀明自己的父亲 自有定夺 大 一道脚步声 在柳世珍的耳边响起 柳世珍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正好对上了陈匪的双眼 下一刻 柳世珍的眼神变得迷茫 其心神微微颤动了一下 但马上被一股力量 强行压了下去 柳世珍惊怒的神情变得放松 接着若无其事地离开 消失在了元臣剑派的驻地当中 元臣剑派众人惊讶地 看着柳世珍的背影消失 接着又转头 看向陈匪 眼神当中满是惊奇 刚才事情发生得极快 不少人都莫反应过来 主要是心思乱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柳世珍 柳世珍练撬近巅峰的实力 虽是麻烦 但对如今的元臣剑派而言 并非无法解决 随着这几年元臣剑派的发展 瞳青生机人的实力 都已经接近炼翘境巅峰 资源足够 功法上又有陈匪分身指点 修为静静再不快 那瞳青生机人当初再先云城 也不可能修炼到炼翘境后期的水平 但柳世珍身后的长春派 相对如今的元臣剑派而言 是一个无法抵抗的存在 没事了 不用担心 陈匪看着瞳青生等人 笑着道 入梦觉 先将柳世珍的心神洞穿 接着让入梦觉 趁势而入 陈匪分身的实力之势 练翘境后期 因而入住的心神也受到了限制 无法超过和翘境 因而想让入梦觉奏效 必须让柳世珍的心神先受伤 而除了入梦觉 陈匪还施展了太玄天剑中的幻术 九家顶尖势力的功法 擅长的方向稍有不同 当中有一门传承中 就记录顶尖的幻术招法 陈匪结合入梦觉 直接将柳世珍的心神给蒙蔽 让其忘记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不过这种蒙蔽之事一时的 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且一旦让柳万姑看到柳世珍 估计就能察觉出异样 对于长春派 元臣剑派其他人担心 陈匪自己自然不可能有什么担忧的情绪 和翘境中期都杀了鸡个了 并不在乎多加一个柳万姑 知识如今的陈匪 并不想招惹这种无端的麻烦 多谢陈长老 纪瑞卿走到陈匪面前 微微欠身道 无需这般客气 陈匪摆了摆手 重新回到驻地之中 继续解答有关功法上的疑惑 元臣剑派其他人见陈匪毫不担心 也只能将担忧放在心底 另外一边 柳世珍离开元臣剑派驻地后 静止回到了长春派所在的区域 接着将自己关在了房屋当中 长春派其他人见到柳世珍 也没有察觉出异样 柳世珍的举止 跟平日里完全相同 入梦绝根换数 只是让柳世珍遗忘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并没有让柳世珍失去往日其他的记忆 柳世珍此刻回屋休息 是感觉到自己实海当中隐隐作痛 所以想要好好休息一番 夜晚 柳世珍离开长春派驻地 去了海域城中的风月楼 期间与人发生冲突 但最终不了了之 拥有长春派的名头 还有何俏进中期的父亲 一般的人确实会多给柳世珍几分面子 不愿意将事情闹大 第二天中午 柳世珍在赌坊中 又与人争吵 不过最终也是草草收尾 柳世珍感觉自己的心情易怒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蒙蔽 偏偏柳世珍找不出缘由 柳万姑和长春派 其他两人合窍境 此刻在海域城外执行任务 因而 柳世珍即便想要找人问 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人 一连过了三天 柳世珍情绪变得越发糟糕 恰巧海域城下发任务 长春派与其他记家门派 一同出了海域城 执行任务 长春派一些弟子 不敢离柳世珍太近 柳世珍最近脾气越发乖张 动辄就是打骂 不少门人弟子被其打成重伤 以往柳世珍在长春派内 秉信就极为嚣张 只是到了海域城后 收敛了许多 毕竟 这里不是长春派 外面随便碰见一个人 可能都是和翘镜 甚至是和翘镜后期强者 在这种环境下 继续这样嚣张跋扈 很容易出现问题 柳世珍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最近今日 就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华 海浪翻起上百米高 接着用力砸下 海妖开始出现 档中隐约有三阶海妖的身影 长春派众人截阵沙妖 柳世珍压着心底的烦躁 跟周围门人一同配合 只是随着周围血腥味变得浓郁 柳世珍眼中的血丝 也开始逐渐增多 一只三阶海妖出现 长春派的人立刻退后 同时 海域城这边 有和翘镜强者冲上去拦截 柳世珍看着前方出现的三阶海妖 双眼中的血丝骤然增多 一股无法抑制地 冲动在石海当中翻滚 杀 柳世珍脑海当中 瞬间涌上杀意 想要冲向那只三阶海妖 但求生的本能 又让其停在了原地 长春派的人快速退后 以练翘近的速度 瞬息就是百米的距离 唯有柳世珍顿在了原地 身躯在微微颤动 长春派的人看到 柳世珍没有后退 全部愣了一下 三阶海妖就在前面 退得稍慢一些 就是生死的下场 这已经是许多恋翘近 用自己的性命 得出来的结果 柳世珍 快回来 旁边有人大声喊道 神情之间满是交集 想要冲上去 将柳世珍拉回 但不过几步 就被三阶海妖 气息射得难以一步 柳世珍抬头看向海妖 杀意跟求生本能 还在不断碰撞 但看到近在咫尺的海妖 下意识地运起一剑 向前刺去 正从远处 冲向海妖的河翘近 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海妖出剑 哄 爆裂声中 柳世珍倒飞而出 人在半空中 气息已经一落千丈 那和翘近想要救援 都有些来不及 碰 柳世珍砸在礁石上 整个身躯嵌入其中 血沫不断从其嘴中渗出 以精进气多出气手 世珍 你怎么样 一道身影出现在柳世珍旁 正是刚才想要喊住柳世珍的那人 此刻这人看到柳世珍的模样 整个人的心跳 几乎都要停顿 不是他有多心疼柳世珍 而是柳万姑叮嘱过他 在战场上 要看好柳世珍 万事保命为主 如今柳世珍这般模样 他该如何向柳万姑交代 想要将伤药塞入柳世珍的嘴中 却被血沫冲出 涂抹用的伤药 也丝毫不现效果 柳世珍看着来人 此刻双眼恢复了一些清明 想要说什么 却已经无力说出 正扎了片刻 气息彻底断绝 看到柳世珍气息消散 来人顿时面如死灰 柳万姑执行人物快要回来 这该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 元臣剑派众人 就听到柳世珍死掉的小道消息 在海玉城 死一个何俏镜都不稀奇 更别说死了一个恋俏镜巅峰 不过因为前几天的冲突 所以元臣剑派的人 又特意关注了长春派的情况 所有人都觉得柳世珍死有余辜 但心里也隐隐猜到 这件事可能跟陈匪有着一些关系 只知道何俏镜战力强大 从来不知道 原来何俏镜杀人 竟然也可以这样悄无声息 过了数天才真正爆发出来 没有人去询问陈匪 大家都将这件事埋在了心底 而陈匪的分身 则是当做什么事情都莫发生 平日里就是为大家解释功法上的疑惑 同时跟随众人一起去做防御人物 陈匪分身的实力 比元臣剑派所有人都强 又汉不畏死 只要不是遇上三截海妖 几乎都可以护得所有人周全 甚至即便遇上海妖 陈匪分身也可以吸引海妖的注意 为其他人脱离 以及何俏镜的出现 提供时间差 因而 随着陈匪分身的到来 元臣剑派众人 虽然依旧会受伤 但大多是已经是轻伤 而在这种随时可能丧命的气氛下 元臣剑派众人修炼的效率 反而还提升了很多 分身在保护元臣剑派 而陈匪的本尊 则是不断调整着自己修炼的方式 提升三门功法的熟练度 自不必说 这个参悟的速度 已经非常的快 已经无法再提升 陈匪如今调整的 是该如何快速地 将元力修为给提升上去 就如闽延路所言 和翘境的修行 其实就是不断垂炼体内那磕和翘的过程 吸收天地元力 逐渐提升 是一条路子 那有没有可能 还有其他更快的捷径 第五百六十章 强行突破 和翘四转 和翘境中期 在整个千语盟当中 已经算是中间层级的力量 也很少有力量 可以威胁到这个境界的武者 毕竟和翘境后期就那魔多 和翘境巅峰 更是少之又少 千语盟为了保证稳定 又禁止势力之间相互攻杀 即便不小心惹到了那些顶尖势力 只要愿意低头 并且付出足够多的利益 还是可以保全住性命的 就如那血战 看似要出很多中品元石 但其实 也在变相保护实力弱一些的势力 但如今 随着海妖的进犯 千语盟以往那种安定的环境 已经开始遭受破坏 千语盟有山海境坐镇 并且还是两个 如果算上海月真人 这个天然的盟友 千语盟在高端力量上 无疑是极强的 但就是这种力量 千语盟依旧无法将 这次进犯的海妖彻底斩出 闽延路更是要坐镇在前线 很显然 在对面海妖当中 也有相等的力量在抗衡 山海境也无法做到 比其功于一亿 只能这样对号主 陈匪想起之前听到的传闻 无尽海中心出了动荡 让一部分实力弱的海妖不得不迁移 千语盟的位置 远离争端正好可以休养生息 因而这些海妖来了 之前陈匪对于这个传闻半信半疑 如今随着待在海域城的时间变长 对于这个传闻倒是越发相信 不过 不管这个传闻到底是真是假 这个战争没有那么快结束 却是真的 陈匪想要在这场战争中 保全自己的性命 除了尽量远离争端 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实力 陈匪如今提升实力的速度 其实已经算非常快 哪有人参悟功法 每时每刻都有感悟的 更没有人参悟功法 是同时来三门 门门还不重样 还有陈匪每天服用灵丹的数量 一般的合窍境中期 要这样的吃法 修味能不能提升不知道 肉身恐怕要先支撑不住 出现问题 而陈匪则是服用多少丹药 就能提升多少实力 每天几乎都处于突飞猛进的状态 其他人要是知道陈匪这样的修炼速度 恐怕得羡慕的眼珠子瞪出来 按照陈匪自己的估计 天青花 让合窍间韧度大幅度提升 导致每天丹药服用量增多 估计之需不到两年的时间 陈匪就可以让体内的合窍塌陷一次 也就是合窍四转 当中不会遇到任何的瓶颈 因为功法的领悟度足够高 足以支撑修味静静到达那的程度 后续不到十年的时间 陈匪就有把握让自己突破到合窍境后期 以不到五十的年龄 成为合窍境后期强者 千语蒙已经有太久 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 那些顶尖势力的天骄与陈匪相比 都要黯然失色 毕竟在那些天骄的规划中 他们也只是打算在两百岁前 江修为境界提升到合窍境后期 接着为在花束十年提升到合窍境巅峰 到时候服用严寿灵才 就有将近百年的时间考虑如何突破到山海境 这已经算是最为快速的突破方式 当中各种瓶颈的问题都没有考虑的太多 而千语蒙正魔多年来 能以这样速度突破的 其实不过击掌之数 而所谓天骄的数量 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陈匪对于这样的修炼速度 没有不满意 但现实的情况 却是需要陈匪再快一些 面板几乎给了陈匪无上的天资 但这天资需要时间来兑换 陈匪如今缺少时间 因而陈匪必须想办法 更快地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 陈匪盘吸在蒲团上 血液环绕着整个修炼室 淡淡的光芒拢照四周 陈匪一边提升三门功法的熟练度 一边感知着体内和翘 在一丝丝提升中 提升的过程很顺利 甚至可以说是丝滑 当中没有丝毫要陷入瓶颈的趋势 陈匪斟酌了许久 停下了三门功法的提升 双手结印 开始运转太玄天剑中 记载的一门秘法 当初陈匪最早得到的 一门和翘境功法 汇原玄公中 记录一门破翘秘法 让当时的陈匪 从出入和翘境 踏入到了和翘境一转的境界 汇原玄公之是一门 中庸平和的功法 当中都记录了这样的秘法 其他九家顶尖势力的传承 当中自然也有不少 这样跋生境界的秘书 知识这样的秘书 很少人会去使用 因为一个不好 可能就会伤及和翘 得不尝试 如果是之前 陈匪也不敢尝试这些秘书 但服用天青花后 和翘如今的情况 让陈匪的胆子一下大了起来 以陈匪如今对功法的领悟度 以及身体的条件 已经拥有了施展这些秘书 并且成功的基础条件 陈匪的眉心露出一条裂缝 天眼运转 光柱直接穿过皮肉 照到了和翘上 和翘中更加细微的变化 出现在陈匪的感知当中 既然要强行提升和翘 自然要对和翘的每一分变化 了如指掌 普通心神的感知 虽然已经足够精细 但陈匪需要更加彻底的把控 一分一毫都不错过 哇 陈匪的身躯 微微颤动了一下 一丝连衣在修炼室中荡漾开来 而此刻在和翘周围 一股巨大的压力 正将其完全环绕 这个场景 跟荡初练翘径突破和翘径 强行将108颗练翘练合一 有些相像 但在细节上 又完全不同 因为此刻和翘拥有的力量 远远超过了当初108颗练翘的总和 正常修炼 是体内原力不断增强 潜移默化的压缩和翘 让原力精纯 如今却是强行要将和翘压缩 将以往需要数年时间完成的事情 在这片课间完成 当中拥有的凶险程度 比之五者突破和翘径 不知要难上多少 天眼之下 和翘开始出现不稳 这种不稳如果持续 那后面的结果 就是和翘破裂 陈匪跟聚天眼观察到的结果 开始调整和翘周围压力的变化 保证和翘上受到的力量 完全是均衡的 丝丝震动 开始从和翘中荡漾开来 陈匪的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 也被这种波动带着不断振战 陈匪神情不动 不断加注压力在和翘上 拥有太玄天剑中的秘法 尽管秘法还未大圆满 但因为天眼的辅助 让这强行压缩和翘 变得可行起来 甚至因为可以观察 且掌控每一分力量 这种压缩一下 变得可控 按照太玄天剑中的秘法 那种压缩其实凶险极大 且必须在半个时辰内完成 不然再坚韧的和翘 都可能崩碎 但此刻陈匪一点一点压缩 模拟平常原力 自然压缩和翘的方式 一下让这个过程的 凶险减少了数倍 如今的陈匪 就像是给和翘添加了加速器 将需要两年时间 才能走完的路程 在数个时辰内走完 和翘在一丝丝的缩小 当中 给予的反振变得越来越强 但陈匪始终动胎掉整和翘周围的压力 让和翘处在稳定状态中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陈匪不急不慢 看着和翘 被压缩到一个临界点的位置 半个时辰前 和翘就处于这个大小上 如今依旧处在这个位置 陈匪没有着急 就这样跟和翘耗住 尽管此刻和翘周边的反振力 瞬息万变 但陈匪一步不落 始终保持同样的变化节奏 提前服用新神的丹药 还有特意去新鬼界斩杀的新鬼本源 都让陈匪的新神后劲勃发 短时间内 不用忧虑新神不足的问题 海玉成 长春派驻地 柳万姑脸色阴沉地看着柳世珍的尸体 属于和翘近中气的气势弥漫四周 让周围的人大气都不敢喘 世珍在三街海妖出现的时候 没有后退 柳万姑转头看向宗正人 言语间不带丝毫的感情 是 想要拉回 已经来不及 宗正人低头道 柳万姑看向其他人 那些人全部低下了头 柳万姑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种事情上 这些人不敢骗自己 但一个恋翘镜 看到三街海妖 竟然仿佛被吓傻了一般停在原地 柳万姑不相信柳世珍如此陌落 那只能是 当时在海域城外 有人暗算了柳世珍 我要世珍最近一段时间 所有的活动轨迹 跟何人结怨 我全部都要知道 柳万姑看着宗正人道 也许是柳世珍得罪了人 也可能就是长春派的仇家 但不管是哪一个 柳万姑都需要知道一个真相 是 宗正人赶紧低头称是 刚有些庆幸 柳万姑没有责罚自己 就感觉到胸口一痛 一口鲜血不由自主地喷出 这是小成 接下来的事情 不要再让我失望 柳万姑低沉的声音 在宗正人的耳边响起 宗正人不由打了个寒颤 海域城修炼士 陈匪盘夕而坐 室内的天地元气 正在微微颤动 某一刻 这种颤动的频率 达到了一个峰值 陈匪的眼睛骤然睁开 一股巨大的吸力 自陈匪的身上涌出 修炼士内的天地元气 以惊人的速度涌向陈匪 填入到陈匪的河窍当中 耗时六个时辰 当中单单河窍 一动不动的状态 就耗费了三个多时辰 终于 河窍被陈匪 压缩到了四转的位置上 天地元气倒灌 陈匪体内的元力 开始压缩精纯 陈匪的气息 节节攀升 感知着身体变化 陈匪脸上 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整个突破 波澜不惊 陈匪原先预料的各种状况 在天眼以及太玄天剑秘术上 全部都被轻松解决 元气倒灌 持续了数个时辰时间 也就是修炼室内的元气 足够充足 不然 这种汲取方式 要是在外面 必定会引起一定范围的天象变化 合窍四转 似乎并没有多困难 所以 合窍五转 也不是不能再是一次 陈匪感知着身体当中的力量 目光微微闪动 第561章 你算什么 合窍三阔 即三转 踏入合窍境中期 再三线 六转 踏入到合窍境后期 再之后 在合窍上三花聚顶 即九转 就可踏入合窍境巅峰 太玄天剑中 详细记录了 如何将修位提升到合窍境巅峰的位置 每一步都有详细的规划 陈匪按部就班 修炼到合窍境巅峰 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但这个需要时间 数十年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时间不算长 到时候 陈匪的年龄 甚至还未过百 合窍境寿三百 到了合窍境巅峰 获得严寿密钥并不困难 也就是说到时候 陈匪足有两百多年的时间 去思考该如何突破到山海境 但陈匪想要加快这个进程 所以才有了如今强行突破 而整个过程 连有金无险都算不上 很是顺利地被陈匪突破成功 不过陈匪没有马上继续压缩合窍 这种强行突破 对于合窍中归是有损伤的 虽然细微也不伤根本 但陈匪如果继续强行突破 就会将这重损伤扩大 最后导致崩溃 休息数月 就可让合窍恢复如初 到时候便可再行突破 感知这合窍的情况 陈匪估算出了一个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在合窍境中期基础上 再进一步 这个速度传出去 骇人听闻 但拥有了天眼辅助 数月时间 更是可以让泰玄天剑的熟练度 更进一步 陈匪对于自己强行 突破到合窍无转 充满信心 如果这个时候 再有一份天青花 或者类似的灵雾 将合窍直接修复并且加强 陈匪都敢直接强行 突破到合窍无转 但可惜 这种宝物 陈匪之在闽延路身上得到 在千语盟当中 甚至都没有类似的消息传出 即便真有这样的宝物 即便不自己服用 也会内部消化掉 而不是拿到外界贩卖 陈匪眼睛闭上 血光重新出现在修炼室内 三门功法的感悟 再次在石海当中碰撞 接着被陈匪一一吸收 几颗三接上品单药 自药瓶中飞出 进入陈匪口中 化成精醇药力 在其身体当中弥漫 几个月修复合窍的时间 陈匪依旧会 按照正常的方式来修炼原力 这样不仅可以加快合窍的修复 也能够让修位增进几分 强行突破也是需要基础的 距离突破的位置越近 肯定突破的难度会越低 陈匪虽然对强行突破有信心 但绝不介意多降低一些难度 转眼过去数天 陈匪一直待在修炼室当中苦修 期间陈匪云来过一次 在陈匪的修炼室当中 两人探讨了两个时辰的修炼心得 草长英妃 清泉石流 修炼室内的天地元气 始终处于有节奏的震荡当中 久久没有平息 最后 陈匪云感觉收获良多 心满意足 但终归是有些跟不上陈匪的节奏 导致最终体力不支 提前离开了陈匪的修炼室 并相约下次再战 长春派驻地 宗正人小心翼翼地 将这几天收集到的信息 交到了柳万姑的手中 柳万姑看着手中的遇见 片刻后将头抬起 看向了宗正人 这是世贞从来到海域城后 所有的活动轨迹 柳万姑面无表情问道 是 我再三合验过 没有错漏 宗正人赶紧到 为了保证消息的准确性 宗正人这几日就没有合验过 将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了这件事上 很多稍微模糊一些的信息 宗正人都要再三追问 直至将信息补完 宗正人明白 如果自己不将这件事办得漂亮一些 那柳万姑就绝不仅仅是像 积天前那样小成 即便宗正人是 长春派的恋翘镜巅峰 看似地位崇高 但是在和翘镜眼中 并非是不可替代的 在长春派内 恋翘镜巅峰舞者并不少 长春派的功法特性决定了 只要有足够优秀的卢顶 修炼的速度将会非常的快 因而 长春派即便少了 宗正人这模一个恋翘镜巅峰 也最多就是有些损失 仅此而已 并不会造成什么波澜 柳万姑自然不会直接杀掉宗正人 但身为长春派真正的掌权人 柳万姑想要一个恋翘镜死 方法太多 而且不会引起丝毫的非议 宗正人明白这一点 所以才会拼命地将这件事做好 柳万姑没有说话 脑海当中将预检当中的信息不断拆解 找寻当中可疑之人 单单从预检上的信息 柳世珍在海域城内 可以算是非常老实 这也是柳万姑提前叮嘱过柳世珍 这里强者太多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得罪的那个人 身后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背景 柳世珍很显然将这句话听进去了 也执行得不错 但即便如此 柳世珍还是死了 死在了海妖的手下 柳万姑在脑海当中筛选出几个可疑的人 下一刻 柳万姑消失在了原地 宗正人看到柳万姑消失 脸上如释重负 自己这条性命 算是保住了一半 至于另外一半 如今纯粹看柳万姑的心情如何 柳万姑心情好 那宗正人可以安然无恙 如果柳万姑心情不好 那宗正人依旧有性命之忧 这就是弱者面对强者 最为无奈之处 即便你将自己的事情做得再好 最终的结果依旧不是你来决定 而是他人 而他人决定你的结果 有时候 完全就是看自己的心情 跟你这件事办得好不好 有关系 但这关系又不太多 柳万姑站在一处院墙上 居高临下地 看着下方一人 柳万姑此刻 就如跟院墙融为一体般 人明明站在那里 但院内的人却对他视而不见 柳万姑没有隐身 和翘近的气息也在 但用心神直接蒙蔽院内所有人的感知 让他们下意识地忽略掉了柳万姑的存在 柳世珍的死 柳万姑必然要找出一个答案 柳世珍是柳万姑那魔多子寺当中 最为优秀的一个 这次来海玉城 柳世珍本 可以留在长春派内 但最终柳万姑还是决定将其带来 练敲镜想要突破到何翘境 极为艰难 即便是长春派的功法 可以稍微投机取巧一些 但也只是稍微降低难度 而在海玉城这种高压氛围下 反而有可能激发舞者的潜力 让人更进一步 柳万姑想过 柳世珍可能会遭遇危险 甚至是直接生死 但柳万姑绝不愿意相信 柳世珍是以这样的方式死去 柳万姑站在院墙上观察了片刻 接着消失不现 三天后 柳万姑出现在方式当中 看着前方的陈匪 一步步向前走去 陈匪正站在一间商铺门口 似有所觉 转头看向了柳万姑 柳万姑目光直刺陈匪 眼神当中满是阴冷 元臣剑派 陈匪 柳万姑走到陈匪面前 和翘境中期的气势 笼罩住陈匪全身上下 是 阁下哪位 陈匪点了点头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害死我长春派的人 柳万姑一声低喝 阴冷的气息一下笼罩四周 一些路过的舞者感知到气息 不由的一惊 全部躲到了一旁 两天前 柳万姑就去元臣剑派的驻地看过 但一眼扫过 全部都是练翘境的修位 连练翘境巅峰都没有 根据柳万姑得到的消息 元臣剑派有一个和翘境初期 不过一直在海域城的修炼室中闭关 柳世珍来过元臣剑派驻地 虽然片刻后就离开 但柳万姑不愿意放过任何可疑之人 想要让柳世珍那样送死 元臣剑派那个和翘境 就有嫌疑 有嫌疑 柳万姑自然要来试探一下 今天柳万姑就是听到丁梢的人说 陈匪出了修炼室 因而柳万姑直接来到了方氏中 堵在了陈匪的面前 长春派 阁下是不是误会了 在下一直自从上次任务归来 一直在修炼室内 陈匪脸上露出一丝惊讶道 前两天柳万姑去元臣剑派驻地的时候 陈匪的分身其实就已经发现 知识分身假装不知 且柳万姑后面也直接离开 并没有出手试探元臣剑派的人 陈匪还以为这件事会到此结束 毕竟当时柳世珍就来元臣剑派驻地片刻 元臣剑派的嫌疑应该是极小的 陈匪没有想到 这柳万姑竟然还会来上这磨一出 敢做不敢当 害我长春派之人 你就应该会想到有这磨一天 柳万姑身子微微前探 体内元力波动 仿佛下一刻就会直接出手 陈匪发生什么事了 一道声音突然在旁边响起 佟陵云从商铺中走出 站在了陈匪的身旁 柳万姑看到突然出现的佟陵云 感知其何俏镜中期的修为 眉头一下皱了起来 这陈匪竟然还有何俏镜中期的朋友 特别是刚才佟陵云看向陈匪的目光 柳万姑看得清清楚楚 这朋友的关系估计都不一般 这位前辈在问些事情 陈匪看向佟陵云轻声笑道 佟陵云看向柳万姑 眼神当中带着一丝古怪 刚才柳万姑那盛气凌人的模样 佟陵云感受得清清楚楚 和俏镜中期是不错 佟陵云自己也就这个修为 但陈匪什么人 一天之内连长五个和俏镜中期 你柳万姑算什么 第562章 野蛮 陈匪和俏镜初期的修为 太有迷惑性了 即便是当初的徐武成 堂堂和俏镜后期的境界 也愣是莫看出陈匪真正的修为 佟陵云知道柳万姑 不知道陈匪的真实实力 以为以自己和俏镜中期的境界 压一个和俏镜初期 定然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当初围攻佟陵云的廖明雷三人 也正魔想 结果如今骨灰都被扬得 不知道去了哪里 因而 此刻看着柳万姑那剑拔弩张的模样 那重古怪的感觉 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佟陵云的心里 柳万姑被佟陵云的目光看得有些不满 不过面对同阶舞者 柳万姑并没有像刚才那样的态度 柳万姑瞥了陈匪一眼 再看了一下佟陵云 直接转身离开 没有多留一句话 如果元臣剑派身后 有何俏镜中期撑腰 那柳万姑仅仅是试探的情况下 已经不可能再做其他的事情 除非柳万姑有万全的把握 柳时珍就是元臣剑派害死的 那心虚柳万姑真的会动手报复 即便对面有一个同样境界的佟陵云 但此刻 做到如今这些 已经是全部 无缘无故地得罪一个和翘境中期 柳万姑自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毕竟没有庞大的利益纠葛 一般人根本不会去得罪同阶舞者 我都担心你一剑斩了他 佟陵云看着柳万姑走远 不由转头对陈匪笑着道 这虽是一句玩笑话 但也表明陈匪此刻在佟陵云心目中的位置 在佟陵云看来 陈匪如此年轻 修为战力又如此的高 将来成为和翘境后期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甚至 如果未来机缘足够 未必不能修炼到和翘境巅峰 和翘境巅峰 这是可以铸造一个顶尖势力的庞大力量 按照陈匪的年龄 如果真的成就了和翘境巅峰 那山海境 也未必不能畅想一下 一想到这个结果 佟陵云看向陈匪的目光 就越发地柔情 走吧 陈匪微微一笑 转身朝着其他商铺走去 柳万姑对于陈匪而言 并不是什么麻烦 但对于元臣剑派而言 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因而 陈匪才会那样处理柳世珍 将这重威胁降到最低 陈匪在方式中采埋好修炼所需 就静止回到了修炼室内 开始日复一日的修炼 修炼这种事情极为平淡 但只要看着修炼的功法 熟练度不断上涨 那重满足感 就让人忍不住沉迷进去 而且真的平淡的时候 这种烦闷自然也就消失得一前二进 时间一点点过去 转眼过去两个月的时间 修为上 陈匪一直服用三阶上品灵丹 而且仗着体魄与何修的强大 陈匪每日服用的量都是超额的 在其他何修进中期那里 两个月有可能毫无寸进 好一些的 估计就是略有所得 但陈匪却是 直接在何修四转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 按照这样的节奏 三年之内 陈匪必定可以何修五转 当然 陈匪不会等待那磨长的时间 如今何修当中一些细密的伤痕 还没有完全恢复 只要一恢复 陈匪就会马上选择强行突破 修为上突飞猛进 功法参悟上自然更是如此 这么多年 陈匪的夜晚一直都是在修炼当中度过 修系是人的本能 但陈匪却是将这种本能硬生生地克制住 修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睡眠 但肯定没有睡眠那么舒服 依靠陈匪这两个月 几乎不眠不休地刷熟练读 分身顿影诀 率先突破到了圆满径 陈匪在元臣剑派的那道分身 实力自然也达到了练翘境巅峰 不过对于如今的陈匪而言 只是一道练翘境巅峰的分身 帮助并没有多大 对于元臣剑派而言 也是如此 唯有将分身顿影诀修炼到大圆满径 分身拥有何翘境初期的战力 到时候 无论是对陈匪 还是对元臣剑派 都将是一个巨大的助力 要知道 分身顿影诀 是有融合替身影正门功法的 也就是说荡分身的实力达到和翘境初期 陈匪将其融入到本尊当中 本尊可以直接加持一道和翘境初期的力量 和翘境中期加一个和翘境初期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功法还没有大圆满 陈匪也说不清楚 但值得期待 再一个月 聂血元公也被陈匪修炼到了圆满径 聂血元公本意是用来修炼体魄的 但陈匪莫看上这个能力 更多是看中其气息变化这个效果 虽然聂血元公还没有到达大圆满径 但圆满径的聂血元公已经 可以发挥出一部分的力量 修炼室内 陈匪前方地面上放着一个玉瓶 档中盛放的是三阶初期海妖的精血 瓶腮打开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飘荡开来 一下弥漫在了整个修炼室中 陈匪双手结印 体内的原力按照聂血元公的线路运转开来 玉瓶当中的精血被引动 一下没入到陈匪的身体当中 陈匪同时运转阵龙象 将这些进入到身体当中的海妖精血 全部堆积到了右手手背的位置 按照涅血元公的方式 这些精血 其实是要散入身体四肢百骸当中 但因为阵龙象 还有圆满静涅血元公特意掌控 才能做到这一步 海妖精血开始强化陈匪右手的手背 同时隐隐约约间 陈匪的耳边开始出现若有若无的声音 这些声音出使息不可闻 但随着陈匪手背位置的不断强化 这声音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直至最后变成海妖的嘶吼声 这就是炼化海妖精血 必然带来的一种后遗症 因为精血当中有着海妖的印记 这种印记外人很难销毁 炼化海妖精血 等于将这些印记一并吸收 即便抑制极强之人 随着不断炼化海妖精血 常年累月之下 自身的心神也必定会受到影响 因而修炼着重功法之人 最后能够有好结果的 并没有多少 很多舞者最终都癫狂而死 时间过了一个时辰 陈飞手背上的海妖精血炼化完毕 陈飞耳边海妖的嘶吼声也变得轻微 直至最后消失不现 圆满境的涅血缘功 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削减海妖精血中的印记 也就是说功法的参悟程度越高 炼化精血的危险就越低 而陈飞如今又只淬炼了手背一小块的区域 这种影响自然更是微乎其微 因而此刻海妖的嘶吼也消失不现 当然 这只是陈飞第一次炼化 往后随着炼化的次数增多 这种影响会逐渐累加 到最后变成一种击中难返的程度 不过陈飞就莫打算多次炼化 最多是之后将海妖精血的层次提升一些 如今三阶初期海妖的精血 多少有些弱了 陈飞起身 看着自己的手背相比其他地方 这里的色泽会稍微重一些 哇 陈飞控制涅血缘功 直接激发了手背上的力量 下一刻 陈飞的气息一下变得古怪了起来 野蛮 粗暴 还有一种责任而逝的惊悚感 跟一般的舞者气息 有着很大的差别 陈飞感知着自己新的气息 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笑意 以往做事情 陈飞都要特意将自己留在现场的气息展出 而如今拥有这样全新的气息 这样的顾虑可以少一些 陈飞停止运转涅血缘功 气息一下变成了原先的模样 一个专门粹体的功法 硬生生地被陈飞练成了一种 类似异熔术般的功法 涅血缘功到此 已经算是完成陈飞心中的预想 继续修炼到大圆满静 似乎意义已经不大 不过陈飞决定 还是继续修炼看一下 反正修炼涅血缘功 并不会影响陈飞 修炼其他两门功法 一只羊是敢 一群羊也是敢 那所幸 就将涅血缘功修炼到大圆满静 兴许会有其他的惊喜 也说不定 在陈飞待在修炼室中修炼的时候 海域城周边的情况 却是开始逐渐恶化 尽管千语蒙 几乎绝大部分的力量 都已经这里 更有山海境的闽沿路坐镇 但海域城面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原因很简单 海妖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无尽海是海 陆地之占据其中极小的一部分 因而 这里真正的主角 其实是那些海妖 他们拥有的天独后的修炼条件 也因此 无尽海内的海妖到底有多少 没有人说得清楚 海域城和翘境的损失开始增多 虽然绝大部分都还之适合翘境初期 但依旧让人心惊胆战 至于练翘境 要磨就之是小伤 要磨就是全军覆没 和翘境都来不及救援 或者想要救援的时候 被其他的海妖拖住 元臣剑派这几个月参加守卫任务 当中经历了好几次险象还生 也就是 陈匪分身刚好在 可以提前感知到三阶海妖的出现 及时带着元臣剑派众人后退 不然此刻元臣剑派 还想像现在这样安然无恙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随着海妖不断变多 分身有时候 即便可以提前感知 但能不能每次都这样逃掉 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又过一个月 在太玄天剑即将达到圆满境的时候 有人来到了陈匪所在的修炼室外 第563章 破人就犯 飘荡在周围的血液 回到了陈匪的身体当中 陈匪起身将修炼室的门打开 看到外面站了两个人 穿着海玉城任务殿的服饰 两位这是 陈匪有些疑惑道 有个任务需要你协助完成一下 这是任务信息 明天午时前 你需要前往报道 方思傅脸颊有些狭长 下巴尖锐 看起来显得有些刻薄 此刻方思傅竟 直将一块玉剪拿出 不由分说地递给了陈匪 陈匪看着玉剪 并没有接过去 看了一眼方思傅 又转头看向了旁边一人 我们是人物店的人 这是玉牌 你可以查验 莫续阳献陈匪看过来 微微一笑 从袖中拿出了一块玉牌 人物店的人 都有各自的身份证明 防止有人随意冒充任务店的人 如今是战时 冒充任务店的人 一旦被发现 是会被直接抓起来 若有反抗 更是可以就地击杀 而被抓入大牢中 想要活着出来 也要执行各种危险任务 才有可能 一而海域城内 敢冒充任务店的人 几乎没有 在下莫怀疑两位 但这个任务 在下拒绝接受 陈匪没有看莫续阳的玉牌 平淡倒 任务什么内容你都没看 你就拒绝 听到陈匪的话 方私傅的眉头一下皱了起来 目光当中带着不悦 在下之前完成过一个紧急任务 按照人物店的规矩 我在一年之内 都不需要再执行任务 陈匪迎住方私傅的目光报 人物店的每一个紧急任务 难度都非常大 自然危险也极高 因而 人物店有额外规定 只要完成了紧急任务 在一年的时间内 可以不执行其他任务 陈匪之前发现了无相戒阵 可以说极为出色地 完成了那个紧急任务 正因为如此 陈匪这几个月 才能安心地 一直待在修炼室当中 现在不是当初 最近外面的情况 已荆棘未严峻 容不得 你在这里继续舒舒服服地修炼 方私傅听到陈匪台 出任务店的规矩 眼中的不悦更甚 你应该也有所了解 海域城外的海妖越来越多 我们的人手 已经有些不足 默须仰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看着陈匪 继续道 我们知道 你之前完成了一个紧急任务 但你也休息了数月 如今刚好有个任务 需要你 所以我们才来找你 说得有理 陈匪点了点头 但依旧 没有接过预检 就这样看着默须仰两人 默须仰听到陈匪的话 还以为陈匪被说动 结果看陈匪 还是没有接过预检的意思 但凡 陈匪将预检接过去 并且看到了里面的内容 那个时候 即便陈匪再不想去 也不得不去 因为任务信息 只能给予接任务的人 陈匪不去 变相的任务消息泄露 这种情况绝不被允许 到时候 陈匪即便一年内 已经完成过紧急任务 这一趟新的任务 也不得不去 正因为如此 陈匪刚将修炼室门打开 方司夫就开门见山地说事情 更是将预检直接递出 就是想要打陈匪一个措手不及 让陈匪被动地将这个任务接下来 战事期间 人物店的权力很大 不仅仅是简单发布任务的地方 遇到需要暴力执行规则的时候 也是人物店的人出手 因而 一般舞者看到人物店的人 天生气势会弱上几分 又没有搞清楚 人物店规则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助导 陈匪倒是不知道人物店的细则 但这要不接人物店的任何东西 自然就不会有任何的事情 特别是陈匪还站立的情况下 你什么意思 方司夫看陈匪无动于衷 宁声道 还是原先那句话 我拒绝接受这个任务 陈匪评弹道 现在是特殊时期 海玉成需要你的力量 你就是这样回应的 方司夫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声音开始变得大声 我只是按照任务店的规矩办事而已 陈匪的神情没有变化 现在情况复杂 就有的规矩 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你是这个任务最适合的人选 你拒绝 但这个任务集有可能无法完成 即便能够完成 恐怕也要牺牲不少人 墨续扬尘声道 如果任务店的规矩发生变化 请随时告知于我 我会按照新的规矩办事 陈匪没有接墨续扬后面的机具化 什么叫做最适合的人选 千语蒙镇摩大 拥有各种能力的舞者层出不穷 那些普通势力的不说 单单是十大顶尖势力当中 拥有的强者就不知道有多少 陈匪得到过这机家势力的功法 因而很了解这些势力 同等修为境界的情况下 这些顶尖势力出来的舞者 肯定比同阶的墙上不少 不仅是实力强 还有其他的辅助能力 也是顶尖的水准 如今竟然要强迫陈匪 来接受新的紧急任务 陈匪对外展现的修为 就知是何俏镜初期 这任务肯定不简单 因而才会贪派到陈匪这里 说到底 就是觉得陈匪莫什么背景 能力又比较契合 这种情况下 自然要将更加危险的任务 给类似陈匪这样的人 如今任务店不仅有千语盟总盟的人 还有其他十家顶尖势力 和翘境巅峰在其中 分配任务有偏袒 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对于这点 陈匪早有预料 舞者世界相比于普通人的世界 虽然有很大的不同 但很多基础人性的东西 依旧在那里 不会变 也不可能变 至于任务会牺牲人 这种事情 如果也能压到陈匪头上 算陈匪的责任 陈匪也是无话可说 但是 他们压是他们的事 陈匪自己不会 将这重事归结到自己的身上 更不会产生什么心理负担 修炼舞道这魔多年 陈匪要是连这些都看不清楚 那这舞道也是白修了 方司夫和莫续阳两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面对如此油言不尽的陈匪 一时之间 他们也没有其他好的法子 说来说去 他们今天这样做 确实有些不合任务店 原先定下的规矩 因而 他们只能用言语来激陈匪 毕竟按照资料上记载 陈匪的年龄并不大 相比其他动辄 一百多两百多岁的合翘镜 陈匪属于极为年轻的合翘镜 而年轻 有时候代表着天赋 有时候也代表着好劝说 只要带着大意 带着一丝压迫 很多时候这个年龄的舞者 都有可能屈服 结果到了陈匪这里 却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完全就不接他们的招数 不顾大局 哼 方师傅冷哼一声 直接转身离开 莫续阳看了陈匪一眼 也是摇了摇头 好似对陈匪很失望一般 陈匪看着这一幕 不由得有些好笑 到现在 两人都还没放弃 还想着最后再击陈匪一次 但性命这种东西 是属于陈匪自己的 别人可以对陈匪的性命 无动于衷 但陈匪自己 必须要对自己负责 陈匪将修炼室的门关闭 将方师傅两人的事情 继续修炼原力以及三门功法 经过数月的修炼 之前因为强行突破四转 而有些伤痕的河翘 如今已经恢复了大半 估计再有月余的时间 河翘就可彻底恢复 到时候 陈匪就会尝试突破河翘无转 方师傅两人看到 陈匪所在的修炼室关闭 眉头不由的骤气 就如陈匪所料 这次这个任务非常危险 要说任务需要的人选 其实在十个顶尖势力当中 可以找到许多 他们刚才言语中 陈匪是任务最合适的人 确实只是劝说的话 为的就是让陈匪接下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没尸磨其他陷阱 纯粹就是危险 报酬其实给的非常的高 跟这个任务的危险 完全可以匹配上 但正因为太危险了 十个顶尖势力 多少有些不情愿让门下的人去冒险 这个时候 如果有其他和翘劲 可以顶上这个任务 自然是这些顶尖势力 乐见其成的事情 因而才有了今天这摩一趟 这种摊拍任务的动作 可惜陈匪是一招都不肯接 全程拿任务殿的规矩来说是 将他们所有的说辞都给堵了回来 偏偏他们还无可奈何 除非任务殿真的将这个规则修改掉 那陈匪真的无法推辞 可如果真的改掉这个规则 任务殿反而还会生出其他的隐患 毕竟紧急任务代表的就是高风险 结果完成一个 短时间内还要接另外一个 这纯粹就是将人往死路上逼 要不要将原尘剑派的房区调整一下 方私傅有些气不过道 海玉城周边的房区虽然大致相同 但在细微之处还是有不少差异的 有些地方确实会更加危险一些 折损率也会更高 墨续扬明白方私傅的话 想了一下摇了摇头 任务殿是可以调整这些势力的房区 但真正魔作未免太明显了一些 更重要的是墨续扬听闻 这个陈匪似乎认识盟主弟子古丹英 古丹英在一些场合 提起过陈匪的名字对其有些赏识 这调整了原尘剑派的房区几乎等于跟陈匪撕破了脸皮 第564章 破天之才 这次虽然没有将任务下发给陈匪 但他们所有的流程 明面上还是按照规则办事 让人挑不出太多的毛病 但如果将原尘剑派的房区调整 又没有特殊的原因 这纯粹就是落人口实 只是为了出一口气 就这样做 未免太过的不尝试 走吧 还有其他人选 也并非一定要这陈匪默许杨青声道 接着向前走去 方思复心里有些不畅快 但最终也只能将这口气咽下 人物店的权力很大 但相对的 限制的条件也很多 陈匪这样的回应 方思复气归气 但也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报复方法 修炼的时间过得总是很快 转眼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修炼室内 陈匪盘膝闭目 血光印照在四周 正 突然间 一道剑鸣声在室内响起 剑鸣声轻眠悠长 在耳边 又仿佛在石海中 又或者是两者兼有 经过数月的苦修 熔炼了九家顶尖势力功法的太玄天剑 终于达到了圆满境 这一刻 不仅是陈匪体内的原力 就连石海当中的心神 都在微微震颤 太玄天剑在本质上 是超过九家势力的传承功法的 而这些顶尖势力的功法 在他们各自门派当中 能够将其修炼到圆满境的 修炼必然都已经达到和翘境后期 如果功法参悟度 没有达到这个位置 也根本无法将修炼提升到这个位置 陈匪的眼睛睁开 修炼室内似有一道剑光闪过 墙壁上的阵势 都微微波动了一下 接着才恢复了平静 陈匪起身 右手并坐剑指 一道剑鸣自指尖上探出 风锐之力 瞬间充斥在整个室内 炼体近无者 只是这道剑鸣 双眼恐怕会被直接刺瞎 心神也会直接受创 炼翘近无者 虽不至于如此 但元力跟心神 也会受到压制 这就是高阶舞者 对于低阶舞者的天然压制 低阶舞者想要依靠人数 去围攻高阶舞者 没有足够的人数 以及卓绝的阵势 恐怕连靠近都无法做到 陈匪将手中的剑鸣收起 感知助元力在体内的变化 更加的圆润与细致 陈匪原先掌控元力 就已经精细入微 而随着太玄天剑达到圆满静 这种入微 竟更进一步 这代表陈匪使用同样的招法 需要的元力 会比过去少上几分 如果用上同样的元力数量 威力自然就会强上一筹 哇 陈匪身上荡漾出一层涟漪 三门进法在瞬息之间就被开启 就如使用普通招法一般 不仅是开启进法更加的快速 此刻三门进法 对于陈匪身体的压迫 也少了几分 不过也知是几分 进法更多是让元力变得爆裂 想要完全无伤的掌控 单单之是提升功法境界是不够的 体魄的强度需要继续提升 片刻后 陈匪体内进法的波动消失 太玄天剑的圆满 让陈匪的实力更进一步是必然的 但这个实力并没有到完全质变的程度 之前杀河翘境中期 一箭重伤 再一箭斩杀 如今的话 估计一箭可以直接将河翘境中期 劈到冰死的程度 让人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也就是说 原先别人有逃的可能 如今将逃的可能 也一并抹杀了 如果遇到稍弱一些的河翘境中期 比如河翘三传 那可能真的可以一箭斩杀 第二天一早 陈匪出现在了海玉城的方式当中 不过此刻陈匪的气息 跟以往完全不同 带着一股盲野 正式激发了涅血员工 陈匪的模样也顺势发生了改变 满脸落腮胡子 一条伤疤从左眼眼角的位置 一路延伸到了脖梗的位置 陈匪走在街道上 不少路过的人以及路边摆摊的人都多看了陈匪几眼 毕竟就陈匪这展现出来的气息 一般的舞者还真的没有 陈匪来到一家商铺门前 静止走了进去 客观 有什么需要 掌柜见到陈匪 感知着陈匪的气息 心里静下意识的有些范畜 就好似看到了妖兽一般 对 就是面对那种妖兽 才有的恐惧感 仿佛下一刻 就要被生死活剥了一般 让人下意识地想要逃跑 卖点法宝 收不收 陈匪大刀阔斧地坐在了椅子上 拿起桌面上的茶壶 仰头将茶水直接倒入了口中 收 法宝自然是收的 客观稍后 我去请人 掌柜听到法宝 脸上立刻露出笑意 如今在海域城内 只要是能够立竿见影提升实力的 都是极为紧俏之物 阵盘 俘禄 法宝 毒药 全部都属于这一范畴的 至于修炼使用的灵丹 这种无法马上让实力发生变化的 反而价格不会高 掌柜的实力之 再练翘镜 说是掌柜 其实更多只是看电的作用 牵扯到法宝这重东西 自然要让身后的合翘镜出现 才可鉴定 去吧 陈匪将手中的茶壶放下 摆了摆手当 掌柜不敢耽搁 赶紧跑去了后院 不过片刻 一道人影跟着掌柜走了过来 正是这家店铺真正的主人 陆天风 和翘镜中期 在这方式当中 实力虽然算不上最高 但也是排在中间的水准 吃下一两件中品法宝 并没有什么问题 陆天风暗中打亮了陈匪几眼 却没有丝毫有关陈匪的资料 陈匪如今展现在外的 就是和翘镜中期的境界 卖中品法宝 如果知识和翘镜初期 当中会有一些麻烦 而且 为了跟陈匪原来的身份做出区别 用和翘镜中期 显然更加的合适 几乎不会有人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不知客观要卖什么样的法宝 可否过目一番 陆天风脸上带着笑一道 这是自然 陈匪说着 手中出现了一把青色长剑 来自和翘镜中期赵成中 此剑因为常年受到剑气诀中剑云的影响 气势极强 赵成中的剑气诀 讲究以气欲试 以试斩人 气势是最为重要的 因而 这剑刚一拿出 剑势就弥漫在整间商铺当中 好剑 陆天风看到陈匪手中的剑人 眼睛一下亮了起来 陆天风看了陈匪一眼 献气没有反对 陆天风伸手将剑刃拿到了面前 中品法宝非常坚韧 因而之前陈匪跟赵成中之间的打斗 并不会让这把剑刃产生破损 价值不会降低 得到这些中品法宝 已经过去数个月的时间 陈匪当中一直迟迟不出手 就是担心自己会被人惦记上 这方式虽然没有明说 收东西不问来处 但也一直都这么执行 但再不问来路 陈匪多出手几件中品法宝 也显得有些扎眼 更何况这些中品法宝的来处 还是那些内鬼的身上 那些内鬼恐怕至今未知 还无法确定死掉的赵成中五人 到底是被水斩杀 陈匪要是将这些法宝拿出来卖 多少显得有些不打自招 闽严路应该已经根据陈匪提供的消息 清扫了一批的内鬼 但具体能够扫出多少内鬼 陈匪也不知道 这些内鬼平日里相互联系 是极为谨慎的一件事 宁严顶的修为在和翘景中期 能够知道的内鬼消息 其实非常有限 为了不招惹更多的麻烦 陈匪宁愿让这些中品法宝 先压在箱底当中 反正这东西不管如何 都不会轻易掉价 且之前乾坤带内的中品原石 陈匪还够用 完全没有必要冒这种不必要的风险 而如今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陈匪倒是可以抛开这些顾虑 那些内鬼即便真的发现了什么 最终盯的也是陈匪的这个新身份 跟陈匪的本尊又有什么关系 片刻之后 陈匪离开了商铺 陈匪出手了两件中品法宝 除了赵承中的这柄件 还有廖明磊手里的那把刀 两件中品法宝 一共卖了4900块中品原石 相比正常的中品法宝的价格 陈匪这次多卖了六七百块中品原石 按照陈匪观察到的情况 这个涨幅已经不算非常过分 那些厉害一些的阵盘和幅禄 涨价得更加夸张 陈匪手里还有三件中品法宝 但显然以陆天风商铺的规模 已经吃不下另外三件 接下来一个时辰的时间 陈匪又走了三家商铺 顺利地将手中剩余的中品法宝 卖了出去 每一件的价格都比平常的高尚一些 少的一成 品质好一些的 甚至能高出两成的程度 五件法宝卖完 陈匪也没有再卖其他的东西 因为莫必要了 五件中品法宝 总共收入一万三千多块中品原石 这是一笔极为惊人的原石数量 陈匪以前获得的原石全部加起来 都没有这一次来得多 当然 九家顶尖势力的传承工法 在价值上 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 但这些势力的工法并不好买卖 即便是号称百无禁忌的变狐城 但其实也有自身的限制在那里 这种顶尖势力的东西 而且还是工法 是万万不敢触碰的 不然随便惹来一个和翘境巅峰 变狐城都得消失 陈匪够买了一些丹药 在海域城中走了鸡圈 甩开了尾巴后 回到了修炼室中 而随着陈匪将这些中品法宝卖出 一股暗流在海域城内荡漾开来 第565章 雾山海工法 海域城一座庭院中 宁言顶挤人的兵刃在方式中出现了 斑驳的阳光照进书房中 一道声音自角落阴影头传出 刚才有人跟我通报过 你想说什么 书桌前的青山之人抬头道 据方式中的人说 卖兵刃的那人修为在河翘境中期 气息芒也凶悍 宁言顶挤人死在其手中的概率极大 角落阴影不断蠕动 最后变成一个黑山之人 宁言顶挤人都死了那抹久了 你想替他们报仇 青山声音中带着一丝嘲弄 两人的关系看起来并非完全和睦 报仇谈不上 但宁言顶挤人的死 牵连出了我们中的不少人 落在那位手里 恐怕此生都走不出那片大牢 那位的手段 自然容不得我们这样的人 不过那位最近也不轻松 听闻如今不在海域城内 是不在 所以宁言顶挤人兵院的出现 到底是陷阱 想要将我们调出 还是有人觉得时机成熟 可以拿出来卖了 黑山低声道 你想出手试探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这不要真是陷阱 你一辈子别想离开这海域城了 青山之人皱着眉头道 真要试探 我也不会亲自出手 且迈兵刃的那人 如今在海域城内彻底消失 连踪影都莫找到 气息又极为陌生 暂时还没人认出 此人到底是谁 黑影摇了摇头道 陈匪在方式当中逗留的时间极短 当然更关键的是 陈匪心身份的气息 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陌生的 人根丢了 气息又无法辨认出是谁 这等于将线索完全斩断 要说嫌疑 上次跑回来的三个人 最为可疑 特别 是那个原臣剑派的陈匪 回来之后 甚至还见了一次那位 青山之人陈生道 刚好是围杀陈匪三人的五个 和翘境中七死了 且三个人还黯然无恙地回到了海域城中 之后 敏延路开始清扫内鬼 当中要是说陈匪三个人 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恐怕都没有人会相信 但也正因为敏延路的雷霆清扫 让其他人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一旦露出一点痕迹 恐怕就要被敏延路抓住尾巴 在这种战时 只要敏延路怀疑你 而你又无法自证清白的话 那敏延路大概率是要出手的 不为别的 就是要震慑萧小 让千语盟的内部稳定下来 不然其他人拼命地做任务 结果后方随时有人破坏 这时间一长 恐怕海域城都要乱掉 敏延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而即便这些人知道陈匪三人有问题 也只能先将其抛在一边 甚至都无法对三人所在的门派做出针对 毕竟这个时候 没有特殊原因去针对三人门派 这简直是在不打自招 在说自己有问题 因而宁烟顶几人被斩杀 已经过去数月的时间 他们这些人也只能将这件事 一直憋在心底 直到这次 那些兵任出现在方式中 才再次引起他们的注意力 那个陈匪跟秦海山修位太低 不过和翘径初期 也就是那个同龄云境界尚可 在和翘径中期 黑山之人摇了摇头 道 以这三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击杀五个和翘径中期 应该是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无法针对陈匪三人出手试探 但不代表他们没有观察过陈匪三个 无论如何看 三个人的实力都摆在那里 秦海山和翘径二转 看似距离和翘径中期不远 但这一步能不能迈出去 很难说得清楚 且即便迈出去了 也只是一个和翘径中期而已 当时宁眼顶他们 可是有五个和翘径中期 这实力完全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 同龄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和翘径中期 最多就是防守不俗 仅此而已 还有那个陈匪 传闻是天资卓绝 不输一般顶尖势力中的天骄 但突破到和翘径初期 才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 这些时间对于天骄而言 确实可以让他们实力进步很多 但在怎么进步 也有一个限度在那里 就他们观察到的情况 陈匪的如今的境界 应该是和翘二转 实力在和翘径二转中 应该属于佼佼者 但在佼佼者 那也是和翘径初期 跟和翘径中期 没有丝毫的关系 即便是顶尖势力的天骄 想要从和翘二转 真正踏入到和翘径中期 起码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 已经算是非常短的了 毕竟修位的提升 一直都是艰难的事情 和翘径更是如此 青山之人没有反对 从徐武成那里得到的消息上看 徐武成对于这个陈匪 也是印象深刻 但更多的是 对其特殊的同树经验 至于修位 徐武成近距离接触陈匪的情况下 也没有发觉陈匪的 修位有什么异样 显然击杀宁严顶五人的 应该确实是其他人 也许是今日卖兵刃的那位 也可能是其他人 这些人不过是戒选之急 没有什么好试探的 往后时机合适 直接杀了便可 如今就是留他们一条命 又能如何 青山之人报 过段时间 兴许就有机会 但我更想知道幕后之人是谁 黑山之人低沉道 话音落下 身形化作阴影落在地面上 消失不现 青山之人看着书房的角落 目光闪动 牙子必报 他们这些人当中 就恕这位杀性最重 而上次闽严路清扫内鬼 当中有一个就属于对方的人 闽严路 他们是无力报复 不然有这个力量 早就将千语盟给掀翻 但是对于那个击杀宁严顶五人 并且还将消息透露给闽严路的人 黑山之人显然不想轻易地放过 海鱼城暗起波澜 陈匪则是在密室内继续修炼 卖掉五件中品法宝 中品原始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除了正常的丹药修炼 陈匪开始将那件灵宝拿出 修炼室属于绝对私人的区域 常理上而言 无人可以窥探 不过陈匪自身的秘密太多 因而在修炼室内 陈匪自己还布置了一些阵室 原始够多 布阵也就成了极为轻松的事情 且陈匪布阵 求的不是杀伤力或者防御力 纯粹就是遮掩自己 如今防护下 即便真有窥探的 最终看到的也仅仅是一团迷雾 除非对方强行破阵 那陈匪也会第一时间察觉到 悄无声息破阵的也有 但想要隔空悄无声息的破阵 这绝对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件残缺的灵宝修炼极耗原始 但效果也确实是真的好 陈匪之前 原始虽然不拮据 但想要供应灵宝来修炼 多少还是不足 但如今 陈匪手中拥有一万多的中品原始 已经足以长时间的用灵宝修炼 玄镇龙像的进度逐渐提升 在圆满境的基础上 开始大步向前 之前原始不足的时候 陈匪只用灵宝修炼玄镇龙像 如今陈匪不仅修炼玄镇龙像 还用灵宝不断感悟一些玄妙 这种玄妙 是当初灵宝前主人 在不断使用这件灵宝的过程中 留下来的印记 这种印记并不成系统 也毫无规律 特别是在灵宝破碎之后 印记也变得残缺不堪 陈匪之前感悟这些玄妙 是用来提升当时的三生断引剑 以求让这门功法能够更进一步 探索出完整的合窍镜修炼步骤 包括如何踏入合窍镜巅峰 但如今 陈匪拥有太玄天剑 自然已经不需要如此 陈匪如今更想要知道的 是这灵宝的前主人 当年到底有没有 将镇龙像镇魂的部分 给创造了出来 陈匪也不敢求在这件破损灵宝中 可以完整地 领悟到这样的功法 但只要有一灵半爪的 面板收集到之后 兴许就能整理出一点东西出来 就如陈匪当初在星轨界内 那些残缺的壁面 就被面板整理出瞭望星术 即便灵宝前主人 没有创造出镇龙像镇魂 但灵宝被山海镜使用过程中 定然会牵扯到神魂力量的运用 如果面板可以收集到这些的感悟 那也是可以的 以陈匪如今的渠道 有关神魂内的修行功法 那些顶尖势力当中没有 唯有山海镜强者手中有 但山海镜就不可能将这些功法 交给陈匪 不说这些功法的价值如何 陈匪要是向他们 一心求取这类功法 恐怕还要引起那些山海镜的怀疑 毕竟和俏镜 是无法修炼这重功法的 结果你 一个和俏镜偏偏一直想要这重功法 这未免就让太过奇怪 毕竟你求一门和俏镜的顶尖功法 都比神魂内的功法来得靠谱一些 陈匪盘膝在地面上 体内龙象界点不断吞吐灵宝内的特殊能量 石海内三门功法的感悟 如以往般在不断碰撞 而此刻石海内 除了三门功法的感悟 还有灵宝当中旋又旋的感悟在飘动 不成体系 无法用言语表达 但陈匪能够感觉出 自己在吸收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如今还看不出 但只要坚持的时间够久 量变必定会引起质变 陈匪自己无法总结 但面板可以 第566章 平地波澜 这种功法的求取 完全就是用大量的原石去堆积出来 对于其他人而言 即便有灵宝 也有原石 但最后可能也是竹篮打水 也就陈匪 才有可能因为面板 将这种不可能转化为可能 陈匪的实力在不断提高 原石的消耗也是极为的惊人 因为灵宝一次吞食 就是将近上百块的中品原石 一万多的中品原石看似多 但真的让灵宝肆无忌惮地吞食 能够坚持的时间也并不会太久 不过陈匪没有在意 赚取这魔多中品原石 最终的目的就是拿来用的 只要这些中品原石 最终能够转化成实力 那一切都是值得 灵宝当中蕴含的能量确实神奇 不仅可以让龙象界点吸收 提升体魄 陈匪体内的那颗河鞘 在经过灵宝能量的温养后 恢复的速度都提升了起来 本来按照估计 可能还需要鱷鱼的时间 河鞘当中的裂痕 才会完整恢复 但如今看着节奏 可能半个月的时间都不需要 就可以让河鞘恢复如初 到时候 陈匪就可以着手准备 突破到河鞘无转 海玉城周边的形势不断恶化 陈匪也不知道 自己这样安静的修炼时间 还能有多久 因而 陈匪必须趁着这个平静期 尽快地将自己的实力提升起来 到时候 即便有什么突发情况 陈匪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应对 陈匪两个空间阁 一个平常用来放灵宝 一个用来存放剑园 在将太旋天剑 修炼到圆满静后 陈匪本有意将空间阁内的剑园更新一次 但考虑到开五门进法 不仅对体魄有损伤 对河鞘的伤害也不小 如今最要紧的事情 还是将境界先行提升上去 圆满静前后的太旋天剑 对于实力虽有影响 但并没有到差距非常大的程度 即便不更换剑园 影响也不会太大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中品原石大量消耗 陈匪的实力不断地进步 同时 石海当中从林宝那里来的感悟 也在不断堆积 悬而又悬 众庙之门 这种能够感悟得到 偏偏又无法用言语 去形容的感觉 当真是极为的奇妙 其他人要是知道陈匪短短时间 消耗掉的中品原石 恐怕会直接猛圈 陈匪也觉得原石消耗很多 但陈匪没有丝毫地后悔 跟最终可能会出现的神魂功法相比 这种临时的投资 根本就不算什么 转眼十天即过 陈匪体内的和翘 几乎完好如初 不过陈匪并没有着急马上突破 强行和翘五转 比强行四转的时候 对于和翘的压力更加的庞大 因而 陈匪要确保自身的 和翘处在最佳状态 才会进行突破 最近让林宝的能量温养 陈匪甚至能够感觉和翘的坚韧度 都有细微的提升 跟天青花无法相提并论 但也确实比一般的灵才强上很多 陈匪决定 在花费几天的时间 让和翘处在最未理想的状态下 再进行突破 左右不过几天的时间 陈匪自然还是等得起的 如果突破和翘五转顺利 到时候进行和翘六转 就可以排上日程 既然知道 林宝对于和翘有修复作用 那陈匪进行和翘六转 应该就不用像现在这样等上述月的时间 唯一的 就是 林宝是个吞金兽 一万多的中品原石 恐怕支撑不住陈匪这样的消耗 恐怕到时候 还要想办法 再去赚一些原石回来 唯有如此 才能供应住陈匪这样突飞猛进的修炼 修炼室内 陈匪的眼睛突然一下睁开 眼神当中露出一抹疑惑 数十里外 陈匪分身站在元臣剑派的阵势中 正在绞杀不断进犯的一阶 以及二阶海妖 这些海妖 就如蝗虫过境般 特别是那些一阶海妖 放眼望去 几乎就是密密麻麻的状态 在无尽海当中 一阶海妖 应该算是最为普遍的存在 甚至有很多海妖一出生 就已经一阶中气 成年之后就达到了一阶巅峰 一些强大的海妖种族 甚至可以在成年之后 就达到二阶初期的水准 也就是说 很多海妖一出生 就拥有比人类强大得多的实力 不用修炼 实力就可以节节攀升 人类跟海妖相比 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不过很多海妖成年后 实力也几乎就固定在那里 想要再行突破 也是极为的艰难 因而 海妖当中一阶几乎遍地都是 到了二阶初期 数量就锐减 越是往上越是如此 到了三阶 数量已经变得稀少 也就是高端力量上 人类跟海妖相差无几 起码在千语盟附近是这样 这才能海玉成能够坚持到现在 陈匪分身一剑化过 数十只一阶海妖身躯将直 接着沉入到海底当中 陈匪向前踏出一步 来到瞿青生身旁 剑圆闪过 一只二阶后七海妖将住 接着化成了碎肉 瞿青生转头看向陈匪 眼神之中有些疑惑 他这边暂时不需要帮忙 陈匪一般是在周围人有危险的时候 才会特意救援 情况不对 我们向后 陈匪沉生道 在陈匪的感知中 远处隐隐有三阶海妖的气息 因为分身实力的限制 分身当中能够注入的新神力 极为有限 因而 分身如果施展天眼 会很快就让分身的新神力耗光 到时候 分身会自动会散开来 所以 分身一般不会施展天眼 但即便不施展天眼 机门铜树自带的感知 还是足以让陈匪提前发现危险 远处 有三阶海妖的气息 这并不奇怪 毕竟这些海妖进攻海玉城 三阶海妖是必定会参与的 但让陈匪感觉到奇怪的 是海玉城这边的 合窍镜气息消失了 恋窍镜负责击杀 一阶二阶海妖 合窍镜则是在三阶海妖出现的时候 前往拦截 避免恋镜无者损失惨重 但偏偏如今 海玉城应该在附近部署的合窍镜 陈匪墨有感知到一个 这不符合规矩 不然三阶海妖一个冲锋 不仅是元臣剑派 周围其他门派的恋窍镜 都要损失惨重 这算是严重的失责 一般合窍镜根本不敢如此做 除非 有人想要让周围恋窍镜真的死绝 减弱海玉城的力量 恋窍镜无法决定最终的战局 因为太弱 但这绝对不代表恋窍镜的力量 就毫无用处 面对这些数量繁多的一阶二阶海妖和翘镜 虽然可以轻易击杀 但当中必然要耗费力气 到时候 如果再有三阶海妖加入 和翘镜根本就无法击杀这些一阶二阶海妖 到时候 这些海妖就可以直接冲击海玉城 海玉城的阵势即便了得 但毕竟是固定在那里移动不动的 人海战术对顶尖力量意义很小 那是因为顶尖力量可以随意移动 上入清明 下入黄泉 一阶二阶根本连追都追不上 但阵势是固定的 是完全可以被强行消耗的 甚至是和翘镜 如果被三阶海妖 拖入到海妖群体当中 一样有可能被耗死 因而 练翘镜对于海玉城是有价值的 正因为如此 千语盟才会征召如此多的练翘镜 前来镇守海玉城 陈匪分身感知到 周围没有和翘镜 第一个闪过的念头 就是那些内鬼 在针对元臣剑派 但很快 陈匪就将这个念头移开 这样做太明显 且镇守在这里的和翘镜 事后必定要被追责 得不尝试 但不管如何 元臣剑派的人继续待在这里 都太过危险 往海玉城的方向靠拢 才是最为稳妥的选择 瞿青生听到陈匪的话 没有丝毫的犹豫 开始控制元臣剑派的阵势 朝着后方移动 陈匪观察着四周 远处的三街海妖 似乎也感应这边 没有人类和翘镜的气息 开始试探性地朝着这边移动过来 陈匪眉头微皱 让元臣剑派加快向后移动 同时修炼室内的本尊 此刻出现在了修炼室外 发生石磨事 佟玉云从修炼室中走出 不解地看向陈匪 海玉城外的出现一些问题 你最好到自己 门派所在的房区看一下 陈匪看着佟玉云 低声继续道 这次情况有些古怪 路上你自己小心一些 佟玉云的神情 一下变得凝重 他是知道陈匪实力的 能让陈匪都觉得需要慎重 那海玉城 恐怕真的出了一些事情 陈匪身形闪动 消失在原地 半途中 陈匪右手并坐剑指 摸过自己的眉心 朝着海玉城中央的区域看过去 门洋路不在 陈匪不是直接观察门洋路 如果门洋路真在那里 绝对会被感应到 这是一种窥探 恐怕要引起门洋路的震怒 陈匪看的是那一整片的区域 门洋路有没有在那里 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 而陈匪的天眼 可以感知出那一丝差异 哄 突然 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 整个海玉城都微微颤动了一下 陈匪抬头看向上方 发现海玉城的阵势在微微晃动 有人在掘海玉城的阵势 陈匪眉心未知扫过 总感觉有一丝熟悉的气息在飘动 但这磨短的时间 陈匪无法将其捕捉到 哇 一道涟漪闪过 海玉城近空的力量消散 接着树道身影直冲云霄 第567章 癫狂 何方鼠辈 一声爆喝响起 古丹医的身影出现在海玉城的上空 神情之中满是震怒 敏延路离开海玉城 让古丹医镇守海玉城 结果这才两天 竟然就出了这样的事 这简直就是在说古丹医无能 古丹医双眼闪过一道火光 海玉城内各个地方出现的异动 全部落在了古丹医的眼中 古丹医刚要出手 准备将这些人斩杀 突然一阵刺耳的声音在城内响起 古丹医脸色微微一变 这是海玉城外出现大量的三阶海妖 正式检查到力量波动 而提醒 此刻海玉城内的何窍镜巅峰就击人 大部分都出去执行任务 不少何窍镜后期也是如此 内忧外患 所有的事情一下凑到了一起 或者说 这本来就是预谋好的 古丹医双手掐印 海玉城的阵势微微颤动 城内所有人手中的玉牌 发出一丝光芒 正在修炼室内闭关的 也全部惊醒过来 古丹医看向城内几个 正在大肆杀戮的人 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无论如何 这些人必须要先斩除 不然根本别想抵御住外面那些海妖的进攻 城匪低空飞纵 直接冲到半空中飞行虽然方便 但也太过惹人注意 此刻城内情况不明 这种高调的举动 还是少做为好 城匪拿出袖中的玉牌 看着上面绽放出的光芒 这是 除了一些基础人员 其他人需 全部前往海玉城外 斩杀海妖的通知 不管之前完成了多少任务 此刻都不能拒绝 因为一旦海玉城被打破 没有一个固定的守护点 所有人很容易直接陷入到海妖的围杀当中 到时候 何俏镜因为可以飞行 还有机会逃走一部分 但何俏镜之下 几乎就是必死无疑 那千语蒙的损失 就不是一个惨重可以形容 陈匪收起玉牌 朝着元臣剑牌的防驱赶去 这个时候 城外的海妖 仿若癫狂了一般 疯了般冲向海玉城 面对练俏镜舞者的拦截 以往这些海妖还会躲闪 但如今就只剩下横冲直撞 彻底无视了所有的攻击 生存是本能 不管是对人类还是海妖而言 全部都是如此 但如今这些海妖却 直接无视了自己的性命 显然 这并不是正常的情况 应该有什么力量 直接强行控制了这些海妖 才让他们如此疯狂 陈匪分身站在元臣剑派最前方 双手结印 数十道剑员将前方尽数囊括 太玄剑阵 陈匪的本尊很少使用 因为陈匪本尊的实力构成极为多元 功法传承 修为境界 树门境法 还有达到和翘镜后期的体魄 如此种种 才构成了陈匪本尊全部的力量 陈匪才能够一剑之间 将同皆无者斩成重伤 如果没有这些力量的构成 同样是和翘镜中期 陈匪凭什么比别人强上那么多 因而 本尊单单使用剑阵 是很难将所有实力都展现出来 但陈匪分身 没有那么多元力量的构成 最降得只有功法的领悟程度 使用剑阵 反而可以将自己的力量最大化 也能够更好地保护元臣剑派的其他人 圆满境的泰玄天剑 放在一个链翘镜武者的身上 产生的效果 是极为惊人的 虽然达不到和翘镜的战力 但比一般的链翘镜巅峰 强上很多 面对眼前实力最多二阶的海妖 尽管这些海妖汉不畏死 但短时间内 始终无法突破陈匪分身的剑阵阻拦 元臣剑派其他人之 需要察觉不漏 面临的压力一下小了很多 附近其他门派的人 眼睛时不时地看向元臣剑派 特别是陈匪的身上 恋翘镜巅峰武者 他们不是没有 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陈匪这样杀戮的速度 那些剑员太过凌厉 二阶后期之下的海妖 挨着急伤 碰着急死 没有丝毫的意外 即便是二阶后期的海妖 也只需要数到剑员围攻 即可斩杀 至于二阶巅峰海妖 倒是能够冲锋到陈匪面前 但除了多支撑片刻 依旧难逃被斩杀的下场 陈匪展现出的 就不像是恋翘镜武者该有的力量 但偏偏从气息上看 又却实之是恋翘镜的武者 又没有法宝在身 知识极品灵器 但剑员的灵力程度 却让人胆寒 要出现这种结果 唯有功法的层次极高 且领悟程度登峰造极 才能如此 周围门派的人都 没有看出陈匪之事一道分身 不过如果知道是分身 恐怕会更加惊讶 因为这代表本体的实力极强 同时拥有不俗的分身类传承 千语盟中 拥有分身类传承的势力不少 但大多功法都比较一般 对于实力的帮助并不大 真正愿意 据专严的武者吉少 且分身类功法修行不易 有那个时间 不如专心 修炼本尊 换取来的回报 反而还会更多 元臣剑派且战且退 来到了海域城的正式的防御下 到了这里 已经不能再退 必须站在这里迎击喊妖 不然这个时候退回海域城内 事后也要被海域城追责 轻则扔去危险区域执行任务 重则直接下狱 甚至斩首以警校游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战时 非令不退 退则斩 远处三接海妖的嘶吼 已经清晰可闻 陈匪分身微皱着眉头 海域城内的合窍镜还未出现 而陈匪本尊 此刻也被堵在了路上 海域城内 陈匪看着拦住自己前路的人 转身朝着其他地方跑去 看到这个人 陈匪终于知道自己之前 感知到的熟悉气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城内的动乱 竟然是那只千言鬼弄出来的 拦住陈匪的那人 就是心神被彻底污染控制 与当初幽名门的那些人 如出一辙 这次海域城 对于第一次进入的人 其实都有进行过心神检查 看有没有被诡异侵染 还不自知 初时却实检查出了一些人 全部都被移交到了其他区域 陈匪也是那个 时候才明白 这只千言鬼 竟然逃过闽延路的追杀 一只三阶诡异 竟然逃过了山海境的追杀 不得不说 这只千言鬼 有些出乎陈匪的预料 尽管这是三阶巅峰诡异 但在山海境面前 其实区别并不大 无非都是一招的事情 如今这千言鬼 竟然赶来海域城附近 并且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让那些心神被污染的人 又顺利地躲过了检查 得以蒙混过关 如果闽延路此刻在海域城内 那就是给这千言鬼 一百个胆子 也肯定不敢出现在附近 但偏偏闽延路不在 才有了惊天折磨一出 洛天阁 陈匪的脑海当中闪过一个念头 这千言鬼 如果真是洛天阁弄出来的 那洛天阁到底图什么 扳倒千语盟 让千语盟大乱 然后从中得猎 但没有山海境 即便千语盟元气大伤 最后便宜的也是那些海妖而已 跟那些内鬼不同 那些内鬼没想扳倒千语盟 他们只是想趁着两边争斗 获得天亮的利益 只有千语盟一直不倒 他们才能一直获得那些海妖给予的好处 一直打下去 他们的好处就能一直不断 所以 那些内鬼希望的是千语盟不断吃亏 但只吃亏而不倒下 千语盟要真倒了 对他们毫无好处 可洛天阁身未顶尖势力 平日里拥有的利益 以荆棘为的庞大 当内鬼并不能获得更多 除非 洛天阁身后也有山海境 或者让千语盟倒下 有可能让他们诞生出山海境的强者 各种念头在陈匪的脑海当中闪过 拥有的信息太少 陈匪也不知道 哪种才是真正的原因 不过如今 陈匪需要将后面那人甩开 接着前往元臣剑派的防区 杀那人可以 但动静有些大 陈匪不想引起他人注意 陈匪身形闪动 毫无规律 但偏偏速度快得惊人 玄天盾随着太玄天剑修炼到圆满境 速度自然变得越来越快 以陈匪如今隐藏后的修位施展出来 一般的合窍境中期都难以赶上 后面那人的境界 在合窍境中期 见陈匪身法如此出众 犹豫了片刻 最终没有追来 如今他被下达的命令 就是尽量破坏海域城内的设施 尽量地多杀人 造成各种混乱 去追逐陈匪 知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心神被千言鬼污染 就相当于变成了千言鬼的一个子体 所有的思维模式 全部都以千言鬼的指令 作为第一选择 这不代表 这些被污染的武者 失去了灵晦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他们会选择更好的完成命令的方法 陈匪绕了一圈 将后面男人甩开 换了一条路线 继续朝着元臣剑派的防驱赶去 陈匪分身感应到的三阶海妖越来越近 陈匪再晚一些过去 恐怕元臣剑派就要跟三阶海妖碰上 到时候陈匪的分身 根本就抵挡不住三阶海妖 元臣剑派的其他人更是如此 即便有海域城的阵势阻拦 恐怕也会损伤惨重 哄 感到半途 整个海域城的阵势突然剧烈地震动 连带着整个海域城都在颤动不止 陈匪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南面 正是那里阵势的波动 引起了整个海域城的阵战 而最开始被挖掉的海域城阵势的阵眼 就在那个地方 第568章 山海刀意 海域城南面城墙外围 相比其他位置的城墙 此刻这里海妖的数量 几乎一眼望不到头 当中虽然大部分都只是一阶海妖 但攻击无法移动的海域城 这些一阶海妖也能够派上重要的用场 更何况 除了这些一阶海妖 二阶海妖的数量 也比其他地方多上数倍 更关键的是 这里的三阶海妖 不仅是简单的三阶初期 此刻甚至有数只三阶巅峰海妖盘踞在外 庞大的身躯 不断地撞向海域城的阵势 想要将这阵势硬生生地撞塌 古丹英 还有城内留守的庶民和翘境巅峰 此刻都在这里 抵御着 这些三阶巅峰海妖的进攻 古丹英本来在擎沙城内那些被污染的武者 但难免成强的情况 却让古丹英不得不先驰援过来 本来以海域城阵势的力量 即便是树枝三阶巅峰海妖出手 也绝对无法撼动这阵势分毫 但偏偏海域城的阵势出了问题 当中一个阵势被人直接摧毁 这处阵势虽然不是阵势的主阵势 但还是让阵势的防御出现了缺口 海域城阵势的阵势所在 是最为机密的事情 一般人根本无从知晓 更别说将其破坏 但是偏偏 这处阵势就被人强行毁掉 在事前 甚至都没有任何的预兆 而这处阵势的看护者 在阵势损毁后 也已经消失不现 海域城内 此刻还有诡异污染者 在烧杀抢掠 古丹英之能让河翘进后期 先行去斩杀 不然真等古丹英将城内的事情 解决好再过来 恐怕南城墙就要被撞破 古丹英手中的刀刃划过虚空 一只龟类三阶巅峰海妖身体 微微一颤 一股强大的力量 自其身体内部爆开 知识眨眼 这只三阶巅峰龟腰的四肢 变得血肉模糊 海妖相比人类舞者 身躯的坚韧程度 要远比人类强得多 以龟类海妖而言 防御更是其种族天赋 一般的河翘进巅峰 想要伤它 都极为不易 在古丹英来之前 这只龟类海妖 已经跟其他河翘进巅峰交手过 但仅仅只能将其推离城墙 而不是给予其多大的伤害 但古丹英一来 知识一刀 就差点将其四肢斩成肉泥 这当中的差距 大的惊人 这只龟类海妖 摔落到海面上 巨大的重量 将底下的许多一阶海妖 全部压死 顷刻间 红血色在海面上蔓延开来 好 龟类海妖仰头看向古丹英 巨大的咆哮声 自其口中发出 强烈的音波 连动周围的天地元气 刚才附近侥幸没有 被压死的一阶海妖 眨眼间又死了一大片 古丹英神情冷漠 对着其他几只三阶巅峰海妖 也是束刀划过 就与龟类海妖一般 强大的力量 自他们身体内部骤然爆开 肉身的强大防御 在这刀势下 就仿佛成了摆设一般 虚然 千语盟内最位顶尖的传承 即便是十大势力中的功法 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无他 这门传承来自山海 进强者敏延路 千语盟总盟中 拥有多门顶尖传承 全部都是敏延路传出 针对每一个弟子的天赋不同 习练的功法传承 也不尽相同 也唯有像敏延路这样的 山海进强者 才能拿到这魔多的 合窍镜顶尖传承 提供给每个弟子修行 古丹英修炼的虚刃 不斩表面的身躯 而是将力量通过虚空传导 直接在敌人的体内爆发 相比肉身表面的防御 内里虽然也坚韧 但肯定会弱上 一筹都不止 武者这种情况 可能会稍好一些 因为是武者的体魄 是随着修为境界的增长 内外一同淬炼 内里虽然会弱上不少 但没有妖兽这般明显 妖兽的身躯 普遍都极大 因为种族特性 力量又非常强 而天地元气的锤炼 妖兽会本能地 将其遍布在身体外层 为的 就是在打斗的时候 可以更强 虚刃就是根据这一特性 而创造出来的顶尖功法 知识一出招 就将几只三阶巅峰海妖打伤 不过相比人类舞者 妖兽还有极为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 恢复力很强 妖兽偏向体魄 恢复力自然不会落下 这可以保证在受伤之后 更快地恢复战力 而不是一受伤 就任人宰割 换人类舞者 受到海妖刚才那样的伤势 此刻即便没有重伤 战力也必定要受到极大的影响 但这些海妖在血肉模糊后 受伤的地方 正快速地恢复起来 不过几个眨眼的功夫 伤势已经好转了一半 如果不加以阻止 恐怕刚才的伤势 要直接全部恢复 古丹英跟其他几个 和翘境巅峰 对于这种情况 没有丝毫惊讶 这就是妖兽难缠之处 想要一击将其彻底捶死 难以做到 除非实力上远远地超出 比如境界上超过一小阶 但三阶巅峰之上 都成四阶了 也就是人类中的山海境 这是极致的蜕变 真面对山海境强者 这些三阶巅峰海妖 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哪敢这样现身 龟类海妖 四肢一拍海面 卷天的波涛中 身躯犹如一块陨石般 静置撞向了古丹英 磅礴的气势 盖压四方 龟腰上的龟壳之 是转眼就变得通红一片 惊人的温度 只靠着周围的虚空泛起波纹 周围其他和翘境 脸色微微一变 这龟腰显然刚才被古丹英打痛了 此刻竟是不管不顾地撞了过来 想要以其庞大的身躯 以及坚硬的外壳 撞死古丹英 这样的攻击 一般的河翘境边风荡 真难以接下 应接的话 有可能要受重伤 躲避的话 倒是简单 相比海妖 人类舞者的一个优势 就是身法 妖兽身躯庞大 力量强 但相对应的灵敏性上 就要弱一些 因而在其他地方 龟腰这样撞过来 其实并不好使 舞者直接躲开便可 但偏偏此刻后面是海玉城 正式防御出现缺口 要是这样被龟腰撞上来 那海玉城正式的破损 恐怕会立刻变大 到时候 疲弱的就不单单是南面的城墙 其他三面的城墙防御 也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到时候 海玉城恐怕会变得更加危险 想要让海玉城的阵势恢复正常 必须要将刚才被摧毁的阵眼修复 而此刻阵法师 正在拼命地抢修那处阵眼 但破坏容易修复难 更别说是海玉城这种超大的阵势 即便是顶尖的阵法师 要修复那处阵眼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其他几个合窍境巅峰 赶忙想要过来 一同抵御住龟妖的撞击 但马上其他三阶巅峰海妖纠缠了上来 将这些合窍境巅峰拖在了原地 古丹英看着龟妖那仿佛要将虚空撞出窟窿的庞然气势 神情不动 先是刀刃轻描淡写地划过 虚愿静止斩入到龟妖的身体内部 龟妖的身躯微微一颤 发出痛苦的嘶吼声 但这一刀没有让龟妖停下 反而让其撞击的力道变得更加的疯狂 且 无数道光滑突然自刀刃中迸射而出 一股惊天的刀意从中爆发出来 沙安 古丹英握着手中的刀刃朝着龟妖劈了过去 龟妖本是疯狂撞击的身躯突然剧烈颤动了起来 一股死亡的恐惧将其完全笼罩 不仅是龟妖 周围海妖不论是三阶巅峰 还是那些一阶初七都感觉到自己的心底被抹上了死意 这种感觉来得如此的突然 又偏偏如此的自然 好似赴死 只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无法逃脱 也不愿逃脱 许多一阶海妖开始无声崩解 血肉直接崩溃的那种 翘无声息 那些二阶海妖则是僵直住身躯 无法动弹分毫 可在生命本能中的求生 与这股死意不断冲撞着 原先被强大力量控制 只懂得横冲直撞向海域城的念头 似乎也开始淡化 唯有三阶海妖 虽然心底被抹上了死意 但并没有真正被这股掌控 但身躯当中的力量不自觉地减弱 最强烈的念头就是转身远离这里 攻破海域城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海域城内 正朝着原尘剑派奔跑的陈匪 不由自主地转头 看向南面的城墙 山海境的力量 但又不完全属于是 陈匪接触过山海境强者闽延路 感觉此刻南墙位置的气息 更像是弱化了许多倍的闽延路 而这 应该就是闽延路留下来的后招 哼 爆裂声响撤整个海域城 整个海域城都安静了片刻 不过马上 那些诡异污染者就重新烧杀起来 生死就不在这些诡异污染者的考虑中 陈匪身形跃动 踩在一处房屋的屋檐处 抬头看向前方 一座巨大的城墙出现在陈匪的眼帘里 原尘剑派的房区 如今正在外面 陈匪身形高高跃起 刚穿过城墙上方 突然底下的阵势微微颤动 陈匪的周围 一下被阵势的力量覆盖 陈匪的身影消失不现 陈匪转头看去 发现不远处 长春派的柳万姑正宁笑地看着她 此刻柳万姑双眼中透着灰白 显然也被千言鬼污染过 难怪可以突破长春派功法的限制 原来源头在这里 此处城墙有一部分遮掩阵势的操控权 在柳万姑的手里 柳万姑后在这里 凡是经过此处 想要去外面阻杀海妖的 都被柳万姑拖进了这个阵势中 陈匪看到了柳万姑不远处的地面上 此刻躺了两个人 已经气息全无 竟然是你 柳万姑的脸上满是残虐的笑容 她记得陈匪 没想到今天又碰到 那杀了 正好 战斗波动会被掩盖 陈匪观察周围的阵势 发现只有遮掩的效果 你死了 莫人知道 也莫人可以救你 柳万姑泛着灰白的双眼 嘴角近乎要咧到耳根下 第569章 不自量力 那你还等什么 过来啊 听到柳万姑的话 陈匪轻声笑了起来 对着柳万姑勾了勾手指头的 柳万姑看到陈匪的动作 不由得一正 接着一股怒火直冲头顶 被千言鬼控制后 情绪不会消失 知会变得更加的偏执 柳万姑刚才特意对陈匪说出那句话 为的就是要看陈匪惊慌失措的模样 甚至是直接服软求饶的摇尾起怜 以和翘境中期对上和翘境初期 不存在什么意外 即便是顶尖势力中的天骄 和翘境初期 也一样打不过和翘境中期 能够做到短暂的抗衡 都是极为了不得的事情 大部分只能接上个激招 就要受伤 接着兵败如山倒 被斩杀 也只剩下一两招的事情 和翘境初期 遭遇和翘境中期的攻击 最好的方式 就是逃跑 能够跑掉 已经算是万幸 绝大部分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而此刻在阵势内 短时间根本脱离不了阵势 那逃跑的黄金期 自然也就消失 柳万姑不远处躺倒的两个人 就是和翘境初期 面对柳万姑的攻击 没有丝毫的抵抗力量 全部都在十招内被斩杀 连杀两个人 让柳万姑的情绪变得亢奋 因而柳万姑想要戏谑陈匪 结果陈匪不但没有求饶 反而对他做出挑衅的动作 简直不知死活 希望等会儿 也能这么硬气 柳万姑怒急而笑 身形闪动 消失在原地 一下出现在陈匪数米外 一柄软弱无骨的细剑出现在柳万姑的手里 朝着陈匪的脖梗卷去 先打残打废 之后再慢慢炮制 在下个人出现在这处区域前 柳万姑有的是时间折磨陈匪 嘴硬 那等会儿 就让陈匪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柳万姑的脸上满是残忍扭曲的神情 手中戏剑上剑园戏如牛毛 甚至比牛毛还要更加纤细 一线天 此剑决的名称 细不可查的剑园 不但可以更加容易地破除对方的防御 而且斩中对方身体后 剑园在瞬息之间从毛孔中钻入 不仅能够控制住对手 还能产生剧烈难忍的痛苦 让人痛不欲生 痛其实是一种保护 唯有感知到痛 人才会下意识地避开 不会让身体的伤害扩大 如果人不知痛 脚踩中一根钉子 可能都毫无在意 让铁钉留在体内 但过于剧烈的痛苦 有时候则会直接摧毁人的意志 让意志陷入停顿当中 普通人如此 舞者即便意志更强 但太过强烈的痛苦 也依旧会影响到身体的动作 此剑决就是依据这种原理 不但破防能力强 还能直接影响到对方身体动作 为自己下一步的攻击 提供更加有力的环境 真 前缘剑爆出一声剑鸣 凌冽的剑翼顺息间遍布四方 圆满静的太弦天剑 让陈斐即便致用原理的力量 都足以笑傲和翘境中期 即便是那些顶尖势力中的天骄来了 也是如此 因为即便以他们的天资 也无法再和翘境中期 就将门内的功法传承 领悟到这种程度 柳万姑感知到陈斐身上荡漾开的气息 细血的笑容骤然一毒 和翘境中期 此子的真实修位 竟然在和翘境中期 不是才刚突破到和翘境初期 还未十年时间吗 当初在方式中赌陈斐的时候 柳万姑特意找过陈斐的信息 确定没有强力的靠山 修位也才突破和翘境末多少年 柳万姑才敢那样起事汹汹的前往 结果在今天 陈斐突然展现出了和翘境中期的境界 这让柳万姑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 甚至都不是刚突破和翘境中期 而是已经在和翘境中期上迈了一步 和翘四转 即便是那些天骄 也无法修炼这模块 这陈斐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而且 这气息当中蕴含的磅礴剑椅 显然其所学功法极为不凡 甚至比他手中的一线天 还要强上许多 不仅功法层次更高 而且陈斐恐怕还将这功法 参悟到了极高的程度 不然无法散发出如此凌厉的气势 简直汗人心神 一夜之秋 柳万姑知识沙纳 就判断出了陈斐实力的具体位置 想到这里 柳万姑的脸色一下变得阴沉 同位和翘境四转 功法上不占优势 对于功法的理解 甚至都不如对方 这已经不是能不能斩杀对方的问题 而是相持百招后 恐怕最终落败的人会是他 一个猎物 突然之间变成了猎人 而且还是比自己稍强一些的猎人 这让柳万姑如何能够接受 柳万姑接受到的任务 是在这里斩杀所有路过的和翘境初期 结果如今才斩杀两人 就要失败不成 柳万姑没有想到撤离 接到的任务 就是最高的指令 不完成 柳万姑哪里都不会去 即便是死 柳万姑也要将这个人物质行下去 一道原力 波动自柳万姑的身上荡漾开来 开境法 而且一开就是两门 磅礴的力量 在柳万姑的体内涌动起来 心神被千言鬼污染 失去自我的同时 心神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也变得更加精纯唯一 因而 柳万姑可以直接开启两门境法 以如今的身躯 以及心神来勉强驾驭 不过终归是有些勉强 因而肉身的破损无法避免 但柳万姑对于这些毫不在意 要的知识斩杀掉陈匪 继续完成母体给予的任务 柳万姑抬头盯上陈匪 这一刻 柳万姑心里 已经将陈匪当作同等对手看待 但下一刻 柳万姑眼睛中的瞳孔 不由自主地缩小 三层原力波动自陈匪体内荡漾开来 这种原力波动 柳万姑很熟悉 因为就在前一刻 柳万姑刚施展 自己开两门境法 两人修为相当 但对方攻法比自己强 如今连禁法都比自己多开一门 这还怎么打 这一刻 柳万姑的脑海变得有些混乱 强行再开一门禁法 但开两门禁法 早已经是到极限 再开一门禁法 恐怕还未攻击对方 自己的肉身 就要先承受不住 被污染后的柳万姑不怕死 但这重无意义的死 柳万姑不愿意去选择 柳万姑还未想明白应对 看到陈匪向前踏出一步 一圈圈连衣自陈匪脚下荡漾开来 恍惚间 柳万姑好似看到了一头 荒骨巨瘦出现在面前 顶天立地 恐怖的气势 狠狠地碾压在她的心身上 仿佛要将她整个人彻底地压碎 啊 柳万姑怒吼一声 将这幻象驱离出石海当中 接着就看到陈匪 已经一剑朝着自己刺来 这一剑 在瞬间 就充斥在柳万姑所有的视线当中 必无可避 天上地下 似乎唯有就此引颈受禄 方位解脱 柳万姑本能地挥动手中的细剑 将其五成龙卷 挡在了身前 谢龙琴 一线天中专注防御的一招剑势 没有御守于弓 没有防守反击 真的纯粹只剩下防御 依靠剑身弯曲成龙卷风的模样 层层削弱敌人的攻击 哇 前缘剑的剑尖刺入到谢龙琴的前端 一股巨大的波动横扫四周 陈匪神情不动 唯有体内隐隐响起的龙像咆哮的声音 而柳万姑的脸色则在煞时间变得苍白 庞然的力量尽管经过层层削减 但依旧狠狠地碾压在她的身躯当中 本就因为施展两门进法 而已经达到极限的肉身 此刻再被这股巨力碾压 双臂的血肉一下炸裂开来 深可见骨 柳万姑还未来得及做出其他调整 陈匪手中的前缘剑支是威翼停顿 接着势如破竹 静直洞穿了整个谢龙晴的剑士 哄 爆裂声中 柳万姑身子犹如破步一般 身子向后倒飞而出 人在半空 口中的鲜血以惊狂吐不止 体内不仅有距离碾压 自己的原力也全部失控 超出掌控的力量 有可能成为助力 但更大的可能则是在毁灭自己 施展进法就是如此 一旦体内的平衡被打破 最终不仅对手的力量在破坏自身 自己辛辛苦苦修炼的力量 同样也在伤害自己 人在半空 柳万姑的眼神 当中还带着不可思议 于想不明白的不甘 和翘境初期 短短数年 突破到和翘境中期 明明毫无背景 所修功法层次 去那魔高 施展三门禁法 面不改色 还有这种匪夷所思的神力 如此种种 出现在一人身上 都是天骄即别 结果如今全部汇聚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柳万姑突然想起 当初在方式中 佟灵云看向自己的眼神 仿佛在看着一个不自量力的人 当时柳万姑没反应过来 也没有朝着这方面想 这结合如今 柳万姑却一下明白了过来 普通的和翘境中期 面对陈匪这样的战力 还挑衅般地将人堵在方式 并且质问对方 这在知情者眼中 是何等可笑的事情 是 柳万姑感觉到脖梗一疼 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眼中的不甘越发的浓郁 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的事情 碰 一声闷响 柳万姑的身体掉落在地面上 气息彻底的消散 第570章 西沙 一道灵粹落入到了前缘剑中 前缘剑微微震战 从上次外海当中斩沙宁年顶 到今天斩柳万姑 前缘剑吸收的灵粹总量 已经颇未可观 当初在皇城位置 前缘剑就提升到了中品法宝中 颇高的位置 在吸收震魔多和翘近中期的灵粹 前缘剑来到了中品法宝的灵界之前 不过 想要让前缘剑提升到上品法宝 并没有那么容易 陈匪还必须购买一些灵财 熔炼到前缘剑中筑齐迈出这一步 相比其他人将中品法宝提升到上品法宝 或者直接打造上品法宝 前缘剑的提升要相对简单一些 毕竟底子已经在这里 不过此事倒是不急 先将今日的事情度过再说 陈匪挥出一道剑圆 将柳万姑的身体斩成飞灰 地上的细剑以及乾坤带 落到了陈匪的手中 陈匪身形闪动 来到唐岛的那两人面前 看其面目 倒是认出了两人的身份 正是跟元臣剑派防区相近的 两个势力中的人 陈匪分身 最近一直坐镇在元臣剑派中 对于周围相同防区的门派 自然也有所了解 之前也见过几次这两人 这两个门派 就跟元臣剑派一般 门中都只有一个和翘径 四级势力 大多如此 一个和翘径初期 很少有两个和翘径同时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 当年的仙云剑派 确实是极为鼎盛的状态 同时拥有两个和翘径初期 按照佟仲秋所言 当初被剑禁生杀的新智青 无论是根骨还是悟性 都是上上之选 即便是跟如今千语盟当中 那些天骄相比 也只是略逊一筹 只是因为仙云城那边 没有吴敬海这样的天独后的修炼环境 所以突破到和翘径的时候 年龄比千语盟中的天才稍大一些 但新智青最后突破到和翘径中期 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不然佟仲秋当初也不会想着举全派之力 铸造一件中品法宝 给予新智青 但可惜 最终竹篮打水 陈匪看着地面上的两个乾坤袋 以及两件夏品法宝 这几样东西合起来 价值估计在五六百块中品源时 这两人心忧自家门派 急匆匆地赶来 结果被柳万姑拖进阵势当中斩杀 那两个四级势力 直接跌落到五级势力的位置 更为关键的是 以海玉城未来的形势 没有自家和翘进食不食护者 这两个门派中的人 最终能有多少人活着回到千语盟中 都是一个问题 柳万姑的那柄中品法宝 加上其乾坤袋内东西 价值则在三千块中品源时之上 陈匪收起所有东西 挥出一道剑园 将镇室内有关自己的气息全部抹除 接着天眼闪动 一步之间跨出了镇室之外 柳万姑掌控的这处遮掩镇室 其实掌控的权柄极小 即便是和翘进初期想要破除 恐怕也就是鸡招的问题 但在镇室中 面对柳万姑的虎视眈眈 没有出招破阵的时间最终只能含壳死 陈匪身形跃动 来到城墙下方 不少人下意识地回头 待看到陈匪的身影 元臣剑派发出了震耳的欢呼声 其他势力的人现不是自家的和翘进 虽然有些失落 但心里也微微松了一口气 三节海妖的气息已经在不远处 没有和翘进上前阻拦 以他们的力量 即便有阵势的防护 但稍微大一些的反阵力量 都足以让他们受伤 陈匪看了瞿青生机人一眼 微微点了点头 接着身形闪动 直接冲向了远处的三节海妖 绝大部分的海妖 此刻都围在南墙那边 想要趁机攻破南墙 因而此刻陈匪前方的三节海妖并没有几只 且修为都知是在三节出气 瞿青生看到陈匪孤身一人飞出 有些紧张地看了一眼陈匪的分身 发现分身神情平淡 微微放下心来 不要勉强 瞿青生还是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掌门放心 陈匪分身微微一笑 而此刻陈匪本尊在飞越了树里之后 终于撞在了第一只海妖的身上 这是一只蟹妖 全身都被坚硬的甲铐包裹在其中 两只大钳子更是闪烁着锋芒的光芒 但陈匪一剑撞在其身上 却将其硬生生地撞飞出去 所撞的位置的甲铐 此刻更是镜子破碎开来 露出了巨大的孔洞 知识展现和翘境初期的战力 陈匪都足以斩杀这些三节初期的海妖 最近一直用领宝修炼 体会当中旋又旋的感悟 山海进攻法是还没有着落 但陈匪却发现了龙象界点的一个妙用 那就是直接挪一龙象界点 将其盖压在河翘上 可以直接控制河翘式放出的原力强度 配合上图灵术减弱的气息 陈匪无论如何出手 都不会展现出和翘境中期以上的力量 相比以往 那重收住的打法 如今这样更加的自然 以前龙象界点是无法移动的 但领宝当中却有这样的感悟 说明当年领宝前主人 对于龙象界点的应用 已经达到了新的层次 那位强者当年 即便没有创造出镇龙象的镇魂篇 恐怕也有类似的功法 陈匪之要一直用领宝体会感悟 得到一门山海进攻法的可能将会极高 即便是破损的功法 那也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蟹妖的身躯在半空中翻滚了数圈 感知到自己甲铐上的伤势 愤怒地发出嘶吼声 两个钳子更是剧烈地挥舞 搅动周围的天地元气 其他位置的三阶海妖 察觉到这边的状况 纷纷聚拢了过来 先杀这个人类 再继续攻打海域城 陈匪对于其他围拢过来的三阶海妖 视若无睹 继续冲向了蟹妖 先将这只蟹妖斩杀 一人一箭斩杀同阶海妖 并不算十分过分的举动 在他人的资料中 陈匪的天资悟性 本就属于天骄级别的 只是运气不好 没有出身在那些顶尖势力当中 因而 陈匪如今斩杀这些三阶初期海妖 完全符合他人对陈匪的印象 海域城南面城墙 随着古丹英一刀斩出山海径的刀翼 手荡其冲的那只龟妖 本是猛烈撞向海域城的身躯 僵直在半空中 接着更是无声低劣成两半 三阶巅峰海妖 肉身的生命力已经达到某种极限 想要抹杀 极为的艰难 但此刻随着龟妖一分为二 其磅礴的气息以及生命力也在煞世间消散一空 山海径刀翼 即便已惊弱化了数倍 那也不是三阶巅峰海妖可以抵挡 这本就是两重阶层的生命 一招之下 必死无疑 好 巨大的嘶吼声从其他三阶巅峰海妖口中咆哮而出 似乎唯有如此 才能减弱他们对于山海径的恐惧 同时 这些三阶巅峰海妖下意识地后退 生怕古丹英再斩一刀 披向他们中的任意意味 这一刀斩一个 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 立刻毕命 看起来太过惊悚了一些 不仅是这些三阶巅峰海妖 其他三阶海妖也是纷纷后退 那些被山海径刀翼区散了控制的普通海妖 此刻也不由自主递停下 周围的河翘境巅峰 艳羡的看着古丹英手中的刀 这就是山海径的青传弟子 直接封印了这样一式 刀翼在法宝当中 这一刀可以斩三阶巅峰海妖 自然也可以斩河翘境巅峰 两者不会有丝毫的区别 就是这样磅礴的力量 让他们趋之若鹜 但是偏偏 无论怎么努力 都无法够得着 本来那件出世的残缺领宝 还能给予他们一丁点的期望 结果那件残缺领宝到现在 他们都还不知道去了哪里 让人憋闷不堪 古丹英持刀看着那些后退的 三阶巅峰海妖 没有进攻 而那些三阶巅峰海妖 此刻有些不敢向前 大概率而言 古丹英的刀当中 应该只有一道山海刀翼 但谁也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去尝试 情况到底是不是如此 毕竟逝世的代价 有些太大了 一时之间 本该是最为紧张的南面城墙 陷入了某种僵持当中 东面城墙外树里 陈匪身形飘忽不定 闪过谢妖两只钳子的夹击 手中的前缘剑 一下劈砍在谢妖的甲铐上 前缘剑剑身锁过之处 甲铐上火光四剑 接着碎裂开来 太玄天剑的剑员 冲进谢妖的身体当中 肆意地破坏谢妖身体当中的组织 痛得谢妖大声嘶吼 突然 一阵剧烈的颤动 从海玉城中传出 本是趋于稳定的阵势 竟又开始剧烈晃动 又有一处阵眼被毁掉 而且 这处被毁掉的阵眼 是几个主阵眼之一 海玉城的阵势效果 瞬间减弱了三成以上 并且变得极不稳定 陈匪满是意外地回头 看向海玉城 这内鬼渗透的 是不是也太过严重了 突然 陈匪的脸色微微一变 手中的前缘剑一下挡在身前 同时身形闪烁 朝着后方退去 好灵敏的感知 一道声音悠悠地 传到陈匪的耳中 陈匪驶海中的心神 突然剧烈颤动 龙向咆哮声中 陈匪刚将使海一样压下 但身形的速度 不免顿了一下 一道剑间 自虚空中刺出 点向了陈匪 陈匪眉心位置地 天眼战放出夺目光芒 黑白视野下 虚空后的人的模样与气息 全部展露在陈匪面前 和翘进后期 哄 半截剑尖点在前缘剑的剑身上 陈匪的身形如陨石般 硬生生地砸在了海水当中 虚空隐没中 诗元敏眉头微皱 从渐渐的反馈上看 感觉不太对 这个陈匪 果然有些问题 诗元敏刚要冲进海水中 将陈匪情下 突然怀中的玉石震动 泛出血色光芒 诗元敏脸色骤变 抬头看向海域城方向 一股仿佛要将人心神压垮的意志 横扫四方 诗元敏身形闪动 消失在原地 海域城上 敏沿路不知何时出现 此刻漂浮在半空当中 俯视住整座城 第571章 蝼蚁 海下一百多米处 陈匪停住身形 抬头望向上方 诗元敏的气息 已经消失不现 面对和翘进后期 已经聚顶一花 也就是和翘七转 陈匪如今的实力 多少显得力有未待 陈匪和翘进后期的体魄 面对其他和翘进中期 自然占据上风 但诗元敏同样和翘进后期的体魄 体魄上 陈匪就不占据丝毫的优势 唯一胜出一点的 估计就是陈匪血肉恢复的速度 要远比一般的和翘进后期强得多 这是阵龙向赋予的特殊力量 元力境界不说 陈匪四转 对方七转 当中足足差了三转的力量 元力的精纯度 以及强度 都差了一大截 心神上 因为有新轨界的存在 陈匪如今心神 倒是已经处于和翘进后期的位置 但跟诗元敏比 没有优势 甚至还略逊一筹 进法 仗着阵龙向给予的恢复速度 陈匪施展进法的数量上 肯定比诗元敏多 但进法这种东西 能够产生多少威力 是跟你自身元力的力量 成正相关的 同样施展一门进法 和翘进初期 跟和翘进中期 爆发出的力量 肯定不一样 唯有在功法传承上 陈匪应该是优势最大的一个 太玄天剑肯定比诗元敏修炼的功法强 但诗元敏能够踏入到和翘进后期 功法上即便差 也不会差得太多 而且 功法的作用跟进法其实一样 关键也是原力境界作为基础 功法在这个基础向上拔升 还有法宝 诗元敏手持上品法宝 而前元剑 如今之是中品法宝顶尖的存在 当中也整整差了一截 不管如何对比 如今的陈匪遇到诗元敏 有优势的地方太少 正面战斗 陈匪想要战胜诗元敏可能性太小 如果不到退无可退 陈匪会直接选择跑走 以陈匪如今的实力 一心逃顿的情况下 诗元敏杀不了陈匪 更何况 不远处就是海玉城 诗元敏的机会更小了 即便没有海玉城 陈匪也有把握全身而退 而如果是逼到绝路上 不得不战斗的话 陈匪会选择开四门进法 爆发之下 短时间内 双方原力的差距会被拉近 如果在叠加空间阁内的那道剑园 并且将领宝用出 找机会直接给诗元敏来一下狠的 诗元敏估计还要重伤 不过这个几乎也已经是极限 且如果诗元敏要跑 陈匪到时候也追不上 原力修卫相差太多 想要跨界逆斩 本身就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修卫永远是最为基础的存在 所有的功法技巧 都是在这个基础上 才能绽放出更强的力量 陈匪明白这个道理 因而对于修卫的增长 一直没有放下 但陈匪真正修行的时间 在和翘境当中 终归还是浅了一些 这些和翘境 特别是和翘境后期 动辄都是两百年多的修行时间 而陈匪真正接触学到现在 其实才过去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这之间几乎十倍的差距 想要弥补 不是那么简单 陈匪右脚向后一踏 脚下的海水瞬间爆开 而陈匪也出现在了海面上 被诗元敏一剑斩中 陈匪受了点伤 不过就刚才片刻的功夫 这点伤势 早已经在玄阵龙象的力量下 恢复如初 刚才那只蟹妖 在施元敏的攻击出现后 已惊吓得疯狂逃窜 如今已近距离这里疏离之外 不仅仅是这只蟹妖 刚才想要围拢过来的 机支三截海妖 此刻也是纷纷远离这个房区 生怕被刚才那样一剑斩中 元臣剑派的人 刚才一直远远地观察这边 在发现陈匪被偷袭 打入海中的时候 全部都吓了一跳 但看陈匪分身的神情 似乎问题又并不大 不过直到陈匪本尊 安然无恙地冲出海面 元臣剑派的人 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周围没有海妖的侵扰 陈匪也没有去其他房区 而是抬头看着海玉城的方向 闽延路回来了 诗元闽就是被闽延路的气息惊走 不敢丝毫停留 陈匪眉心未知的天眼微微闪动 将海玉城内的情况收入眼中 陈匪没有直接观察闽延路 这会引起闽延路本能的力量反阵 陈匪不想尝试 被山海境强者的力量反阵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牵扯到神魂 如今陈匪都无法修炼 如果让其不小心受创 陈匪都不知道该怎么将其恢复 海玉城内 那些正在烧杀抢掠 或是躲避和翘境 后期追杀的何翘境 此刻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的动作 抬头看向了半空当中 闽延路出现的极为突兀 就好像闽延路根本没有离开 而是一直在海玉城上方 观察住所有的一切 直到海玉城正式的主阵眼被破坏 海玉城东北角 一道身影仓皇地想要逃跑 但偏偏身形无论怎么运转 始终在一个地方徘徊 方寸之间就如变成了天涯海角一般 和翘境后期的力量 在这一刻近乎失去了所有的神意 普通人迈脚即可踏过的距离 此刻在其脚下却成了天欠 蒙主饶命 我鬼迷心窍 我不该如此 吕光碧大声喊道 海玉城正式的主阵眼 就是被吕光碧所毁 吕光碧真的以为闽延路离开了海玉城 得到的消息中 闽延路距离海玉城 应该足有万里之遥 即便以山海境的强大 想要跨越如此漫长的距离 也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赶回来 古丹英平借着山海境刀意 震慑住了南墙外的海妖 吕光碧想到即将到手的那些利益 将海玉城的主阵眼直接毁掉 打破了海玉城与海妖的脆弱平衡 结果 在这重情况下 吕光碧感知到了闽延路的气息 让吕光碧近乎亡魂大梦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逃跑 但在山海境的眼皮底下 吕光碧又如何跑得了 不仅是吕光碧 凡是在海玉城破坏 并且协助这些破坏的人 如今全部都无法动弹 闽延路右手划过 这些人的身体骤然一僵 接着无声软倒在了地面上 身上的气息在极短的时间内消散一空 明明身体上毫无伤势 但却已今生死到消 闽延路右脚向后轻轻一点 身形闪烁 人出现在了南墙之外 那些三阶巅峰海妖 在闽延路出现后 就以惊吓的疯狂逃窜 古丹英机人想要拦截 但那些三阶巅峰海妖 宁愿受伤 也不敢停顿半刻 面对人类的山海境强者 不管是三阶初七 还是三阶巅峰 其实区别并不大 被斩杀都只是一招的事情 师尊 盟主 看到闽延路 古丹英和其他何窍境巅峰 全部攻身行礼 闽延路点了点头 目光越过那些三阶巅峰海妖 看向一处虚空位置 右手向前虚砍而下 在古丹英机人的感知中 整个世界似乎停顿了一下 周围其他所有的东西 都仿佛变成了一幅画 唯有闽延路的手在画动 虚空泛起褶皱 一道磅礴的刀源直冲前方 哄 下一刻 虚空中突然伸出了一只触手 挡在了刀源前 爆裂声中 一道身影自虚空中显现而出 能够挡住山海境攻击的 唯有四阶海妖 四阶之下 谁阶谁死 不会有任何意外 这只四阶海妖 跟其他海妖有着明显的不同 身躯不像那些三阶海妖一般庞大 但身上的六条触手 随意划过虚空的时候 总能犯起思思褶皱 唯有强大的力量 才能引动虚空的波纹 古丹英机人看着突然出现的四阶海妖 心中瞬间泛起寒意 这只四阶海妖 估计刚才一直在此处 只要对方动一点杀意 此刻包括古丹英在内的 合窍境巅峰 都得死 即便古丹英 由闽延路给予的一些护身手段 在四阶海妖的力量面前 结果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 闽延路看着眼前的海妖 一座小塔出现在其手中 正是灵宝雾道塔 闽延路右脚向前踏出一步 身形犹如顺一般出现在四阶海妖前 手中的雾道塔飘出 砸向了这只四阶海妖 四阶海妖看着闽延路 眼中露出细血之色 身躯一动 静止撞破雾道塔射下的禁锢 身形一下消失在原地 四阶海妖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十几里外 腰里拖着那几只三阶巅峰海妖 接连几个闪烁 最终消失不现 闽延路看着海妖顿走 没有追击 只是微皱着眉头 闽延路低头看向下方密密麻麻的海妖 手中的雾道塔微微一震 一道巨大的波动横扫而出 上之来不及逃走的三阶海妖 下至普通的一阶海妖 身躯直接化作了肉泥 掉落在海面中 在山海境前 飞同阶的海妖 其他皆是蝼蚁 二十多里外 陈匪看着这一幕 脑海当中闪过无数念头 闽延路可能一直都没有离开海玉城 当中发生的一切 更像是闽延路故意将城内的隐患 提前暴露出来 接着一举扫清 至于这个过程中 死掉的那些人 在闽延路的眼中 这些估计就变成了必要的牺牲 实力不足 在这种大事碾压下 连性命都难以保存 陈匪如今的实力 也还远远不够 第572章 强行突破 何窍无转 所有进犯的海妖 都已经全部退走 元臣剑派也回到了海玉城的驻地中 陈匪被通知前往人物店 任务店对所有合窍 竟进行了一次嘉奖 奖励并不算多 但算是一种安抚 在大部分和窍境眼中 闽延路敢回来力挽狂澜 即便有些人猜到了一些可能 但也只能埋在心里 不敢将其说出口 秦海山鸡人运气不错 除了羽守成受伤比较严重后 没有人丢了性命 性命能够保全 就是一件极为幸运的事情 至于伤势 总是能够养好的 童林云走到陈匪身边 两人离开人物店 朝着修炼室的方向走去 陈匪看着之前还繁华的海玉城 如今多少显得有些满目疮痍 很多街道跟房屋 直接被移位平地 和窍境的力量 肆无忌惮地爆发出来 如果不加以阻止 毁灭一城是极为轻松的事情 即便是海玉城这样的超级大城 结果也不例外 海玉城内 死得最多的 就是那些修为低微的武者 他们的实力面对下杀手的和窍境 没有丝毫侥幸的可能 童林云站在陈匪身边 低声问道 没事 分身守护了一段时间 你那边呢 陈匪摇了摇头道 分身能够提前感知到 三街海妖气息 确实让原臣剑派 避开了很多危险 如果不是分身 以原臣剑派如今的实力 不知道已经折损多少人 从陈匪突破和翘劲到如今 其实才过去数年时间 原臣剑派虽然迎来了极大的发展 但终归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武者的天赋 本身就是需要时间来兑现 不可能发生一蹴而就的事情 因而如今原臣剑派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一些 只能等待时间过去 原臣剑派才能逐渐发展起来 死了一些人 好在你提醒的早 我赶了过去 童林云道 童林云门派所在的房区 要比原臣剑派更加的靠前 毕竟实力更强 落在他们身上的任务 也更重一些 如果童林云再稍晚一些出现 恐怕其所在的门派 起码要折损一半以上的门人 到时候 就真的是伤筋动骨 如今死伤了几个人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陈飞点了点头 片刻后 两人各自回到自己所在的修炼室当中 没有切磋交流修炼上的疑问 刚刚经历海域城的生死存亡 童林云心中的压力很大 此刻想要安静独处 此刻城内所有人的压力都很大 当中也包括陈飞 最开始没有发现 闽延路在城内 又感知到那么多的三阶巅峰海妖 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四阶海妖 陈飞真的以为海域城要守不住了 以陈飞的实力 想要在海妖群中 护送所有元臣剑派的人离开 根本难以做到 甚至运气差一些 如果被三阶后七海妖盯上 或者是那些内鬼盯上 陈飞都只能孤身一人逃走 如果真是这样 那元臣剑派那些人的结局 就几乎注定 陈飞强迫自己进入修炼 十海当中开始出现三门功法的感悟 陈飞的内心逐渐平静下来 陈飞感知着体内和翘的情况 还差一些就恢复到最未圆满的状态 陈飞斟酌了片刻 决定明天就强行无转 原本想着三四天后再进行突破 结果陈飞发现 自己还是太保守了一些 陈飞如今打算降领保的力量 全力贯注到和翘中 让和翘更快地恢复 以达到强行无转的条件 之前陈飞使用领保 多少还是下意识地 用最未合适的方式进行修炼 什么叫最未合适 就是尽量让领保的每一分力量都用上 这领保启用一次 用掉的中品原石太多了 陈飞看似身家不菲的原石数量 其实经不起领保使用多久 因而陈飞想的 都是将领保的每一点力量 都尽可能地不浪费 这样也是变相的不浪费原石 毕竟数个时辰 就要用近百块中品原石 估计也没谁会像陈飞这般消耗原石了 但其实只要愿意 这件领保还可以发挥出更强的力量 但那样做的结果 就是原石消耗的速度会继续加快 好处自然是可以缩短一些时间 坏处则是 以陈飞如今的原石数量 恐怕都支撑不了多久 断齿领保出现在陈飞手中 温润的力量将陈飞包裹其中 铺在地面上的中品原石 开始一块块消失 陈飞感知到 和翘正在加速恢复中 这种不计原石消耗使用领保 陈飞的和翘 多少感觉到了一点 当初使用天青花的感觉 天青花难以寻到 或者说 一般的和翘镜 根本想都别想 相比于天青花 得到原石的方式 无疑就多了很多 难度也降低一大截 当然 陈飞需要的原石数量有些庞大 动辄就是数千块中品原石 才能稍微支撑 久一些领保的消耗 数千中品原石 是个什么概念 陈飞斩杀一个和翘镜中期 得到的原石价值 也就这样而已 和翘镜中期 即便是在千语盟中 都算得上一个人物 即便相隔一个海域 他人都听过此人的名头 当然 和翘镜中期真正的资产 肯定不止这些 很多大头都在各自的宗门当中 以及一些短时间难以变现之物 但那些东西 陈飞即便将人斩杀 也一样不好拿到 不过此刻在海域城 还有一个路子可以走 那就是斩杀海妖 海妖的价值同样极大 而且还可以接个人物店的任务 再去斩杀海妖 一件事情 获取两份收益 不过这些事情 陈飞肯定是等手里的中品原石 全部耗光之后 再去实行 加上今日所得 陈飞身上的中品原石 还是可以支撑一小段时间 等这段时间过去 再想住如何获得大量的原石 也不迟 如果让其他人知道 一万多中品原石 只能消耗一小段时间 恐怕那些人的疯掉 就没见过 如此疯狂的修炼方法 只为了缩短一点时间 而明明陈飞的年龄才不到40 相比其他和翘境中期而言 已经年轻的极其过分 但就是这样 陈飞还是不满足 欲望 有时候确实算是提升实力的 一种原动力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本是铺满地面的中品原石 此刻已经消失了大半 而陈飞体内的和翘 早已恢复如初 不过陈飞没有停 因为陈飞发现 自己的和翘 在灵宝特殊能量下 还能继续提升坚韧度 尽管很轻微 但既然决定极致地 使用灵宝提升实力 那陈飞 已经不在乎浪费不浪费的问题 只要实力可以提高 那一切都是值得 这样一个提升 持续了将近一天的时间 到了第二天夜幕降临 陈飞才感觉到 和翘对于林宝的特殊能量 不再有反应 显然陈飞的和翘 到了这个位置 已经算是一种极限 陈飞的眼睛一下睁开 挥手将地面上的中品原石 全部收入乾坤袋内 同时也将林宝 放入了空间阁中 经过一天一夜的持续修炼 陈飞的精神不但没有疲惫 反而越发的神采意义 都不需要做出什么调整 如今的陈飞 就已经处于最未巅峰的状态 此刻突破境界 正是时候 陈飞双手结印 就跟当初强行突破四转一般 巨大的压力 开始出现在和翘的四周 挤压和翘朝着那里摊线 相比当初突破四转 这一次 陈飞可以明显感觉出 和翘对于这重强行挤压的反阵 比之前降了很多 境界的突破 本身就是越来越难 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因而才有那么多人卡在一个境界 迟迟无法突破 最终蹉跎数年 陈飞神情不动 眉心位置裂开 天眼的光柱投射在和翘上 掌控和翘的所有细微变化 太旋天剑运转开来 圆满静的太旋天剑 相比当初 可以提供更将更加细腻的力量 配合上天眼的掌控 陈飞体内的和翘开始慢慢收缩 不过这种收缩在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慢慢停顿在了那里 在这个位置 还远远没有到达和翘五转的灵界处 之前进行和翘进四转的时候 起码是到了灵界处 和翘的压缩才陷入了停顿 结果如今进行和翘五转 既然这膜早就碰到了问题 这种近乎魔道一般的强行突破 虽然时间上缩短了无数倍 但当中可能遇到的凶险 也提升了非常多 陈飞双手变换硬绝 体内的龙象界点微微震战 接着一下跃到了和翘之中 将整个和翘包裹了起来 强行突破 陈飞考虑过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 自然也有相对应的解决方式 谋垫后动 支持而有得 龙象界点的加入 一下打破了僵局 和翘开始继续收缩 一个时辰两个时辰 陈飞的眼睛一下睁开 龙象界点骤然收缩 和翘一下 被锁定在了一个大小上 哇 一层连衣 自陈飞的身体中阔散开来 修炼室内的元气瞬间倒卷 陈飞体内的元力 开始压缩精唇 陈飞的气息节节攀升 元气倒灌 持续了数个时辰时间 之后 才逐渐恢复平静 相比之前和翘四转 今日突破和翘五转 花费的时间 竟然还要更加的少 陈飞慢慢握紧自己的拳头 感知住此刻身体当中的力量 距离和翘近后期 只差一步之游 第573章 山海之路 不过 踏入和翘近后期的这一步 也将比四转以及五转难得多 就如和翘近初期中 一转二转的不少 但能够突破到和翘近中期的 却没几个 和翘近中期中 最终卡在五转上不得寸进的 也有很多 这些人无法突破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归根结底 最为基础的原因就两个 功法和资源 资源的原因显而易见 就如仙云城跟吴敬海的差别 而主修的功法层次不够 即便将其领悟到最顶尖的位置 也不足以推动修位的提升 陈匪当初突破到和翘近 斩杀第一个铜阶后 得到的必消绝 就属于这类型的功法 领悟相对简单 修炼起来门槛较低 很多和翘近舞者 首选这类型的功法 甚至有更将的功法摆在面前的时候 有一些和翘近还会选择必消绝 很多舞者突破到和翘近 在意气风发一段时间后 就会发现自己的潜力似乎已经耗尽 之前在练体镜和练翘近中 突飞猛进的岁月一去不复返 和翘近的每一点进步 都变得极为的艰难 这些舞者最终明白 自己恐怕一辈子都可能卡在和翘近初期 而无法继续向上攀爬 而类似必消绝这重功法 因为参舞门槛稍低一些 反而还有可能让他们向更高的境界走一段 直接给他们顶尖势力内的传承 恐怕能将他们直接打听在原地 很残酷 但也很现实 天资上的差异 就是会决定武者的上限 到底在哪个位置上 陈斐倒是没有这两方面的顾虑 资源上 陈斐虽然不是出身在顶尖势力 但大部分的资源 还是可以拿得到 当然 诸如天青花之类的东西 陈斐正常情况下却时拿不到 这也是那些天骄拥有的优势之一 至于功法 之前是掣肘陈斐的一个因素 不是功法太难 而是功法太简单 不过获得了太玄天剑 这方面早已迎刃而解 拥有太玄天剑 陈斐突破到和翘六转 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都不需要大圆满镜的太玄天剑 圆满镜就已经是绰绰有余 从天眼上观察到的结果看 强行突破到五转后 和翘上已经满是细密的裂痕 不过这种裂痕都是可修复的 且恢复之后 不会影响到陈斐的基础 以灵宝的力量强行贯注 估计之需要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陈斐就可以将和翘修复完毕 相比之前突破四转 和翘耗费七八个月的时间来恢复 如今只需要两个月时间 消耗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 这些都是庞大的原始消耗换来的 到时候 陈斐这一万多的中品原始资产 恐怕也将消耗殆尽 甚至都无法支撑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过这些问题都不大 如今要说算得上问题的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陈斐如果继续强行 突破到和翘六转 最终和翘的层次可能会比较普通 和翘三阔三线 最终踏入到和翘进后期 接着三花聚顶 踏入到和翘进巅峰 三阔三线 本质是在锤炼和翘 为三花聚顶做准备 甚至是为将来突破山海进做准备 陈斐如今已经三阔两线 基础夯实 没有太多问题 但第三线 也就是六转的时候 当中其实是有一个大的讲究 下中上级 和翘第三线 最为普通的方式 就是将和翘踏陷到 跟当初刚突破和翘进时 和翘的大小 这个时候经过六转 看似和翘大小毫无变化 但内里已经天翻地覆 修为更是到了和翘进后期 但在《太玄天剑》记载中 这等大小的和翘 其实是最为普通的和翘 即下品和翘 千语盟中 那些修炼普通功法 又无特殊机遇 最终 如果可以侥幸突破到和翘进后期 体内的和翘 就属于下品和翘 这等和翘 想要继续向上修炼 难如登天 最多就是凝聚一花 想要凝聚两花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体内的那柯下品和翘 它支撑不住两花的力量 最终可能会直接崩溃掉 必消绝就属于这类型的功法 如果真的用必消绝 突破到和翘进后期 那这辈子 恐怕就卡死在和翘七转 也就是凝聚一花上 陈匪在海悦洞府中 获得的混元玄功 比必消绝好一些 但最终结果 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概也是终点 想要凝聚两花 唯有突破六转的时候 成就中品和翘 让和翘塌陷得更小一些 这样不仅体内的原力更加精纯 和翘本身 也能够承受得住两花的力量 上品和翘体积更小一分 可以承受三花聚顶的力量 踏入到和翘进巅峰 千语蒙十大顶尖势力中的传承功法 就可以让五折有机会修炼出上品和翘 也只有上品和翘凝聚三花 才可能保留一分 突破山海境的希望 陈匪的泰玄天剑熔练九家顶尖势力功法 陈匪如果按部就班的修炼 花费四五年的时间 到时候 泰玄天剑的熟练度 早已达到大圆满静 以大圆满静的泰玄天剑 修炼和翘 无需其他任何辅助 成就极品和翘 应该说是必然的结果 而这样的待遇 只有千语蒙总蒙那些天骄才能拥有 就如闽延路的青传弟子古丹英 当初修炼出的就是极品和翘 因而三花聚顶都没有遇到丝毫的瓶颈 更有不小的希望冲击山海境 但如果陈匪打算在两个月后 强行突破到和翘六转 是不可能修炼出极品和翘的 泰玄天剑还未大圆满这试一点 不过这点问题 其实并不算太大 圆满静的泰玄天剑 如果还是按部就班的修炼 对于凝聚极品和翘 其实也已经足够 古丹英这些天骄 在和翘境中期的时候 也没有将主修功法参悟到顶 在那个境界 也不可能将功法参悟到那种程度 陈匪的原因是在强行突破 以圆满静的泰玄天剑 加上龙象界点的施压 陈匪最多凝聚出上品和翘 这已经算是最为顺利的结果 至于极品和翘 不可能凝聚得出来 修为境界 本就是循序渐进的事情 陈匪这种走捷径的方式 终归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些十大势力的弟子 如果在六转的时候 可以凝聚出上品和翘 已经算是最为完美的结果 因为这是他们功法的极限 明明可以凝聚极品和翘 让将来突破到山海境的希望更大一些 陈匪没有理由去这样放弃 不过武道世界中 困难有 方法自然也有 陈匪如果想要在两个月后 突破和翘六转 并且凝聚出极品和翘 那陈匪就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灵丹 辅助陈匪去突破 宁翘丹 那些顶尖势力当中 如果有天资足够高的门人 要突破到和翘境后期 就会服用这种灵丹 以灵丹之力 最终成就上品和翘 是的 用了宁翘丹 他们最终成就的 还是上品和翘 如果十大顶尖势力的门人 真的想要凝聚出极品和翘 那他们必须将门内的传承修炼到大圆满的层次 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现实是 很多天资在准备突破和翘境后期的时候 所修传承连圆满境都没有达到 宁翘丹对于提升和翘有帮助 自然价值不菲 且一丹难求 以陈匪的门路 宁翘丹是肯定拿不到的 方式当中也不可能出现宁翘丹这样的灵丹 即便真的有 也是一出现就被拿下 不过如今在海域城中 方式当中依旧没有此物 可任务殿中的一些任务 是直接奖励此物的 这样的任务数量还不少 对于普通和翘境而言 宁翘丹一丹难求 顶尖势力当中 宁翘丹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 但对于千语盟总盟而言 宁翘丹却不算什么太过分的东西 他们有足够的底蕴 拿出这众灵丹来作为人物奖励 两个月后 带体内的河翘恢复如初 陈匪就会助手准备突破都六转 成就和翘境后期 这个原定的计划 陈匪没有打算改变 但是极品河翘 陈匪也没打算放过 唯一的 就是需要去任务殿 接下一个这样的特殊任务 周围的天地元气 重新变得风轻云淡 陈匪盘膝而坐 修炼室的地上 又铺满了中品原石 陈匪眼睛闭上 继续投入到修炼当中 在陈匪悄无声息地突破到 河翘五转的时候 整个海域城还在平复 昨天动乱产生的伤痕 河翘境死了将近十人 当中大多数是河翘境初期 许多势力也因此 在一夜之间降位五级 并且不知道 自己能否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留存下来 海域城外 海妖的气息再次浮现 昨天因为闽延路的出现 海妖损失惨重 一阶二阶的海妖不说 单单三阶海妖 就有近二十只载物倒塔下 化成了碎肉 海妖对于海域城的进攻 应该会消停一些 但实际的情况 海妖继续出现 摧毁海域城的目标 海妖一直没有变化 即便损失再多 也是如此 或者说 对于海妖庞大的数量而言 昨天的损失 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第574章 黑神珠 海域城一座庭院中 施元敏坐在书桌前 漫条丝里地翻着手中的一本书 突然 施元敏的神情微微移动 转头看向了书房的角落当中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那里 坐 施元敏看着来人 右手虚影道 这次你我既然没有着急出手 倒是侥幸逃过一劫 谭鸣香辰声道 敏沿路竟然没有真正离开海域城 而是坐看海域城内发生的一切 当时但凡在海域城内出手的那些何俏镜 如今全部生死倒消 在山海镜面前 和俏镜的实力不值一提 就如何俏镜看待练俏镜一般 我们向着海妖 又不是想要千语盟真的出现大的问题 海域城真的成破 对我们没有丝毫的好处 施元敏摇了摇头道 他们的目的永远是利益 哪边给的利益多 他们就向着哪边 如今 无疑是海妖给的东西 更能吸引他们 接下来该如何 谭鸣向低声问道 静观其变 最近一段时间 先不要妄动了 施元敏想了一下 沉声道 如今谁也不知道 敏沿路这个山海镜强者 此刻的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 攘外安内 如今的重心到底是攘外 还是坚决地 先将内部的问题给解决掉 谁也不知道 敏沿路如何想 但安全起限 如今自然是不去触敏沿路的眉头 不然一不小心 就是灰飞烟灭的下场 好 谭鸣向点了点头 消失在了书房当中 施元敏看着谭鸣向消失的地方 目光微微闪动 施元敏没说 他去试探过原臣剑派的陈匪 而是打算将这件事 直接藏在心底 施元敏有些庆幸 当时之对陈匪出了一招后 就直接顿离 没有引起敏沿路的注意 敏沿路当时虽是隐藏在海域城内 但所有的注意力 既不在那些到处破坏的舞者身上 也不在其他区域 敏沿路几乎将所有的精力 都集中在了南墙外那的四街海妖身上 注视着那只四街海妖的一举一动 跟那只四街海妖相比 城内的那些舞者 不过是借赖至极 且当时施元敏所在的房区 其实距离原臣剑派并不远 正是因为如此 施元敏才看见了陈匪 因而出手试探了一下 这一下试探 当时施元敏就感觉出不对劲 陈匪给予的反抗力量 根本不是一个和翘镜初期该有的 虽然当时施元敏没出全力 甚至为了更好地隐藏气息与身形 可以说是只是随手一招 但一般的和翘镜初期 根本就抵挡不住 直接生死都是可能的事情 但陈匪莫死 施元敏事后让人调查了一下 陈匪如今已惊安然地回到了海域城内 突破和翘镜不过数年的时间 这样的战力是绝对不正常的 这个陈匪身上必定有一个秘密 不然修炼的速度绝对无法这么快 这不是一个天赋过人 就可以说明的 施元敏断定陈匪身上有大秘密 因而施元敏没有将这件事告知谈名相 而是打算独自将这个秘密拿到手里 施元敏会暗中投向海妖 为的就是获取足够的利益 如今这样一个可能庞大的利益出现在眼前 施元敏如何会放过 如今 陈匪躲在修炼室内 很少露面 不过施元敏没有着急 施元敏甚至莫打算在近期将陈匪秦拿下 如今海玉成风声鹤唳 被敏沿路弄了一次欲擒故纵 施元敏心底 多少是有些怕了 施元敏打算稳妥一些 不再出卖千语盟这边的利益 之前的基建事 已经暂时让施元敏吃饱 消化这一波利益 也需要一段不小的时间 至于陈匪 陈匪所在的元臣剑派在哪里 施元敏早已一清二楚 之后 施元敏有的是机会 将陈匪秦下 时间晃眼过去一个多月 海域城外的战斗越发激烈 任务店内的任务开始激增 给予的奖励也变得越发的诱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修 陈匪走出了修炼室 先是激发孽穴员工 换了一个气息 在方式当中 陈匪将之前在柳万姑那里 获得的法宝 以及一些灵财 全部变卖 收入了将近四千块中品元石 陈匪几乎要耗尽中品元石 总算又补充了一部分回来 一个多月 几乎莫怎么间断地使用灵宝修炼 一万多的中品元石 硬生生地被陈匪昊的之胜几百 消耗巨大 不过成果也很斐然 体内河翘上的伤痕 已经快恢复如初 再有十来天的时间 河翘就可以达到完好无损的状态 甚至心血还能再坚韧一些 同时 龙象界点不断吞赴灵宝中的特殊能量 玄震龙象的静静极为的惊人 明明一年之前 玄震龙象才达到圆满静 结果如今 龙象一旦达到大圆满静 那陈匪将直接拥有 合翘镜巅峰的体魄 且在恢复力上 还要超出合翘镜巅峰许多 且领宝释放出的能量中 因为自带灵机 对于功法的感悟 天生拥有促进的作用 荡出皇城那边 数年一次的元凌朝 不就是领宝引发的 元凌朝就能助人感悟功法 如今 领宝就在陈匪手里 这种注意功法感悟的能力 自然还在 并且 效果还更强 陈匪一边是面板提升 三门功法的熟练度 一边是领宝对功法参悟的加成 三门功法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熟练度静静 也是极为的喜人 当中难度稍低一些的 孽邪员工 以及分身顿引诀 此刻的熟练度 都已经极为接近大圆满静 估计再有一段时间 就可以完成最后的一些修炼 太玄天剑 难度最高 需要的熟练度 自然也是最多的 不过即便如此 在中品元时的大量消耗下 也已经走到了 大圆满静三成的位置 必须要讲 钱有时候 真的太好用了 陈匪用涅血员工产生的身份 在方式中之士走了一趟 身后就跟了一些小尾巴 当中的成分有些复杂 但陈匪没有心思去搭理 在海域城内走了几圈 将身后的尾巴甩开 陈匪变换成原来的气息 前往任务殿 一个多月前 在海域城外 被诗员鸣斩了一件 其实陈匪可以将这件事 告知给敏延禄 如果见不到敏延禄 也可以告知古丹英 但如果陈匪真的这样做 有一个问题 陈匪就绕不开 那就是 面对施员鸣这样的 何俏敬后期 陈匪最后是怎么样 保住性命的 何俏敬初期 是绝对挡不住 何俏敬后期一件的 死的可能性才是最大的 而不是陈匪如今 这样活蹦乱跳 当初陈匪告知敏 沿路那些内鬼的消息 是说 自己用入梦觉探查了一遍 何俏敬初期 探查何俏敬中期 用入梦觉 还有一点可能 但已何俏敬初期 探查何俏敬后期 入梦觉再神奇 也做不到这一点 陈匪要将施员鸣脱下水 最终可能自己的很多秘密 也要暴露出来 施员鸣这样凝聚一花 比普通的何俏敬后期 还要强上不少的强者 如今的陈匪是无可奈何 但一个月后 情况是什么样 也许就要陈匪说了算 任务殿内人来人往 陈匪找了一个人物殿直士 接下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以陈匪之前完成过 紧急任务的资历 接下这个拥有宁俏丹奖励的任务 人物殿直士 倒是没有提出什么意义 并不是所有任务都需要战斗 很多反而更需要 其他的一些辅助能力 宁俏丹最主要的能力 就是六转的时候 提升何俏的层次 但其实 宁俏丹在何俏前六转中 都可以服用 突破何俏六转 宁俏丹都有助力 那突破何俏三转 踏入何俏进中期 自然也不例外 最多就是有些浪费 因而 陈匪想要这样的一个任务奖励 在外人看来 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陈匪带住人物玉碱 回到了修炼室内 接着将心神探入玉碱中 片刻之后 陈匪的心神从玉碱当中离开 眼神当中露出一丝思索之色 下一刻 一颗黑色的珠子 出现在陈匪的手心当中 仔细看黑色的珠子 上面光滑流转 就如波涛在翻滚一般 这样的珠子 陈匪有两颗 全部都是当初在皇城的时候取得 一颗是天阳真人那里 另外一颗 则是在隋明华的身上 获得 黑神珠 这是当初隋明华三人提到的名称 从皇城回来之后 陈匪一直忙着修炼 提高自己的修为 对于这两颗黑神珠代表的地方 并没有去深究 毕竟当时陈匪的资源 已经完全足够修行 并不需要特意去冒险 去看这个所谓的黑神珠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 陈匪今天没有想到 从人物殿接取的这个任务区域 竟然跟黑神珠所在的地方 竟然有些重叠 陈匪翻手将黑神珠收入乾坤袋内 陈匪重新盘膝坐下 调整自己的状态 第二天一早 陈匪施展涅血缘弓出现在海域城内 接着就以这个身份 从东门离开 身形闪烁间 陈匪消失不现 一刻钟后 陈匪的身形停顿在半空中 眉心位置光芒闪烁 远处击到身影 落入陈匪的眼帘当中 其中一人 洛天阁 陈道亨 第575章 天地不公 除了陈道亨 其中一个也是熟人 正是当初在汴湖城外 进入千言鬼舍下 洞窟中的 那个和俏镜后七黄玉衡 至于其他吉人 陈匪倒是不识 但是根据气息 跟陈道亨吉人颇位相近 应该也是洛天阁的门人 在陈匪看着陈道亨吉人的时候 黄玉衡似有所觉 回头看向了陈匪的方向 简直是一个面生的 和俏镜中期舞者 遂不在意 陈匪神情不动 使用涅血缘弓变化后的气息 跟陈匪原来的 已经有极大的不同 因而看到陈道亨吉人 陈匪并没有特意避开 陈匪停在半空中 待看到洛天阁的人消失不见 陈匪才慢慢悠悠地向前飞去 陈匪接取的这个任务 实现足有一个月的时间 因而陈匪并不着急 至于洛天阁的人 有何俏镜后七黄玉衡在 如今的陈匪 也无法做什么 两千多里的距离 陈匪飞了数个时辰 才赶到任务区域 海妖 名为青龙里 此妖体内的血脉颇位不凡 成年极有二阶巅峰实力 并且青龙里体内带有血脉传承 可以依据烙印在血脉中的秘法 不断地向上修炼 从二阶突破到三阶 远比那些普通的海妖简单许多 寻找到并且捕杀一只 三阶出气的青龙里 或者是三只二阶的成年青龙里也可以 这个任务的难点 在于找到青龙里 相比其他海妖 青龙里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身上的气息 如果不刻意展露 极为的微弱 稍远一些 就难以察觉 且青龙里的身形并不大 即便是三阶境界 也不过数米长 人物殿给予的任务区域 只是一个大概的范围 足有方圆数百里的大小 在这样巨大的区域中 找寻天生可以掩藏气息的海妖 难度可想而知 虽没到大海捞针的程度 但一般的舞者也确实难以完成 不过这个人物对于陈匪而言 倒是刚好拥有天眼 陈匪之需要找到青龙里的一点蛛丝马迹 就有不少把握 搜寻到青龙里的具体踪迹 陈匪身形自半空冲入海内 眉心位置透出一道光柱 将方圆树里内的情况 尽收眼底 天眼真正可以达到的极限距离 其实有数十里 不过这种极限距离 陈匪之能将其单线地 锁定在一个目标上 就如当初偷偷潜入海妖群中 看到了无象戒阵一般 给予一个指定的目标 陈匪可以将其所有细节 看得清清楚楚 但这种地毯是全面搜寻 陈匪要是也探出数十里的距离 那第一个承受不住 不是天眼 而是陈匪心神 将方圆树十里分毫不差 全部纳入十海当中 那将是天亮的信息 和翘近的心神虽是不凡 但也没有到这种程度 毕竟 这不是简单的去看 而是将周围的情况 一丝一毫的全部纳入分析 这对于心神的要求太高了 陈匪耐心寻找 一天两天三天 足足十天 陈匪一无所获 就仿佛青龙里 根本就不在这片区域一般 陈匪没有着急 这个任务由其他舞者来做 最后可能真的会一无所获 毕竟这区域光平面大小 就方圆树百里 而海是有深浅的 且青龙里在此处 只是当初有人 在这片区域见过青龙里出没 但初没过 不代表青龙里 就要在这里长期生存 因而 这个任务陈匪看到 已经挂出两个月的时间 但街的人吉少 显然都预料到了 这种情况的发生 而如今这个任务还在 说明街的那些人 全部都还未将其完成 时间又过去五天 陈匪来到此地 已经过去半月 不过也在这一日 天眼捕捉到了一丝 不同寻常的海妖气息 陈匪的身影 出现在海底的一块岩石上 这里有一块位置的颜色 跟其他地方略有差别 陈匪眉心位置的光芒伸缩不定 在时间长河的过去中 一抹气息被陈匪拽了出来 陈匪神情微动 这气息跟人物电提供的青龙里气息 有着七八分的相似 至于其他两三分的差异 不过是青龙里各体间的不同导致 总算找到了 陈匪眉心位置的光芒绽放到极致 黑白的视野中 有关青龙里的气息 很快被陈匪锁定 陈匪身形闪烁 消失在了岩石上 陈匪的身形在海水中 形弱由于 虽然极快 但并非是横冲直撞 而是顺着某种规律以及痕迹 将自己融入海水中 再借助海水当中蕴含的力量 这无疑是一种极为高明的技巧 不但更加省力 而且动静也是小到忽略不计 半个时辰不到 陈匪在海下冲出树百里 位置早已偏离了 预检上给予的区域 而到了这里 天眼当中有关青龙里的痕迹 变得越发的明显 又过一刻中 陈匪终于远远地 看见了一道虚影 一闪而过 陈匪投颅微台 直接将远处 那道虚影锁定 身形骤然提速 不用从过去的痕迹中 查找青龙里 事情一下变得简单了许多 随着陈匪跟虚影的距离不断地拉近 虚影的真实模样 也出现在陈匪的眼中 身体呈仿垂形且侧边 背部在背弃前烧隆起 这青龙里的模样 就跟一般的鱼类相差无几 不过这青龙里在游动的过程中 身上的颜色也在不断变化 跟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了一体 陈匪全力施展玄天顿 二十多里的距离一晃而过 在陈匪相距青龙里数理的时候 这只青龙里就有所察觉 带感知到陈匪气息之势出入和翘境 直接反身扑了过来 陈匪用龙象界点以及图灵术 将自己的气息展落到 何翘一转都不到的位置 相比这只青龙里三阶中期的实力 当真是不值一提 陈匪这样追逐 在这只青龙里看来 是一种极大的挑衅行为 弱肉强食 将这个人类直接吞掉便可 这只青龙里跟人物欲减上介绍的三阶初期 有着极大的出入 陈匪要是上交这样一只青龙里 恐怕会直接引起人物店的怀疑 打碎青龙里的腰单 倒是有可能让青龙里的境界跌落 但也可能将青龙里直接打死 不过到时候 陈匪可以拉上同龄云一起 有一个和翘境中期的舞者加入 完成这个任务 就显得合理一些 哦 青龙里来到陈匪面前 大声咆哮了起来 巨大的音波震动海水 海水剧烈的震战 下一刻 直接化成了水雾 青龙里和陈匪之间 一个完全由水雾组成的通道 煞时间出现 青龙里犹如顺一般 顺着水雾来到了陈匪面前 黎维甩向了陈匪的头颅 那些水雾成了青龙里的一部分 本质是数米长的青龙里 此刻竟仿佛一下膨胀成了数十米 黎维刚动 那些水雾也凝结成巨大尾巴 甩向了陈匪 本该是软绵无力的水雾 如今直接被赋予了惊天之力 黎维锁过 万寝海水立刻排开 陈匪神情不动 三门进法齐开 身上的气息骤然提升到和翘镜中期 甚至仿佛要破开界线 踏入到和翘镜后期一般 龙像咆哮的声音在陈匪体内隐隐传出 陈匪向前踏出一步 脚下的距离将海水踏出一个巨大的真空 借助一丝反正之力 陈匪已经一箭刺出 青龙里感知到陈匪气息的变化 眼神中露出震惊之色 这个人类不知廉耻 刚才竟然伪装修尾 青龙里知道上当 但此刻攻击已经打出 想要再跑 已经来不及 且这个人类此刻 打出的攻击如此凌厉 青龙里要是中途撤招 恐怕后果更加惨烈 想到此处 青龙里全身的鳞片 开始快速地抖动 水雾的范围一下扩大 就如青龙里的身形 又膨胀了一圈 而这带来的结果 就是李维甩来的力道 瞬间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哄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海水中 打出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位置 无数暗流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 附着在青龙里身上的那些水雾 此刻被陈匪一箭彻底击碎 青龙里的里尾上面 此刻更是血肉模糊 直接少掉了一小半的里尾 陈匪右脚向后一点 身形直接逼近青龙里 想要趁势将这只青龙里斩杀 以陈匪如今的修备 和翘境中期中 难有人可以匹敌陈匪 至于同阶里更加强势的妖兽 陈匪也可以做到独自斩杀 即便是青龙里之中血脉不凡的海妖 结果同样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哦 青龙里看到陈匪靠近 眼神中露出一抹精锯 自知难以匹敌 青龙里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 哇 一层波动自青龙里的体内阵荡开 下一刻 青龙里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陈匪眉头微微抬起 目光扫向四周 根本没有那只青龙里的身影 陈匪眉心位置裂开 黑白视野下 陈匪终于发现了 这只青龙里的踪影 竟然已经在二十多里外 转瞬之间 直接横移了二十多里 这种速度 不应该在一只三阶中气的海妖身上出现 即便是青龙里 也不该有这样的能力 陈匪眉心刚要动 发现视野当中 那只青龙里已经消失不现 对方竟然再次横移 超出天眼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距离 不过直接看 如今虽是看不到 但天眼中 有关青龙里的气息线却是还在 一众本不该在青龙里身上出现的力量 一下引起了陈匪的兴趣 如果说之前还只是为了凝翘单 但如今 陈匪对于这种顺息横移二十多里的能力 更加看重 陈匪身形闪动 顺着天眼的指引 遥遥地追在青龙里的后方 这只青龙里 估计真的被陈匪吓到 竟然连续使用这种能力 将自己跟陈匪之间的距离 越拉越远 如果是其他的舞者 面对这种情况 估计真的难以再追上 那众顺息横移二十多里的能力 留下的痕迹 几乎忽略不计 也就是天眼这种完全不讲理的童树 才能这样一直掉在青龙里的身后 转眼半个时辰过去 蜀白里的追逐 陈匪停在海水中 看着远处一个极为寻常的洞窟 青龙里气息最后出现的地方 就在这个洞窟中 陈匪眉头微皱 身形闪动 人出现在了海面上 看着周围 眼神当中露出一丝惊讶 两颗黑色的珠子 出现在陈匪手里 相比之前在海域城内 此刻黑色珠子上的波纹闪动的频率极快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引动珠子 黑神珠 陈匪没想到 阴差阳错下 这青龙里逃的地方 竟然是这黑神珠最终指定的区 或许不是巧合 这只青龙里的特殊力量 可能就来自黑神珠的地方 陈匪想到一种可能 神情微微波动 陈匪身形重新进入到海水当中 看着远处的洞窟 有些犹豫不决 这个洞窟通往的地方到底如何 信息太少 陈匪有些把握不住 这只青龙里能够获的好处 安然离开 并且遇到危险的时候 主动跑向这里 那说明三阶中期的力量 足以应付里面的危险 甚至当初有人看现 青龙里之是三阶初期 如今变成三阶中期 这实力的增长 可能就来自这个洞窟当中 如此看 陈匪进入应该问题不大 但这重中归之是猜测 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 没人说得清楚 陈匪正想着 要不要凝聚出分身 放入茶看一番 突然 陈匪抬头看向远方 发现有人正朝着这边冲来 天眼微微闪动 人影显得有些慌张 而在更远处 似乎有其他人在追逐 陈匪想了一下 身形朝着其他地方挪移了树里 避开了那道人影正面的位置 带着人以及后面的人离开 陈匪再去研究 那个黑神洞窟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哇 陈匪正耐心等待 突然奇特地拨动 自乾坤袋内当样开 陈匪还未反应过来 两颗黑神珠突然冲出 接着化作黑光 将陈匪完全笼罩 陈匪想要躲闪 都来不及 天地不公 万物不等 无次如等公平的机会 恍恍惚惚惚间 陈匪听到了一个声音 陈匪的眼睛一下睁开 发现自己此刻正站在一座高峰的山脚下 许多人许多海妖 正被孵着一块黑石向上攀登 第576章 人心鬼欲 这是那个黑神洞窟 怎么会有这魔多的人跟海妖 那些黑石又是什么 一堆疑问出现在陈匪的脑海当中 陈匪抬头仰望眼前的风鸾 云雾缭绕间 高度不下千米 这种高度 对于普通人而言 算是一座挺高的山 但对于和翘境而言 一个非纵 即可跃上此风的最高处 陈匪低头 握了一下手掌 体内原力可以感知得到 但完全沉寂 无法调用丝毫 石海当中的新神力也是如此 不仅是原力 以及新神力 此刻的肉身力量 也被完全封禁 有一层特殊的枷锁 将陈匪完完全全的封印 成了普通人的状态 陈匪看了手中的前缘剑一眼 达到中品法宝灵界的前缘剑 此刻犹如反铁一柄 看不出一丝神意 还有乾坤袋 不能调用其中收纳之物 真成了一个普通袋子 这位朋友 出来黑神月 一道声音在陈匪的耳边响起 陈匪转头看向来人 有黑的皮肤 厚尘的嘴唇 此刻满脸憨厚笑容地看着陈匪 露出白净的牙齿 阁下何事 陈匪没有正面回答明中江的话 朋友不必紧张 黑神玉多有危险 在下肢是想多找几个人 遇到事情的时候 也好有个帮衬 明中江看出了陈匪的提防 赶紧解释道 陈匪看着明中江 神情逐渐放松 不似刚才那样紧绷 何谓黑神玉 又该如何离开这里 陈匪问道 黑神玉是大部分人 对于此处的称呼 也有叫黑神岭 或者黑神城的 不过不管如何称呼 此处属于伟大的黑神 想要获得好处 或者离开这里 都必须遵守黑神的规则才行 明中江看到陈匪神情的变化 态度变得越发热情 陈匪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等待明中江继续往下说 朋友刚才踏入黑神玉的时候 应该有听到伟大黑神的声音吧 明中江低声道 天地不公 万物不等 陈匪江听到的话 复述了两句 对 天地不公 万物不等 所有人一出生 资质天赋不同 背景家底更是大象径庭 很多时候 人一出生 这一辈子如何 就已经完全注定 难以更改 明中江指着远处的人还有妖兽 继续道 我们人类如此 那些妖兽也不例外 血脉的不同 有些永远只能在一阶初期徘徊 而有的成年 即可成为二阶巅峰妖兽 何等不公 明中江说到此处 神情明显变得有些激动 所以 黑神玉可以给予这种公平 陈匪神情微动道 对 黑神玉可以 明中江肯定地点了点头 道 朋友应该也发现 自己的修为被封禁 无论是原力心神 还是体魄 都变成了普通人 这就是黑神给予最大的公平 然后所有人或者妖兽 背着那种黑石攀登 陈匪指向了远处那些人 和妖兽身上的黑色石头 虽然无法施展铜数 但陈匪还是能够看出 那些石头的分量极为不轻 无论人还是妖 都背得极为辛苦 抹出所有的不公 大家都在同一个水平 背着这些黑石 登顶黑神城 即可兑换奖励 或者是离开黑神域 明中江激动的神情逐渐平复 说到黑神城内的奖励 明中江的眼神中 放着一丝微光 奖励 陈匪突然想到了 青龙礼 那可以横溢二十多礼的特殊能力 这本不属于青龙礼 但偏偏对方施展了出来 想必这种能力 就可能来自 这个神秘的黑神礼 对 背负黑石越多 黑神给予的奖励也越多 大家凭借自己的努力 获得对等的回报 这就是最大的公平 明中江点了点头道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现实世界 不努力也能有回报 只要你家底够厚 完全不需要你去努力 而那些拼死努力的人 却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 这黑神领的规则 倒挺像那魔一回事 起码就目前听到的 是这样 那阁下如今 是想让在下做何事 陈匪看着明中江道 结伴行 人心鬼欲 多一些人 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危险 我已经找了其他三个人 加上你一共五人 我们挖一块黑石 就可以登山 明中江说着 领着陈匪来到了一处山沟 这里已经等了三个人 背上已经都有一块黑石 看到明中江和陈匪 均是汉手示意 黑石就在此处开采 类似的地方周围 还有很多 时候不早了 要不我们现在就开采黑石 明中江将陈匪 领到了三人面前 看着鸡人道 开始吧 空号在这 毫无意义 一旁的薛东川沉声道 四人当中 就属薛东川的身形 最为魁梧 目测看去 起码两米以上 这黑石看似坚硬 但用自身冰刃 可轻松踩出 明中江道 陈匪点了点头 来到一处岩层前 黑石就在岩层下 陈匪观察了片刻 却迟迟没有用前缘剑 撬出一块黑石 怎么还不啊 莫要耽搁时间 有人出声催促道 朋友 你这是 明中江的声音 也从后方传来 隐隐间 已经带着一丝不耐 这真的挖下去 是不是会出现其他问题 前缘剑在陈匪手中 挽出一道剑花 陈匪回头 看向了明中江 朋友多虑了 我们身上也有黑石 明中江拍了拍手边的 一块黑石道 是吗 但人心难测 我想多观察观察 陈匪神情平淡倒 明中江脸上的笑容微顿 看着陈匪 笑意逐渐收敛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明中江本是憨厚的模样 随着笑意的消失 气质完全改变 我就说你这招无用 平白浪费着魔多时间 薛东川咧嘴笑起 目光自明中江身上移向了陈匪 眼神逐渐变得阴冷 道 你现在是自己挖 还是让我们打断你双腿厚 再挖 薛东川声音冰寒 与刚才相比大向静庭 不仅是薛东川 其他两人此刻也是冰冷地看着陈匪 呈善行将陈匪包围在其中 看来挖着黑石 还有其他风险 对于自己被包围 陈匪神情平静 就仿如此刻被围困是其他人 小子 想知道挖黑石有什么问题 自己挖一下不就知道了 薛东川向前踏出一步 居高临下地盯着陈匪 威胁道 现在我倒数三个数 你要还不动手 那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随着薛东川话音落下 四人全部亮出了手中的冰刃 修为境界完全被封禁 那之前实力有多强 如今都失去了意义 人数的优势 在这黑神域中 一下就体现了出来 此处不禁厮杀 你现在挖黑石 还不会丢性命 等我们动手 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明中将冷声道 三 薛东川大声喝道 四人打量着陈匪周身要害 似乎在寻找哪里下手跟位的和事 不用数了 我也赶时间 陈匪平弹道 不知死活 听到陈匪的话 薛东川的眼睛一下瞪起 手中拿着刀刃 一下朝着陈匪的头颅砍去 虽没了原力加持 但薛东川此刀劈出 却自有一股煞气蕴含在其中 而随着薛东川的出手 明中将三人 也是同时将手中的冰刃 打向了陈匪 双拳难敌四手 一个普通人同时面对四个人的围攻 要想胜出 是极难的事情 要么就是逮着一人攻击 拼出血性 让其他人望而却步 但此刻双方都手持冰刃 真用此法 陈匪身上 怕是一下会 多出几个窟窿出来 到时候先死的 必然是陈匪 且明中将击人也都是武者 一般的汉勇 根本就下不退他们 气势拼不过 力量又不占优 被围困 跑又跑不掉 似乎唯有等死 但其实普通人之间打斗 真的想要以弱胜强 以少机多 格斗技巧 是一个巨大的力量 陈匪手中的前缘剑 犹如羚羊挂脚般 点在了薛东川的刀刃上 薛东川看到陈匪 展现出剑术 脸上带着 鸡翘的笑容 都是武者 原力没了 但是当初练 体经使用的武学招法 却不可能忘记 陈匪有武学招法 难道他们就没有 只是薛东川的脑海中 刚闪过这个念头 冰刃碰撞间 突然发现 自己手中的刀刃 不由自主地滑向一旁 就好像自己手里的刀 突然变得不是自己的一般 是 剑人破空的声音响起 薛东川的脸颊上 多出了一条血痕 关键时刻 薛东川下意识地向后仰起 后背几乎跟地面平衡 这才避免了 自己头颅被一箭扎穿 薛东川的后背 一下被惊出了冷汗 只差一点 他就要死了 陈匪面无表情 初剑分别点在了 明中将三人的兵刃上 就如薛东川一般 明中将三人兵刃上的力量 就仿佛消失了一般 不受控制地 划到其他位置 大家确实都是武者 但陈匪当初在练体境 修炼了足足数十本的武学功法 前每一门都修炼到大圆满的境界 当中最多的 就是这种基础的武学招式 第五百七十七章 登峰造极 吴敬海因为天地元气浓郁 练体境的修炼 相对仙云城那边要简单许多 且因为高阶舞者更多 普通的武学功法的获得 变得极为简单 吴敬海的功法 从练体境起 着重的都是 该如何引动体内尽力加持 对招式自然也会研究 但却是次要的部分 毕竟 如果尽力变化不够玄妙 那将导致整体招式的力量削减 仙云城那边 稍微强一些的练体境攻法 其实也是这样的趋势 毕竟尽力才是根本 也唯有不断提升自身尽力 境界才能增长 而陈匪刚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只是平音县内的一个杂役 平音县地处偏远 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县城 当中武道高手 极少 稍微高深一点的攻法 都被各个世家持有 绝无外传的可能 在那重情况下 陈匪能够接触到的 都是很基础的练体攻法 而越是基础 当中偏向的越是招式方面 融合数十本基础攻法 并将其修炼到大圆满 陈匪对于招式之间的各种泄力戒力 早已料然于胸 说句登峰造极 都不为过 与薛东川等人的招法造诣相比 陈匪要胜出数仇 所谓的围攻 在陈匪眼中也是破绽百出 薛东川等人之前兴许根本不在意 到底有没有破绽 毕竟人多力量大 但如今各自跟陈匪交换一招后 看向陈匪的目光 已经完全变了 当初也是刻苦修行 一步一个台阶的修行上来的 但偏偏 此刻用出的招法 在陈匪面前 就如小而五剑般 错漏不堪 陈匪之是简单的一两剑 就可以将他们的招式 破得前前进进 不管他们用出什么样的招法 结果都没有任何的不同 明明该是四人围攻一个 如今却仿佛是陈匪一人围住了他们 慌乱的神情 出现在冥中将击人的脸上 随着陈匪不断地出见 他们能够躲闪的空间 变得越来越少 身上的伤痕也变得越来越多 啊 突然有一人尖叫一声 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 亮亮呛呛地向后退出几步 抬头再看陈匪 眼神当中满是不甘 接着倒在了地面上 气息逐渐消散 心脏被刺穿 又无原力护持 自然就跟普通人一般 重伤而死 压力一下骤增 另外一个瘦高之人 捂着自己的脖梗 但血液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止住 同样倒闭在了地上 老子跟你拼了 薛东川一声大吼 身体做事要冲向陈匪 但实则却是直接朝着后方跑去 薛东川已经怕了 此刻再不跑 薛东川担心自己直接死在这里 陈匪看着薛东川 手中的前缘剑突然离手 前缘剑就如利剑一般 闪电般地划过了薛东川的脖梗 薛东川又跑了几步 满心不甘地扑倒在了地面上 此人到底是谁 魏师魔会将基础武学招式 修炼到如此境地 冥中将引来的 应该是出来黑神域之人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偏差 薛东川带住不解 含恨离去 冥中将看到陈匪剑刃离手 心中大喜 刚要上前趁机打伤 甚至是击杀陈匪 突然看到 陈匪身体犹如猿猴般跃动 接着一拳打在了他的剑刃上 冥中将手中的剑 就如之前那般 完全不受控制地撇到了一旁 再抬头看向陈匪 发现刚才那离手的剑刃 竟然在半空中回转 重新落到了陈匪手里 冥中将的眼中露出绝望之色 刚想说点什么 就看到剑光闪过 双臂剧痛 手中的剑刃再也握持不住 掉落在地面上 发出一声脆响 前缘剑斜指着地面 一滴鲜血 顺着剑风滑落 滴落在了地面上 魏师魔让我挖黑石 陈匪看着冥中将道 你真的是第一次来黑神域 听到陈匪的问话 冥中将瞪大眼睛看着陈匪 就如薛东川击人疑惑 陈匪展现出的基础招法太降了 就仿佛刻意修炼而来 这种情况只有一种 那就是 陈匪其实是第二次到黑神域 因为明白黑神域的规则 所以刻意锤炼自身的基础武学 不过黑神域很少有第二次来的人类舞者 想要二次踏入 不仅要满足各种条件 就连离开 也不是像第一次那样简单 黑神域唯有对妖兽才更为的优待 冥中将击人并不是第二次来到黑神域的人 他们只是上山下山了多次 背负黑石上山可以多次积累数量 并非要一次性完成 但每一次的上山下山 各种附加的要求也都将变得更加的严苛 所以 他们打算走捷径 结果薛东川三人生死 冥中将两只手臂的手筋被挑断 陈匪没有回答冥中将的问题 但冥中将却知道了答案 竟然真有将基础招法 修炼到这种程度的人 这图个什么 基础招法修炼的再将 与境界无异 与突破无异 甚至就连对战力的加持都微乎其微 毕竟尽力的玄妙变化 才是最重要的 引个新人 结果引出这样一个怪胎 冥冥之中仿佛旧由自取 我说了 你会放过我 冥中将直视着陈匪的 不会 陈匪摇头 那我凭什么告诉你 反正左右都是一个死 冥中将大声嘲笑道 起码你可以死得痛快一些 或者你想体验一下 普通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 陈匪话音落下 前缘剑的剑尖 已经点中了 冥中将胸口的一个位置 剑尖入肉并不深 甚至连血 多么流出多少 但冥中将的神情 一下发生变化 一股剧烈的痛楚 自身体当中爆发出来 如野兽撕咬 又如蚁虫啃时 冥中将的脸颊 一下扭曲了起来 想要跳起 却发现双脚无力 不知何时 脚筋竟已被斩断 片刻后 体内内骨痛楚逐渐减弱 最终消失不现 冥中将的扭曲的面容 逐渐平复 为师魔让我挖黑石 陈匪看着冥中将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第一次挖黑石的人 可用五十瘦术取下一块 此块黑石无重量 可轻松背负登山 冥中将低声道 已经不敢再有隐瞒 刚才那种痛楚 他不愿再经历一次 听到冥中将的话 陈匪神情微动 无重量的黑石 陈匪抬头看向远处 那些背负黑石之人 以普通人的体质 背着巨石上山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些妖兽应该会轻松一些 但他们的黑石 也会更大许多 背着这五十瘦术的黑石 到达封顶 能否直接离开这黑神域 陈匪低头看向冥中将 可以 冥中将点头 这就相当于 用自己五十瘦术 换了个出去的机会 平白无故的损失 五十瘦术 这个谁身上 估计都受不了 陈匪想到自己 进入黑神域时 听到的那几句话 如今在想 不免有些讽刺 原来这就是 黑神域给予公平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想要背负更多黑石 还要用瘦术来换 陈匪看向了 薛东川基人的黑石 除了第一次 其他黑石可以随意取用 冥中将摇了摇头 如果所有黑石 都需要用瘦术来换 那此刻周围 就不是这样的场景 而是各众乱战 毕竟这些黑石代表着瘦术 陈匪开始问各种问题 冥中将一一回答 倒不是冥中将有多老实 如果有机会 冥中将绝对不介意 误导一下陈匪人 让陈匪死在黑神域内 但只要站在登山石前 很多规则 就会自动在人的石海当中出现 一而要蒙蔽出来之人 唯有在这些人 未到登山石前执行 一个钟后 陈匪一见刺中 冥中将的头颅 冥中将身体微微易毒 倾倒在了地面上 陈匪将冥中将 陈匪人的兵刃以及乾坤袋收起 转身在周围转了几圈 看到了登山石 同时确认了从冥中 将这里得到消息的真伪 背了黑石登山 从登山那刻起 必须在一天之内登到峰顶 如若无法做到 那无论是人还是妖兽 都将直接立即而死 没有例外 正因为如此 明知每一次重新下山背负黑石 要求都会增多 很多人和妖兽 都不敢背负太多的黑石 因为一旦数量太多 根本来不及到达峰顶 而在登山的过程中 黑石是不允许落地或者抛弃 不然也会立即毙命 陈匪重新返回到了 刚才那个山沟中 民中将寄人的身躯消失不限 仿佛被山石吸收了一般 空流一物 至于四人之前所挖的黑石 倒是没有消失 这种裸露在外的黑石 其实不少位置都有一些 让陈匪用自己的寿数换 一个无重量的黑石 陈匪自然不会做这样的事 陈匪闪身来到一块黑石前 双手将其抱起 以普通人的臂力 这块黑石的重量颇为沉重 陈匪看到大部分人背负的黑石 块头也就如此 陈匪目光闪动 抱着手中黑石 走到另外一块黑石前 将两者贴在一起 两块黑石接触的位置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块更大的黑石 陈匪跑到其他区域 又取了一块黑石 将其跟刚才那块继续融合在一起 至此 一块将近半立方的黑石出现在面前 让陈匪背 陈匪肯定是背不动的 陈匪的目光看向了空间阁 第578章 缘分 陈匪的空间阁当中 一个存了剑圆 一个则是放了断尺灵宝 陈匪看着两个空间阁内的东西 微微沉吟 这个黑神域 从陈匪目前得到的信息上看 层次似乎比山海境还要高出不少 当然 陈匪是以闽延路作为参照标准 在千语盟中 也没听说谁被闽延路赐予特殊能力了 最多就是如之前海妖公打海域城的时候 古丹英的刀内 封印了一道山海境的刀翼 但这种就是一次性的力量 难以重负使用 而看之前青龙里可以不断挪移 两者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 因而大概律上而言 陈匪如果将剑圆放出 那剑圆估计就跟体内的原力一般 会被直接封印压制 估计最终实际的效果 还不如一道剑气 只是剑气的话 在黑神域内 根本就帮不上陈匪师魔盲 那将剑圆挪出空间阁 陈匪不会有什么损失 陈匪更多犹豫的 要不要将领宝 也一起拿出空间阁 多一个空间装黑石 一次黑石的运输量直接翻倍 按照明中江所言 顶峰上的黑神城 可是按照黑石的重量来计算奖励的 这两立方的黑石 将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重量 按照普通人的负重 即便有武学技巧增加负荷量 但无论如何 终归是有一个上限在那里 想要搬运一立方的黑石 跑上数次是必然的事情 陈匪有些难以下定决心 主要是担心将领宝拿出 会不会引起整个黑神域的注意 就陈匪刚才看到的人和海妖 最多就是和翘镜的水准 并没有山海之上的存在 山海镜的气息极为独特 跟和翘镜完全不同 如果黑神域内真的没有山海镜 陈匪却将拥有山海特制的领宝拿出 那恐怕 这都会引发一些意外 陈匪斟酌了片刻 决定还是谨慎为主 自己完全没有必要 做出这中赌图般的行径 陈匪右手前身 存放剑员的空间阁打开 一丝凌厉的剑意 煞时间弥漫在周围 但下一刻 这股剑意一下就消失不现 不是陈匪将空间隔关闭 而是黑神域瞬间封印了这股剑意 就如陈匪之前预料的那般 这道剑员虽然不俗 但在黑神域中 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个空间隔空于出来 陈匪跑到其他地方 又搬了几块黑石回来 将其融合 不过片刻 一个凹凸不平 将近一立方的黑石出现 陈匪看了一眼四周 确定无人窥视 伸手拂过 眼前的黑石瞬间消失不现 陈匪身形闪动 没有着急前往登山时 而是绕着山脚走了起来 同时不断观察着 整座黑神风的模样 之前得到的信息 都是从明中江那里得到 偏听则案 陈匪更想通过自己的观察 来确认一些事情 主要是 陈匪对于这个黑神域 有着很多的疑惑 从刚才明中江的言语中 这个黑神域 似乎知道的人并不少 而陈匪所现的人和妖兽 也确实很多 不仅是山脚下 登山的数量 甚至比山脚下的 还要多出不少 这种可以赐予特殊能力的地方 人又如此的多 那在千语盟中 没有道理 一点消息都没有 元臣剑派 好歹是四级势力 陈匪明面上的实力 也在和翘径出七 虽然在整个千语盟中 不算什么 但已经不算底层的人员 很多太过机密的事情 可能元臣剑派打听不到 但看着黑神域的样子 也不像是 那种太过机密的存在 元臣剑派总该听到 一言半语才合理 但实际情况 就是元臣剑派对于这里不了解 整个海风域中 也没人说起过黑神域的事 出现这种情况 要么就是从这里出去的人 有关这里的记忆 其实全部消失 因而外界毫无一点消息 但那知青龙里 是怎么回事 要么就是 黑神域 其实刚刚出现在这片海域一段时间 黑神域还有其他入口 但都在其他地方 比如吴近海核心的区域 陈匪心中更加偏向第二种可能 黑神域 还有其他众多的入口 不仅是因为那知青龙里 还因为陈匪观察了很多人 发现跟千语盟内的人都对应不上 千语盟很大 档中的合窍镜更是众多 在上次皇城出现灵宝的时候 千语盟内的合窍镜几乎有大半出现 陈匪一眼扫过 此刻黑神域内的人 跟千语盟中的合窍镜没有重合 这个是陈匪 对于黑神域的第一个疑惑 第二个疑惑则是 这黑神域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天地不公 万物不等 这个听着挺能引起他人的共情 但黑神域做这件事的初衷是什么 就因为看不惯世间不平 所以想要自己实现一个公平的世界出来 这种人当然有 但多少有些不太真切 海岳真人 颁布前龙除凤膀 还进行海岳洞府的试炼 还有闽严路将自己悟到塔的分体 布置在各个大城之中 陈匪如今虽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用意 但猜测过去 应该是跟山海静的修行方式有关 也就是说 海岳真人跟闽严路做这些事的初衷 有很大概率是为了自己的修炼 所以才会如此大费周章 那黑神域让人和妖兽搬着这些黑石登山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 也是修炼 陈匪的脑海当中闪过各种念头 时不时地低头看着脚下的岩层 还有抬头看山峰上的各种走势 江山脚绕了一小段 陈匪的脚步逐渐停顿了下来 眼中露出一丝思索 这山脚地面的高低走势 还有山峰上此起彼伏的山壁 陈匪越是看 越是感觉像是一个大型的阵势 知识这个阵势效果是什么 以陈匪的对于阵势的了解 还无法解答出来 陈匪的脑海当中 不由响起了郭华生 对方爱阵如命 对方如果在这里 应该就可以看出 这阵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名头 陈匪开始返回 在路上拿了一块黑石背负在身后 朝登山石的位置赶去 尽管空间阁内已经有一立方的黑石 但陈匪不可能真的什么都不背 就这样上山 那样怎么看 都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陈匪身形灵动 丝毫看不出身上 还背负着一块巨石 陈匪当初在平银县 确定的武学思想 就是要跑得快 可以打不过其他人 但想跑的时候 一定要跑得掉 因而 当初陈匪融合的身法秘籍 也非常多 而且就跟功法一样 以陈匪当时的修为 能够找到的身法秘籍 都非常的基础 因而 此刻即便没有原力 单单调动身体的力量 陈匪也可以在背负黑石的情况下 剑步如飞 身后的黑石 就仿佛变成了陈匪身体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重量 也已经差不多 再重就会打破平衡 让身体越发地吃力 而陈匪这块黑石的大小 也是见到的 大部分人的选择 来到登山石前 陈匪的眉头微不可插地动了一下 不远处 陈匪半个月前 刚见到的骆天阁的人 此刻竟然也出现在了黑神域内 当真是缘分 陈道衡看着陈匪的背影 也有些意外道 怎么了 黄玉衡转头看向陈道衡 当初在汴湖城外那个人 也出现在这里了 陈道衡向黄玉衡示意了一下陈匪道 黄玉衡也有些意外 看向了陈匪 这倒是一种特别的缘分 此地特殊 骆天阁事前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此次他们两人进入此地 纯粹是因为 为了追杀一个人 而误入其中 因而其他骆天阁门人 恐怕都不知他们去了哪里 此子基础倒是打得扎实 黄玉衡看了陈匪片刻 有些亚异道 虽然修卫被封印 但眼睛还摆在那 陈匪背负黑石的灵动 是其他舞者少有的 显然在炼体阶段的功法 学得极为透彻 陈道衡没有说话 微微点了点头 陈道衡自己 恐怕都难以做到陈匪这等程度 山道上 陈匪隐约感知到 有人在注视着自己 不过陈匪没有表现出其他反应 而是背着黑石继续登山 陈匪想要快速地登临封顶 看看这黑神域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同时陈匪也要确认 是不是真的可以离开这里 山道上 禁止动武 不然也是立刻毙命的结果 山道上的规则很多 触犯一个 都是直接死亡 但只要小心一些 其实问题并不大 而纵观所有的规则 隐隐之中 都指向一个意思 保证有足够多的黑石前往封顶 跟这个背道而驰的 全部属于禁止的范畴 陈匪在山道上攀登了两刻钟 就不得不停下休息 普通的血肉之躯 技巧在墙 背负着这魔众的石头 也达到了肉身的极限 陈匪双手抱着黑石 人鞋靠在一棵树下休息 黑石不能落地 落地也会触发规则 陈匪从上往下看 不少人在休息 反而是那些妖兽 他们没有舞者的那些技巧 但身躯天生强大 背着黑石 这些妖兽几乎没有丝毫地停歇 一步一步地朝着风顶爬去 如果黑神域需要这些黑石 那妖兽确实比人类的效率更高 第579章 万千珍宝 陈匪休息了片刻 开始重新登山 以陈匪如今的速度 想要到达峰顶 数个时辰是免不了的 幸亏这黑神域的封印 有意留了个缝隙 休息的时候 体内封印的原力会 快速地补充体力 直至达到普通人的身体状态 然后停止 如果没有这个缝隙 恐怕黑神域内的人或者妖兽 要磨被累死 要磨就是被饿死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陈匪在登山的过程中 也在不断观察着山路 以及山壁上的情况 就如陈匪在山脚下观察的一样 这山路跟山壁上 确实有阵势的纹路在起伏 这整座黑神风 就是一个巨大的阵势 隐隐间 陈匪能够感知到 自己身上的封印 跟这座山峰上的阵势有关 就连陈匪背上的黑石 其实也是这阵势的一部分 不过仅此而已 其他更多的 陈匪也无法再看出 八个时辰后 陈匪终于来到了封顶上 抬头看向了前方 一座城 尺出现在陈匪的眼帘当中 知识一眼 陈匪就感觉到 一股厚重之意扑面而来 整个心神都仿佛无法动弹 片刻后 陈匪才稍稍缓过神 再看这座城池 陈匪的眼神已经变得凝重 能够以气势 就达到这样的震慑效果 这座城池 拥有的力量难以想象 陈匪背着黑石向前走去 越是靠近 陈匪的心头越是沉重 就好像有一只手 不断拉扯着陈匪的心脏 要将其彻底地碾碎一般 陈匪脚步微顿 发现这股力量 主要针对的是背后的黑石 陈匪此刻要是将黑石扔掉 恐怕这股压力 就会立刻消失 但按照刚才的规则 此刻要是将黑石落地 陈匪就要立刻毙命 另外一种考验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陈匪眉头微皱 莫敢将黑石扔掉 而是继续顶着压力向前 随后几步 心头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正当陈匪以为 这重压力会持续增强 直至进入城门的时候 压在心头的那股压力 突然一下消失不现 恍惚间 陈匪感知到了另外一种力量 跟刚才陈匙给予的那重压力 完全不同源 而这股全新的力量 则是在欢迎陈匪 或者准确地说 是在欢迎陈匪身后的黑石 就仿佛陈匪通过了考验 感觉有些怪异 刚才两股力量 应该是一体的才对 起码在山道上的时候 刚才两股力量是揉杂在一起 偏偏刚才又跟精神分裂似的 直接各司其职 陈匪背着黑石 踏入到城门之中 没有喧闹的叫卖声 接到两边也没有商铺 有的只是一间间黑色石屋 而在道路的尽头 则是一座巨大的庙宇 在庙宇外跪坐着一群人 此刻正虔诚的面向庙宇 神情肃穆 陈匪看着两边的石屋 上面大部分房门紧闭 但也有一些房门是敞开住 陈匪也不知道 这当中的具体含义 只是向着庙宇的方向走去 山道上的规则中 有特意提到 上山的黑石要搬到庙宇当中 到时候 只要黑石的数量足够 获得的奖励 也是在庙宇当中拿到 陈匪路过那些贵坐的人群 默默观察了一下 发现这些人的额头上 都留有一道黑色的纹路 纹路的模样 有些不小的差异 当中纹路越是复杂的 身上的气息越深沉 隐隐之间 已经有一些山海静的那种味道 神魂修行 陈匪的脑海当中 从陈匪得到的消息上看 山海静跟河俏静最大的不同 可能就出自神魂 所以 这些纹路的繁杂程度 代表的是神魂修行的进度 陈匪路过这些人 这些人没有一丝的反应 不过陈匪能够感知道 这些人正在和庙宇 进行着一种联系 陈匪踏入到庙宇内 发现这里 没有其他多余的陈设 唯有在正前方 立着一个巨大的神像 神像全身一片漆黑 色泽上就跟陈匪背上的黑石 如出一辙 神像慈眉善目 没有任何的压迫感 甚至有一种 让人忍不住 想要上前清静的感觉 陈匪稍微打量了一番神像 发现神像上 并非所有地方 都是漆黑一片 在其脚踝以及手腕的位置 有不少青绿色的痕迹 再认真看 会发现那些青绿色的周围 黑色仿佛想要将 这些青绿色重新掩盖 但每一次都莫成功 反而是青绿色 在微微闪动间 有向外蔓延的趋势 陈匪将背上的黑石 抱到身前 是为了给神像住神身 在神像的前方 是一口巨大的水井 水井的井口 足有数米长宽 从远处看 这水井更像是水池 人和妖兽搬运上来的黑石 最终要投入的位置 就是这口水井当中 陈匪缓步来到水井边 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想要将手中的黑石 尽快地投入其中 但隐隐约约间 又有另外一种声音 似乎在阻止着陈匪 不过阻止陈匪的那个声音 太过微弱 很快就消失不现 陈匪想了片刻 看了一眼手中的黑石 将其投入到了水井当中 没有石头落水的声音响起 陈匪法听到了一种 类似咀嚼的声音 但这声音知识一闪而过 仿若错觉 随着陈匪投入黑石 水井上出现了一层水墓 贡献 一旦 水墓上的文字 陈匪并不认识 但知识看见 陈匪就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意思 而在陈匪贡献值旁 还有一个栏目 栏目里是数量繁多的选项 每一个选项后面都跟着所需要的贡献值 背负黑石上山 竟然真的可以获得奖励 起码目前来看 是如此 在这些选项的最下面 是离开 需要的贡献值刚好是一旦 陈匪如果现在选择离开 那贡献值完全足够 陈匪目光自最底下一开 就这样离开 那陈匪存在空间阁里的一立方黑石 就完全亏了 当然 最关键的是 选项上东西 陈匪看得眼热 亲晚见 青天翼 晚山海距离 夏品领宝 铁龙枪 还是夏品领宝 卷天轴 中品领宝 陈匪看了选项的上方 极未醒目的领宝字样 直接出人眼球 陈匪如今空间阁内的那把断尺 几乎算是废品领宝 结果还有一堆的合窍镜巅峰追逐 这里直接就是完整的领宝 甚至还有中品领宝的存在 除了这些领宝 法宝的数量就更多了 最低都是上品法宝 而且 极品法宝 比上品法宝的数量还要多 不仅这些 各种珍贵稀缺的灵才 上面也是应有尽有 在接近尾端的位置 陈匪看到了天青花 也就是闽年路赏赐给陈匪的那份 灵才之后 则是各种功法 名目就更多了 在功法后 则是各种特殊的天赋能力 陈匪目光注视住那些天赋能力 片刻后明白其中意思 舞者是没有所谓的天赋能力 最多表现就是 悟性或者根古齐家 或者是修炼某种功法即位的契合 但在妖兽当中 很多特殊血脉 是自带天赋力量 青龙里之前施展出的 那种横移二十多里的能力 不属于青龙里 但确实有其他 妖兽会这种天赋 而如今 这里将这种 完全属于其他妖兽的血脉力量 移植到其他人或者妖兽身上 陈匪目光微微波动 这越是看 心越热 这里任何一种拿出去 都要被人抢破脑袋 法宝跟功法 还属于有技可循的 那种天赋能力的移植 则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陈匪也只在这里听过 但陈匪心越热 脑海反而变得越发的冷静 不是这里东西不诱人 而是这些东西太诱人了 让陈匪产生了一种 极度不真实的感觉 这黑神到底什么存在 竟然给出了这魔 多难以想象的宝物 更关键的是 卫石魔从山脚下 搬运黑石上来 就有机会兑换这些东西 以血肉之躯 搬黑石难不难 对于普通人而言 恐怕是真的难 但来这里的 其实都有扎实的武道基础 即便不如陈匪 也比真正的普通人 强大太多 那些妖兽就更别说了 一个个力量惊人 搬运黑石之会 更加的轻松 但那只青龙里 又确实展现出了 不属于其自身的 那种挪移天赋 如果不是青龙里 陈匪肯定要怀疑这里的东西 但偏偏青龙里 又给出了这样一个样板在那里 证明这里展示的 所言非虚 付出跟回报 不成比例啊 陈匪反身离开庙宇 陈匪想要去看看 如果想要重新下山 到底要被添加 那种额外的约束 不然这一天搬一块黑石 这里人又这魔多 恐怕里面的东西 早就被兑换光了呀 陈匪踏出庙宇 眼睛看向前方 却正好跟一人的目光对上 正是一个刚才跪坐在庙宇前的人 那人正好睁开了眼睛 此人眼睛当中 似有万千漩涡 陈匪的目光刚一触碰 就被这漩涡带得完全沉到了气中 似有仙音 飘渺在耳边嘶嘶回荡 但陈匪又感觉 自己的身躯犹如重物拉拽 不由自主地向下沉去 哇 陈匪的石海当中微微震战 但很快就不由自主沉寂 但就这片刻的震战 一下将陈匪拉回了现实当中 第五百八十章 天青花 陈匪本是不由自主闭上的双眼 骤然睁开 一下盯向了那个人 右手瞬间握紧了前缘剑 好见您的心神 你有资格入黑神教 拱尸岩看到陈匪摆脱迷惘 眼睛不由地微微亮起 黑神教 陈匪警惕地看着拱尸岩 如果不是拱尸岩身后 此刻又站了几个人过来 陈匪恐怕都要出手了 刚才要不是阵龙向阵神被动防御 此刻陈匪的心神 恐怕已经陷入到漩涡当中 最终会如何 陈匪也无法预料 但想来不是什么好事 明明这里的人修为境界都被封印 这拱尸岩竟然还能使用秘法 不仅是拱尸岩 陈匪看着眼前 这些额头上有纹路的人 恐怕都有特殊秘法在身 这简直耍无赖啊 明明大家都只是普通人 怎么这些人一下特殊了 侍奉黑神 拱尸岩的神情 一下变得肃穆 对住庙宇的方向 虔诚地行了一礼 接着看向陈匪 道 入教后 可赐你诸般庙法 在下考虑一下 之后再给予答复 陈匪看了拱尸岩一眼 没有马上拒绝 拱手后 朝着其他地方走去 拱尸岩看着陈匪的背影 没有阻拦 任由陈匪离开 陈匪见拱尸岩 没有带人追上来 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 陈匪此刻 即便剑法在通神 说实话 能不能打过拱尸岩 也是两说的事情 这个世界的武者 为何对于普通的武学招式 不怎么待见 实在是因为 加持了尽力的招式 威力提升的太多 单单血肉之躯 施展的招法太弱了 同理 这拱尸岩可以施展秘法 对于之 能用普通人力量 战斗的陈匪而言 多少有些降维打击的意思 双方处在一种 拱尸岩要是真的强迫陈匪 陈匪要谋顺从地 加入那个黑神教 要谋就是拼死反抗 以陈匪如今的剑法 想要杀穿那么多黑神教的人 显然是不可能的 最多就是死前 多拉一些人垫背 比如用空间阁内的黑石来砸人 空间阁内存放的东西 可以在陈匪身体周围一米内随意出现 陈匪要是跃起来 然后让黑石出现 凌空砸人 以黑石的重量 普通血肉之躯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抵挡 拱尸岩再有秘法 肉身还是一样的弱 砸完 再将黑石收起 接着再砸人 效果肯定不同凡响 但最终真的只是多杀一些对方的人 陈匪自己也跑不掉 陈匪来到城外 试住向前走了几步 刚开始还漠视 但到了后面 有一股阻力出现在周围 正在试图阻止陈匪继续下山 陈匪神情不动 如果只是这样的阻力 似乎并不能真的阻止人或者妖兽下山 那岂不是想搬多少黑石 就可以搬多少黑石 可如果真这样 之前薛东穿击人 就没有必要蒙骗陈匪这样一个出入这里的人 陈匪的脑海当中刚闪过几个念头 脚步却骤然一毒 不能再向前走了 倒不是阻力大道让陈匪无法前行 而是冥冥之中 一道信息出现在石海当中 如果陈匪继续向前走 那陈匪身上将会损失一样东西 十年的阳寿 寿命啊 武者不断地想要突破自己的修为境界 除了获得更为降大的力量 最为根本的一个原因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寿命 长生久世 获得的东西才能一直属于自己 不然最后终归是给了其他人 无尽海内的武者 还算稍微幸运一些 起码还有严寿的灵财 像仙云城那片地界 练翘镜和和翘镜 该是多少寿源 那就是多少寿源 想要严寿 药魔修炼的功法足够的特殊 能够严年一寿 药魔就只能转化成人鬼 就如当初的西连真人 因而 寿命无论怎么看 都是极为珍贵的东西 根本舍不得这样简单的舍弃 即便这是十年 不过陈匪想到 妙语当中那些 可以兑换的至宝 一般人还真的承受不住这个诱惑 毕竟连陈匪看了 心中都有些蠢蠢欲动 陈匪没有继续前进 而是向后退了几步 看着远方山脚 以及山道上不断向上攀登的人 以及妖兽 这有点奇怪啊 陈匪的眉头微微皱起 不仅是因为这二次下山 需要十年寿命的规则 更还有 之前陈匪所有的见闻 都让陈匪心中充满注意惑 这黑神域很多规则 设定的地方 经常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 就好像有两重力量相互角力 最后谁也无法奈何谁 最终变成一种相互妥协的产物 还有陈匪在庙宇中看到的那座雕像 两种不同的颜色 以及陈匪投入黑石的时候 隐隐约约在石海当中传出的两道意思 这当中 怕是有大秘密啊 陈匪脑海当中冒出一个念头 反身朝着黑神城走去 下山是不可能下山的 庙宇当中能够兑换的东西诱人 但最终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到手 陈匪心里都有一个疑问 黑神城街道上 只有那种石屋 陈匪有些好奇地上去查看 那些紧闭的石屋 严丝合逢 陈匪都无需试探 就质疑此刻的血肉之躯 根本难以撼动 陈匪走到那些敞开的石屋当中 小心观察了片刻 没有发现问题 这才小心地触碰了一下 一道信息出现在了陈匪的脑海当中 陈匪神情之间有些恍然 原来这些石屋 是可以被个人短暂持有 不过需要付出一点代价 药膜是十年的阳寿 药膜就是一块黑石 陈匪的空间阁 其实多少有些醒悟 陈匪斟着了片刻 用刚才得到的一弹贡献值 换取了这间石屋的使用权 石屋并不大 陈匪看了几眼 就让石屋关闭 陈匪继续向前走 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后 发现当中竟然有一个小小的方式 陈匪之前还奇怪 那些上来的人和妖兽 都跑到哪里去了 之前还以为是住在石屋当中 如今看 有不少都集中到这个位置了 走入方式内 没有人叫卖 一个个就是江东西摆在身前 让人查看 林财 丹药 看到摊位上摆放的东西 陈匪不由地愣了一下 大家的乾坤袋不是都被封印了 这些东西是怎么冒出来的 陈匪向方式内走了一小段距离 发现每个摊位上 都摆着个众武者可以修炼的东西 陈匪绕了小半圈 最后站在了一个摊位前 这个东西怎么卖 陈匪指着摊位上的一样东西 低声道 天青花 陈匪竟然又看见了这件灵彩 不过这朵天青花 无论是大小 还是色泽上 都跟当初闽严路 给予的差上一筹不止 不过品香再差 那也是天青花 依旧属于极为难得的天才地宝 起码在千语盟中 除了闽严路 也没其他途径可以获得这个 陈匪如果再获得一株天青花 将自己的和窍继续加固一次 那陈匪连宁俏丹都不需要 就可以强行突破到和窍六转 并且会是极品和窍 之前在庙宇当中 兑换的目录当中 也有一份天青花 当时的陈匪就有些心动 不过最终陈匪没有兑换 实在是整个黑神域 给予陈匪感觉太过古怪了 天青花凝固和窍 对于和窍境而言 是不可多得之物 你出三块黑石 我就给你 摊主看了陈匪一眼 陈生道 贵了点 陈匪摇了摇头 这怎么会贵 黑神殿内想要这样一份天青花 价格可是五块黑石 我这可比黑神殿还要便宜 摊主皱着眉头道 话是如此 但黑神殿的天青花 品质上也远远胜于你 陈匪笑助道 陈匪自然没有见过 黑神殿内的天青花 到底是什么样 但黑神殿如果真的可以兑换东西 那出产之物必定不会差 只要看看 兑换的顶部是中品灵宝 就可见一般 黑神殿兑换的天青花虽好 但服用之后 你的和窍根本吸收不了那么多 我这份拿去服用 效果跟黑神殿内的 相差无解 因为少了沟绪草 陈匪说出了一个灵财的名字 想要更好地吸收天青花 用一些辅才便可 陈匪说出的这个灵财 就是击中辅才之一 摊主本是轻松的面容 听到陈匪画 面容一下僵住 接着步由上下打亮了陈匪几眼 阁下倒是对天青花的特性颇未了解 摊主低声道 我可以给出三块黑石的价格 收着躲天青花 不过也有一些问题 在下想要询问一番 陈匪沉声道 见陈匪似乎真的有意这份天青花 摊主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领着陈匪走出了方式 陈匪跟着摊主来到一间石屋当中 一刻钟后 陈匪离开 陈匪先是回了一趟自己所在的石屋 将那块黑石招出 用前缘剑切割出了三块黑石 接着将其一一拖到了黑神殿内 每次将黑石投入到那口井中 陈匪都能感知到两股相反的意念 在试图左右陈匪的行为 陈匪没什么犹豫 得到三点贡献值 接着前往摊主所在的石屋 又一刻钟过去 贡献值交换给了摊主 陈匪获得了那份天青花 以及陈匪需要的消息 这要是在黑神城内 各自的贡献值 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陈匪空间阁内的黑石被分出三份后 如今再投入到井中 估计还可以再兑换七点的贡献值 第581章 紫火玲珑丹 拿到天青花 陈匪想了一下 又分了几次 将空间阁内的黑石一一投进了井中 将贡献值提升到了七点 石屋内 陈匪盘膝在地面上 这石屋极其的简陋 除了四面墙壁 还有那道门 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陈匪将袖中的天青花拿出 看着手中天青花微微出神 片刻后 陈匪右手扶过自己的乾坤袋 将天青花收入了其中 被封禁的乾坤袋可以使用了 代价就是一点贡献值 黑神城内的方式能够出现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乾坤袋也只能在黑神城的范围内使用 除了黑神城 依旧处于被封禁的状态 也就是说 乾坤袋可以用来装黑石 但仅限在城内 在山下 黑石依旧要靠自己的力量背上来 进了城 才可以将黑石放入乾坤袋中 陈匪又将民中将寄人的兵刃扔到了乾坤袋内 至于这寄人的乾坤袋 陈匪自然不可能去一一解封 只能先挂在腰间 这次从摊主那里购买天青花 陈匪问了许多问题 除了一些比较敏感的 摊主看在陈匪购买天青花的份上 倒是颇为爽快的倒汁 进入黑神域的入口有很多 大多是集中到了吴敬海的核心区域 这个摊主 其实就来自吴敬海的中心 在那里 知道黑神域的人已经有部首 但修为最起码 也是和翘境之上 因为和翘境之下 是无法踏入黑神域的 至于山海境 黑神域也同样禁止这些强者的踏入 黑神域的出现 是在最近几年的事情 因为有人顺利地从黑神域出去 获得了不菲的好处 所以 黑神域的名头 在一些小渠道中传播开来 至于黑神教 摊主知道的也不多 但听说黑神教收人吉言 而一旦入教 则有机会学习到神魂类的功法 山海境的修炼牵扯到神魂 这在吴敬海的中心并不算什么秘密 但正如当初闽严路跟陈匪所言 非山海境 即便有神魂类功法 一样无法学习 这是门槛的问题 跟物性无关 不理解就是不理解 但在吴敬海中心 依旧有很多和翘境 特别是和翘境巅峰强者 机缘巧合下火的神魂类功法后 切而不舍地学习 就是为了增加一点 突破到山海境的希望 毕竟山海境和和翘境之间 无论是寿命还是实力 都相差太多太多 对于和翘境巅峰这种 只差临门一脚 就可以踏入山海境的人 这种诱惑可想而知 同时 吴敬海中心那边 还会各种拆解神魂功法 希望可以降低门槛 让和翘境也可以修炼 即便知识修炼一点 都将受益无穷 而这种有可能让和翘境 稍微接触到神魂的功法 在吴敬海中心 是真正的神功绝学 外人根本无缘的剑 入黑神教 拿到的就是这种 可以让和翘境略微 触碰到神魂的功法 贪主说到这个时候 眼神之中带着一丝艳线 尽管他还未达到和翘境巅峰 但这种功法提早学习 没有任何的坏处 陈匪神情思索 神魂类功法很诱人 特别是这种 可以让和翘境触碰神魂的 更是如此 但陈匪跟其他人不同 对于这种之士触碰神魂的功法 不是非得不可 陈匪更希望拿到 真正的山海境神魂功法 直接让面板简化 到时候 陈匪获得的效果 将是那重简掠山简板的数十倍 甚至更多 而且 那些黑神教的人 给予陈匪的感觉极为古怪 真要入了这个黑神教 之后恐怕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甚至对于这个黑神域 陈匪心里总有一种下意识的戒备 方式里的人都在收贡献职 我倒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去换取更多的珍惜灵财 但我该怎么下山 陈匪眉头微皱 下山一次 被收取十年寿命 陈匪如今的年龄才多少 这样被收取十年 简直血亏的感觉 陈匪想了一下 转身走出了屋子 前往黑神殿 如果说有哪里 可能有办法的 那只能是黑神殿当中的兑换清单 陈匪上次看兑换清单的时候 只是简单地扫了几眼 档中宝物太多 陈匪供献职也不够 看那抹紫戏也没时磨用 陈匪来到黑神殿内 神像一如往常见到的一般 陈匪来到井口前 水面上闪现出清单 映照在陈匪的眼帘之中 陈匪从最底下的位置开始查看 但看了几十条 并没有看到解决方法 有没有剪除下山惩罚的兑换 陈匪将自己的想法投递到井中 井面微微震荡 泛起一丝连衣 兑换清单快速闪动 接着停留在了一个位置上 看到井面有反应 陈匪心中不由地一喜 但看到清单上的内容 眉头微微皱起 五点贡献值 兑换三次下山惩罚 这个选项怎么说呢 估计真的有像陈匪这样 不想被扣除寿命的 看到这个选项 估计都不会去选择 以普通人的血肉之躯 其实一次也就搬运一块黑石上来 也就是那些妖兽会多一些 因而 舞者三次下山 可能就只能获得三点贡献值 除非是像民中将击人那样 去蒙骗那些出来之人 获得无重量的黑石 这样子 倒是可能可以得到更多 但也可能一无所得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 宁愿损失一些寿命 也不会拿贡献值换这个 即便到后面 每次的下山 扣除的寿命 会变得越来越多 陈匪选这个倒是不会亏 尽管只能用一个空间格 但三次就是三十点的贡献值 三十点贡献值 换领宝肯定是换不到 但不论是在方式 还是在这份清单当中 都已经能换不少的好东西 陈匪之前在青龙李身上 看见的挪移 在清单当中 只需九点贡献值 就可以换的这份特殊的能力 那青龙李也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竟然拿到了九点贡献值 或者就像贪主说的那样 黑神玉对于妖兽 似乎有特别的优待 陈匪伸手右手 点中了井面上的选项 贡献值一下 消耗五点 陈匪没有马上离开 将兑换清单还原 接着点中最下面的一个选项 死火玲珑丹 千语盟中赫赫有名的断体玲丹 价值比之宁翘丹 都要超出许多 海玉城任务殿内 其实就有这枚灵丹的任务 但这人物的难度 飞和翘境后期 难以完成 甚至保稳的情况下 唯有和翘境巅峰 才能万无一失地完成 从这就可以看出 紫火玲珑丹的价值几何 陈匪如今的玄镇龙象 正在朝着大元满进进发 因为有灵宝中的特殊能量加持 玄镇龙象修炼的速度颇快 但陈匪不介意让其速度更快一些 服用这样一枚紫火玲珑丹 可以集大地促进陈匪体魄的蜕变 随着陈匪点中紫火玲珑丹 贡献值消耗一点 陈匪感觉到自己的死海一阵 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偏偏陈匪没有反应过来 还未等陈匪想明白 感觉到右手一沉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枚紫色的丹药 出现在陈匪的手心当中 尽管因为封禁的关系 无论是法宝还是灵财 都失去所有的原力波动 但只看外相 依旧能够看出此丹的不凡 陈匪将紫火玲珑丹 收入乾坤袋内 皱着眉头思索 总感觉自己 似乎忽略了什么事情 但偏偏想不起 有什么被忽略的 从实物出来到现在 获得紫火玲珑丹 当中每一个细节 陈匪都清晰地记得 似乎并没有什么事情被忘记 但偏偏陈匪心里 总有一样感 石海此刻的感觉 就如之前中了 黑神叫拱狮炎的秘法 镇龙向镇神自动护主 尽管后面镇龙向镇神 又被强行封禁 但有那磨片刻的时间 就足够陈匪反应 如今 陈匪的石海 镇龙向镇神 隐隐就在震战 面板 陈匪下意识地换出面板 一块透明的界面 出现在陈匪的眼帘中 扫了一眼上面记录的信息 陈匪的眼神不由得一凝 千语盟海玉成 此刻元臣剑派的驻地中 略微有些混乱 陈匪的分身在刚才 悄无声息地消散了 一点预兆都没有 本来陈匪分身 还在教导元臣剑派的人工法 但只说了一半 分身就化成了光点 让元臣剑派所有人吓住 掌门 这是 其他人不由 看向了瞿青生 分身一个招呼都莫打 就消失 不会是陈匪出了什么事情吧 之前他们已经听陈匪分身说 最近他正在执行一个任务 不过自从昨天开始 陈匪分身的反应 就变得迟缓 有点像之前陈匪不操控情况下的分身 很机械 只会简单地应答 当时众人也莫多想 以为是因为距离过远 所以导致分身 根本尊无法联系上 结果今天 分身更是直接消失 让人不由得多想 不要慌 应该是陈匪需要分身 所以将这里的召回 瞿青生沉生道 知识从瞿青生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这句话瞿青生 不仅是说给门派的人听 同样也是说给瞿青生自己听 以陈匪如今在元臣剑派的地位 稍有差池 整个元臣剑派 不要被打回原形 第582章 除狗 黑神域黑神殿内 陈匪看着面板上 变成灰色的分身顿影绝 眼神之中带着不可思议 所有其他的功法或者技艺 此刻全部都是点亮的状态 唯有分身顿影绝 出现了变化 这种灰色的状态 以往只有陈匪刚看了一门新功法 还未入门的情况下 才会是灰色的状态 明明已经接近大元满进的分身顿影绝 如今变成了未入门 所以 刚才陈匪在兑换了紫火玲珑丹后 这黑神殿直接抽取了陈匪的功法感悟 兑换这紫火玲珑丹 陈匪可是付出了贡献值的 但就是这样 黑神殿还是在不声不响 毫无商量的情况下 将陈匪的功法感悟抽走 如果不是因为陈匪有面板 面板上记录了分身顿影绝的信息 此刻陈匪估计还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因为修为境界全部被封印 某种功法的失去 根本让人感觉不出丝毫的异样 会让人下意识地忽略掉这件事 也就是阵龙向阵神悬疑 尽管只能提醒一点 但对于陈匪也已经足够 陈匪抬头看向神像 此刻再看神像宽厚的面容 以及那让人忍不住清静的气息 一下显得极为的讽刺 如果说兑换东西 就会被抽取功法 那你提前说 那很多人兴许也会同意 但你一边收了黑石的贡献值 一边又暗绰绰地抽取功法 办一件事 收两份钱 即便是奸商看见 恐怕都要自愧不如 陈匪低头看向井面上的兑换清单 突然想到一种可能 这上面所有的东西 会不会都是黑神殿 从其他人或者妖兽那里的来 有人兑换一样东西 黑神殿收了贡献值后 马上再抽一样东西 补充进清单 甚至 想得更深一些 会不会此刻 还在黑神域的人或者妖兽 凡是他们身上拥有的 其实都在兑换清单里了 只要有人花费贡献值 兑换了其中一样东西 不仅贡献值被收走 身上随机被抽中一样东西 填充到清单中 同时不知道哪个人或者妖兽 身上也一下消失一样东西 一个兑换 黑神殿白的黑石 同时让两个人或妖兽损失东西 死 想到这一点 陈匪突然倒吸一口冷气 这个操作 简直了 在黑神域内的所有人和妖兽 都被黑神域视为 可以随意取用的东西 天地不公 万物不等 这是出入黑神域的时候 听到的一句话 如今看来 有一点这黑神域没有说谎 在其眼中 不论是人还是妖兽 他都一视同仁 都是他搬运黑石的工具 没有区别对待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啊 陈匪看着清单上显示的那躲天青花 所以 这躲天青花有没有可能 其实就是陈匪乾坤带内的那一朵 毕竟之前陈匪在方式中走了一圈 真正有受卖天青花的 也就只有陈匪之前接触的那个摊主 陈匪深吸了一口气 接着缓缓吐出 也就刚才兑换三次下山 陈匪没有额外损失东西 也许在黑神殿看来 这种兑换 属于可持续的 他根本没有损失任何东西 甚至 陈匪猜测 自己兑换的这三次下山机会 需要对付的寿命 黑神殿直接从其他人 或者妖兽身上抽去了 反正在黑神殿看来 所有一切 都是可以取用的 陈匪看向面板 用一念点中了分深顿影诀 请客间 有关分深顿影诀的感物 重新出现在陈匪的脑海当中 一正永正 很早陈匪就发现 这面板上不仅只是简单记录信息 功法以及记忆的感物 其实也全部存在面板里面 陈匪自身有关分深顿影诀的感物被抽走 但面板上的感物可没有消失 此刻陈匪不过是将面板上的感物 重新取用了一次 之前陈匪在鬼城当中 也是感物被诡异吃掉 但那个时候陈匪灵会被蒙蔽 连面板的事情都忘记 因而 只能通过简化后的动作方式 来被动的唤醒面板内记录的感物 陈匪离开黑神殿 又看到了那些黑神叫的人 陈匪眼睛扫过 目光落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陈匪总感觉这个人的面容 似乎衰老了几分 所以 自己下山的三次机会 需要扣用的寿命 真的是从其他人身上抽取的 或者说 就是从这些侍奉黑神的人身上抽 这黑神 不仅坑其他人 就连自己人都不放过吗 甚至 自己人刻扣起来 更加的方便 陈匪后牙草有些发酸 也不知道自己的猜测是不是正确 不过单单之 是分身顿影诀被抽走 就以金足够颠覆陈匪 对这黑神的所有影响 陈匪正要离开 拱尸炎又一次出现在陈匪的面前 前面几次陈匪进出 拱尸炎都没阻拦 也没有关注陈匪 不知道此刻怎么想 竟又拦住了陈匪的路 考虑的如何 拱尸炎面膜表情道 在下的心不够虔诚 怕是让阁下失望了 陈匪眼角瞥了 远远处那个衰老的黑神叫重 低声道 拱尸炎眉头微微一皱 眼睛盯着陈匪 最终没有说其他话 转身走回了原来的位置 陈匪见拱尸炎不再阻拦 身形闪动 离开了黑神殿前 陈匪回到自己的那坚实屋中 将对换来的紫火玲珑丹拿出 仔细端详了起来 黑神殿的操作 让陈匪对于对换来的东西 都有一种不放心的感觉 在路上 陈匪想了一下 这黑神玉要是对所有人或者妖兽 都可以为所欲为的话 那直接控制所有人和妖兽 下山挖黑石 岂不是更加方便 这种暗戳戳的 在兑换的时候偷东西 似乎有些多此一举 除非有什么其他力量 限制住了这个黑神 让其智能在交易的时候 完成这个动作 这个所谓的黑神 不会是被封印起来的吧 陈匪的脑海当中 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一出 陈匪之前所有观察到的信息 全部不由自主地串联在了一起 山脚下的地形走势 整座山峰上的山壁纹路 还有山道上的细微之处 全部都是一种强大的阵势 之前陈匪没有多想 以为这是黑神玉 为了禁止所有人 所以才有如此繁杂的阵势 如今想来 如果这些阵势 是为了镇压另外一样东西 他们这些外来的人和妖兽 一进入这里 修为境界被封印 不就极为正常吗 所以 那些黑石 有可能是阵机 挖那些黑石 就是在逐步地解开这里的封印 陈匪想到黑神殿内的神像 有一些地方的颜色不太一样 如果黑石真的是阵机 那此刻 镇石还处于极为完整的状态 那些青绿色的部分 还只有一点点 因为封印还极为完整 所以这个黑神 如今只能敲默默地搞一些事情 利用各种方式 让进入这里的人和妖兽 帮忙挖黑石 一点一点地解开封印 而陈匪在黑神狱中 感觉到的各种不合理 就是黑神跟封印正式相互对抗后 产生的结果 那吴敬海中心的那些强者 怎么对这些视若无睹 或者说 吴敬海也有一股力量 希望黑神的封印被解开 陈匪想到贪主所言 黑神狱 其实已经出现数年 陈匪身在局中 此刻 都有想到这些 没道理那些山海敬强者 会看不到这些 会不会 已经有人在布局 要磨中风 要磨摧毁 陈匪站起身子 不管哪一种 陈匪都不愿意在黑神狱久待了 先将三次下山机会用掉 就直接离开黑神狱 至于这颗紫火玲珑丹 陈匪不确定 黑神有没有在其中下了什么手段 不过依照那暗戳戳的习惯 这下手段 恐怕是必然的事情 兴许那些没在井边交易 但也会被随意抽取东西的人 就是因为服用了 从黑神那兑换的东西 被打上了印记 就如那些自愿 侍奉黑神的黑神较重 看他们额头上的纹路 这个烙印 都已经不是深不深的问题 而是他们生是黑神的奴仆 死也将是黑神的养料 陈匪出现在城门口 看着下方的人影 以及妖兽 每时每刻 都有人运输黑石上来 陈匪多拿个三十块黑石 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但这一毛 却可以给陈匪 带来丰厚的收益 陈匪身形闪动 顺着山道 朝着山脚的位置跑去 不用背负黑石 下山的速度极快 不过几刻钟的功夫 陈匪就来到了山脚的位置 黑神域不让山海静的进入 空间阁内的灵宝 确实不能拿出 不然必定会被盯上 陈匪找了默认注意的地方 开始叠加黑石 不过片刻 陈匪就叠出了一立方的黑石 并将其存入了空间阁内 接着陈匪又背了一块 稍小一些的山石 顺着山道开始登峰 山脚下 一个山沟中 有一个被挖出的洞窟内 一个满脸皱纹 同时白发苍苍的老者 正耐心地在墙壁上刻着纹路 这些纹路每刻下一段 就会泛起微微的光芒 与黑石内部的阵纹 相互辉映 而如老者这般的人 此刻在山脚的其他地方 还有七人 第583章 巨大收获 陈匪不知道 一些山沟中还藏了人 如今这是普通人状态的陈匪 感知延伸不到那么远的距离 且那些阵纹还有隐蔽的效果 即便陈匪从那些山沟旁边路过 估计都看不现里面有人 除非此刻陈匪的天眼 还能正常使用 但这里的阵石 连黑神这样层次的 都可以封印的服服帖帖 陈匪自然不可能突破这种封印 阵龙像阵神能够在关键时刻 略微提醒一下陈匪 都已经让陈匪觉得 阵龙像非常厉害 陈匪背着黑石 花费数个时辰的时间 来到了黑神城内 陈匪就跟之前一样 先是回到石屋当中 将空间阁内的黑石 切割成石份 接着再分辟次的将黑石 投入到水井当中 这黑神被封印得很彻底 能够倒鼓出眼前 这些有利于自身的规则 已经算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 对于其他事情 已经没有精力去关注 毕竟他根位主要的 还是跟封印在做对抗 稍有松懈 估计就会被封印重新镇压 花费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陈匪将黑石全部投送完毕 中途 陈匪去了一趟房市 很认真地查看 各个摊位上售卖的东西 对于感兴趣的 陈匪也会询问一下价格 不过仅此而已 陈匪并没有进行采购 如今还没到时候 几个钟后 陈匪重新回到了山脚下 一如之前那样 装了一个立方的黑石 放入空间阁内 接着背上再拿一块 重新攀登 一天时间转眼即过 陈匪进入这黑神域 也已经第三天 黑神域的生活极为的枯燥 不知道是不是封印的缘故 在这里待久了 似乎连情绪波动 都变得平淡了很多 按理说这魔多人和妖兽 是很容易起冲突的 但实际情况 却使人和妖兽相安无事 人与人之间 也没有看到谁在拼斗 妖兽那边也是如此 陈匪之前还有些古怪 以为是黑神城内有什么禁止 但在知晓了这个黑神域的本质后 陈匪明白 这是封印的作用 让你心思不起 情绪不动 最后连脱困都会去懒得想 时间越久 这种效果越会叠加 真正高明的封印 就是让你明明有机会 但自身却懒地动弹一下 不仅封身 连心都给你一并封印起来 陈匪之事待了三天 这种感觉就已经很明显 长此以往地待下去 也不知道最后性格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昨天到现在 陈匪中鱼将剩余的两次下山机会用掉 并且黑石也全部投入到水井当中 此刻陈匪拥有的贡献值达到了33点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起码单靠自身努力 是绝对无法积攒这魔多的贡献值 唯有方氏中 那些本身就拥有惊人灵财的人 才可能拥有这重贡献值 陈匪的身影出现在方氏当中 来到了方氏中间的一个摊位前 摊主是个女性舞者 但身上的肌肉 却是比一般的男性舞者 还要夸张许多 即便如今被封印成普通人 依旧能够感觉出那种凶悍之意 此人所修的功法 非同一般 对于体魄的锤炼 比千语蒙天刀门的 还要厉害许多 陈匪隐约能够感觉出对方的境界 最低都是和翘境后期 甚至有可能就是和翘境巅峰的修为 向倩林抬头看了一眼陈匪 接着重新闭上眼睛 昨天就是这个人 跑来摊位上问价格 向倩林本以为会成交 结果问完了一圈 这人直接走了 要是以前遇到这种事情 以向倩林的脾气 恐怕都要直接动手了 如今也就是在黑神域内 向倩林懒得搭理这种人 丹药那些 还是昨天那个价格吗 陈匪低声道 对 向倩林眼睛都莫睁开 千言丹20平 宁凤丹20平 容灵丹20平 陈匪继续道 这些丹药并非和翘境使用 而是炼翘境武者服用的丹药 相比那些普通的修炼原理的丹药 陈匪刚才说的三种 全部都有助于突破境界 只要功法没问题 修为突破到炼翘境巅峰 不能说是十拿九稳 但成功率却实会大增 并且在炼翘境巅峰 打算突破到和翘境的时候 这三种丹药一同服用 也有机会提升和翘的成功率 这样的丹药 在千语盟中自然也有 但全部都把持在 那几家顶尖势力的手里 因为当中需要用到的几种灵财 只在一些特殊的区域生长 至于丹药 外界更是难以寻到 灵财跟丹药都被垄断 只有灵星的一些丹药会流出 但也很快会被买走 炼翘境就是一个门派的生力军 只有炼翘境足够多 特别是炼翘境巅峰足够多 门派当中才可能 源源不断地出现和翘境强者 这个道理所有势力都懂 因而这种丹药才会这样珍贵 而如今在方式当中 这种平常在千语盟内 难以见到的丹药 如今全部都是按瓶来卖 一瓶当中 足有十几颗的丹药 陈斐这样买六十瓶 实际需要支付的贡献值之 需要三点就足够 听到陈斐的话 向倩林的眼睛一下睁开 三点贡献值 这算是一笔大买卖了 陈斐之前买天青花 也知是 花了三点贡献值 向倩林之前是运送门派的物资 所以 乾坤袋内有着魔朵的丹药 结果中途误入了黑神域 感觉到黑神域的神奇 向倩林索性将这些丹药拿出来卖 刚开始 向倩林定价还比较高 毕竟这些丹药 平常并不是用来修炼原力的 而是在突破的关键时刻 才服用一两颗 因而 这足足数百克的丹药 如果门派不大的话 起码能够支撑数十年 但黑石获得艰难 千岩丹这些虽然不俗 且数量也足够的多 但对于和翘境而言 是无法助力自身修为的 将珍贵的贡献值 花在这个上面 不少人最终还是没有下这个决定 向倩林手中的这些丹药 价格一降再降 最终卡在了六十平三点贡献值上 这个已经是向倩林的底线 再低的话 向倩林宁愿不卖 你确定 向倩林粗犷的声音 难得地温和了一些 以他和翘境巅峰的境界 除非面对山海境 这磨多年 已经很少对水温和地说过话了 即便同位和翘境巅峰强者 向倩林也是如此 毕竟想让他有求于人 同阶的舞者根本无法完成他的诉求 至于卖东西 和翘境巅峰在无尽海中心 虽然不是顶尖强者 但也是一个门派中重要的人物 卖东西这种事情 几乎不会出现在向倩林的身上 对 现在就可以交易 陈飞点了点头 好 听到陈飞的话 向倩林的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笑意 将门派的物资拿去卖 在其他人身上是一件大事 但向倩林最多被责罚击聚 向家可是有山海境强者作证 这些物资的损失 最多是后让向倩林出原石补上即可 最多再扣一些门派的贡献值 不会再有其他事情 陈飞将贡献值划出三点给予向倩林 同时拿到了六十瓶的丹药 将这些丹药带回元臣剑派 元臣剑派中练撬近的修行速度 必定再增一筹 如今元臣剑派内 普通增加原力的丹药 其实已经不缺 但舞者修行 不可能每个人都像陈飞这样 几乎没有瓶颈地突破上来 即便有陈飞分身时不时教导元臣剑派的门人 但交是一回事 最后能不能吸收转化成自己的东西 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 元臣剑派中 如今大部分人修行慢 很多就是卡在瓶颈上 而如今 有了这六十瓶的丹药 很多小的瓶颈将不再是问题 瞿青生击人 也可以很快地突破到链翘境巅峰 到时候元臣剑派 才真正有一些四级势力的抵运 当然 陈飞如今的修位 如果真正曝光出去 元臣剑派的底蕴终归还是弱 莫办法 陈飞修炼得太快 给予元臣剑派众人追赶的时间 则太少 我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你看一看 有没有需要的 做成一笔买卖 向千玲的态度又热情了一些 可以辅助炼体的丹药 有吗 陈飞问道 黑神殿可以兑换紫火玲珑丹 但黑神殿随机抽取一样东西的方式 着实让陈飞有些吃不消 抽功法感悟 这些都还好 如果对方不讲武德 直接抽陈飞乾坤袋里的东西 甚至直接抽受命 那陈飞可就无可奈何了 而且 陈飞逛了几次方式 这里的东西 要比黑神殿当中的 还要便宜不少 就如那天青花 方式三点 而黑神殿五点 而且估计 就是同一朵天青花 有 向千玲从乾坤袋内 拿出一瓶丹药 将瓶色打开 倒出一粒在掌心中 道 此丹名味血连丹 三阶上品 可注意体魄修行 陈飞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此丹陈飞认识 天刀门长老修炼功法 服用的正是此重丹药 血连丹同样不外流 因为天刀门自己人都不够分配 更别说流落在外了 片刻后 陈飞用两点贡献值 换取了十六瓶的血连丹 由此丹 再加上紫火玲珑丹 陈飞的玄镇龙像 短时间内突破到大圆满 已经水到渠成的事情 拿到血连丹 陈飞没有离开方式 而是跟在了象牵林的身后 朝着一座石屋的方向走去 第五百八十四章 撕裂天穷 完整的山海功法 我没有 可以让何翘镜 修行的神魂秘法 我倒是会 但我已经发了心道誓言 烙印在神魂中 一旦泄露 神魂破碎 向倩灵解释了一句 陈飞在买完血连丹后 询问了一下山海功法的事情 在千语盟内 山海功法肯定是想都不用想 因为山海镜就那魔三个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不可能将山海功法告知陈飞 但此刻在黑神域 几乎都是无尽海中心的人 他们拥有的资源和环境 要远比千语盟好得多 未必没有山海进功法 尽管也极为渺茫 但问一问 又不需要花钱的 那位的神魂秘法 没有烙印在神魂中 陈飞道 宗门当中 别说是神魂类的功法 即便这是一些和翘镜的传承 都是无法泄露的 不然后果极为的严重 神魂秘法这种可以让和翘镜 略微处碰到自身神魂的传承 更是一家宗门的机密 非和新门人根本无缘的剑 毕竟拥有了神魂秘法 突破山海进的成功率 就会高一些 也许就只是高了那磨一点 但价值已经无可估量 他手中的秘法只有半步 是在一座洞府中得到 效果还有多少 无从平定 向倩灵在一座十无前站定 转头看向陈飞 道 这秘法的情况 我都已告知你 最后要不要买 你自己考虑好 用乾坤带内暂时用不上的资源 换到了五点贡献值 让向倩灵的心情颇佳 因而向倩灵才会好意 带陈飞过来 多谢提醒 陈飞拱手道 有选择的话 陈飞更愿意山海功法 这神魂秘法 在陈飞眼中颇有些鸡肋 但此刻黑神域内的 全部都是和翘镜 和翘镜根本就拿不到山海进的功法 因为拿到了也无法修行 那些有山海进强者背景的人 自然也就无需提前知 小山海进功法的内容 就如向倩灵 尽管向家有山海进强者 但他就不会那些功法 陈飞只能退而求其次 拿到神魂秘法也行 前段时间不断用灵宝修炼 体悟灵宝当中 自动一散出的一些烙印痕迹 陈飞的石海当中 隐隐约约 已经有一些模糊的感物在回荡 不过这些感物 还未达到一个灵界值 因而面板也无法将这些感物 整理成一份具体的功法 不过 如果陈飞可以拿到一份神魂秘法 即便知识半步 结合陈飞自身的一点模糊感物 兴许就能整理出一份 可修行的神魂秘法 向前陵见陈飞没有意见 点了点头 转身拍响石屋的大门 片刻后 石屋的门打开 一个面容轻瘦 甚至有些皮包骨的人 出现在陈飞的面前 看着来人 陈飞的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 这精气神 差得根本不像是一个 和翘镜该有的模样 尽管所有人在黑神域 修为境界都被封印 但也只是 封到了普通人的状态 且有时候从举手头足间 还能隐隐看出 一个人的真实修为 但眼前之人 就好似病入膏肓了一般 随时都可能抖壁 你这是怎么了 向前陵看到来人 眉头也不由皱了一下 显然两人之前就已熟识 闲来无事 就修那秘法 结果因为被封印 差点被自己吸钱 萧光记轻声 笑了起来 接着看向陈飞 这位是 萧光记疑获道 你不是想要贡献值吗 这位朋友有意购买 你们自己可以商谈价格 我就不参与了 向前陵简单介绍了一下 接着转身离开 他的贡献值还差一点 就可以去黑神殿 兑换需要的东西 这个时候 向前陵自然想着 赶紧回去摆摊 好将贡献值凑足 阁下对神魂秘法有意 听到向前陵的话 萧光记神情一下 变得热情 对 陈飞点了点头 神魂秘法 各家势力 绝不外赚的机密 如果不是身处黑神域 在下也绝不会拿出售卖 萧光记沉声道 你的神魂秘法 这有半步吧 可以修行吗 听着萧光记的话 陈飞不为所动 从刚才向前陵琳说 秘法只有半步 在看萧光记如今的模样 陈飞对于这秘法 已经有了大概的印象 或者说 萧光记敢高道的卖秘法 其实已经说明了不少事情 真可以完整修炼的神魂秘法 所有人都是藏着掖着偷偷修行 只有这种半拉子的 反而才会想着将其价值最大化 比如找机会 让人高位接手 自然可以修行 萧光记神情一正 一丝波动自萧光记的额头中荡漾开来 相比黑神教的拱尸炎 萧光记这秘法波动实在是弱得可怜 但再弱 起码是神魂秘法的姿态 光这一点 说明萧光记确实没有说谎 不过看萧光记此刻的模样 这神魂秘法真的修行起来 除了效果弱一些 估计后遗症还不少 什么价 陈飞问道 能修炼 后遗症即便多 陈飞也可以用面板简化 绕过一些后遗症 价值上这份神魂秘法还是有的 十点贡献值 见陈飞有意 萧光记爆出了一个价格 告辞 陈飞拱了一下手 直接转身离开 这价格简直在杀猪 陈飞宁愿用灵宝 不断去感悟烙印 最后汇总出一份功法 哎 别走 价格都可以商量 萧光记赶紧拦了 一下陈飞 你这个价格太贵了 陈飞停下脚步 看着萧光记等 那你说个价 萧光记也莫反驳 将问题抛给了陈飞 陈飞想了一下 道 一点贡献值 而且我必须先验证秘法 你这个价格给的太低了 这是神魂秘法 你在外面 没有 哎 我还没说完 你先别走 萧光记话没说完 看到陈飞又转身离开 有些无奈地拦住了陈飞 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萧光记看着陈飞道 可以先看部分功法吗 陈飞没有接萧光记的话 可以 萧光记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将一块玉碱拿了出来 陈飞看着玉碱 集中精神 一丝心神探入到玉碱当中 片刻后 陈飞收回心神 眼神之中露出一丝思索 相比原力功法和心神功法 这种神魂秘法陈飞 是第一次陷道 当中牵扯到的修炼方式 也与前面两众大相径庭 如何 这样的秘法只卖一点贡献值 太少了 萧光记道 你这秘法里 倒是一点后遗症都不讲 陈飞轻声笑起 想要触碰神魂 哪能一点后果都不承担的 萧光记脸了下嘴道 两点贡献值 但我不会发心道誓言 如果你愿意 我就买下来 陈飞想了一下道 神魂秘法的价值 肯定是有的 即便知识半步 即便有严重的后遗症 但这都无法掩盖它 可以修炼一点神魂之力的本质 当然 就修炼这磨一点点 最后能不能提升 突破山海境的成功率 也是一个未知数 很大概率 估计是不能 毕竟很多完整的神魂秘法 都知是略微让和 翘近处碰到自己的神魂 这种残缺 又有极大后遗症的神魂秘法 效果能有多少 可想而知 好 成交 萧光记犹豫了片刻 最终点了点头 实在是莫其他人 来找他买这神魂秘法 有条件的看不上 看得上的初不起价 境遇极其的尴尬 陈飞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先转了一点贡献值给萧光记 萧光记拿出另外一块玉碱 递给了陈飞 陈飞当场阅读 片刻后 面板上出现了一道新的信息 功法 破魂术 残 这就是这门神魂秘法的信息 待看到面板出现信息 陈飞将另外一点贡献值 转给了萧光记 陈飞对萧光记拱了下手 转身离开 萧光记的脸上也带着笑容 虽然没有卖到满意的价格 但起马卖出去了 也不算太亏 陈飞没有回石屋 而是继续走向了方式 半个时辰后 陈飞将贡献值花到只剩下十点 接着走向了黑神殿 贡献值在方式的购买力太降了 陈飞采购了一堆修炼的资源 平常在千语盟都是难得一见之物 此刻都被陈飞扫了下来 而还剩余十点 陈飞想要将那门挪移的能力买下 这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的神迹 凭空挪移 真的遇到打不过的人或妖兽的时候 就可以趁机逃跑 黑神殿的兑换价格是九点贡献值 唯一让陈飞有些忌惮的 就是黑神殿所有的兑换里面 估计都下了特殊的手段 这重让能力直接附加到陈飞身上 陈飞怀疑自己会被侵染 陈飞现在能够想到的办法 就是黑神殿将能力移植到身上的时候 陈飞迅速地将其摒弃 到时候面板记录到了信息 陈飞也能够避免最大的污染 毕竟这黑神殿 即便要污染人或者妖兽 也不能一下就污染彻底 那样太过明显了 只要能力一直在你身上 这种污染就会循序渐进 温水煮青蛙 让你不知不觉间就被掌控住 而不自知 神像前 陈飞看着景面刚要兑换 突然整个黑神殿 微微颤动了起来 陈飞下意识地抬头 水井上方没有遮挡 因而陈飞一下 看到了天穹 而此刻天穹之上 开始出现涟漪 涟漪越来越密集 仿佛有人正在撕裂天穹 第585章 一步之遥 黑神殿天空中的异样 一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毕竟这动静太明显 即便是 正在食屋中的人 也不例外 初始黑神玉的颤动 还比较轻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重颤动变得越发的剧烈 天空中的涟漪 更是堆积成巨大的起伏 犹如浪涌般 无数阵纹开始浮现 先是黑神风 接着是整个黑神玉的四面八方 磅礴的气势压在所有人的心头 仿佛要窒息一般 不少人脸色微变 开始朝着黑神殿的方向跑去 看这情况 显然是黑神玉的外面有人想要进来 而黑神玉 一向是不静和翘静的舞者的 显然外面人的修为 起码在山海静之上 在吴静海中心 一直有个传闻 那就是 黑神玉当中 其实是被封印了一个妖物 此妖物一旦现实 吴静海将不得安宁 不过这魔多年过去 一直不见山海静的强者 对黑神玉如何 不少来黑神玉 并且出去的人 似乎也得了一些好处 久而久之 也默然将这个传闻荡一回事 如果真的有山海静的强者进来 面对这众山海静之间的战斗 和翘静 还是远远避开魏妙 不然真的打起来 那些山海静 可不会顾忌 是否会伤到你 敢观看山海静的战斗 就要做好被误杀的准备 黑神殿内 陈斐低头 赶紧向井面提出兑换的申请 贡献值消失九点 但兑换的挪移能力 却没有 马上出现在陈斐身上 整个兑换的规则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阻拦了一般 井面上不断犯着波纹 陈斐时不时抬头看向天穷 估计就是这突然的攻打 让兑换出现了停滞 其他人能够想到 是山海静正在强行撕裂屏障 陈斐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陈斐犹豫了一下 将最后剩余的一点贡献值 直接兑换了离开的选项 就如今 井面这有些停顿的兑换速度 陈斐都担心等会儿 到底还能不能将自己挪移出去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在陈斐听到黑神殿外脚步声的时候 井面的光芒终于微微展开 一道符纹自井面上升腾而起 符纹明暗不定 一种缥缈之感从符纹中荡漾开来 仿佛下一刻 这道符纹就会自己消失不现 陈斐看见符纹 神情微动 没想到这挪移的能力 不是直接出现在身体当中 而是以符纹的形式出现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 此刻黑神狱外有人攻打 让兑换出现了一点故障 因而让陈斐 看见了这挪移能力的本质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不是直接出现在身体当中 对陈斐而言自然更好 同时 陈斐感觉到自己石海当中 有东西正在逐渐的消失 很显然 黑神殿正在抽取陈斐的 一项功法感悟 之前兑换紫火玲珑丹 功法感悟是瞬间消失 让人毫无所觉 而此刻 陈斐都能感受到感悟在消散 可见黑神殿真的出了问题 罗伊符文微微闪动 下一刻 静止冲向陈斐 陈斐右手向前抬起 将空间阁打开 罗伊符文消失不现 出现在空间阁内 陈斐眼睛不由的一亮 本质是尝试一次 莫想到竟然成功了 空间阁只能装无主之物 因而不能将其他人的攻击 收入空间阁内 这罗伊符文 估计已经被黑神打上陈斐的一点印记 所以 顺利地被空间阁收走 罗伊符文 没有直接进入身体 拿陈斐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慢慢尝试将 罗伊符文无害的吸收 避免被黑神打下烙印而污染 放下右手 陈斐听到脚步声 已经在黑神殿内 已经有数个人出现在那里 显然都是想尽早离开黑神域的人 井面上再次泛起威光 陈斐兑换的离开选项开始生效 石海当中 被抽取的第一门功法感悟还末结束 第二门功法感悟也开始逐渐消失 陈斐眼皮微跳 这黑神规则设定的 竟然连离开这里 都还要继续被剥一次皮 当真是一点好处都舍不得让出去 当真是将来这里的人 当成是牛羊一般剥削 哄 黑神域天空中发出巨响 一条裂缝开始出现 整个黑神域从刚才的颤动 此刻变成了剧烈的晃动 就好似要天翻地覆一般 那裂缝外 隐隐约约间 能够看见数道身影的存在 要打到黑神域的山海镜不是一个 而是有一群人 这真的打进来后 恐怕整个黑神域都要背离一遍 何俏镜能不能活下来 就真的完全看运气了 陈斐的身体开始微微变得透明 已经快要被移出黑神域 陈斐看向黑神殿门口 在人群中看到了不少熟人 向千玲等几个交易过的摊主 还有古兽如柴的萧光记 陈斐还看见了骆天阁的陈道衡和黄玉衡 这些人此刻脸上都带着焦急之色 显然都不敢在黑神域内多待 只想尽快地离开 生怕被山海镜的战斗 殃及驰鱼 陈道衡看着井边的陈斐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又看到 这个元臣剑派的人 看着对方此刻透明的模样 显然正要离开 陈斐神情不动 随着一阵失重感传来 眼前陷入一片黑暗 待陈斐再次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并不是海底 而是在一层黑雾当中 陈斐的脸色一下变得有些难看 这个黑神域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兑换离开选项 失去贡献值 以及一门功法的感悟 这些陈斐都有心理准备 但是如今竟然连离开 都是虚假的 或者是因为黑神域被攻打 传送出现问题了 陈斐看着四周 发现眼前 这些黑物跟黑石的质地有些相像 属于封印的一部分 那这该怎么离开 尽管陈斐对黑神赴斐不已 但也明白 对方本体的力量肯定十分降大 仅仅是被解封了一些 就可对抗封印之余 一定程度上修改了规则 更是可以在交易的时候 随意抽取他人的功法感悟 如此种种 无疑不再证明住 黑神的强大 连黑神如今都还支持对抗封印 那陈斐又该怎么 从这个封印中出去 陈斐眉头紧皱 还没彻底想清楚 不远处泛起涟漪 接着树道人影 开始陆续出现 正是刚才赶到黑神殿 准备离开的人 结果这些人 也如陈斐一般 被挪移到了这里 就如刚才陈斐的反应一般 这些人看到眼前的场景 神情都是一变 显然也没有想到 选择了离开 竟然知走了一半的路程 这里是什么地方 有人看向陈斐问道 不知 我也只是比你们先到片刻而已 陈斐摇了摇头 实话实说 不过陈斐心里有个隐隐的猜测 这里应该是整个黑神玉的外围 因为陈斐能够感觉到 封印自己的力量比之前 弱了不少 虽然陈斐还是无法动用原本的力量 但跟之前那种 完全被锁住的感觉 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距离离开 真的只差一步 但就这一步 也可能将人直接锁死在这里 毕竟这股封印的力量再减弱 也不是何俏镜可以抵挡的 黑神玉的封印 针对的是山海镜之上强者的 何俏镜与山海镜相比 相差的太多 一群人开始摸索周围的黑雾 陈斐停在原地 这里很多人还莫了解到黑神玉的本质 但陈斐知道 这黑神是被封印在这 黑神玉内 很多看起来相互背逆的规则 都是黑神跟封印相互对抗的结果 黑神需要人或者妖兽帮他解除封印 搬运那些黑石 破坏阵机 而封印根本就不希望域内出现人或者妖兽 这样就不会有人帮到黑神 所以 离开的选项 说是黑神给予的 不如说是黑神放开了限制 让封印自动将人挪一走 因为人离开这里 对封印是有好处的 但如今 为何所有人又被锁在了这里 陈斐的目光 不由看向了乾坤带内的紫火玲珑丹 因为这些从黑神殿内兑换的东西 沾染了黑神的气息 所以封印不让其离开 以前因为有黑神干预 所以即便封印不肯 但只要黑神的规则修改 拿了这些兑换的东西或者能力 依旧可以强行离开 但如今这黑神显然遇到麻烦 所以 连这点规则修改 也顾不上了 陈斐抬头看着四周 举步朝着黑雾深处走了几步 这些力量绝对属于封印 而不是黑神 那陈斐刚才的猜测 是真的可能性就很高 陈斐从乾坤带内拿出玉盒 将空间阁内的挪移符纹装入其中 接着拿出一个炼丹炉 将紫火玲珑丹和玉盒 全部丢进炼丹炉 炼丹炉再扔进了空间阁内 整个乾坤带是无法扔进空间阁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是空间之物 相互对冲 陈斐之前为了试验空间阁 直接将一个乾坤带弄报废掉 完成这一切 陈斐明显感觉到压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枷锁 一下又减弱了很多 甚至就连体内的原力都开始 能够稍微运转 显然对于没有沾染到黑神的人 封印的态度要显得宽松许多 但陈斐还是没有要被挪移走的感觉 黑雾依旧在隐隐封印着陈斐 陈斐眉头微皱 如果要说兑换 除了挪移符文和紫火玲珑丹外 陈斐还兑换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三次下山的机会 第586章 枷锁 恐怕就是这三次下山的机会 让陈斐身上多少还是沾染了黑神的气息 尽管不明显 但依旧让封印觉得 陈斐跟黑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哄 突然整个黑雾开始剧烈阵战 陈斐发现自己的力量又恢复了几分 陈斐眼睛微微一亮 是那些在撕裂黑神域的山海镜 不管那些山海镜是来加强封印 亦或是来拯救黑神的 这种撕裂黑神域外层的做法 无形中都是在破坏整个封印的完整性 而一旦山海镜在黑神域内发生战斗 以山海镜的力量 对于封印的破坏智慧更大 所以 只要再等片刻 我就有可能趁着封印减弱 离开这里 陈斐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而随着黑雾的不断震战 陈斐却实感觉到附加在身上的枷锁 在减弱 不仅是陈斐 还在不断寻找出口的那些人 此刻也纷纷停下 他们也感觉到身体的封印在减轻 只是相比陈斐 他们身上还有从黑神兑换的东西 封印减弱的幅度极弱 哇 不远处的黑雾泛起涟漪 又是一群人被传送过来 陈斐看了一眼 眉头不由地微微皱起 本以为之是像之前一样 是其他的舞者想要离开黑神域 但看着这些人额头位置的纹路 这些全部都是黑神教的人 足足属实人 其他人也看了过去 不少人眼中有些疑惑 这些黑神教的人的宗旨 一直都是侍奉在黑神左右 如今黑神域被攻打 这些人怎么也出现在这里 杀 拱尸炎看着周围 低喝一声 身形已经窜出 肃杀之意 顷刻兼弥漫四周 吃 历人画过脖梗的声音响起 一个舞者捂着脖子倒下 眼神之中满是不甘 他距离黑神教的人太近 虽然心中有所戒备 但没有想到 黑神教的人会这样贱人就杀 没有丝毫的欲照 而黑神教的人全部修炼神魂秘法 相比其他被完全封印的人 优势太强 只要被秘法打中 只要停止个片刻 在这种的战斗中 就是生与死的下场 看到黑神教杀人 周围的人一下哗然 他们都明白 黑神教的神魂秘法的厉害 一般的人 根本就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所有人四处散开 接着又抱团在一起 这很有效 都是普通人体制的情况下 人多的优势会一下 体现出来 但黑神教的优势更大 会秘法 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除非如像倩灵这样 也会神魂秘法的 才能抵挡得住 而黑神教的人 一旦发现你 也会神魂秘法 一下就会转移目标 先将那些 不会神魂秘法的人杀掉 最后再慢慢解决 如像倩灵这样的舞者 不过其他舞者也不是傻子 能在这里的 在外面全部都是和翘劲的高手 一看情况 马上都围绕向了会神魂秘法的人身边 但黑神教杀人的举动太突然 也太果决 即便很多人反应过来 但依旧有不少人距离太近 直接死在了黑神教人的利刃下 陈匪向后退去 看到向倩灵 刚想靠拢过去 发现有一个黑神教的人 已经冲了过来 刚才黑神教传送的地方 距离陈匪不远 陈匪也属于挨得比较近的人 呜 剑人划过空气 发出嘶鸣声 陈匪身子一侧 让过了剑人 转头看向了黑神教的人 剑陈匪避开攻击 月圆砍嘴角露出一抹嘲弄 额头位置的纹路微微一震 一道波动传来 接着一剑扫向了陈匪的脖梗 陈匪神情不变 举剑刺向了月圆砍的心脏 是 剑人入肉的声音响起 月圆砍的身子不由得一僵 画向陈匪脖梗的剑人 停顿在了半空中 月圆砍下一时的低头 看向自己的胸口 那里此刻不断有鲜血一出 月圆砍嘴唇颤动了一下 想要说话 陈匪抽出前缘剑 月圆砍失去所有的力量 向后倒去 眼神当中满是不甘与不可思议 如果陈匪同样用神魂秘法来对抗 月圆砍都不会惊讶 但偏偏陈匪硬抗了他的秘法 却毫无异样 且手中剑人的速度比他还要快 这根本不像是一个被封印之人 该有的初见速度 月圆砍的倒地 让所有黑神教的人 都转头看向了陈匪 这是第一个死掉的黑神教的人 而且死得太快 也太干脆 杀 附近的三个黑神教的人 抛下其他人 一下冲到了陈匪的面前 三道神魂秘法 接连砸向了陈匪 但陈匪的神情 没有丝毫的变化 所有的力量 都要有一个基础去支撑 才能真正的显示出威力 以普通人的身体 施展出的神魂秘法 只能对普通人 有良好的效果 此刻 陈匪因为封印减弱 已经可以动用一部分的原力 这个时候的陈匪 已经算不得普通人 那这些黑神教人的神魂秘法 对于陈匪而言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效果 正 前缘剑发出一声剑鸣 三个围杀向陈匪的黑神教人 身体全都是一僵 脖梗的位置爆出血液 向后亮枪了几步 接着全部倒在了地面上 看到这一幕的其他人 眼睛全部不由地瞪大 陈匪杀一个黑神教人 还能说陈匪 可能拥有的神魂秘法比较强大 所以做到了反杀 但一剑杀三人 这都已经不是什么神魂秘法更强 就可以解释得通 且因为都在关注陈匪 他们一下就发现 陈匪初见的速度 明显比他们快了很多 血肉之躯 初见速度再快 也有一个限度 即便招法登峰造极 那也一样 想要达到陈匪刚才那样的速度 肯定要有尽力 甚至是原力的配合 才有可能做到 那位朋友 请教我们脱困之法 有人一下高声喊起 有原力 那时候明陈匪末有被封印 起码没有封印的那抹彻底 这在这种时候 优势太大了 而且有了原力 兴许就能找出 真正离开这里的方法 黑神教人 脸色全部都是一变 拱尸岩盯着陈匪 他认得陈匪 前几日 他还想将陈匪 引入到黑神教内 结果莫想到 今天对方就直接杀了 焦仲四人 简直最不可舍 但偏偏 自己等人 如今也是普通人的身躯 最大的戾气神魂秘法 对陈匪完全不起作用 人数这个时候 似乎一下 又失去了所有的作用 抛弃从黑神殿兑换的 所有东西 你们的封印就会减弱 陈匪陈生道 听到陈匪的话 所有人不由的一正 有些人想到一种可能 神情微微一变 其实就是一种思维定势 莫人想过黑神 其实是被封印起来的 且随着在黑神域内呆的越久 心思越发的志多 能够想到这点的人就更少 此刻被陈匪一句话点破 不少人都有些反应过来 有人开始将兑换的东西 扔在了地板上 身上的气息 一下开始波动 隐隐出现了原理的气息 看到这个变化 周围人的眼中满是惊异 陈匪说的 竟然是真的 一时之间 不少东西一下散落在黑物当中 在黑神域待过一段时间的人 手里或多或少 都兑换过黑神殿的物品 毕竟他们留下来 目的就是那些宝物 明明是千辛万苦兑换的宝物 如今却成了枷锁 不得不说 这是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情 不过跟性命相比 这些人已经不在乎这个 一个个气息开始震荡 黑神教的人脸色直接煞白 他们的神魂中 早已落下了黑神的气息 是无论如何 也无法抛开的 反杀开始 不过也有一些人 神情则是灰暗 他们都兑换了特殊的能力 相比物品 可以随意抛弃 这些文刻在 身体当中的能力 却是难以根除 而为了兑换这些能力 他们之前付出的代价 也是极为的惨重 黑神教的人 开始朝着黑物深处逃跑 那些恢复不分力量的人 则是追在后面 陈匪没去杀人 而是默默地走在黑物中 时不时地从地上拾取东西 放入乾坤袋内 全部都是刚才那些人 抛下的兑换物 不过这片黑物之地 对于这些兑换物 会逐渐吞没 陈匪至来得及 拿了十几颗的丹药 其他东西 就已经被黑物吞噬 因为拿了这些兑换物 陈匪身上的原力 波动一下又被封印 不少人都有些疑惑地 看向陈匪 陈匪跑到其他地方 将丹炉从空间阁内照出 接着将这十几颗丹药 全部扔了进去 接着再将丹炉 收进空间阁内 黑神叫中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但很快 也逐渐消停 数十人说多也多 但真要杀起来 特别是面对 有原力的武者 其实非常的快 哄 黑物之外 又是一个巨大的爆裂声传来 整个黑物震荡的频率 达到了极致 身上封印的枷锁 瞬间消失 陈匪感觉到 一股挪移的力量降临 陈匪没有抵抗 在一阵头重脚轻的翻滚中 眼前大亮 陈匪睁开眼睛 发现此刻人在海底 正是之前距离黑神洞窟不远的地方 和翘近中期的力量 重新出现在身体当中 陈匪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突然不远处泛起波纹 两道身影出现 骆天阁的陈道衡和黄玉衡两人 陈匪看了两人一眼 转身朝着远处飞去 陈道衡看现陈匪 想起了刚才陈匪捡取其他人扔掉的兑换物 眼睛微眯 心中的贪欲骤然升起 第587章 银河落九天 黑神殿内对换物的价值无庸置疑 即便如今看来 这些兑换物可能都有一些问题 但只要想办法将其中的弊端去除 那些兑换物依旧价值连城 刚才在黑物当中 所有人丢失兑换物 风印减弱 最后更是逃出升天 唯有陈匪中图将那些兑换物拾取 当时就有不少人猜测 陈匪应该是有什么特殊办法 可以避开被兑换物牵连的下场 保住性命才是最关键的事情 对换物再珍贵 也不能跟自己的性命相提并论 但如今 早已脱离了黑神域 性命问题已经解决 那对换物的价值又重新回归 更关键的是 陈匪的境界才和翘锦初期 陈道衡转头 看向了黄玉衡 黄玉衡明白陈道衡的意思 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虽说刚才在黑物当中 大家都要成一份陈匪的情 毕竟没有陈匪的提醒 恐怕所有人都要被黑神叫中杀尽 但人情是人情 兑换物是兑换物 两者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呢 你去吧 黄玉衡有些虚弱的低声道 黑物当中 陈道衡之是抛弃了兑换物 而黄玉衡则是兑换了能力 好在兑换时间还极短 黄玉衡利用密法 将这能力硬生生地拔出体内 但这种类似于自费武功的做法 让黄玉衡元气大伤 甚至直接伤及到自己的本源 对付一个和翘锦初期而已 以陈道衡和翘锦中期的境界 守到擒来 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好 陈道衡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身形闪动 消失在原地 十几里外 陈匪飞在半空中 将面板上灰暗的两条功法信息 重新点亮 刚想住到哪里 打杀一只三阶初期海妖 回去交付一下常规任务 换取一个月的休息期 陈匪突然感知到 后方有人靠近 陈匪回头看了一眼 天眼之下 陈道衡的模样清晰可见 陈匪眉头微皱 稍微一想 就明白了陈道衡的目的 必然是黑神殿内的那些兑换物 一点供限值 就可以兑换类似紫火玲珑丹内的灵丹 陈匪捡取的那十几颗丹药 全部都是这种级别的 甚至当中有一颗的价值还更大 陈道衡出身骆天阁 千语蒙十大顶尖势力 自己更是骆天阁的天之骄子 一般的宝物根本不缺 但偏偏此刻陈匪手里的 就不是那种普通的宝物 没有看到黄玉衡跟在后面 刚才两人一出现 陈匪就感知到黄玉衡受伤了 陈匪神情不动 将速度略微一提 加速朝着前方飞去 后方 陈道衡感知到陈匪速度加快 脸上露出一抹击翘的笑容 也将速度拔升了起来 追星赶月 两人一追一赶 不过片刻就飞过近百里的距离 两人原先相隔的十几里距离 被逐渐抹除 在一处无人的海域上 陈匪停下了身形 阁下和事 陈匪看着陈道衡 平静道 无甚大事 只是想问一些话 陈道衡看着陈匪平静的神情 眉头微动 在这四下无人之地 被一个比自己境界高的人堵住 竟然如此镇定 故作姿态 还是心里真的有什么依仗 想到陈匪在黑神域内的一些表现 陈道衡此刻反倒有些拿捏不准 仔细观察陈匪的气息 确实和翘锦出气无疑 而且 当出收集来的资料 对方突破和翘锦 不到十年时间 再有依仗 又能有什么 问吧 陈匪点了点头道 故弄玄虚 陈道衡突然吃笑了一声 身形闪动 来到了陈匪的面前 直接一剑刺向了陈匪的眉心 落天绝 银河落九天 磅礴 弘大 落天绝虽不像天刀门的功法那样 对于肉身会有专门的锤炼 但原力之中 自带一种镇压四方的意境 陈道衡此剑一出 在陈匪的眼帘中 周围的空间就开始塌陷 不过片刻功夫 周围已经是黑暗一片 天上地下唯有一道剑锋 不断变大 正 前缘剑发出一道剑鸣声 周围的幻想一下消失不现 无数剑气环绕着陈匪 接着全部集中到剑锋之上 剑锋一下爆出凌冽至极的锋芒 身上闪过一道波动 进法开启两门 陈匪向前踏出一步 龙向咆哮声中 陈匪一剑扫向了陈道衡 陈匪气息全开 一下就将和翘境中期的境界展露了出来 而且不是出入和翘境中期 而是和翘五转 距离和翘境后期也至最后一步 陈道衡脑袋有些发猛 这是什么妖孽的修炼速度 在境界上比他还要高出一转 就这重情况下 对方竟然还直接开两门进法 有必要吗 陈道衡来不及思考 下意识地也开了一门进法 身上的气息骤然生疼 但是跟陈匪相比 依旧差了很多 哄 爆裂的声音直冲天穷 将上方的云层直接打出一个窟窿 海水承受不住磅礴的力量 蒸发成水雾 海面瞬间下陷数十米 陈道衡的剑枝 是刚一触碰到前缘剑 就感觉到一股难以抵挡的力量碾压而来 手中的佩剑倒卷而回 砸在了陈道衡的胸口上 衣服 皮肤 血肉 骨骼 顷刻间 陈道衡的胸口已经血肉模糊 陈道衡仰头喷出一口血雾 面如蛋巾 陈道衡身体向后倒飞 脑海当中已经一片混乱 他不明白尘匪 未识磨绘着磨墙 十年时间 从出入河窍到如今的河窍舞转 这直接跨过了其他舞者近两百年的时间 即便是千语盟总盟的那些天骄 也莫听过这样的修行速度 而且 不但是修行速度 还有这样的战力 和翘境中期竟然可以爆发出这样的力量 不过如今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陈道衡如今更应该想的是如何逃走 面对这种力量 无论陈道衡如何反抗 都不会有结果 唯有逃走 逃到黄师叔的身边 才有一线生机 陈道衡眼中的迷茫消失 身上气息开始反向收敛 身形开始变得模糊 天行盾 落天绝中的一门保命盾法 可以在眨眼间将自己的气息消散 同时爆发出比以往快得多的速度 助自己逃出升天 陈道衡一直以为 自己永远用不上这门盾法 比自己修为低的字不必说 同阶之中 其他机甲顶尖势力中的天骄 陈道衡是其中的佼佼者 即便是千语盟总盟之中 同阶中能比陈道衡强的 也是寥寥无几 且正常情况下 陈道衡根本就不会去招惹总盟当中的那些人 至于修为比自己高的 陈道衡又不傻 怎么可能去招惹和翘进后期以上的强者 但是今天 现实给陈道衡上了一刻 有人在和翘进中期 可以像打狗一般将他打得遍体鳞伤 一见之下 重伤难负 好在陈道衡对于天行盾 一直都有刻苦修行 即便觉得自己用不上 但这种保命用的盾法 不可能真的不去钻研 陈道衡的身形一下消失 气息也是如此 身躯凭空自原来的地方 磨一出百米之外 陈道衡双手掐印 刚要继续顿头 突然发现 一道黑影出现在自己面前 陈道衡抬头看去 发现了陈匪平淡的面容 本该处在虚空之中 无法被发觉才对 但陈道衡发现 陈匪看着自己的目光 丝毫没有被天行盾影响 陈道衡眼泛惊恐之色 刚想出声求饶 陈匪已经一箭扫来 陈道衡本能地想要抵抗 却发现因为重伤 身体的动作已经慢了半拍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前缘剑化过自己的脖梗 吃 血雾在半空中挥洒 陈道衡的身形自虚空中显现 整个人的气息快速地滑落 陈道衡右手向前伸去 眼神当中满是不甘 他是若天阁的天骄 未来是要走到和翘境巅峰的存在 甚至山海境都有希望亏去 但是如今却死在了这里 陈道衡不甘心 但全身的力气都在消散 陈道衡努力抬头看向陈匪 嘴巴张动 想要说话 却最终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 一道灵粹自成道衡的身上飘出 落入到前缘剑内 前缘剑微微震战 本就已经达到中品法宝临界位置 此刻随着灵粹的吸收 剑身的一些位置 开始发生细微的变化 这时前缘剑开始朝着上品法宝蜕变 不过这重蜕变并不容易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且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不过 如果有更多的灵粹 或者其他的天才地宝的融入 会大大提高蜕变的成功率 陈匪目光自前缘剑上一开 看着气息完全消散的陈道衡 陈道衡是若天隔天骄 但陈匪将其斩杀 并不会比其他和俏镜中欺难多少 单就圆满进太玄天剑 以及和俏五转 其实就已经完全碾压陈道衡 更别说陈匪还开了两门禁法 甚至不开禁法 陈匪杀陈道衡 也是十招以内的事情 陈匪右手挥动 将陈道衡身体打成粉末 其佩剑以及乾坤带被陈匪收好 同时一道剑员闪过 将现场自己的气息直接斩除 陈匪抬头看向远方 陈道衡死了 黄玉衡绝对会怀疑是陈匪做的 如果不想面对落天阁这 庞然大悟的责难 那陈匪能做的选择只有一个 第五百八十八章 逆斩和翘境后期 无人荒岛 黄玉衡盘吸在地面上 原力波动在其身体外不断起伏 但无论黄玉衡怎么运转功法 损耗的本源都无法恢复 不仅是本源 就连此刻身体中的伤势 黄玉衡都有些难以修复 硬生生拔出对换来的能力 让黄玉衡伤得太重 不过如果没有这份果断 此刻黄玉衡恐怕也出不了黑物 必将一直被封印在黑神域内 黄玉衡睁开眼睛 看着乾坤带内的物品 眉头微皱 为了在黑神域内对换到贡献值 黄玉衡几乎将乾坤带内 能卖的宝物全部卖了 导致此刻想要服用一些疗伤圣药都没有 黄玉衡从乾坤带内 拿出一些普通的丹药 将其服用下去 继续运转功法 修复身体的伤势 想要在短时间内恢复原本的实力 已经不太可能 智能之后在海域城内慢慢修养 以骆天阁在海域城内的地位 黄玉衡短时间内不出任务 也无人指摘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一种古怪的感觉 在黄玉衡的心中出现 黄玉衡睁开眼睛 有些疑惑地看着四周 陈道衡已经出去一段时间 以陈道衡的实力 别说斩杀一个和翘境初期 即便是同阶的和翘境中期 陈道衡都可以强行震杀 因而 此刻出去的时间 未免有些久了 不过此刻让黄玉衡心中泛奇古怪的 并不是因为陈道衡还未归来 而是黄玉衡总感觉 似乎有什么事情 要在自己身上发生 金风未动缠先诀 武者修行新神力 不仅可以掌控自身的力量 冥冥之中 对于事关自己的 同样也会有所察觉 特别是在这种静修的状态中 这种感觉还会更加强烈一些 黄玉衡起身 目光扫过周围 海风呼啸 水面下海渔荡 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 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黄玉衡眉头紧皱 越是这种平静的状况 越是让黄玉衡心中感觉到不适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不适感变得越来越重 一道细不可查的波动 突然从后方传来 黄玉衡怂然而惊 这波动距离自己太近 但就是如此近的距离 黄玉衡之前竟然一无所决 即便此刻处在重伤之下 也不该如此 除非来人的隐匿之法 比其落天绝还要高深得多 黄玉衡来不及转身 身子向前踏出一步 同时手中剑刃翻转 挡在了身后 哄 整座荒岛剧烈阵战 无数条巨大的裂痕 自黄玉衡站立的位置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荒岛最外围的地方开始沉降 黄玉衡感觉到胸口一闷 一口鲜血喷出 攻击来得太突然 黄玉衡甚至都没来得及 将原力运转到极致 且这道攻击中的力道强的过分 黄玉衡自身又是重伤之躯 两者叠加下 知识一招 黄玉衡就直接受伤 不过借着这个力道 黄玉衡身形向前闪动 并且趁机转过身子 终于看到了来人 知识带看到来人模样 黄玉衡的眼中 一下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是陈道衡刚才追杀之人 他怎么回到了这里 黄玉衡想到陈匪刚才攻击中蕴含的力量 恐怕陈道衡已经凶多几手 看着陈匪和翘境中期的气息 黄玉衡刚才因为被袭击而掉起的心 此刻稍微回落 再强 也知识和翘境中期 可以杀陈道衡 但却不可能杀他 尽管黄玉衡知道自己此刻状态不好 但就连刚才的偷袭都挡了下来 接下来很难再有比这更加糟糕的情况出现 黄玉衡看着陈匪 他明白陈匪此刻反身杀回来的原因 陈道衡死了 第一个怀疑的必定是陈匪 到时候以洛天阁的力量 对方这隐藏起来的和翘境中期修备 在洛天阁面前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想趁着他受伤将他也杀了 那所有的线索自然也就消散一空 黄玉衡看着陈匪眼中露出嘲弄之意 想法是不错 力量也很不错 但可惜想要杀他 还差一些 即便他此刻受伤了 但是在受伤 那也是和翘境后期 他也没有得无法动手的程度 陈匪看到一剑之下 知识略微加重伤势的黄玉衡 不由得微微摇头 这须空盾法莫问题 毕竟能够潜入到黄玉衡这魔镜的地方 并且发出的攻击 黄玉衡也是仓促应对 说明太玄天阁中的这门秘法 其实已经很将 差的 知识陈匪如今的实力 陈匪如果有和翘境后期的力量 刚才那一剑 黄玉衡即便能够接住 伤势必定大幅度加重 但如果陈匪真有和翘境后期 又哪里需要这样偷袭 嗡 猎翘弓 燃血绝 破心绝 斗转朔 四门禁法在陈匪体内 瞬间升腾而起 陈匪的气息 犹如烈焰般 卷燃四方 两个月时间 用灵宝不断修炼玄阵龙像 陈匪的体魄 极为接近和翘境巅峰 这重情况下 陈匪已经可以在常规战斗中 释放四门禁法 当然 相比三门禁法的状态 四门禁法对于陈匪而言 还是勉强 黄玉衡看到陈匪施展四门禁法 眼神一下变了 那抹嘲弄 更是消失不现 人谁看到有人同时施展四门禁法 都得是黄玉衡这样的神情 施展一门禁法 原力就已荆棘难掌控 事后修养个数月 甚至是今年 都是极为常见的事情 至于四门禁法 这纯粹 就是想同归于禁 甚至恐怕 学没同归于禁 自己的身体就要爆开 这已经不是原力能否掌控的事 而是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住 这样庞大的力量 黄玉衡的眉心 闪过一道剑椅 直刺陈匪的石海 结果刚一入内 就被此刻狂暴的心神绞碎 黄玉衡闷哼一声 本想着用心神剂 打破陈匪此刻身体的平衡 结果四门禁法加持下 对方的心神 早已是一片禁区 心神剂根本就进不去 除非黄玉衡不要命的砸心神剂 但有可能 最后黄玉衡自己的心神先破碎 黄玉衡握着手中长剑 一阵波动闪过 一门禁法在体内运转开来 本就重伤的身体开始恶化 但黄玉衡如果不施展禁法 黄玉衡担心以自己此刻的状态 根本挡不住陈匪的攻击 此刻想走 已惊来不及 陈匪的心神已经将其完全锁定 稍有妄动 下一刻就是雷霆般的打击 陈匪体表的皮肤开始军裂 但陈匪的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前缘剑消失 一把断尺出现在陈匪的手中 断尺一出现 周围的天地元气开始微微震战 与断尺之间不断地相互辉映 丝丝流光在断尺上肆意地流转 黄玉衡看着陈匪手中的断尺 眼睛不由自主地瞪大 再看陈匪就犹如见鬼了一般 那件破碎的灵宝 竟然在这人身上 当初在那片地界争夺灵宝 黄玉衡虽无资格争抢 但也近距离地观摩过灵宝 自然对灵宝的模样 记忆犹新 而且 即便没看过灵宝 就此刻周围天地元气的阵战 就能明白断尺的不凡 灵宝天生就与元气相互勾连 即便放入乾坤袋内也一样 但刚才黄玉衡明明没有感知到灵宝的波动 对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或者说 当初对方到底是怎么从那摩多河 撬进巅峰手中 将这灵宝堂而皇之地带在身边 而不被其他人发现 你 黄玉衡刚想说话 就看到陈匪向前踏出一步 接着一下出现在其面前 手中的断尺 犹如剑刃般刺出 圆满进太旋天剑 接近和翘进巅峰体魄 刺门禁法 破碎灵宝 此刻一招展出 犹如山崩海啸的气势 将黄玉衡完全盖压住 如果黄玉衡是在全盛时期 身上无伤 面对这样的攻击 还能抵挡 但偏偏在黑神域 黄玉衡身受重伤 刚才又被陈匪偷袭一件 伤势加重 如今再面对陈匪这样的攻击 一股无力赶浮上了黄玉衡的心头 哄 巨大的波动横扫四方 下方的荒岛本已开裂 此刻更是瞬间爆碎 黄玉衡不由自主向后退出一步 一口鲜血涌上 但被黄玉衡硬生生地压住 但体内的伤势 还是不可抑制地加重 且因为还在施展进法 此刻伤势更在加剧恶化 还未等黄玉衡将体内距离倾泻掉 陈匪又是一尺斩来 轰轰轰 一连三招 陈匪几乎没有停歇地斩出攻击 黄玉衡从退一步 到接连后退 体内的力量积蓄到极致 黄玉衡再也压制不住 一口血雾喷出 体内的五脏六腑彻底错位 并且出现裂痕 断齿的威能已胜不多 大致也就上品法宝到极品法宝之间 但灵宝之中自带的一股威能 却能压制对手原力的运转 高手相争 有时候争的就是一线 而黄玉衡每接一招 体内伤势就持续恶化 到了此刻 已经变成无以复加的程度 啊 黄玉衡大声咆哮 瞪着眼睛看着陈匪 这样下去 不出三招 他必死无疑 嗡 又是一层波动在黄玉衡体内战放开 黄玉衡山穷水静下 再次叠加了一门禁法 但马上 黄玉衡仰头吐出更大的邪物 这一招下 陈匪不死 那他也必定要死 赵阴斩悬剑 陈匪就仿佛等住黄玉衡叠加禁法 数十道建议直刺黄玉衡的十海 陈匪的心神早已达到合窍境后期 跟黄玉衡可以说是同等存在 剑意一入黄玉衡石海 就被马上卷去燃烧 但马上又是数十道的剑意飞出 瞬息之间 起码百事以上的剑意展出 一举打破黄玉衡狂暴的石海防御 黄玉衡体内的原力瞬间暴乱 黄玉衡的身子骤然一将 瞪大眼珠地看着陈匪 心中有太多不解 陈匪表现出的种种超出了他的理解 四门禁法 灵宝 以及此刻的心神祭 是 陈匪手中断尺扫出 画过黄玉衡的脖梗 血雾中 黄玉衡带着浓烈的不甘与不解 仰天倒下 第589章 皆是定数 看着黄玉衡气息消散 陈匪一口浊气吐出 身上的气势也逐渐回落 没有对黄玉衡施展入梦觉 因为在陈道衡身上 陈匪已经试验过 这些顶尖势力 对于心神的防护都达到了极致 依靠破损的入梦觉 根本无法看见他们心神烙印中的功法 陈道衡如此 黄玉衡就更别说了 四门禁法散开 一种血肉被碾压的感觉 在周身各处泛起 表面皮肤不断地裂开 接着又被修复 不仅皮肤如此 身体内部同样也是这样 也就是阵龙相赋予的恢复速度 才能让陈匪这样肆意地施展禁法 磅礴的灵粹自黄玉衡的身上飞出 陈匪拿出前缘剑 将灵粹打入其中 陈匪右手挥动 一道剑圆闪过 黄玉衡的身体化成飞灰 同时 周围有关黄玉衡和陈匪的气息 也一并被斩除 前缘剑剧烈的阵战 本就已惊触在蜕变的边缘 此刻得到这股灵粹的加入 剑身上蜕变的速度骤然加快 一丝丝上品法宝的气息 自前缘剑上荡漾开来 陈匪身形闪动 消失在了原地 片刻后 百里之外 陈匪落在一座荒岛上 进入了一个洞窟之内 陈匪看着黄玉衡的配剑 想了一下 将陈道衡的配剑也一并拿出 陈匪右手持拿住前缘剑 一剑点在了陈道衡的配剑上 咔咔咔 金属扭曲的声音响起 陈道衡的配剑剧烈地颤动 一丝剑鸣声自其中发出 源源不断地凌粹 自陈道衡的配剑中涌出 冲进了前缘剑内 不过片刻的功夫 陈道衡的配剑已精灵性全无 空气流动 整把剑刃化成了粉末 前缘剑不住的阵战 灵性之中满是亢奋之意 陈匪左手抚摸着前缘剑的剑身 接着又是一剑刺在了黄玉衡的配剑上 一丝剑芒在黄玉衡的配剑上爆出 想要阻止自身的灵粹被抽走 但这抵抗中规之事徒劳 不过片刻 一抹灵粹就被强行抽出 咔咔咔 又是金属扭曲的声音响起 相比中品法宝 黄玉衡配剑 这把上品法剑中蕴含的灵粹 无疑更加的磅礴 将一件上品法宝的灵粹抽出 再注入到另外一件中品法宝中去 恐怕整个千语盟 也就陈匪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无论是陈道衡 还是黄玉衡的配剑 全部都是陷不得光的法宝 不论是汴湖城的黑市 还是海域城的方式 肯定都不会收取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两件法宝来自洛天阁 千语盟中十大顶尖势力 他们要是敢收 洛天阁一旦得到消息 那不管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 连你带商铺 甚至是你后面的靠山 不要一并拔起 除非你是千语盟总盟之人 但千语盟总盟之人平白无故 也不会故意 去跟洛天阁这样的势力过不去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而是完全没有必要 双方没有利益的纠葛 无缘无故的结怨 完全是吃力不讨好 因而陈道衡两人的配剑 陈匪卖不出去 也拿不出来用 既然如此 那索性就成全前缘剑 而随着黄玉衡配剑中的灵粹 被不断注入到前缘剑内 前缘剑的剑身战 放出夺目的光彩 蜕变的速度一下加快 陈匪拿出一个剑鞘 将前缘剑插入其中 这剑鞘也是一件法宝 主要的作用 就是更好的温养剑人 随着前缘剑入鞘 前缘剑上荡漾出的波动 逐渐收敛 将所有的力量用于蜕变 陈匪将前缘剑收入乾坤袋内 同时将陈道衡两人乾坤袋内的东西 全部取了出来 开始分门别类 有用地留下 痕迹太过明显地 则直接销毁掉 片刻后 陈匪将沉到横两人的乾坤袋 也一并斩成粉末 至此 两人所有的痕迹 都已经被陈匪抹除 落天阁内再有能人 也无法将两人的失踪 跟陈匪联系到一起 一刻钟后 陈匪冲天而起 朝着海域城的方向飞去 半途中 陈匪依靠天眼的帮助 斩杀了一头三阶初七海妖 取下了海妖的妖单 这海妖是陈匪用来回去教人物的 青龙里陈匪已经不愿耗费精力去找 而且能不能找到 也是一回事 反正宁峭丹陈匪 如今已经不需要 拥有一份新的天青花 以惊远胜过宁峭丹的作用 以陈匪如今展露出的 何峭境初七修位 斩杀一头三阶初七海妖 就可以有一个月的空闲期 在此期间 不需要去完成其他任务 在数月之前 五者斩杀同阶的海妖 甚至可以得到三个月的时间 不过 随着如今战事的不断吃紧 这个时间被不断地压缩 给予所有何峭境的压力 也变得越来越大 毕竟其他人杀 同阶海妖 是真的不易 受伤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有时候 都是和数人之力 围杀一只海妖 才能避免自身受伤过重 几个时辰过去 海玉城已经遥遥可见 陈匪气息与模样变化 踏入到了海玉城内 在海玉城内转了机圈 恢复成原先的气息 接着陈匪来到了 元臣剑派的驻地当中 瞿青生机人看到陈匪出现 所有人脸上 都不由得露出惊喜之色 尽管前几日陈匪分身消散 他们都宽慰自己 是陈匪遇到了一些事情 所以将分身召回 但那个理由 终归是对自己说的 实际情况如何 谁也不知道 特别是如今海玉城周边的情况 几乎隔一段时间 就能听闻 有何峭境丧生的消息 这里太危险了 何峭境不是万无一失的 何峭境初期更是如此 遇到一些事情 需要用到分身 陈匪看着众人 发现没有少了谁 心里也微微松了一口气 就元臣剑派现在的底蕴 没有陈匪分身的帮扶 稍微来点强一些的海妖 恐怕都能让元臣剑派损失惨重 好在这种情况 并没有发生 最近海妖的数量 似乎少了一些 瞿青生看到陈匪的神情 就明白陈匪在担心什么 青生笑道 海妖少了一些 陈匪神情微动 这就有些奇怪了 不过缺少其他信息 陈匪也猜不出 进攻的海妖变手 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是千炎丹 宁凤丹 还有戎灵丹 如若需要 你们可以服用 尽快增强实力 陈匪自乾坤袋内 将从向千灵那里换来的丹药 拿出鸡瓶 放到了瞿青生的手中 想要在这乱局当中保全性命 运气和实力都很重要 千炎丹 听到陈匪的话 瞿青生看着手中的三种丹药 眼神当中满是惊讶 在海风狱已经一段时间 瞿青生对于千语盟内的一些事情 不说料然于凶 但起码一些公开的消息 都已经知晓 如千炎丹 这重链翘镜破镜丹药 在千语盟内 可以说是极为知名 但可惜 只专属那鸡家顶尖势力 其他宗门想要分得一些 都要看运气以及关系 瞿青生没有想到陈匪出去一趟 竟然就拿了这魔朵的这种丹药回来 就这鸡瓶 如果用得好 元臣剑拍在短时间内 就能多出不少的链翘镜后期 甚至瞿青生鸡人 踏入到炼翘镜巅峰的时间 都将大大的缩短 瞿青生抬头看向陈匪 心中的感觉 突然变得有些复杂 幸好当初陈匪在元臣剑派 成为真传弟子后 元臣剑派就完全真心以待 不曾再有任何的偏颇 还有陈匪的师父风修谱 自陈匪入门以来 都是照顾有加 因而才有了如今 陈匪对元臣剑派的回馈 一饮一浊 皆是定数 陈匪跟众人又说了几句话 留下分身后 陈匪就朝助人物殿的方向走去 青龙里的任务取消 将那颗三阶初期海妖的妖丹上交 陈匪换得了一个月的空闲期 当然 那颗妖丹任务殿 是以市价收购 并没有无偿地拿走 对于陈匪没能完成青龙里的任务 人物殿的执事倒是没有意外 毕竟就青龙里那 神出鬼媒的踪迹 一般人找不到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陈匪去了一趟方市 买了一些灵财 接着朝着修炼室的方向走去 陈匪回到修炼室 先去敲了敲佟陈匪的门 佟陈匪见到陈匪 脸上也满是惊喜 整个海域城内 估计也就佟陈匪和元臣剑派的人 知道陈匪外出 就现在外面危险的程度 和翘境后期都不怎么保稳 佟陈匪知道 陈匪在和翘境中期中的强大实力 但实力是实力 意外有时候也是意外 当初小队队长徐武成 如今不还是下落不明吗 说是下落不明 但有可能已今生死到消 佟陈匪拉住陈匪进了修炼室 想要探讨一下修炼上的疑惑 陈匪在这种事情上 从来不会说自己累 且接下来就要进入一段修炼期 多讨论一下修炼上的疑惑 对身心有意 整整一个时辰 修炼室内的元气此起彼伏 高山流水 连绵不绝 伴随着山泉响动的声音 最终才慢慢归于平静 佟陵云一身瘫软在床铺上 陈匪则是回到了自己的修炼室内 陈匪盘膝而坐 将天青花拿出 又将刚才买的灵才拿了出来 配置药液 已经是第二次 算是轻车熟路 不过片刻功夫 陈匪已经将灵才全部配置好 第五百九十章 突破和翘境后期 陈匪眉心位置站放出光柱 将天青花笼罩其中 看了片刻 没有发现问题 陈匪救助药液 将天青花一同服用 就如第一次服用天青花一般 奇特的能量 先是散到四肢百骸 接着又在药液的作用下 集中到了和翘的周围 和翘在天青花能量的滋养下 散发出微微的光芒 天眼之下 陈匪能够看出 和翘在细微的增强 虽然幅度不大 但盛在连续不断 相比第一次服用天青花 效果上略有回落 但回落的并不明显 显然对于天青花的药炕 陈匪还远没有达到 陈匪睁开眼睛 天青花的吸收 还需要数个时辰的时间 一道血液自陈匪的手臂中飞出 开始环绕整个修炼室 同时体内运转起其他两门功法 三门功法的感悟出现在陈匪的实海当中 陈匪没有闭目修炼 而是将丹炉从空间阁内拿出 炉盖打开 看着丹炉内的东西 陈匪眼神波动 丹炉内的东西 每一样对于如今的陈匪而言 都有着巨大的帮助 都可以让陈匪的修为更进一步 但偏偏这些东西上 全部都有黑神下的烙印 也许这些烙印很轻微 即便服用这些丹药 这些烙印在平日里也看不出来 但这终归是有隐患在那里 甚至将来如果再次碰见黑神 就是这点隐患 兴许就能要了陈匪的性命 明知前方有坑 陈匪说什么也不可能静止跳下去 紫火玲珑丹飞出 落到陈匪手中 天眼运转 将紫火玲珑丹笼罩其中 黑白视野下 隐隐约约间 陈匪能够看到紫火玲珑丹上 有着一丝不属于其身上的黑影 但这黑影若隐若现 就仿佛错觉一般 但以天眼的能力 能够看线 就代表是真实 没有所谓的错觉 陈匪眉头微皱 天眼所现 不过是再次证实了陈匪的想法 但如今的问题是 该如何将黑神的烙印 从丹药上去除 如果方法不得当 这丹炉内的东西 那陈匪是一个都用不了 其他不说 那挪移的符文要是舍弃 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陈匪陈吟 接着一块新鬼石 自乾坤袋内飞出 落在了地面上 陈匪右手向前一指 一道 阵文出现在地面上 不过片刻之间 炼心阵已经成形 黑神在某种特质上 跟星鬼有些相像 但又不完全一致 陈匪也不知道 炼心阵对 黑神能不能起作用 不过即便能够起作用 以陈匪如今炼心阵叠加的层数而言 想要将对幻物中的污染清除干净 陈匪也是力有不歹 不过陈匪也没想住 要用炼心阵 就将对幻物的污染清除干净 陈匪还需要用其他的方法继续试验 眨眼间 炼心阵已经叠加五层 这个并非陈匪如今的极限 但用来试验 却是已经足够 紫火玲珑丹飞入炼心阵内 炼心阵散发出微微光芒 无形的力量夹住在紫火玲珑丹上 丹药上的流光开始明暗交替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紫火玲珑丹上始终没有东西飘出 正在陈匪准备再加一层炼心阵进去的时候 终于有一道青绿色的雾气 从丹药上飘荡而出 陈匪心神一动 将灵宝从空间阁内取出 接着两个空间阁 一个装紫火玲珑丹 一个直接将那团青绿色的能量 也收进了另外一个空间阁内 空间阁内 不论是紫火玲珑丹 还是青绿色的能量 都完全停滞在其中 凝结时间 一次只能放一样东西 这都是空间阁内的规则 依照这个规则 陈匪当初钻了不少的漏洞 陈匪如今要做的 依旧是根据空间阁的规则 尝试将黑神的污染直接取出 一股心念落在了两个空间阁上 存放紫火玲珑丹的空间阁泛起一丝波动 接着一股青绿色的能量 自丹药中飘出 陈匪的眼中一下站放出喜色 陈匪没想到 试验竟然这么顺利 或者说 空间阁的能力 依旧是这样的霸道 从紫火玲珑丹上飘出的青绿色能量 出现在了另外一个空间阁内 跟原先的一小丝青绿色能量凝结在了一起 两个空间阁其实是互通的 这个陈匪在兑换第二个空间阁后不久 陈匪就已经发现 而陈匪今天的想法 其实也很简单 既然一个空间阁 只能存放一样东西 那就让空间阁觉得 青绿色能量是第二样东西即可 正常情况下 空间阁是不会主动去区分的 因为青绿色能量 早已跟对幻物混合在一起 是可以认定位一样东西的 但陈匪将青绿色能量先分离出 放在一个空间阁内 告知空间阁 这是其中一种东西 有了这个青绿色的污染能量 空间阁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参照物 所以 接下来就变得简单 直接让空间阁将紫火玲珑丹内的青绿色分割 没有波折 这个明显层次极高的青绿色能量 就这样被陈匪给分离了出来 当然 也幸亏这炼星正够给力 起码能够分出一点青绿色的能量 不然 如果没有这个样本 空间阁没有参照物 那同样无能为力 这样如果可以 那以后星鬼本源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分离出 陈匪突然想到了 平常吸收的星鬼本源 以后之 要用炼星正练出一点污染 再利用空间阁分离便可 那图灵术吸收来的灵粹 陈匪想到斩杀后得到的那些灵粹 想了想 似乎炼星正练不出那些神魂碎片 没有参照物 那自然无法分离 而且灵粹当中 不仅有神魂碎片 还有其他一些杂志 真去吸收 恐怕还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去炼化 灵粹之事 被陈匪暂时抛在脑后 陈匪开始降丹炉的东西 一样一样地放到空间阁内 黑衣神的污染都是一样的 因而参照物已经不用变更 因而 这是片刻不到的时间 丹炉内的十几样兑换物 都被陈匪筛了一遍 陈匪降丹药分门别类地收好 看了一眼空间阁内的青绿色能量 想了一下 陈匪用一个玉瓶 将这些青绿色能量收了起来 这种能量 如今陈匪学没想好要怎么用 但就这样废弃掉 多少又有点可惜 陈匪看了一眼河窍位置 天青花的吸收还需要一段时间 陈匪也不着急 将眼睛重新闭上 周围血色的亮光映照在陈匪的脸颊上 密室陷入安静中 眨眼五天时间过去 天青花的能量早已融入到陈匪的河窍中 而五天的时间 也将陈匪开四门禁法的后遗症全部消除 五日进修 陈匪的身体状太达到了最未巅峰的状态 血连丹出现在陈匪手中 正是从向倩林那买来的三阶上品丹药 数颗血连丹吞入陈匪口中 磅礴的药力肆意地冲刷陈匪的身躯 同时 灵宝当中蕴含的特殊能量也被龙象界点吞入 双重叠加下 玄震龙象的熟练度 以极快的速度提升住 此刻陈匪体内河窍已经达到最佳状态 如果打算强行突破河窍六转 结成极品荷窍没有丝毫的问题 但此刻陈匪拥有的条件太丰厚了 陈匪想要试一下 能否在极品荷窍的基础上 让荷窍塌陷得更极致一些 十天后 随着陈匪将紫火玲珑丹吞入口中 瞬息之间 一团火焰自陈匪身体的内部灼烧起来 知识眨眼间 陈匪已经出在一团烈焰之中 陈匪神情不动 感知着皮肤 血肉 骨骼 以及五脏六腑 都在这团火焰的灼烧下 变得更加坚韧 玄镇龙巷的熟练度 本已经在大远满尽的边缘 此刻剩余的熟练度 以惊人的速度跋升住 陈匪的身躯在微微颤动 连带着周围的天地元气 也一同泛起了涟漪 不知过了多久 随着一层波动 自陈匪身上荡漾开 一股泰然的气势 不由自主地笼罩在整个修炼室内 陈匪的眼睛一下睁开 身体漂浮而起 陈匪双脚落地 一层连衣自陈匪脚下扩散开来 整个修炼室的阵势微微颤动 玄镇龙巷大圆满 陈匪的体魄 直接踏入到了和翘境巅峰 并且陈匪体魄恢复的速度再增一节 陈匪慢慢拽紧拳头 体内的元力瞬间沸腾 四门禁法开启 陈匪的气势一生再生 半月之前 陈匪开四门禁法 血肉有些难以承受 稍微一战斗 自己也要被力道震的皮开肉战 但如今再开四门禁法 体魄却是 直接硬抗了下来 根本不会造成任何的后遗症 四门禁法 将会变成陈匪心的战斗常态 禁法消散 陈匪重新盘歇而坐 没有停歇 陈匪双手结印 巨大的压力 开始出现在和翘的四周 挤压和翘朝着那里摊陷 玄镇龙巷的突破 让陈匪此刻的状态达到了巅峰 天眼之下 和翘开始塌陷 不知是和翘变得更加坚韧 还是踢迫提升带来的联动变化 这一次压缩 相比四转和五转的时候 竟还要更加轻松自如一些 一刻钟 和翘的大小来到了下品和翘的位置 到了这里 如果陈匪就此停住 那天地元气就会蜂拥而来 让陈匪成就和翘进后期 但这种合则而鱼的事情 陈匪自然不会去做 压缩和翘仍在继续 半个时辰 和翘来到了中品的位置 一个时辰 和翘在上品区域 两个时辰 和翘终于来到了极品和翘的地方 到了这里 和翘中的力量已然达到了巅峰 已经压无可压 陈匪双手印记变化 玄震龙象的力量勃然而动 静止传动到龙象界点上 龙象界点瞬间盖压在和翘之上 和翘之中 犹如闪过一道雷光 在静无可敬的基础上 竟真的又塌陷了一圈 来到了新的位置上 哇 修炼室内的阵势剧烈阵战 铺满地面的中品原石 瞬间化成粉末 无数的天地元气 疯狂地涌进陈匪的身体当中 陈匪的眼睛骤然睁开 和翘进后期 成 第591章 虚空挪移 天地元气的涌动 持续了数个时辰的时间 才逐渐平静下来 陈匪站在原地 气息一路高涨 到了一个区域后 才最终稳定 陈匪感知着身体当中的变化 最为明显的自然是和翘 相比极品和翘 陈匪此刻的和翘 无疑要更加凝聚 吸收的天地元气 经过和翘吞吐后 转化成如液体般的元力 散入到四肢百骸当中 温养着陈匪的血肉 以及心神 即便是太玄天剑之中 都没记在这种程度的和翘 但陈匪依靠自己 得天独厚的条件 将其促成 到了这个位置 和翘进后续的修炼 已经不能再对和翘产生 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 和翘已经彻底成形 往后几乎没有机会 再对其进行调整 除非将来出现 其他罕见至极的天才地宝 或者让山海径之上的强者 愿意耗费心神帮你 不然 这个就是你未来五道的基础 凝聚三花 将在这个和翘上进行 和翘能不能承受住三花之重 决定住你能不能成就和翘进巅峰 甚至是向山海径迈进 四门禁法 再一次在陈匪体内运转 陈匪的气势达到一个峰值 元力境界的突破 在施展禁法 正常而言 会让元力变得更加暴烈 但舞者的精气神 其实一直处于相辅相成的状态中 缺一不可 修位提升到和翘进后期 元力对于肉身 以及心神的支撑 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陈匪又有和翘进巅峰的体魄 因而 依旧可以将四门禁法 当成常规战斗姿态 一层波动 又在陈匪体内荡样开 五门禁法 陈匪感知着体内的状况 可以承受 也可以勉强跟人战斗 但是后后一阵会比较严重 且还必须在短时间内 结束战斗才行 断尺灵宝出现在陈匪手中 陈匪向前踏出一步 右手向前刺出 犹如山崩海啸 修炼室内的阵势剧烈阵战 尽管攻击没有落到阵势上 但是单就攻击形成的波动 就让阵势差点发出警鸣声 断尺前端出现一道光点 普通练翘镜 即便只是看上一眼 恐怕新神都会被其中的剑以直接洞穿 甚至是和翘镜初期 新神也会大受影响 光点被陈匪收入到空间阁内 但断尺前方的阵势 依旧如波纹般晃动 陈匪没有在空间阁内 存放极限剑园 此刻在战时 陈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来紧急情况 极限斩出剑园 陈匪必须休息十天以上的时间 才能将伤势复原 这在战时 多少有些不太明智 先存放一道剑园 真要战斗的时候 跟陈匪如今的攻击叠加在一起 依旧是极其恐怖的攻击 三花之下 即便是总盟中的那些人 都要重伤 禁法消散 陈匪气息回落 随着几次呼吸 体内因为禁法产生的伤势 逐渐恢复 不过片刻就已经完好如初 以如今的原力 去激发玄阵龙象 恢复力当真是恐怖至极 断臂重生 也知识等闲 陈匪看了一眼剑窍中的前缘剑 还处在蜕变之中 不过蜕变的过程极为的顺利 吸收了那魔多灵粹 还有一件上品法宝 前缘剑的蜕变没有失败的可能 陈匪反倒是期待前缘剑蜕变完成后 到底能在上品法宝中 出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陈匪挥手 地面上出现百块中品原石 断尺灵宝扫过 原石化成粉末 特殊能量自灵宝中散发出 被龙象界点吞入其中 玄阵龙象已经达到大元满进 这门功法目前位置已精进无可进 要魔找一门更将的断体功法 融入其中 将玄阵龙象继续拔升 但千语盟中号称断体 最强的天刀门 当中有关断体的部分 都已经无法让玄阵龙象再进一步 陈匪想要找到其他更强的功法 难度太大 起码在千语盟中 希望渺茫 要魔就是继续感悟灵宝中的烙印 看看能不能误出 镇龙象的镇魂片 不过玄阵龙象无法再进步 不代表体魄已经不能向前继续增强 对于其他舞者而言 功法的极限有时候就是境界的极限 但镇龙象有龙象界点 只要有特殊的能量吸收 体魄就可以意志增强 因而 如今陈匪之需要继续吸收灵宝中的能量 就可以让体魄继续提升 提升到龙象界点的极限位置 陈匪右手抹过乾坤带 一个玉盒出现在陈匪手里 正是从黑神玉兑换的挪移符文 回到海域城后 陈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先降修位提升到和翘进后期 舞者的境界永远是最为基础的部分 能够先提升修位 陈匪肯定不会先做其他事情 如今修位突破完成 陈匪也终于可以将黑神玉当中的收获 一渐渐地转化成自己的实力 一圈圆力静置在周围布下 陈匪打开玉盒 看到了其中若隐若现 仿佛随时会消失的挪移符文 凭空横移二十多里 那是荡出青龙里的极限 陈匪不知道自己移植了这种符文后 会是怎么样的结果 不过不管结果如何 即便知识挪移术里 在真正逃命的时候 也是极强的能力 天眼光柱将符文笼罩其中 黑白视野中 陈匪顺着符文上延伸出来的线条 隐约间看到了一只狐狸般的妖兽 但跟普通的狐狸不同 似乎腰背上长了两个尖角 直冲云霄 档中的锋芒之意 仿若要将空间给刺穿一般 陈匪神情微动 知道这挪移符文 就来自这只狐撞妖兽 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陈匪右手靠近 食指点中了符文 哇 符文表面微微泛起涟漪 接着犹如流水般 静止从陈匪食指的位置 融入到了身体当中 陈匪感知住身体的变化 自右手食指位置开始 一股灼热蔓延开来 只在寝客之间 陈匪的身躯已精致红一片 刺痛感自骨髓 甚至是骨髓根位深处的地方 蔓延开来 除了刺痛 还有一种麻痒 让人忍不住想要撕开皮肉 满地撕寒 陈匪神情不动 天眼之下 将身体当中的变化 全部呈现在眼中 极热之后 是极寒 血肉在这种冷热胶体下 仿佛要被碾碎 但强大的恢复力 又硬生生地 将这重变化给挡住 这种移植 其他种族天赋的情况 竟是颇为凶险 如果没有坚持住 稍有不慎 恐怕都不是符文消失 而是本源都会被波及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身体当中的异样 才消失不现 同时 一股清灵感浮现在陈匪的心头 陈匪神情微动 身体飘浮而起 右脚轻轻一点地面 下一刻 整个密室当中 布满了陈匪的身影 初看之下 人影不下数十道 且每一道都仿若真身一般 这融入符文 不说挪移这个能力 单单是对身法的加成 都达到了一个极其夸张的速度 以陈匪原先对太玄天剑的感悟 一般和俏镜后期的身法 就难以跟陈匪相提并论 也就是那些凝聚两花的和俏镜后期 才跟陈匪相当 但此刻随着挪移符文的加持 陈匪的身法 直接提升一个台阶 跟那些和俏镜巅峰 估计都相差无几 而将来随着陈匪修位提高 并且将太玄天剑的感悟 提升到大圆满镜 除非和俏镜巅峰手中有特殊的一宝 不然根本就跟不上陈匪的速度 修炼室内的身影消失 陈匪的真身依旧在原地 仿佛从来没有移动过一般 陈匪看向面板 一道新的信息出现在上面 天赋 挪移 精通6593200000 看着面板上的信息 陈匪目光闪动 陈匪没想到 面板竟然可以将这种天赋能力 也可以记入其中 而且 天赋能力有熟练度之分 也能够被简化 正常移植来的天赋 符文是什么样 能力也是什么样 威力已经被完全固定住 除非你有能力 将这符文继续推演 让其进化 陈匪是没有这个能力 那符文当中的奥妙 陈匪就看不懂 这已经超出陈匪认知的范畴 或者就是不断使用挪移 感悟当中的变化 顺住当中的变化 去尝试加强 无疑 这要极大的悟性 以及跟天赋能力的契合度 但有面板 陈匪并不需要如此 发现天赋 是否花费315块中品原石 简化挪移 挪移简化中 简化成功 挪移 跳步 挪移简化的价格 还要超出太玄天剑 应当是两种不同的方向 不过这点原石对于 如今的陈匪而言 并不算什么 跳步 陈匪试着向前跳了一步 有关挪移的感悟出现在石海当中 同时 陈匪也明白了 此刻精通镜的挪移 到底距离有多长 石器里 相比当初的青龙里 此刻陈匪的挪移 还要弱上几分 但陈匪的挪移可以升级 如今只能算是出入精通镜没多久 之后随着熟练度的提高 距离肯定会逐渐拉长 消耗也会降低 陈匪手臂上裂开一道口子 鲜血飞出 同时体内运转顿天行和三声段引荐两门功法 接着陈匪开始在修炼室内快速地蹦跳起来 血带追着陈匪后面 一时之间场面显得有些诡异 第592章 横行霸道 脑海当中出现四门 且都极为深奥的功法感悟 算是达到了陈匪如今的极限 再多一门功法 陈匪就会出现感悟无法吸收的情况 这跟当初那重上百分的感悟 但都是同一重功法 有着极大的差别 陈匪如今还有一门神魂秘法 没有来得及修炼 实在是有些坚固不过来 不过那门神魂秘法 还远算不上修炼神魂 最多就是让武者触碰到神魂 修炼的效果其实很弱 或者说是极尽于无 这跟那门神魂秘法是残缺的 关系很大 但即便是无尽海中心 那些完整的神魂秘法 其实修炼效果都不怎么样 海域城外 风起云涌 陈匪却完全投入到修炼当中 又是十天过去 涅血缘弓跨入大圆满 陈匪站在修炼室内 感知住涅血缘弓大圆满后的变化 片刻后 陈匪激发手背上的妖血印记 浓厚的妖兽气息出现在四周 陈匪将自身属于武者的气息斩除 有关海妖的气息变得更加的浓烈 陈匪有些惊讶地看着眼前一幕 涅血缘弓大圆满之后 竟然将妖血当中蕴含的一些特性 全部激发了出来 此刻如果不是看到陈匪本人 而知识远远观察的话 估计会以为 这里此刻正盘踞着一头三阶中期的海妖 这种权力的激发 需要消耗陈匪的心神以及原力 不过知识模拟三阶中期的海妖 对于如今的陈匪而言 绰绰有余 片刻后 室内海妖气息逐渐消散 陈匪在看守背 那里的妖血印记已经变得暗淡 显然这种激发 还会额外消耗印记中的力量 不过知识三阶中期海妖的精血 陈匪要是想买 此刻的海域城内不说到处都是 但并不难买到 陈匪想了一下 起身走出修炼室 站在街道上 陈匪有些意外地看着周围 此刻城内的气氛相比以往的沉重 无疑要轻松很多 陈匪心神跟分身取得联系 明白了前因后果 四头三阶巅峰海妖 被一举斩杀 此刻海妖的身体都已经运回了海域城中 不少舞者正争相购买腰肉 陈匪眼神之中带着亚异 这可是三阶巅峰海妖 实力甚至比一般的河俏镜巅峰 还要强上一些 结果这一杀 就是四头 上次海域城被围攻 古丹鹰平及刀刃中封存的山海刀翼 出其不意地击杀了一只龟类三阶巅峰海妖 那个算是那一战最大的成果 结果莫想到 如今竟然将战果拉升到这个位置上 对于海域城的防守 虽然很多人莫说 但心中多少还是带着消极的情绪 并且时不时传出河俏镜身死的消息 更容易放大这种情绪 至于恋俏镜丧生的人数 数量更是要多得多 而这次的战果 足以激励海域城内的所有人 虽然最终的战局 看的还是山海镜和四阶海妖之间的战斗 但三阶巅峰海妖少一些 海域城的压力必定也能减轻几分 对于那些河俏镜而言 更是如此 陈匪来到方氏当中 问了机家商铺 买到了一只三阶巅峰海妖的妖血 相比妖肉 妖血的需求量会稍微小一些 毕竟妖肉当中蕴含的元气 无疑要更大一些 陈匪买好妖血 回到了修炼室中 尝试以涅血员工练化三阶巅峰海妖的妖血 有些困难 尽管涅血员工达到了大圆满进 但陈匪自身的修为 毕竟知识在和翘境后期 能够提供的原力 跟三阶巅峰海妖 还有不小的差距 好在妖血中归之是一个死物 陈匪也知识炼化一些道手背上 因而磨了一个时辰后 陈匪终于降妖血融入 陈匪看着手背上的印记 先是将自己的气息斩除 接着激发了印记 一道气浪自陈匪的身上荡漾开 属于三阶巅峰海妖的气息 瞬间弥漫在了整个修炼室中 沉重 磅礴 同时还有一丝癫狂 前面两者 属于三阶巅峰海妖正常的气息 最后那丝癫狂 则是妖血当红鞋带的神魂碎片导致 被斩杀 这只三阶巅峰海妖必然癫狂 陈匪激发印记 将这股癫狂也一并展现了出来 不过也因此 如果是远远地感知到这股气息 还以为这只三阶巅峰海妖正处于暴怒之中 陈匪收起海妖气息 看着手背上的印记 目前来看 这种印记提高不了任何的战力 但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 估计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聂血员工的大圆满 让陈匪终于可以开始修炼神魂秘法 破魂术 因为功法不全的缘故 平日里修炼会直接抽取身体当中的气血 陈匪当初在黑神域内 看见萧光记授钱的模样 那不是意外 而是修炼残缺破魂术必然的结果 破魂术 残 简化中 简化成功 破魂术 残 入梦诀 简化残缺的破魂术 用了陈匪一百多块的中品原石 相比太玄天剑 还要贵出一些 显然在面板看来 神魂秘法的层次 要比一般的原力功法高一些 简化的结果是入梦诀 是陈匪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也就是说 陈匪如果当初可以得到完整的入梦诀 兴许就会是一门山海径的功法 当中拥有完整的神魂修炼体系 但可惜 陈匪得到的入梦诀 只有两成 比破魂术残缺的还要过分 时间飞快 又是三天过去 在陈匪一个月任务的修整期 即将结束的时候 分身顿影诀 也达到了大圆满进 陈匪略微激发孽雪原功 让自己的气息混淆后 离开了海玉城 海玉城外三百里处 陈匪一剑斩杀了一头三阶中期海妖 这头泄泪模样的海妖 都莫明白发生什么事情 就感觉到自己的一时模糊 接着一时彻底沉寂 稍远一些的一头三阶初期海妖 看到这一幕 本就巨大的眼睛几乎快要瞪爆 接着立刻转身投入到海水当中 疯狂地逃窜起来 冥冥之是一个和翘近初期气息的舞者 结果一剑斩杀了三阶中期的海妖 这画面实在是太刺激了 让那只三阶初期海妖无法接受 陈匪向前踏出一步 身形模糊 接着消失不现 下一刻 那只三阶初期海妖面前 一道人引访若从虚空中走出 一剑刺在了他的脑门上 磅礴爆裂的剑原 将其身体内部的血肉完全搅碎 支留一颗腰单保存完好 但腰单再玩好 一时早已被剑原剿灭 这只三阶初期海妖 自然不可能活下来 陈匪右手一招 腰单飞入手中 陈匪身形模糊消失 再次出现 已经在之前那只蟹类海妖旁边 挪移 精通镜的挪移 已经可以让陈匪纯熟使用 且最近一段时间 在修炼室内的不断跳步 让挪移的熟练度不断跋升 因而 此刻陈匪能够挪移的距离 相比最开始的时期里 已经又增长了一些 一道虚影自陈匪身后走出 正式分身 陈匪本尊右手引动 蟹类海妖身上的灵粹 被直接注入到陈匪分身之中 陈匪分身本是练翘境巅峰的境界 被骤然打破 一下跃入到和翘境 而随着分身不断消化灵粹 气息继续攀升 终于 分身的气息 最终在和翘二转的位置停了下来 几乎达到了和翘境初期的顶端 再进一步 就可以步入到和翘境中期 是 陈匪分身手持一柄下品法宝 一剑向前扫出 汹涌的剑园如痞链般 连接天地 分身没有肉身 因而玄镇龙像无法加持 但圆满镜的太玄天剑 让分身的实力 远比一般的和翘境初期 强上许多 虽做不到陈匪当初那样 在和翘境初期中 横行霸道 但即便是顶尖势力中的那些天骄 恐怕在百招之后 也要败于分身手中 半个时辰后 陈匪分身出现在元臣剑派驻地中 瞿青生等人 有些疑惑地看着陈匪 不知陈匪真身来此 是为何事 这是分身 陈匪看到瞿青生寄人神情 不由笑道 分身 听到陈匪的话 瞿青生寄人眼睛不由地微微睁大 明明感知到的 是和翘境的气息 怎么会是分身 元臣剑点中的分身 在恋翘境 都只有三成不到的实力 陈匪之前 让分身拥有恋翘境巅峰的力量 已经让他们极为意外 但多少还在接受范围内 毕竟和翘境功法的玄妙 他们不了解 以为之是一种厉害的和翘境分身术 但这和翘境实力的分身 就太害人听闻了 瞿青生他们再不了解和翘境 稍微一想 也能明白 拥有一个和翘境分身 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而言 这是让自己的门派 直接多出了一个和翘境的战力 意义非凡 这会不会引起他人亏惧 瞿青生突然担心道 有可能 因而这分身平日 还是以恋翘境世人 知识你们心里明白 我此刻分身实力便可 陈匪点了点头 分身气息降低 落到了恋翘境巅峰的位置 怀必其罪 不过真被其他人看出问题 其实也没有什么 一般势力 陈匪如今已经无惧 至于那些顶尖势力 真想要这功法 陈匪不介意高价卖出 换取一波资源 这功法 对于真正强者而言 战力的提升微乎其微 而且修炼难度极大 没有成到横这般悟性的 至死之能将分身 修炼到恋翘境巅峰 就算是极限 二十天后 陈匪正在密室内修炼 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 波动扫过海域城 海域城正是剧烈颤动 连带修炼室内 也是震荡不停 陈匪眼睛睁开 身形闪动 来到海域城街道上 看向南面 那里的天地元气 已彻底狂暴 陈匪眉心位置站放出光柱 黑白视野中 远方被不断拉近 那里 山海径和四街海妖的气息 直冲云霄 第593章 追星赶月 巨大海浪 如同高悬的山壁 朝着四面八方涌动 浑厚的水雾 从海面上升腾蒸发 但上升不过数米 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彻底绞杀 消失殆尽 雾盗塔漂浮在半空中 将闽岩鹿笼罩其中 周围任何的能量 都无法靠近闽岩鹿分毫 唯有精纯的天地元气 才能透过雾盗塔的护照 闽岩鹿嘴角带着一丝鲜血 脸色苍白 手中的刀刃绽放出惊天刀意 横压四方 千语盟的人皆知 闽岩鹿有雾盗塔这件灵宝 但其实闽岩鹿真正主战的灵宝 是手中的这把天眼刀 当年在无尽海峰 波玉德道 雾盗塔是闽岩鹿回到千语盟后 以一件灵宝雏形锻造而成 在经由千语盟信念加持 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雾盗塔主守 天眼刀主攻 但此刻雾盗塔的塔身上 却出现了一块凹陷的区域 隐约间甚至能够看见塔身内部的情况 闽岩鹿抬头看着前方 两只四街海妖目光灼灼地盯着闽岩鹿 将周围可以顿逃的路线全部堵住 一场蓄谋已久的陷阱 将闽岩鹿彻底困在了这里 数百里外 陈匪站在海域城内 尽管已经将天眼视展到极致 但距离太远 且山海径和四街海妖的气势 早已将周围的天地元气扭曲 在这重情况下 陈匪想要强行观察 自然更加难以做到 知识隐约间 陈匪感知到那边四街海妖在气势上 似乎更占上风 整个千语盟的山海径就那摩三位 此刻闽岩鹿不在海域城内 那远处那个人 极有可能就是闽岩鹿本人 想到那边狂暴的天地元气 以及最近一段时间 海域城周边海妖的情况 还有突然被斩杀的四头三街巅峰海妖 一种不祥的预感冒上陈匪的心头 山海径的战斗 陈匪插不上手 但不代表陈匪不能做一些其他的准备 陈匪先是找到佟林云 将自己看到的情况 以及一些猜想说出 佟林云听到陈匪的话 脸色不由地微微一变 前段时间斩杀三街巅峰海妖 让佟林云也是心情振奋 但佟林云心里也明白 这场跟海妖之间的战争 最终能够决定胜负的 其实是山海径和四街海妖之间的结果 如果对面莫四街海妖 这场战争可能都不会发生起来 最多就是灵星的一些三街海妖 想要进入千语门而已 但因为有了四街海妖 一切变得不同 三街海妖斩杀的再多 对战争有影响 但却不是关键性的 佟林云不敢耽搁 赶紧前往自家门派 做出吩咐安排 虽然可能只是虚惊一场 但命是自己的 做好充足的准备 总是没有坏处 陈匪又接连找到了秦海山鸡人 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告知 秦海山鸡人的神情都是大变 秦海山等人的运气还算不错 秦海山受伤在所难免 但性命总归是保住了 也就是余守城的运气差一些 被一只三街中期海妖打了一招 几乎重伤兵死 好在最后逃的性命 现在还没到最糟糕的时候 但早做准备 陈匪又抬头看了一眼南方 此刻那里天地元气都已经不是狂暴 而是变得彻底模糊 陈匪就连当中山海境 和四街海妖的气息 都已经感知不到 黑白事业中 有关山海境和四街海妖的线条 此刻已经断裂 这不是因为他们都陨落 而是因为太匠的力量 斩断了陈匪对他们信息的挖去 天眼很神奇 几乎能够从过去中 挖出自己想要的 但那必须力量层次在陈匪之下 或者同在和翘境也行 一旦力量超出一个阶层 天眼的作用就会急剧下降 这不是天眼不好 而是陈匪自身的力量不够 还有融合天眼的几门铜数 终归之势和翘境的铜数 当中缺少了神魂力量的支撑 元臣剑派那边 陈匪分身 已经将门人全部召来 如果真的有情况 陈匪分身 也可以第一时间将所有门人带走 海域城内的情绪 开始变得有些胶着 陈匪天眼之术不凡 其他十大势力当中 也不乏有利害铜数的 如凤五格的凤铜 幽冥格的幽冥眼 都可以在细微之中 捕捉到自己所需 虽然他们也看不清楚百里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那种惨烈 黄暴的氛围 却是能够感知到一二 千语盟总盟中的人 此刻全部漂浮在南墙外 看着远方 闽延路就在那边 童原功法 闽延路又近乎极限般的爆发力量 他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这一点 其实海域城内 很多人也猜到了这一点 毕竟山海境 真的就三个 一猜就能够明白过来 大师兄 我们 古丹英转头看向身旁一个人 虎背熊腰 右脸颊上有一道剑痕 正是闽延路的大弟子 沈延和 其他人也全部看向沈延和 他们此刻已经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 沈延和眉头紧皱 没有说话 感知着周围人的目光 心中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沈延和何尝 不是如此 山海境比和翘境墙太多 即便是和翘境巅峰也是如此 这种层次的战斗 他们不能说毫无作用 但作用也确实有些差强人意 带上定灵阵 走 沈延和犹豫了片刻 眼中露出坚定之色 沉声喝道 接着帅先朝着战斗区域飞去 不管如何 此刻明知自己的师尊闽延路 有可能落入陷阱 处于危险当中 他们如果这般无动于衷地在这 那未免太过凉薄了一些 好 古丹英姬人没有丝毫犹豫 紧紧地跟在了沈延和的身后 定灵阵可以将他们 庶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 虽然对四阶海妖的效果还是不大 但起码已经不是毫无抵抗能力 兴许赶过去 能够帮上一点忙 当然 更大的可能 则是他们被四阶海妖一举剿灭 海域城内 姬家顶尖势力的合窍镜巅峰 看到沈延和他们的动作 互相对视了一眼 最终叹了一口气 让他们这样去营救 他们无法下这个的决心 不仅是因为 没有定灵阵这样的顶级阵势 让他们 对于四阶海妖的抵抗立即禁于零 可以说 四阶海妖随手一下的攻击 他们只要正面碰到 定然是被立马打爆的局面 不会有任何的意外 即便知识擦着 重伤已经算是最轻的结果 更大的 可能是多阵扎击下后 还是难逃一死 而且在情感上 敏延路是总盟盟主 虽说对于盟下的势力并没有剥削压迫 但也没有多少修行上的指点 千语盟要求他们来海域城 抵挡海妖 他们不会为抗命令 但让他们这种自发的 去找四阶海妖拼命 这点他们还做不到 任兮命 面对这种几乎必死的局面 更是如此 陈匪也看到了沈延和机人离去 心中的猜测 更是被证实 面对四阶海妖 沈延和等人还要去 显然敏延路的情况 真的不太妙 陈匪眉头紧皱 敏延路如果真的出了问题 这海域城内有一个算一个 能够跑走的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即便是陈匪自己 都不敢说 一定能万无一失地逃走 当然 因为拥有天赋挪移 只要不是运气差到极致 碰到三阶巅峰海妖拼死追杀 陈匪离开的概率 还是很大的 但是元臣剑派中的人 陈匪就真的难以保全了 陈匪目光突然微微一宁 南墙之外 开始出现大量海妖 这些海妖也不靠近海域城 就在二十多里外盘踞着 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 不仅是南墙的位置 在其他三个城墙的方位 一样有海妖靠近 数量上同样惊人 当中不乏一些 三阶巅峰海妖的气息 陈匪的眉头紧紧皱起 这些海妖全部在等一个信号 如果敏延路真的出事 那也就是这些海妖 围攻海域城的时候 和翘境 还有一点希望突围 但也可能被那些 三阶海妖专门盯着 至于练翘境 就完全是听天由命了 海域城的阵势升起 显然周边海域上海妖的破镜 让海域城的情况 一下变得危急起来 陈匪真身来到元臣剑派中 看向瞿青生机人 明明已经突破到和翘境后期 拥有的力量 更是达到最未巅峰的状态 但面对这种困局 却偏偏没有挽救的能力 力量 想要在这乱世中 保护住身边的人 陈匪需要更强的力量 和翘境后期不够 那就和翘境巅峰 乃至山海境 瞿青生机人看到了陈匪眼中复杂的神情 在感知城内那焦躁的情绪 心中隐隐见明白了一些 海域城 似乎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上 而他们的性命 完全不掌控在他们的手中 能不能活 似乎只能看运气 一道强烈的波动 突然自北面扫来 陈匪下意识抬头 看见了一座巨大的洞府 以追星赶月般的姿态 汹涌地朝着南面扑去 洞府擦过海域城 海域城的阵势剧烈的晃荡 仿佛下一刻就要破碎 海域城内的人看到 这座洞府 神情不由发生变化 海域真人 海域洞府 第594章 妖王 陈匪身形跃动 来到屋檐上 看着海域洞府去的方向 正是闽年路此刻所在的位置 如陈匪一般 跃上屋檐的人很多 不少人脸上露出如是重负的神情 尽管他们不知道 此刻闽年路遭遇了什么样的危险 但既然海域真人愿意赶过来 估计就可以挽救这场危机 陈匪目光闪动 脑海当中闪过几个念头 不管这场危机 闽年路能不能躲过 陈匪如今都需要准备几条后路 不单单是给陈匪自己 也是给整个元臣剑派 真到了海域城不可挽回的时候 陈匪想要尽可能地 多带一些门人逃出去 此刻在海域城内的元臣剑派门人 全部都是从仙云城那边迁来 陈匪每一个都认识 也许有的人平日里交流不多 但这些人确确实实一心为了整个元臣剑派 陈匪闪身来到瞿青生面前 低声交代了几句 瞿青生点了点头 陈匪的一些方法 也许最后不一定有用 但竟然视听天命 这已经是陈匪能够想到的方法 其他的 如今陈匪的实力不允许 百里之外 沈颜河等人感知后方的动静 接着回头看到海域洞府 脸上全部露出惊喜之色 海域真人与敏年路算是至交好友 正因为如此 海域真人才能在千语盟中这样肆意地走动 并且让其海域洞府在千语盟中纳摩知名 之前敏年路镇守海域城的时候 海域真人其实就有现身过几次 只是最近不常见到身影 当敏年路遭遇危险 沈颜河寄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海域真人 但是 他们联系不上海域真人 这才不得不准备自己寄人顶上 海域真人站在洞府上 望着前方 神情凝重 感知到沈颜河寄人的气息 低头看了一眼 看到沈颜河寄人的架势 明白他们的目的 海域真人凝重的神情 稍缓 有这样的徒弟 敏年路收徒不算是失败 不过片刻功夫 蜀白里的距离悠然而过 海域真人已经看到敏年路勉力支撑的身影 悟道塔的光芒已经暗淡至极 塔身上伤痕遍布 仿佛随时要破碎一般 而即便有悟道塔阻挡了大部分的力道 敏年路还是受伤极重 海妖在体魄上的优势 到了四阶之后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还增加了一些 敏年路能够以一敌二 并且支撑到现在 已经算是极强的存在 不过 如果海域真人没有出现 敏年路最终还是会生死 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为了将敏年路引到这里 海妖那边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说什么都要将敏年路给留在这里 似乎是感知到海域真人的到来 此刻两只四阶海妖 对于敏年路的攻势 变得越发的狂暴 甚至有时候 直接无视敏年路的攻击 都要让敏年路伤得更重一些 而且以伤换伤 一直以来也都是海妖更占优势 他们肉身不仅力量更大 恢复的速度也比武者强上不少 也就是在心神以及神魂力量上 海妖会弱上不少 如果不是这方面的劣势 海妖恐怕早已免压所有同阶的武者 哄 海月洞府邪庞然俱立 一下砸在了海妖布置的静置上 敏年路一声低吼 灵力刀翼镇压四语 一刀逼退了两只海妖 顺利地来到了海月真人的旁边 可 敏年路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骤然变得苍白 身上的气息也开始下降 没事吧 海月真人看着敏年路 沉声道 还死不了 敏年路摇了摇头 看着前方两只海妖 你应该让许西章一起来的 海月真人皱眉道 他已经来了 此刻应该已经跟一只四阶妖王打起来了 敏年路深吸了一口气 眼神凝沉 本以为对方就两只四阶妖王 我让西章先拖住一只 我试着斩杀一只 结果这几只妖王 打得倒是跟我一样的主意 听到对面有三只四阶妖王 海月真人的眉头 不由得一抬 敏年路应该有想通知他一同行动 但海月真人正好被其他事情绊住 今天是海月真人恰好回来 赶知道这边的情况 银儿赶紧赶了过来 先回海域城 海月真人控制着洞府 向后飘去 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的两只妖王 好 一声巨大的咆哮声自其中一只妖王口中发出 天地元气剧烈的颤动 无数的音波汇聚成形 砸向了海月真人 且 海月真人低喝一声 海月洞府一下膨胀 犹如山月般挡在了身前 下一刻 爆裂声响彻天地 四方云层被震得消失殆尽 唯有狂暴的力量传递到海面 接着以海啸的方式 朝着四面八方涌去 海域城内 陈匪做着一些准备 且不时地抬头看向南面 想要从一些细枝末节中 判断出此刻的战局 相比其他人的乐观 陈匪心中对于这一战 并没有持太大的信心 海月真人的出现 肯定是一个强心计 但对面海妖也不是吃素的 如果多一个海月真人 就能扭转局面 恐怕这跟海妖之间的战争 早已经结束 此刻海妖在海玉城二十多里外 陈匪偷偷带着 元臣剑派的人逃走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赶走 先不说之后 海玉城如果发现 会如何 单单是从这魔多海妖的眼皮底下 带走这魔多的舞者 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甚至一旦被海妖发现 还会变成众矢之的 被群起而攻之 到时候 可能都不是一个三阶巅峰海妖 盯着他们打 还是一群三阶巅峰海妖 将他们撕成碎片 只要想想那个画面 都有些让人不寒而栗 陈匪目光看向城内西北位置 那里是洛天阁在海玉城驻扎的地方 此刻城内 要说谁最有把握逃走 陈匪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洛天阁的人 相比那些内鬼 只想在两边争端中获得利益 洛天阁绝对 是奔着扳倒整个千语盟的墓地去的 要说他们跟海妖那边没有勾连 陈匪是第一个不相信 既然有勾连 那肯定有留后路给洛天阁 陈匪准备的几条后路当中 有一条就是关于洛天阁 真倒是不可畏的时候 陈匪就盯着洛天阁的动向 看看有没有可能带着原臣剑派 跟在洛天阁的身后 一并逃出升天 陈匪正想着事情 突然神情微动 看向南面 刚才隐隐约约间 陈匪感知到那边战局 似乎又有新的变化 倒不是感知到什么气息 纯粹就是从天地元气的变化上 推断出来 但是太远了 陈匪也无法确定 自己感知的到底正不正确 毕竟那里的天地元气 早已在山海境的战斗中 颠乱了一切 天眼最多是从这颠乱的元气中 稍微搜寻一些规律 而刚才天地元气的规律 又有了极大的变化 半个时辰后 三道宏大的气息 自南面归来 城内不少人眼中 都露出激动之色 千语盟内围三的山海境 此刻全部都在海域城中 海域城的力量达到了顶峰 陈匪没有激动 眉头微皱地看着前方的身影 其他人感觉不出 但天眼下 陈匪发现 三个山海境全部受伤了 而且当忠敏沿路 和许熙张商的最为严重 海域真人也受伤了 但却是三人中 受伤相对最轻的 但也只是相对 夜幕降临 一个消息 在整个海域城内传出 三日后 所有人乘船离开海域城 并且海域城所在的这个海域 也一并放弃 这个消息一出 整个海域城一片哗然 放弃海域城 这代表着千语盟 最为前线的地方丢失 海域城所在的海域 倒是默人居住 因为这里常年都有海妖进犯 生活在这里 危险太大 但放弃了这片海域 那代表这片海域 未来会是海妖的天下 与这片海域相连的 可是有三个其他的海域 那些海域的人可并不少 也就是说 那三个海域 将一下变成前线 而看总盟的意思 恐怕未来不会再组织这魔多的人 来阻挡海妖了 这是跟海妖之间 有了什么协议 人和海妖之间 矛盾极为突出 在以前 千语盟内的海妖 都是被斩杀的 但未来 到底是谁斩杀谁 就完全说不好了 可以预见的是 跟海域城相连的三个海域 恐怕也会进行大迁移 毕竟谁也不想面对数量 如此恐怖的海妖 连锁反应之下 恐怕千语盟未来的地盘会 越来越小 除非海妖当中的四街妖王被斩杀 才能遏制住这个情况 三天时间黄眼急过 浩浩荡荡的大船离开海域城 秦海山寄人的宗门 跟元臣剑派 直接挤在了一条船上 同陵云所在的门派 也跟着元臣剑派一同航行 不过一个时辰 船舱内的陈匪 突然出现在甲板上 抬头看向天穷 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爆出了一个巨大的光斑 犹如天空多出了第二颗太阳一般 数息之后 恐怖的爆裂声才汹涌而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恐怖的波动 所有船只一下开摆 甚至船体断裂 陈匪转头看向远方 海妖又出现了 就如三日之前 那些海妖围城一般 走 陈匪低贺一声 用元力直接推动船身 朝着千语盟的内海冲去 秦海山鸡人纷纷现身 跟随陈匪一起 用元力推动船身 船只如同离弦之剑般 飞快地朝着前方急驰而去 同陵云控制着自家门派的船只 紧紧跟着陈匪 如今 他只有将全部希望 都寄托在陈匪身上 陈匪眉头紧皱 他不知道闽言路 跟那些海妖的协议是如何 但想来没有真正离开海域城这片海域 这次的围杀 就不算结束 陈匪眉心透出光柱 观察着四面八方的区域 每个方位都有海妖 他们早已严阵以待 千语盟内海前的海妖 是最多的 陈匪心思急转 控制着船只 脱离大部队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冲去 同陵云愣了一下 但没有犹豫 依旧紧紧地跟在陈匪后面 第595章 转战千里 舞者的怒吼声 以及海妖的嘶鸣声 在周围不绝于耳 数十道舰员 环绕着整艘船只 但凡有靠近的海妖 全部被舰员斩杀殆尽 由陈匪本尊 施斩圆满尽的太玄天剑 用来斩杀这些二阶的海妖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偶尔有三阶海妖上前 陈匪也之势将其斩伤 接着趁机脱离 现在杀三阶后期海妖 对于陈匪而言 都已经不算什么难事 但在这样的环境下 表现得太突出 引来的知会是围杀 那些三阶后期 或者是三阶巅峰海妖 此刻全部都盯着 那些顶尖势力在围剿 还莫空管原尘剑派 这样的小势力 因而 最多也就是三阶初期海妖过来 只要将这些三阶初期海妖打得够痛 痛到让他们感觉到性命威胁 这些海妖就不敢继续纠 妖兽到了三阶 灵慧跟人类已经相差无几 所谓妖兽凶狠 牙子必爆 那是伤得不够重 但凡让他们感知到真正的性命威胁 跟人类一样 都会选择趋极必凶 陈斐天掩扫视着四周 不断调整着船只的方向 专门挑选没有三阶中期以上海妖的区域航行 尽管这样的方向 距离千语蒙内海的路线稍微有些偏离 但绝对属于最为安全的选择 其他合窍境舞者 此刻一个个焦头烂额 做不到陈斐这样的冷静思考 因为他们看不到全局 在海妖与舞者气息完全混杂的情况下 一般的心神感知已经无法给予他们正确的反馈 至于合窍境舞者感知祸福的能力 在战场上所有地方都是危险的 就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让他们感觉到哪里会稍微安全一些 不说其他人就如秦海山鸡各 如今人也是慌乱的状态 放眼望去 全部是海妖扑面而来的场景 他们如今能做的就是相信陈斐 一直跟在陈斐后面 当然 他们也可以抛下自己的门人 但海妖这边 针对这种单独逃离的合窍境 也做了专门的部署 只要看到单独行动的合窍境 会有数只海妖冲上去围杀 因而 此刻带着门人的合窍境 受到的攻击反而还更少一些 但如今是少 等舞者的数量逐渐减少 后面的攻击烈度也会逐渐提升 温水煮青蛙 海妖做的就是一步步将舞者群体蚕食掉 不管是那些单独跑的 还是最后拼死要护住门人的 一个都跑不掉 船只甲板上 所有人看着远方望不到头的海妖 手脚冰凉 面对这种局势 和翘径都自身难保 更别说区区的练翘径了 当然 此刻练翘径也可以试着独自跳船 从水下试着穿过 海妖的包围虽然严密 但不可能真的做到密不透风 而且 海面之下的深度也足够 即便海妖心神不断探查 但终归是有一些缝隙的 因而 如果运气足够好 是可以做到逃出升天 此刻其他船之上 就有不少练翘径径的舞者 在水档中自求生路 元臣剑派所有人 不时地看向漂浮在半空中的陈匪 如今他们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陈匪身上 这个带领元臣剑派重新辉煌 并且可以预见 未来陈匪还会带领元臣剑派 走向新的巅峰 不仅是元臣剑派 断魂门几个门派的人 也不断看着陈匪 心中在默默祈祷着 他们如今能够做的 似乎也知剩下这个 天穷之上 闽颜路三人与妖王的战斗 也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每一次攻击的碰撞 都会导致天地元气颠乱 产生的巨大波动 横扫四方 那里已经变成了生命的禁区 即便是和翘径巅峰靠近 都是直接重伤的下场 连一丝插手的余地都没有 沈颜河接人的定灵阵 在面对一只妖王的时候 还能起到一些作用 但偏偏此刻这种层次的力量 足有数位 这种力量相互碰撞碾压 让定灵阵连施展的余地都没有 最多做到勉强自保 甚至运气差一些 定灵阵都会被直接撕裂 沈颜河接人生死盗销 因而 此刻沈颜河接人能够做的 也只是截阵斩杀那些三阶巅峰海妖 让其他舞者的压力能够减弱一些 至于山海境的战斗结果 已经不是他们能够参与和决定 虚空中 闽颜路手中天眼刀化作虚无 一刀劈下 前方的妖王身躯微微一颤 明明身体表面没有伤势 但气息却是下降了一小节 闽颜路的实力 在山海境初期中 绝对属于佼佼者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 闽颜路之前面对海妖进犯 才会选择一个人镇守海玉城 甚至在几日之前 谋划一个人独自斩杀对面一只妖王 让整个战局发生改变 但可惜 闽颜路谋划妖王 妖王同样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那一日 如果不是海月真人及时赶到 闽颜路恐怕已经生死盗销 但能够在两只妖王的围攻下 还能够坚持那磨长的时间 也足以看得出闽颜路的实力 确实非凡 幻成数十年前 刚突破到山海境的许夕章 面对一只妖王 就只能勉力支撑 更别说同时面对两只了 闽颜路对面的妖王气息下降 闽颜路向前踏出一步 又是一刀劈下 妖王气息继续下降 但闽颜路的脸色也变得逐渐苍白 重伤未愈 或者说是重伤难愈 前几日那一战 闽颜路受伤极重 不仅肉身 连神魂都直接创伤 山海进修神魂 神魂一旦受伤 想要修复 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 肉身以及心神的伤势 与之相比 反而还在次要 当然 不是说肉身和心神就不重要 只是跟神魂相比 前面二者想要恢复 会容易不少 正因为受伤太重 最终闽颜路三人妥协 放弃了海域城这个海域 他们也清楚 放弃一个海域 其实已经 是在变相放弃跟海域成相连的其他海域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失控的海域会越来越多 但如今实力处在弱势 真的硬抗 恐怕先死的会是闽颜路 或者是许西章 而一旦千羽盟中的山海尽少一位 那千羽盟都不是失去几个海域那么简单 而是会引起整个海妖的全面冲杀 到时候 整个千羽盟都将是一片涂炭 且最终的结果 可能就是 武者在千羽盟内 再无一处落脚之地 实力不如人 就是这样会挨打 那天战斗 三只妖王也受伤不清 妖王神魂上同样有伤势 但妖兽的特性决定了 他们即便神魂受伤 战力上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本身他们的神魂修炼就极为的粗糙 粗糙在以往 自然不是什么优势 因为这让海妖的进步速度 远低于人类 虽然海妖的寿命更长 但相同时间内 山海尽的修炼的速度 可以将海妖远远抛在后面 但如今 同样受伤的情况下 这劣势突然显得没那么糟糕 至于肉身上的伤势 妖兽的肉身本就强于同阶舞者 恢复起来自然更快 因而同样的伤势 妖兽的持续作战能力 其实要比人类强上不少 更何况三只妖王 因为先设下陷阱 围杀敏严路 伤得远比敏严路要轻得多 许夕章跟海悦真人 各自牵制住一只妖王 今天这场争斗 三只妖王的目的 其实很简单 最好是能够将三个山海径 彻底留下一个 那到时候 整个千语盟 任凭他们拿取 如果无法留下一个 那就让敏严路 或者许夕章的伤势更深 深到几十年内 甚至上百年 都无法完全恢复的程度 如果可以这样 那千语盟那一大片地界 未来的拥有权 也在他们海妖的手中 至于下方那些普通人类舞者 则是能杀就杀 特别是那些和翘后期 和翘巅峰的舞者 要尽量斩除 让舞者当中诞生新的山海径的可能 极致地降低 海妖的目的不难猜 但敏严路等人 却不得不接招 这就是一个阳谋 无论你怎么选择 都要接下这一招 天穷上的战斗 陈匪自然无法左右 如今的他 还没有这个实力 陈匪如今能做的 只是保全自己 接着尽量保全自己的门人 以及熟悉的人 随着陈匪控制船只 不断地变换方位 周围的舞者 以及海妖 开始逐渐减少 但凡有远处的海妖 看见陈匪这边的船只 想要赶过来围杀的时候 陈匪都会提前控制船只转向 先远远地避开 让海妖提前放弃这边的船只 如果实在避无可避 陈匪也会选择 带着船只冲上去 好 一只龟类三阶中期海妖 对着陈匪嘶吼 甲板上的人瞬间紧张起来 同龄云自后方飞来 将这只龟类海妖拦住 同龄云门派的人 刚开始都有些疑惑 不知道 为何自家太上长老 会选择跟着一个 和翘境初期的舞者 到了如今 倒是盈盈有些明白 这个人对于危险的感知 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 带着所有人 避开了绝大部分的危险 到了此刻 才遇现第一只三阶中期的海妖 此刻再放眼望去 远处的海妖 已经稀少了大半以上 不过危险感知再降 没有绝对的实力 那一切也是空谈 就如此刻三阶中期海妖 就属于无法躲避的情况 要不是自家太上 所有人还是得死 第596章 居高临下 秦海山有些庆幸地 看了佟林云一眼 要不是有一个 和翘境中期的强者跟着 面对这只龟妖 他们能够有的方法并不多 只能是几个人上前 尽量抵挡 让船只先走 至于之后会不会有人生死 那完全就是看自己的命了 陈匪神情不动 回头看了一眼后方的虚空 但那里明明空无一人 片刻后 佟林云回来 那只龟妖剑 无法打破佟林云的防御 最终犹豫了一下 没有在这边继续耗费时间 毕竟对方一个舞者可以挡住他 其他和翘境 虽然弱了一劫 但真要围杀他的话 恐怕他还会 有生命危险 归妖来围杀这些舞者 除了是因为听从妖王的命令外 更多的是想吞噬舞者的血肉 让自己更快地成长起来 就如妖兽对舞者的价值一般 舞者对于妖兽 其实也是大补之物 多吞噬一些 能够极大的 缩短他们修炼进阶的时间 因而这次的围杀 半是妖王的命令 半是他们自愿 以后想要这种大范围吞噬舞者的机会 可并不容易 周围海面上的海妖变得越来越少 那种气息堆积在一起 混乱感消散 众人心底的沉重压力 也不由得减轻 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浮现在所有人的心底 不仅是那些练翘镜 即便是秦海山等人 也是同样的感觉 陈斐看着前方平静的海面 突然调转船只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去 所有人都是一正 但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在刚才的时间里 陈斐已经证明了一切 船只刚航行出没多久 后方十几里出的海面突然泛起波纹 接着一道黑影出现在海面下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陈斐这边追来 黑影相对其他妖兽 显得极为的纤长 其头颅位置的阴影 争鸣得让人望而生畏 陈斐感知着后方的动静 眉头微微一皱 天眼扫过四周 这个位置 还远没有到安全的程度 后方海面下 是一只三阶后七海蛇妖 陈斐如今倒是无惧 但真打起来 动静很大 即便陈斐可以快速解决战斗 三阶后七海妖生死 也会立马引起注意 但以此刻船只的航行速度 即便陈斐用原力去推动 也绝对无法 快过三阶后七海妖的追杀 后方三阶后七海妖发出的动静 同灵云机人也一下感知到 略微感知气息 脸色全部都是大变 三阶后七 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抵挡的力量 但明明都到了这里了 难道就这样功亏一篑 尽管他们知道 想要逃出这次围杀 没有那么简单 甚至是九死一生 但绝对没有想到 最后竟然是以葬身 三阶后七海妖作为结束 那他们之前做的努力 岂不是白费一场 同灵云慌乱地看向陈斐 这一刻 似乎唯有陈斐 才能给予其安全感 但那是三阶后七呀 陈斐即便在和翘境中七里 可以肆意缅压 但面对三阶后七海妖 又该如何抵挡 秦海山机人也看向了陈斐 这个时候 需要下一个决定 是继续拖着船只走 还是各自逃命 拖着船只走 那可能最后就是全军覆没 而各自逃命 兴许活命的机会 还稍微大一些 起码有些人 是有机会活下来的 特别是此刻 他们以惊远离海妖为杀的中心 再有一段距离 其实就可以离开这片海域 陈斐没有说话 不断测算目前自己所在的位置 海蛇的位置 以及远处那些可能察觉到 这边动静的海妖位置 随着时间推移 不仅是和翘境 就连甲板上的练翘境 都感知到了后方三阶后七海妖的磅礴气势 那种仿佛要将人生丝活波般的气息 让不少练翘境的脸色变得苍白 普通三阶海妖对于练翘境而言 就已经是不可阻挡 更别说这种三阶后七海妖 简直是天灾般的存在 而且他们清楚 自己这边的和翘境强者 也根本抵挡不住这只三阶后七海妖 所以自己这些人要被放弃 最后各自凭运气逃生 没有和翘境的庇护 在这里稍微多遇到一些二阶海妖 他们都没有存活的可能 而这片海域中 就属二阶海妖的数量最为庞大 秦海山鸡人献臣匪迟迟 没有反应 心中着急 却不知该如何催促 只能转头看向了佟陵云 身为鸡人当中唯一的和翘境中期 这个时候 似乎佟陵云比臣匪更适合发号施令 佟陵云感知到鸡人的目光 心中不有苦笑 臣匪都没说话 他说话又怎么管用 而且 佟陵云也不觉得自己的主意 最后会比陈匪来得更加的正确 自从上次几乎在必死的情况下 被陈匪救回 陈匪在佟陵云的心目中 已经处于绝对特殊的位置 没有经历过冰死 且被人挽救 是无法体会这种感觉 身后三阶海妖越来越近 众人脸上的慌乱 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众民知道下一刻就可能死掉 偏偏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 最为让人绝望 不用慌 三阶后期海妖而已 陈匪看到众人神情 轻声道 听到陈匪的话 秦海山鸡人不由正了一下 有些莫名白陈匪话中的意思 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紧张 而会错了陈匪话中的意思 佟陵云也有些疑惑地看着陈匪 难道陈匪如今 已经有抵挡三阶后期海妖的力量了 以陈匪力压和撬近中期的实力 说稍微抵挡三阶后期海妖 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但偏偏 陈匪如今话中的意思 似乎又不是勉强阻挡的意思 陈匪没有解释 在后方海蛇在靠近船只十里之内的时候 陈匪激发手背上的印记 一股凶悦的气息 自陈匪身上骤然爆开 陈匪将这股气息收束 接着砸在了海蛇不远的位置 海蛇本是快速游行的身影 骤然易毒 硕大的双眼当中 带着经济与疑惑 怎么会有三阶巅峰海妖的气息出现在着 海蛇线长的身躯 骤然自海面下升起 看着远处人类的船只 眼神中的疑惑 不但没有解开 反而疑惑更深 这两艘船只上的人类 被其他海妖盯上了 这是其他海妖在警告自己 海蛇心中一斗丛生 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但追杀的步伐 却是停了下来 相比这两艘血石 得罪一只三阶巅峰海妖的下场 无疑更加惨烈 以海蛇如今的实力 面对三阶巅峰海妖 其实也没有多少抵抗的力量 犹豫了一下 海蛇重新入海 但不再追杀船只 而是游向了其他方位 血石还有很多 没必要冒太大的危险 船只周围 尽管陈匪第一时间 就将三阶巅峰海妖的气息收束 并且砸向远处 但那一闪而逝的气息 还是让秦海山鸡人脑袋空白 三阶后期的海蛇 他们都吃不消 来个三阶巅峰的海妖 这不是逼着他们 引颈带路吗 但很快 秦海山鸡人就反应过来 三阶巅峰海妖气息 是从陈匪身上发出 所以 这是一种秘法 这是什么秘法 如此夸张 竟然可以模拟出如此凶悍的气息 以前完全没有听闻过这种秘法 甚至连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在感知一下远处 那只三阶后期的海妖 竟然已经改道 不再冲着这边追来 秦海山鸡人的脸上 不由露出惊喜之色 尽管不知道陈匪的秘法 是怎么回事 但那只三阶后期海妖 放弃追杀 才是最为关键的事情 和翘镜 有感知到陈匪身上的气息变化 那些恋翘镜 没有那魔强的感知 此刻还处于猛圈的状态 不知道后方的三阶后期海妖 怎么会突然放弃追杀 这只三阶后期海妖的追杀 已经是海妖最后的阻拦 陈匪依靠天眼 让船只又转到了几次后 终于完全脱离了海妖的围杀圈 数百里外 天穷之上的天地元气 还处在颠乱之中 显然山海境和妖王之间的战斗 还远没有结束 随着船只彻底离开海域城 所处的海域 所有人的心中都卸下了重负 脸上不由地洋溢出笑意 在这种海妖的层层包围下 他们竟然安然无恙 一个人不少地脱离了绞杀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船只开入海域玉上百里 众人神情轻松 陈匪的身形却突然停顿 看着前方的虚空 同龄云击人疑惑 心神扫过四周 却没有丝毫地发现 你这种感知 到底是如何练成的 当初在海域城外 就能发现老夫 还有之前那三阶巅峰海妖的气息 是如何产生 声音自四面八方传来 一道身影自虚空中走出 立在天空中 居高临下地看着陈匪 对于其他人视若无睹 老夫对你 倒是越来越好奇了 施元敏轻声笑道 何翘镜后期 同龄云击人听着施元敏的话 感知着施元敏的气息 脸色一下苍白 刚刚脱离三阶后期海妖的追杀 如今又出现了 何翘镜后期强者 而且明显来者不善 刚出虎口 又入狼窝 而陈匪那种三阶巅峰海妖的气息 显然对施元敏并不管用 施元敏如今毫无顾忌地现身 显然在场这魔多人 他是一个都不打算放过 第597章 出鞘 甲板上驱轻声等人 看着施元敏 在看秦海山基人的脸色 本应脱离海妖追杀 而劫后重生的心 瞬间又跌落下去 相比海妖肆无忌惮地散发气息 施元敏此刻展露出的气势并不强烈 在练翘镜的眼中 知识感觉到如鸢如海 但具体什么境界 他们判断不出来 但是能够让和翘镜中期的 同龄云的脸色都变化 施元敏的境界已经不言而喻 那些海妖对你们倒是讲信用 竟然没有攻击你们 陈匪平淡地看着施元敏的 在海域城的海域中 陈匪控制船只到处躲避的时候 其实就感知到了施元敏在后方的窥探 和翘镜后期的联系手段 虽是不凡 但海妖中的三阶后期并不少 海妖没有攻击施元敏 显然如施元敏这般的内鬼 身上应该是有特殊的印记 让那些海妖故意事不见 也正因为如此 施元敏才能这样追在陈匪的后方 打算在合适的时机 将陈匪直接擒拿下来 今天这种特殊的情况 无者死多少 都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陈匪这些人全部消失 也不会有人会怀疑 反倒是等陈匪回到元臣剑派 再动手 反而显得有些扎眼 因而施元敏来了 至于看到他的秦海山等人 直接抹杀便可 在施元敏的眼中 这些不过和翘镜初期的舞者 连他一招都无法挡住 至于同陵云 也只是稍微爱手 但也仅此而已 船只上的恋翘镜 想要杀绝 更是轻而易举 你知道的倒是不少 宁言顶己人 就是你杀的吧 听到陈匪的话 施元敏眼睛微眯 盯着陈匪 道 一流的感知 还有这般神奇的脸稀之法 施元敏的眼神深处 泛出一丝贪欲 这陈匪应该是有奇缘 得到了一处顶尖传承 不然区区一个小门派出身的舞者 如何能够在这磨短的时间内 突破到和翘镜中期 不仅是修炼的速度 还有表现出的各种神奇秘法 不少都是施元敏文所未闻 就如那个假装三阶巅峰海妖的气息 当时跟在后方的施元敏 都被吓了一跳 以为真有三阶巅峰海妖出现在附近 敏沿路之前清扫一部分内鬼 估计跟陈匪也分不开关系 如此种种 竟然全部在一个刚突破和翘镜不到十年的舞者身上出现 如果不是施元敏轻自视探过 恐怕施元敏都不会相信 佟林云看向陈匪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眼前的情况 和翘镜后期对于他们而言太强 相比三阶后期海妖 和翘镜后期杀人会更加的干净利落 如果说之前面对三阶后期海妖 还有不少人可以逃出升天的话 那面对施元敏 在这片海域内根本逃无可逃 毕竟妖兽目标大部分是针对和翘镜 而且也不是一定要追杀到底 可只要施元敏想杀 不管躲到哪里 都会被直接揪出来 因为施元敏给所有人下的心神标记 以他们的修为境界 短时间内根本就无法清除 而这个就以金注定了他们的结局 陈匪没有回答施元敏的话 转头看向佟林云 道 你们先走 我抵挡他一阵 便会跟上你们 节镇 我们这魔多人 不是没有一拼之力 佟林云低声道 和翘镜初期跟中期 相比和翘镜后期 差距明显 但节镇自保的 倒也并非真的一战之力都没有 但和翘镜后期的身法速度太快 最终的结果 也只是拖延死亡的速度而已 于最终结局而言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哈哈 似乎是听到了佟林云的话 施元敏大声地吃笑起来 接着转头盯向陈匪 道 本来想给你一次束手就擒的机会 但想来你也不会乖乖就范 东西还是老夫自己来取 施元敏话音落下 身形突然消失在原地 接着出现在陈匪面前 一箭刺向了陈匪的心脏 普通人心脏被刺穿 那是必死无疑 但和翘镜武者的生命力强大 心脏被刺穿 会极大的影响战斗力 但不会马上死去 施元敏不是要让陈匪死掉 即便陈匪要死 也必须将所有的秘密吐出来后 才能去死 在这之前 施元敏需要陈匪活着 陈匪右手挥动 底下的两艘船 瞬间朝前冲去 同龄云击人也被一股力量推着 不由自主地向前飞去 是 施元敏的剑尖刺在陈匪的心脏位置 但施元敏的眉头却微微皱起 这只是虚影 陈匪的真身凿已经不在此处 十几米外 陈匪的身形显露出来 挪一符文 让陈匪在原先身法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 突然阵势波动在周围泛起 不知何时 一道屏障 将方圆一礼全部囊括 就在施元敏说两句话的功夫 这里已经被布下了困阵 这里除了施元敏外 还有其他人在 施元敏也不要求这阵势的力量有多大 但只要能够稍微困住和翘劲便可 以施元敏估算 情下陈匪并不需要花费多久的时间 稍微有些麻烦的 也知是如何让陈匪伤而不死 但也仅仅是有点麻烦而已 今天不会再像上次一样 被山海静的出现打断计划 且上次试探陈匪 施元敏并没有用多少力量 这一次 施元敏对陈匪的出手 会倾注权力 在施元敏看来 陈匪能够斩杀宁岩顶几人 挡他权力一剑 应该还死不了 只是施元敏没有想到 自己第一剑 竟然就出现了一点意外 这陈匪的身法 相比前段时间 似乎又进步了很多 腾转挪翼间 身法行云流水 即便是施元敏 也不得不承认 这种身法 自己似乎还有所不如 施元敏 不是出入和翘劲后期 而是已经凝聚了一花 一个和翘劲中期的舞者 身法比他还要好 施元敏眉头微皱 身形闪烁 再次出现在陈匪面前 又是一剑刺出 此剑一出 四方天地元气隔绝 连空气都直接冻结 将人束缚其中 难以动弹 天赋剑 专门克制身法高明之人 一绝元气 二绝空间 必无可避 那再降的身法 也成了枉然 唯一能做的 似乎只有硬拼 而这 也正是施元敏的目的 陈匪看着来剑 身形微微晃动 沙奈间 陈匪的身体当中 就好似有数十道身影 叠加在一起 每一道都与真身 毫无差别 施元敏脸色微微一变 刚才锁定在陈匪身上的剑影 此刻反馈回来的 竟有数十道的位置 还未等施元敏 真正确定陈匪真身 发现陈匪已经消失在眼前 天赋剑所谓的绝缘弃绝空间 在陈匪身上全部失效 这等身法 施元敏转头 看向数十米外的陈匪 眼神当中的惊讶 再也掩盖不住 刚才还只是觉得陈匪的身法 最多就是比自己强上一些 但是此刻 施元敏才明白 陈匪的身法 已经远远超过他 甚至这种身法 施元敏认识的 何俏镜后期中 都没有一个人 可以跟陈匪相提并论 如果陈匪要跑 施元敏可能连追 都追不上 施元敏的目光 不由地看向元臣剑派 幸亏对方还有牵绊 如果没有牵绊 也不会带着这魔多人 千辛万苦地 从海妖为沙中冲出 佟林云等人 虽然向前飞 但一直都在 看着陈匪这边的情况 看到陈匪两次 轻松脱离施元敏的攻击 脸上全部露出喜色 但马上 他们就看到了 施元敏望过来的目光 佟林云几人都是和翘镜 修炼的时间都不短 而且很多还是一派的掌权人 人心险恶 其实比谁都了解 尽管施元敏没有说话 但他们却一下了解到 施元敏此刻的打算 投鼠忌气 如果暂时解决不了陈匪 那就解决陈匪在乎的人 那效果也绝对不会差 甚至还要更好 除非陈匪断心绝念 但认识陈匪这几年 他们就明白陈匪不是这样性格的人 这不但帮不上忙 反而还要变成拖累 正 前缘剑出现在陈匪手中 陈匪降剑身拉出剑翘 一道剑鸣声响彻四方 剑意更是冲天而起 经过这段时间的温养 前缘剑其实已经完成了最终的蜕变 这是前段时间陈匪一直在修炼 让前缘剑始终没有出窍的机会 尚品法宝 感知到前缘剑的气息 施元敏眼中的意外再增一分 这把剑施元敏认识 因为上次在海域城外 陈匪就是用了此剑 但当时明明还只是中品法宝而已 结果就这磨一段时间 已经蜕变成尚品法宝了 而且看着气息 竟是比他手中的配剑还要强上几分 就区区几个月的时间 这陈匪怎么变化的东西会那么多? 是 一道剑园自前缘剑中斩出 一里之外的阵势阴声而破 外围维持阵势的曲名道 脸色不油的一白 嘴角露出一丝鲜血 曲名道看向远处的陈匪 眼中带着不可思议 一剑破阵 这个并没石魔 毕竟这困阵的威力没那么强 但对方刚才一剑斩中的 却是这个阵势的阵眼 第598章 斩神斩神 此困阵是曲名道自己独自创出 阵眼的秘密 自然也只有取名道一人之小 且即便是那众许多人之小的明阵 在阵势启动之后 阵眼真正的位置 也是可以自己固定的 不会存在一种阵势 就一种阵眼位置的情况 且刚才的困阵 从出现到被斩破 当中不过片刻的时间 就这片刻的功夫 对方竟然已经找到阵眼了 这是何等夸张的事情 曲名道突然有些明白 诗员敏卫和要亲自出手 擒拿这个陈匪 对方的身上 确实表现出了一般的何俏镜 所没有的那种神秘 曲名道看了陈匪一眼 身形闪动 出现在佟陵云不远的位置 困阵被迫 无法再阻拦佟陵云等人 但曲名道 也不可能就这样放人离开 不然事后诗员敏 必定要兴师问罪 不过曲名道的境界 也只是在何俏镜中期 面对佟陵云等人 应兰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毕竟只要佟陵云将其缠住 其他何俏镜初期围攻之下 曲名道生死的可能性太高 他可不是诗员敏 可以无视和俏镜初期的攻击 曲名道双手结印 一道道符文 自须空中凝结 接着散落各处 曲名道自小对阵势 就有极高的天分 当年突破和俏镜 也是以阵破镜 因而 此刻面对佟陵云等人 曲名道也不求伤人 或者是将人困住 只要将人离开的速度拖慢几分 等诗员敏那边赶过来 那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 佟陵云看到出现的曲名道 明白其用意 不由地娇喝一声 静止冲了过来 秦海山等人 没有丝毫地犹豫 跟在了佟陵云身后 就如刚才陈匪所言 只要他们先离开 陈匪之后自会跟上 刚才他们对于这句话 只是觉得 陈匪想以自身的力量 换他们一条生路 如今才发现 原来陈匪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们继续留下 反而才会更加地糟糕 诗员敏看到陈匪一箭破镇 眼皮微微跳动 你身法很好 但是你要再躲 我就只能先杀他们几个了 诗员敏指着远处的 佟陵云等人 冷声道 丝毫不在意 以强欺弱的脸面 或者说 诗员敏本身就是 知重利益之人 其他的反而是次要 放心 刚才只是想试试 自己的身法 陈匪看着诗员敏 轻声笑起 陈匪确实是想要看看 融合了挪移符文后 自己的身法 到底是不是如自己猜想的那般 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虽然在海玉城的修炼室内 陈匪稍微测试了一下 但武道这件事 终归是要打过之后 才能明白到底好不好用 诗员敏听到陈匪的话 眼睛微微眯起 好大的胆子 是身法 等我将你的双腿敲断 再看看 你往后还怎么是身法 诗员敏满脸冷冽的面容 身子向前微轻 磅礴的气势冲天而起 人骤然间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的时候 其手中的剑刃上 已经布满恐怖的剑员 绝残剑 绝情绝义 并非是斩断人类的情感 而是关键时刻 亲手斩杀 对于自己最为重要的几个人 通过这重亲手斩杀 亲情友情爱情的方式 在极端的痛苦中 获得心神上的冲突转变 继而带动体内原力的突破 无疑 这是一种泯灭人性的功法 但不可否认 这门剑法修炼下去 可以让人更快地突破五道上的境界 诗员敏的天赋 在和翘境中 算不上绝顶 但他修炼的速度 只慢那些天骄一步而已 超越了绝大部分同灵之人 依靠的 就是这重绝情绝义的剑法 此刻诗员敏一剑斩来 陈匪的耳边 恍惚间听到有人轻微低柔的声音 如轻如素 但马上 这声音阙一下变得凄厉 凄厉之中的怨念 就如滔天江水般 汹涌而来 充斥在心神当中 不甘不信不愿 爱恨别离 两种极端的反差 就犹如要将人逼疯一般 这就是绝残剑 斩身先斩身 但凡有一点恍惚 后果就已经注定 陈匪使海间如磐石 龙像咆哮声中 将所有的异样 尽数镇压 陈匪向前踏出一步 脚底锁过之处 虚空泛起无数连衣 似有无以匹敌之力 要踏破虚空版 无数剑气开始出现在陈匪周围 随着陈匪一剑向前递出 剑气开始收束 接着完全汇聚到了 前缘剑的剑身上 前缘剑本就灵力的气息 瞬间暴涨 暴涨的还有陈匪的气息 从和翘镜初期 一路飙升到了和翘镜后期 感知到陈匪气息的变化 诗原明本因施展绝残剑 而冷硬的眼神 剧烈晃动起来 和翘镜后期 怎么会是和翘镜后期 从出入和翘镜初期 到和翘镜后期 十年时间不到 千语盟中 有记载以来 天赋最降的人 跟陈匪相比 都难以忘记相悖 是特殊秘法 跟之前三阶巅峰海妖气息一样 知识假象 但此刻如此近的距离 陈匪不仅是气息 是和翘镜后期 连此刻手中剑刃上的锋芒 也是和翘镜后期 不 此剑锋芒 比一般的和翘镜后期更强 这陈匪所修功法 比绝残剑还要玄妙 而且参悟的程度极高 十年时间 境界达到和翘镜后期 连所修功法 都参悟到今生之处 这是如何做到的 当年敏言路姿若贯之后 修为突飞猛进 也没有陈匪这般夸张啊 此子不可留 不然往后 自己必将惶惶不可终日 诗元明体内原力剧烈颤动 和翘上的元气之花 无声战开 诗元明手中剑刃的力量 顷刻间再增一筹 达到了诗元明最未巅峰状态 不仅如此 诗元明双眼骤然变成灰色 绝残剑中所机密法 在诗元明体内施展开来 绝情绝意 斩情斩意 诗元明的气息一下爆开 四方元气瞬间沸腾 远处的佟陵云等人不由地回头 看到了诗元明那 恐怖地让人发颤的气势 这样的力量 别说秦海山等人 即便是佟陵云 一旦接下一箭 必定生死盗销 不会有任何的意外 躲 佟陵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因为诗元明的恐怖 反倒让所有人都忽略了此刻 陈匪也是何俏进后期的气息 屈明到掐印的双手微微一顿 他也没有想到 诗元明竟然会爆出这样的力量 去对付陈匪 不是说要生情吗 如今这样 可一点都不像生情 反而更像是 恨不得一剑将陈匪斩杀 以绝后患 嗡 看着诗元明的变化 四道波动自陈匪体内荡漾开来 猎翘弓 燃血绝 破心绝 斗转朔 四门进法 瞬息之间在陈匪体内运转开来 陈匪的气息犹如大鹏之翅 弥漫充斥在了四面八方 诗元明本是爆裂的气息 与此刻的陈匪相比 突然变得有些不值一体 陈匪体内快速流动的血液 犹如荒谷巨兽般的咆哮 诗元明本是要枪陈匪斩杀 在此的那股决绝 在感知到陈匪的气息后 突然破碎 自己面对的 到底是什么怪物 电光火时 一切都在瞬息之间完成 下一刻 两人的剑刃撞在了一起 哄 虚空泛出褶皱 巨大的声音 响彻四面八方 海面下陷数十米 天空云层先是被打穿 接着直接消散一空 诗元明手中的剑刃 只是略微僵持了片刻 接着就到卷而回 砸在了自己的胸口上 一层护照出现在诗元明的身体表面 但闪烁了一下 就爆成了碎片 诗元明配件于是不减 继续砸在了血肉上 皮肤扭曲破碎 接着是血肉以及骨骼 顷刻间模糊一片 诗元明一口血雾喷出 身形完全控制不住 向后倒飞 脑袋当中 此刻已经一片空白 和翘进后期境界 四门境法 恐怖的体魄之力 诗元明知在境界上 胜出一筹 其他全都无法相提并论 而自己的修为 是杀青涂爱 用了两百多年时间 才达到的 对方用了多久时间 诗元明一直觉得 自己对陈匪 已经足够地高估 并且数月之前 还倾手势探过 本该是万无一失 结果今天 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跑 诗元明的脑海之势空白了一下 就马上反应过来 为了让自己可以在 武道之路上走得更远 诗元明什么事情都做 他不允许自己 就这样简单地死去 只要活着 那一切都还有可能 诗元明皮下的血肉 开始消失 整个人在瞬间 就变成皮包骨头 绝残剑 斩杀完之爱 自然也可以斩杀掉自己 毕竟人最爱的 其实是自己 如果连自己都可以斩 那世间万物 何物不可斩 诗元明的身体骤然消失 再出现 已经在十几里之外 速度之快 快绝人寰 诗元明回头看了一眼陈匪 眼神之中的鹰狠 让人不寒而栗 诗元明刚要继续顿头 突然发现 陈匪消失不现 诗元明心中泛起一丝寒意 还未反应过来 突然感觉自己的脖梗一凉 接着浑身的力量开始消散 这一下 诗元明才感觉到 陈匪的气息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怎么会这么快 即便是和翘近巅峰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速度的 陈匪是怎么来到自己面前呢 诗元明努力睁眼看向陈匪 眼神当中满是疑惑与不甘 自己应该可以逃走的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正 前缘剑吞入和翘近后期的灵粹 发出一声剑鸣 十几里外 佟林云等人已经目瞪口呆 不知道该用石门言语来表达此刻的心境 第599章 无可撼动 陈匪将前缘剑插入剑鸣中 右手挥动 一道剑鸣荡漾过四周 诗元明的身体无声崩解 乾坤带和上品法宝 落入陈匪袖中 诗元明最后爆发出的速度 一般的和翘近巅峰 却实追不上 陈匪正常状态下想追 也很难 那是诗元明舍弃所有 支留自己一线声激情框下 爆发出的顿速 但可惜 陈匪刚好会挪移 实际里的距离一晃而过 诗元明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一箭斩杀 远处 佟林云等人还处于凌乱当中 脑袋有些转不过弯 和翘后期 凝聚一花的诗元明 被陈匪两箭斩杀 当中连丝毫的反抗力都没有 别说反抗 最后拼命想跑 都莫能跑掉 这可是和翘晋后期在千语盟当中 可以建立二级势力 虽然比不上那些拥有和翘晋巅峰的顶尖势力 但已经处于千语盟的顶端当中 结果 就这样被轻易斩杀 而斩杀的人是陈匪 十年前刚突破和翘晋的年轻武者 年轻 有时候代表的就是实力弱 毕竟天赋再强 也需要时间来兑现 当然 天资卓绝之人 可以用极短的时间 将自己的境界提升上去 但再短 其实也是以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来计算的 而陈匪 用了十年 从出入和翘 到现在轻易斩杀和翘晋后期 这种跨度 即便此刻秦海山姬人 已经是青年所限 依旧让人难以相信 佟陵云在数月之前 很明确地知道 当时陈匪的境界 还在和翘晋中期 而且是和翘三传 也就是出入和翘晋中期的时候 当时佟陵云对陈匪的天赋 已经心悦成福 结果如今 一年时间不到 陈匪从和翘四传 变成了如今和翘六转 完成了一个小境界的跃升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修炼速度 跟陈匪的修炼速度相比 千语盟内其他人 就好像在原地踏步一般 和翘晋的修炼 一年时间 真心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佟陵云无法理解 秦海山姬人心中的 震撼之会更深 好歹佟陵云还知道 陈匪当初是在和翘晋中期 而秦海山姬人 一直觉得陈匪的修为之在 和翘晋初期的 结果 陈匪今天用两件 将他们脑海打得一片浆糊 陈匪之前在海风域的表现 秦海山等人就觉得 陈匪没有出身在顶尖势里 多少有些可惜 当然 佟仲秋心里有时候还是念想 陈匪当初位和墨镜仙云剑派 秦海山等人 对于陈匪未来的预期 是在不断提高的 决德和翘晋中期 肯定无法拦住陈匪 和翘晋后期 陈匪机缘足够的话 未必不能上去 到时候 五派联盟的实力 也将水涨船高 但那都是基于未来的考虑 是以百年长度来计算的 他们做梦都不敢想 陈匪现在 就有和翘晋后期的境界 这要对五道境界了解的 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秦海山机人 看到了施元敏被斩杀 船只甲板上的炼翘镜 没有这样的目力和感知 但他们也隐隐约约地感知到 似乎施元敏好像消失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无从知晓 只是看自家太上长老们的神情 远处似乎发生极大的事情 或者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 不然鸡人也不至于如此的惊讶 屈明道感知施元敏的气息消散 心中已经不是惊讶 而是见鬼般的惊讶 堂堂和翘晋后期强者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杀了 曲明道疯狂地向后逃去 施元敏都被斩杀 以他的小身板 哪里经得住陈匪的攻击 恐怕一箭之下就得死 屈明道的动作 惊醒了佟林云等人 佟林云等人 立马上去将曲明道缠住 之前曲明道为了将佟林云鸡人拦在原地 距离太近 此刻曲明道想走 发现一下走不掉了 曲明道脸上满是苦涩 自作孽啊 但谁又能想到 施元敏这样境界的强者 会死得这样的快 陈匪的身影游远极近 飞向了曲明道 曲明道疯狂地挣扎 想要挣脱佟林云等人的束缚 但偏偏始终无法如愿 饶我一命 你们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 看到陈匪到来 曲明道大声淒厉地喊了起来 不需要了 陈匪面无表情道 听到陈匪的话 曲明道身体不由地一颤 但马上 极致的癫狂浮现在曲明道的眼中 他只是想活着 凭什么不给他机会 曲明道全身原力暴动 只是还莫来得及真正爆发出来 前缘剑带着 剑翘撞碎 阻拦在前方的所有阵势 砸在了曲明道的胸口上 磅礴的距离 碾压曲明道的五脏六腑 顷刻见 曲明道的身体内部已成烂泥 曲明道的身体一将 直愣愣地看着陈匪 身体向后倒去 灵粹冲进前缘剑内 曲明道的身躯开始崩解 曲明道的乾坤带飞入陈匪手中 陈匪心神探入 接着一些丹药和玉剑出现在半空中 陈匪右手挥动 将这些丹药跟玉剑 分发到秦海山机人面前 这些丹药 陈匪已经用不上 玉剑当中记录的是诸多阵势 到时候姬家共同分享便可 秦海山机人 看着飘在眼前的丹药 再看气势庞然的陈匪 最终将这些丹药收了起来 既然是陈匪赐予他们收下便是 再推辞 多少就显得有些生分了 而且跟未来的收益相比 如今这些丹药反倒是不值一提 经过了这片刻时间的缓解 他们的脑海都已经反应过来 如今的陈匪就已经是何俏镜后期 那将来陈匪又该成长到什么程度 何俏镜巅峰是不是可以畅想一下 甚至那高高在上的山海镜 能不能也触碰触碰 陈匪之前隐藏实力 这隐藏得好啊 实力增长太快 终归是会引起外人的亏去 如今他们知道了这一切 自然要替陈匪将这个秘密继续隐瞒下去 只有这样 对于他们五派联盟的利益 才是最大的 至于佟陵云所在的盘峰派 秦海珊看了一眼佟陵云 就看佟陵云此刻盯着陈匪的目光 两人的关系就不一般 丝毫不用担心泄密的问题 图灵树闪过 龙像借点笼罩 陈匪的气息一路滑到何窍境初期 看得秦海山寄人心中又是一阵惊奇 这份脸稀之术 当真是天衣无缝 走吧 陈匪看着众人 笑着道 继续推动船只 朝着前方航行去 如今 知识稍微远离海域城所在的海域 这里并不算多安全 唯有回到真正的内海的位置 才能稍微安心一些 千语盟的三个山海 静置要没有损失 那千语盟就暂时不会倒 知识未来千语盟的地盘 肯定会持续缩小 千语盟的舞者 想要像以前那样安稳 已经不太可能 除非有人 可以突破到山海境 打破如今 这个脆弱的平衡 但突破山海境 何等之难 看看如今千语盟的山海境人数 就能明白 或者说 突破到和翘境巅峰 对于普通舞者而言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 这次海妖的围剿 恐怕还会 陨落一些 和翘境巅峰的舞者 五个时辰后 陈匪推着船只 回到了海风域 明明需要四五天的航行时间 被陈匪硬生生地 缩短到了几个时辰之内 到了这里 所有人的心 终于平复了下来 海风域距离海域城 这个前线 当中 隔着数个海域 海妖想要打到这里 不是短时间内 可以完成的 海风域 已经可以算是 整个千语盟的腹地了 海妖大军 要真在这边出现 那千语盟 估计 也到生死存亡的时刻 佟陵云在两个时辰前 就跟陈匪分开 不过按照佟陵云的话 这个分开 也只是短暂 盘风派所在的海域 无论元气还是资源 都在海风域之上 但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那个海域 距离海域城太近了 当中之 相隔两个海域而已 现在千语盟的情况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两个海域的间隔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说不定什么时候 海妖大军 就出现在海域当中 因而 佟陵云跟陈匪约定 三个月后 带领盘风派上下 一起来海风域投奔陈匪 以盘风派的体量 能够在三个月内 完成搬迁已经算是极快的速度 明明知道陈匪是一根大腿 佟陵云完全没有不报的理由 特别 是在如今这乱象渐显的时期 更是如此 未来的千语盟 修炼资源这些 其实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 因为海妖那么多 双方的争斗会进入常态化 那海妖身上的血肉 就能替代很多灵财 未来 更多的是 如何更好地保全自身的性命 并在这重乱局中 不断呈藏起来 盘风派需要一个靠山 而无疑 陈匪这个靠山 值得依靠 仙云剑派几个门派的人 跟元臣剑派告辞 神色之间带着恭敬 徐青生脸上的笑容 一直没有停过 以前 海风玉之是隐隐 以元臣剑派为首 毕竟陈匪虽然横压海风玉 但境界之势和翘境初期 但经过今天的事情 元臣剑派因为陈匪 天然地成为整个海风玉 最将的存在 无人不服 无可撼动 第六百章 乱世 元臣剑派 当初在仙云城 是仙云剑派联盟中的一员 明面上说是联盟 但所有人都知道 元臣剑派 其实已经算是半覆庸的状态 只是元臣剑派心中有坚持 始终不肯真的并入到仙云剑派当中 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 元臣剑派在未来的某一天 应该会变成仙云剑派中的某一风 毕竟元臣剑派如何看 都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门内传承功法不全 最强之能修炼到炼翘境后期 而且是炼翘境后期中最弱的存在 真有什么精彩绝艳的弟子 败入世门的第一个选择 那也肯定是仙云剑派 跟元臣剑派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就是陈匪 机缘巧合下 进入了元臣剑派 开启元臣剑派重新崛起的序幕 从附庸到陈匪突破到河翘境 元臣剑派跟仙云剑派结盟 双方平起平坐 接着陈匪横压海丰玉 引引海丰玉珠派之首 到如今 真正让各派从心底顺从元臣剑派 这当中 就用了几年时间 元臣剑派完成了一个极致的翻转 陈匪等人回到山门中 元臣剑派上下欢欣鼓舞 海玉城前线的情况 已经有一些风声在千语盟内传播 甚至几天前 山海境被妖王围攻 元臣剑派留守之人都有所耳闻 很显然 有人故意将前线不利的消息 在千语盟内传开 引起人心不稳 留守的门人 始终担心 元臣剑派诸多练翘境 在海玉城会不会损失惨重 毕竟面对动辄三阶以上的海妖 元臣剑派看起来太过弱小了一些 结果今天一看 前往海玉城的练翘境 竟是一个不少的回来 不仅回来 而且许多人的修备 还更进一步 突破了原有的境界 即便没有突破境界 修备上的精进也极为明显 就如瞿青生 如今支刹两个翘学 就可以踏入到练翘境巅峰 从臣匪突破和翘境的这十年时间 元臣剑派练翘境享受到的资源 要远远超过四级势力的水准 除了陈匪时不时会拿出一些资源赐下 还因为元臣剑派在海风域的地位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元臣剑派练翘境的数量 有些少 同样的资源 其他四级势力要诸多练翘境分润 但元臣剑派的练翘境 只要能够练化 丹药从来不会缺少 再加上海玉城那紧张的环境 陈匪从黑神域带回的丹药 这些都让曲青生等人的修为 突飞猛进 回来好 回来就好 周子巡满脸笑容 看到门人一个不差的回来 心里由衷的高兴 周子巡最怕的 就是看到往日的好友 永远地留在海玉城 多亏了陈匪 曲青生想到海玉城外 那遮天蔽日般的海妖 如果不是陈匪 整艘船的人都葬身在那片海域 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运气好一些 能够多逃一些人回来 但绝无可能一点牺牲都没有 但偏偏 他们做到了 陈匪与众人寒暄了机具 从乾坤带内 将剩余的千言丹等 全部交给了瞿青生 让其具分配 然后消失在了主殿当中 陈匪已经和翘径后期了 待普通弟子散开 瞿青生将所有恋桥 进场老聚在一起 包括那些留守门派的长老 和翘径后期 周子巡激人惊得一下站了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瞿青生 是啊 和翘径后期 瞿青生看着周子巡激人 惊讶的神情 脸上不由露出笑意 当时自己等人的面容 估计也是这样 或者换谁来听到这个消息 恐怕都是如此 和翘径后期啊 根本不可想象 一些人转头看向风修谱 尽管之前一直艳线风修谱 有这样一个弟子 但陈匪这展现出来的天赋 是不是太过妖孽了一些 郭灵珊和张芳琼 互相对视一眼 他们因为出入恋翘径 所以这次 没有前往海玉城 他们一直都知道 当初的那个小师弟 天赋精彩绝艳 不然何以年纪轻轻 就达到何翘境 但这天赋 千语蒙正魔多年 似乎也没听说谁 能够达到如此程度 好 真好啊 周子巡慢慢坐下 心中震惊逐渐放下 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陈匪是元臣剑派的门人 且陈匪一直没有 要抛开元臣剑派 另投他出的打算 那元臣剑派在陈匪的手中 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壮大 当初周子巡觉得 这肯定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他也许看不现 但不影响他平日里的憧憬 每当周子巡走在门派中 看着元臣剑派越来越好 周子巡的心中 总是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 元臣剑派 有如今这般景象 周子巡其实已经满意的 不能再满意 但谁又能够拒绝变的 更好的未来呢 结果今天告诉他 陈匪竟然已经和翘境后期 那岂不是说 元臣剑派在未来 极有可能变成一个顶尖势力 与天刀门那些平起平坐 今天 我们回来的时候 陈匪竟斩杀了一个和翘境后期强者 还有一个和翘境中期的阵师 瞿青生继续道 留守的门人听到这话 眼睛又不由自主地瞪了起来 好吗 不仅已经是和翘境后期强者 竟然连同街的强者 也直接杀了一个 这天资 完全无法用言语去形容了 今日说这些 不是让诸位骄傲自满 而是要比以往更加低调 瞿青生看着众人 沉声道 此事断不能声张 当中缘由 诸位想必都能明白 在场的人点了点头 其实这件事说出去 估计都默认相信 主要是陈匪修炼时间太短 境界又隐藏得太好 稍微有点修炼常识 都不觉得十年时间 可以让境界从和翘境初期 变成和翘境后期 这重情况下 除非已经叛门 不然没人傻到会去宣扬 即便是那些内鬼 发现诗员敏消失 都不会怀疑到陈匪身上 因为太离奇 也太离谱 说陈匪是和翘境中期 还稍微有一点点可信度 和翘境后期 你疯了不成 类似的谈话 在仙云剑派几个宗门中 也在进行着 这种事情 悄悄知道便可 这样 大家未来的利益才会更大 说出去 不但一点好处没拿到 还会彻底得罪元臣剑派 陈匪回到自己所在的庭院内 整理着从诗员敏 那得来的乾坤袋 主要是一些和翘境后期修炼的丹药 还有几块玉检 以及一些杂物 陈匪看着手心上的东西 一层流光在档中流转 看似软绵 但质地却极为的坚硬 地心玉检 三阶极品灵财 难得一现 没有听闻在哪个方式中出现过 有人即便侥幸得到 也都是以物易物 而不是换取原石 如此珍惜 这地心玉检的效果 自然也是不凡 可以直接帮助和翘境后 七五者凝聚三花 无论是要七转还是八转 甚至是九转 都有一点效果 诗员敏乾坤带内的地心玉检 陈匪都怀疑 是不是海妖们给予的好处 对于诗员敏这等境界的人而言 有吸引力的 也知剩下这种天才地宝了 陈匪右手翻转 将地心玉检收起 如今的陈匪 还用不上这灵财 起码要将体内的 原力总量提升上去 在突破七转凝聚一花的时候 才用得上这宝物 陈匪将诗员敏乾坤带内的东西 分门别类地整理好 陈匪闭上眼睛 开始修炼功法 半个时辰后 陈匪更是在庭院中蹦跳起来 太玄天剑 破魂术 挪移 三众感悟出现在陈匪的石海当中 陈匪努力吸收住 其他人到达一个新的境界 需要巩固 有一个停滞期 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 实力都不会有大的变化 对陈匪而言 这种事情并不存在 只要有时间 陈匪就可以让自己的实力 不断增长起来 和俏镜后期如此 未来的和俏镜巅峰 同样会是如此 一天后 随着逃脱的舞者 回到各自门派 有关昨日海域城 所在海域的情况 也不断地传播开来 就如预想的那样 面对海妖的围剿 千语蒙这边损失惨重 三个山海境 倒是无人陨落 但山海境之下 和俏镜巅峰 直接死了五人 当中有一个 是闽延路的青传弟子 和俏镜后期 则直接死了十几人 和俏镜中期 和俏镜初期 合起来更是多达上百人 练俏镜子不必说 海妖的损失自然也不小 但海妖的数量 本就比武者多 即便损失 他们也损失得起 整个千语蒙愁云惨谈 那些门内损失了 何俏镜的门派 更是如此 海域城相邻的三个海域 不论是武者还是普通人 都开始恐慌般地 朝着其他海域迁徙 默认相信那些海妖 在占领一个海域后 会乖乖停下 果然 不过平静了三天 海妖们开始试探性地 踏入三个海域 尽管知识少量的海妖 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 这三个海域内的海妖 开始逐渐肆无忌惮起来 三个海域内的人 越发的恐惧 有能力有条件的人 已经登船 冲向其他地方 滞留下那些真正 毫无背景的普通人 茫然地看着空泛的城池 打砸抢烧 几乎在寝客间 在三个海域的城池中上演 千语蒙的反应 略微有些迟钝 不过总算在几天后 派人前往三个海域 帮助迁移 海域城周边三个海域的人 在变少 其他烧尽一些海域的人 也已经在争先恐后的迁移 往更内部的海域走 十天后 海峰域内出现了一家 新的四级势力驻扎 半个月后 海峰域内新的四级势力 多了五家 一个月后 一个三级势力 出现在海峰域 矛盾开始凸显 这些心癌的势力 目光都有意无意地 看向了海峰域的 那个三阶下等秘境 这个三阶下等秘境 属于元臣剑派五家 但 那是过去 如今千语蒙的情况 应该有一些灵活的变通 元臣剑派不愿意的话 那就让他们愿意